就当莫莉亚长须短叹的时候,霍斯曼一声不吭地从她的眼前经过。 二,狗,莫莉亚有些奇怪,金格太阳是从西边出来了。 上次有这种感觉,还是在她化作乐师形态的时候,有一种非常陌生的感觉。 今天要去烤肉,公费聚餐,要去吗?莫莉亚诱惑道。 我吃饱了。 霍斯曼表现得兴致缺缺,并且话也不多,比赛结束了,第一名,这是奖励,一个奖牌,以及一张就餐优惠卷。 莫莉亚本想发表两句感言,结果看到对方沉默寡言,于是接过东西,跪在参与,你喜欢就好。 嗯,霍斯曼淡淡地应了一声,就没再说话。 那么多人在这里,莫莉亚也没有再多问,这事也不知道,史卡里布克里布的小弟,还是奥兹的小弟,一群人像是,像是搬家的一样,什么样的甜品奶茶都有。 都尝尝,反正东西那么多,一个人也吃不完。 莫莉亚此刻脸不红,心不跳,就吃一点,佩罗娜也察觉不到,毕竟她也不知道买了多少。 这边也甜食刚下肚子,佩罗娜就已经赶回来了,回来啥都没说,直接炫了一个草莓味的雪糕。 草莓味的不好吃,桃子和那个黄色的才好吃,奶茶左边的那个最好喝,中间最难喝,右边第二。 莫莉亚以过来人的口吻道,还有啊,这酸奶不错,配上这些水果丁味道更加。 你,你怎么知道的? 佩罗娜小嘴一扁,委屈巴巴。 嗯,今天的天气真不错,佩罗娜啊,你回来了呀,你找到巴卡拉的吗? 莫莉亚一看,情况不大对,立马使用了话题转移大法。 你不是说,只有小孩子才爱吃吗? 佩罗娜学聪明了,并没有让莫莉亚将话题带偏。 没问题啊,只有小孩子才特别爱吃甜食,大人都吃。 莫莉亚义正词言道。 哼,佩罗娜顿时就不乐意了,一双圆圆的眼睛顿时雾气笼罩。 莫莉亚大人,你是个个大骗子,我不理你了。 莫莉亚笑出了声,但也是适可而止,乖,回来给你买双份。 佩罗娜清高了一小下,没有立即回答,而是双手抱胸,撅起了嘴。 既然你不愿意那就算了,那我可买给其他人吃了哦,雷酒也很可爱,鸡尾和摩兹也很乖巧。 听到莫莉亚这么说,佩罗娜顿时就不乐意了。 这就相当于比当着女朋友的面夸奖别的女人漂亮。 当然,前者只会挨帮帮两拳,但作为未成年少女的佩罗娜却是表现出了好胜心,顿时也表现出无比的乖巧。 莫莉亚将她抱了起来,刮了刮她的鼻子,我还是喜欢你,嚣张跋扈的样子。 你这样,我还有点不习惯了。 佩罗娜顿时喜笑颜开。 你想吃多少就买多少,现在高兴了吧? 现在可以告诉我人在哪了吗? 莫莉亚趁热打铁问道。 佩罗娜一指,那里,正在进行狙击比赛,现在可能已经开始了。 狙击比赛? 我们先过去看看。 莫莉亚顿时来了兴趣,既然巴卡拉参加了狙击比赛,那么她也想要看看运气和实力,到底是哪个才更胜一筹。 莫莉亚带头,一群人也跟在了后面,向着距离狙击赛场地区不急不慢地走着。 狙击赛场之上,场中之人一片唏嘘。 怎么可能? 一连几场比赛都靠着运气拿了第二名,这都快要进入决赛了。 要是这个样子,我上我也行啊。 观众席上,一群人你一言我一语,表达着自己的不满。 莫莉亚吻了一下手枪,将其放在原来的台子上。 Luck。 这几场比赛,巴卡拉虽然说没有获得什么第一名,但总是通过出奇的好运获得前二,从而获得晋级的机会。 而她的对手,大多不是因为受外在因素影响,就是因为自身陡然发病,导致总是发挥失常。 巴卡拉虽然不是最优秀的,但却是发挥最稳定的那个。 发奥卡和耶稣布也感到奇怪,但他们也并没有想太多,以为自身硬实力在那里,也肯定是不会输的。 莫莉亚等人的到来,也是第一时间引起了巴卡拉的注意,只见她撅起嘴唇,吻了一下自己的手,然后向某人送去,并且配合手势,做出一个嘴唇,发出摸的声音。 一颗粉色的桃心,直接飘了出来。 单手抱着佩罗娜的莫莉亚,嘴角抽了抽,扫射周围,姑且算是没有人发觉。 这才挥了挥手已是回应。 莫莉亚等人才来这不久,今天的比赛也差不多进入了尾声。 比赛结束,确定最终有六人进入决赛。 这其中自然是包括耶稣布和范奥卡。 至于总决赛,也是在第二天进行,和莫莉亚那边的情况也差不多。 莫莉亚走到赛场之上,巴卡拉眼含期待,心里也是浮想联翩。 按道大人心中,还是有她的,竟然主动要跑过来送温暖。 如果要是送36至37度的温暖,就更好了。 巴卡拉心里,如是想着。 巴卡拉表现出波澜不惊的样子,正想赢过去,却见莫莉亚走到半路,直接一个转身向着另一个方向走去。 那边,范奥卡正扛着迁路无所事事。 赌局还算数吗? 这场比赛,我的人也有参加。 如果你输了就要加入我的海贼团。 如果赢了,我会给你一个你无法拒绝的东西。 莫莉亚开口道,她想到了约翰船长的宝藏之中,有一颗能够提升速度的恶魔果实,相信即便是对方也无法拒绝。 当然,如果范奥卡加入月光海贼团,如果她想要,这颗果实依旧是她的。 对于巴卡拉的运运果实,莫莉亚还是比较信任的。 如果打架,这可能还有一些位置性。 不过这种比赛,可以说是板上钉钉,十拿九稳。 提到巴卡拉,莫莉亚眼神也超偏向了其所在位置,顿时就对上了一双充满忧怨的眼睛。 莫莉亚一愣,继而选择性无视。 只当没看见,只留得巴卡拉咬牙跺脚。 无法拒绝的东西。 是什么? 范奥卡顿时来了兴趣,推了推自己的眼睛。 莫莉亚看了看四周人山人海的观众席,以及来回爬行的影像电话虫。 道,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范奥卡不宜有她,正要跟上莫莉亚,这时巴卡拉也走了过来,跟个孕妇似的,捏如着嘴唇。 想说什么,半天过去了,最终憋出来两个字,大人。 莫莉亚翻了个白眼,这怎么跟她屎乱中气了一样。 随即对着范奥卡介绍道,这位是我们海贼团的巴卡拉,这次就由她和你进行比赛。 她? 就在这不久之前,范奥卡和巴卡拉也是有接触的。 在她看来,对方根本不足为惧,根本不会给她造成任何威胁。 将巴卡拉头顶的海盗帽的帽脚扯到一侧,拍了拍她的肩膀。 这次就看你的了,你可要争气。 比赛,就算最后获得冠军了,又能怎么样? 巴卡拉小声嘟囔,似乎对于莫莉亚只关心赛事,而不关注,她而感到一丝不满。 想要奖励吗? 你直说不就行了吗? 莫莉亚并没有因为巴卡拉的举动而表现出不满,反而面带笑意一板一眼的道。 到时候,用我那尘封多年的剪刀给你剪上一个大红花。 到时候给你挂在恐怖三位帆船公馆大厅的墙上最显眼的位置,以示嘉奖。 巴卡拉先是一愣,紧接着扑斥一笑。 大人,你真会说笑? 你当我还是五六岁的小朋友吗? 那你打算想要什么回报? 莫莉亚捏着下巴陷入了沉默,像是犯了难。 奖励什么的,我还没有想好,巴卡拉面带笑意到。 不过这次,如果拿到了冠军,会获得两张怕斯卡尔商城的购物券,另一张不知道送给谁好。 说着,巴卡拉视线不时瞥向莫莉亚,其意思不言而喻。 莫莉亚直接不动脑子张口就来,这还不好办,如果你送不出去,给我。 听到莫莉亚这么说,巴卡拉顿时眼睛一亮。 接着,她就听到莫莉亚继续道,给我,转交给狗子,她肯定能高兴一天。 巴卡拉瞬间笑容僵在了脸上,气得直跺脚。 范奥卡看了看,莫莉亚又看了看巴卡拉,表情有着古怪,但随即眼观鼻观心,沉默不语。 莫莉亚转过身去,留给身后两人一个后脑勺。 比赛结束后,我会尽量抽出一些时间。 巴卡拉的心情就像是坐过山车一样,跌荡起伏。 过程虽是曲折的,结果总归是好的。 尽量抽出一点时间。 这个回答我可不是很满意哦,嘴上这么说,但是动作和神态却是很诚实。 待会要去岛上的一座烤肉店,我们先去和大部队会合吧。 说着,莫莉亚对着范奥卡又道,待会我们海贼团要聚餐,要一起去吗? 当然,我们请客,到时候我自然也会将那东西拿给你。 范奥卡不置可否,命运已经做出了她的选择。 莫莉亚有点摸不着头脑,总感觉这家伙神圣叨叨的,竟说一些让人捉摸不透的话。 见莫莉亚满脸的疑惑,范奥卡接着道,我会去的。 微微点了点头,莫莉亚又对远处的众人招了招手。 岛上,一个仿古的建筑,但看起来有些不伦不类,墙壁上贴着一些旧报纸,不知是为了省钱还是追求美感,创造氛围。 此刻,店里挤满了人,干部们倒是没有什么,一些普通成员的衣服上已经贴上了海贼旗的标志。 火葱头发型和一对带火焰的蝙蝠翅膀的骷髅头,正是月光海贼团的标志。 桌上摆放着各种珍修美食,有各种披萨,切成各种大小肉类,上面有的占着酱料,各色贝类,螃蟹,虾类,海洋生物,即便是海王类也不在少数。 近白人的海贼队伍将本就不是很大的店内挤得满满的,一个个海贼毫无形象可言地举杯畅饮,大快朵仪。 来,干杯,提前庆祝总督大人明日获得最终决战获得冠军。 给我留一点啊,那可是不可多见的好酒。 急什么急,明天估计又能举办宴会,到时候让你喝个够。 说的也是,店铺的一个包间之中虽然也有交流,但却没有外面的那么大。 没想到,竟然竟然是七五海月光莫利亚先生,这么说来我输得一点也不冤。 身上缠着绷带的巴杰斯朗声笑道,此刻他已经从昏迷中行转过来。 当得知莫利亚已经派人给他处理过伤口,并且派人专程照顾他,顿时被前者击败并打晕的怨气也随之烟消云散。 没有顾及身上的伤势,巴杰斯就跟着一起参加了月光海贼团的预热宴会。 莫利亚笑了笑,没有接过话差说什么,手上拿着夹子,将熟透了的烤肉放在了佩罗娜累酒等年纪不大的小家伙的碗里。 毕竟这桌子非常的大,也就莫利亚这种体型的人才会比较轻松地拿取桌上的各种食物。 巴杰斯先生的风采我们也是见过的,凭借一己之力直接将整个C区的参赛选手全部淘汰,实力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 见莫利亚没有立即回答,拉斐特露出平常但看起来有些诡异的笑容,一边说着还不忘给巴杰斯身前的杯子倒满酒水。 巴杰斯豪爽地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对于拉斐特的话他还是很是受用的,他对自己实力充满信心,也并不会因为败给莫利亚而一蹶不振。 看到巴杰斯仰头咕嘟咕嘟灌酒的样子,莫利亚皱了皱眉头,将一块烤羊排插到了他的面前。 你身上还有些伤口,多吃肉,不宜过两饮酒。 此时此刻,莫利亚也起了稀才的心思,巴杰斯虽然有时候会使用一些卑鄙的手段,令人不耻,但是却没有触碰到莫利亚的底线。 更何况,巴杰斯是一个可以牺牲个人利益而成全海贼团整体利益的家伙,也是原著中黑胡子最信赖的手下。 每次黑胡子遭遇强敌,第一个出手帮忙的必定是他。 卑鄙和忠诚并不冲突。 这点酒算不得什么,我的身体可不会像普通人那样孱弱。 巴杰斯双手举过头顶,像是在炫耀自己双臂之上结实的肌肉。 死! 这一动作也使得牵扯到了胸口的伤口。 巴杰斯的脸上瞬间戴上了一副痛苦面具。 场中顿时哄堂大笑,巴杰斯也是有些尴尬地摸了摸脑袋。 船长,这位是。 拉斐特也注意到了坐在了莫利亚身边不远处的范奥卡。 毕竟在座的都是月光海贼团的干部,陡然出现这么个陌生人,还是非常容易发现的。 莫利亚这才想起来,连忙和众人介绍道,这位是东海的著名狙击手。 范奥卡先生有着音乐的美称。 范奥卡如今也只是初出茅庐,名气也不是很大,可能在东海小有名气, 但远远达不到传扬到伟大航路以及西海的程度。 自然不像拉斐特这种成名已久的家伙。 原来如此,欢迎欢迎。 莫利亚介绍了,拉斐特依旧不知道对方,但仍旧变现出很热情。 毕竟是莫利亚邀请来的人,想来不是什么泛泛之辈。 寒暄了几句之后,肉也就烤熟了,并且店内的服务员手法都是极其的娴熟, 包下剃肉的速度很快很快。 正在众人大快朵頤之时,莫利亚掏出了一颗恶魔果实,通体成黄色,上面布满花纹。 这是超人素素果实,可以给予食用者速度上的提升,我感觉这会很适合你。 发奥卡也是抬起了头,眼中闪过一抹一色,从莫利亚手中接过恶魔果实,推了推眼镜,仔细端向起来。 接下来的狙击比赛,如果你获得了最终的胜利,那么我便会将这颗恶魔果实送给你。 你是吃了也好,拿去换钱也罢,如果你输了,你就要加入我们月光海贼团。 莫利亚盯着发奥卡道,说着,她又看向了正竖着耳朵,偷听的巴结斯,还有巴结斯。 你的实力,参加这种比赛,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成长,不如跟我前往新世界。 那里强者数不胜数,这才是你该去的地方。 如果你愿意加入,将直接成为月光海贼团的干部。 以后有了合适的恶魔果实,当然是要被优先考虑的。 巴结斯眼珠子转了转,将屋内的所有人通通扫尸了一遍。 卧虎藏龙,强者如云,用在这里,没有丝毫不妥。 巴结斯自然不可能说是无欲无求的家伙,甚至可以说是野心勃勃, 原黑胡子海贼团的成员就是一群野心勃勃的人组成的团体。 原本的巴结斯还是自信满满,打算在四海闯荡出名声后, 独自一人前往伟大航路大展身手。 结果这一场对局就将他打回了现实。 正好我也想借此机会想要去见识一下, 伟大航路的其他强者到底是不是传闻那般。 没有犹豫太多时间,巴结斯便确定了下来。 此刻又碰到了莫利亚的入伙邀请, 这种机会可是可遇不可求的。 你的提议,我并不是很认同。 在巴结斯变态之后,思虑片刻, 发奥卡最终也是开口了, 却并没有想想的那般很是干脆地答应下来。 莫利亚顿觉奇怪,突然有些感觉搞不懂这家伙了。 难道他现在还比不过那个白手起家的黑胡子? 接着,就听发奥卡道, 我可以无条件加入海贼团,并不需要用输赢来决定。 我这次参赛的目的,既不是为了名气, 也不是为了最终的奖品。 莫利亚没想到招揽得那么容易, 一日之间连收两员猛将, 二人虽算不上实力顶尖, 但也要看跟谁比较, 即便是放在月光海贼团也是中等偏上实力。 那你这次比赛为了什么? 难道和我一样, 单纯的就只是手痒了? 巴结斯表示有些不理解, 手摸着后脑少挠了挠。 也可以这么说, 发奥卡笑了笑, 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老伙计迁路, 我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追击者。 追击者? 在场的人虽然可能不知道 犯奥卡音乐的名号, 但是追击者却是多多少少听过一些的。 一时间, 人们也就明白了, 就像是成名的剑豪之间, 向往着能有一天相互切磋剑技, 枪手同样也是如此。 那就多吃点, 吃饱了, 明天好有力气比赛。 莫利亚豪爽一笑, 于是吩咐手下, 将埋在恐怖三维帆船上帝教中 珍藏的好酒扛出来50桶, 今天尽情地喝, 不醉不归。 总督大人万岁。 哈哈, 今天终于能过足嘴瘾了。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快动手,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摸了摸身侧两个粉色的小脑袋, 一个是佩罗娜, 另一个是雷九。 莫利亚对着后者道, 多吃点, 到时候见你父亲的时候, 养得胖胖的, 也能让他安心。 雷九动作顿了一下, 抬头只能看到莫利亚的下巴, 沉默半想, 乖巧地点了点头。 心里却在嘀咕, 他父亲佳致才不会在意他过得怎么样, 只会在乎自己的一己私欲。 虽然, 作为人质待在这里, 但雷九感觉比杰尔玛王国还要自由, 莫利亚也没有任何为难他的意思。 念及至此, 雷九的视线瞥向了男孩子般活泼的佩罗娜, 眼中闪过一丝羡慕之色。 鲍石女莉莉的胃口依旧很不错, 在她的身前已经落了一堆骨头。 只是作为她一敌一友的二狗子, 只能像是太监上轻楼, 欲语泪心流。 似乎是注意到了, 莫利亚的视线, 霍斯曼也是瞅来, 就在这时, 莫利亚抄起一个炸至金黄的鸡腿, 很是浮夸地品尝起来, 继而化身阴阳人, 嘖嘖嘖, 真香, 可惜某人无福享受。 霍斯曼瞪着眼睛看着莫利亚, 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其模样神似西伯利亚雪橇犬。 就在这时, 似乎是闻到了肉香味, 一只灰不溜秋, 丑不拉几, 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名贵物种的土狗溜到了房间之中, 隔着老远便不在上前, 而是坐在了那里, 静静地等待着, 等待着这群人吃饱喝足他, 也能跟着混上一顿残羹剩饭。 对于他来说这是不可多得的宴席。 旺旺, 这并不是狗叫, 而是佩罗娜看到了这只小狗顿时被勾起了兴趣, 很是调皮地模仿了两声。 好可爱啊。 佩罗娜蹭着怀里的丑陋布娃娃, 目光在小狗身上, 像是发现了什么好玩的玩具。 莫利亚瞅了瞅那不能说奇丑无比, 只能说和漂亮完全不沾边的小狗急眼,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被这叫声吓了一跳, 那狗顿时连连后退并做出戒备状, 也随之汪汪叫了几声。 二狗, 翻译下, 他说的什么? 莫利亚顿时也来的兴趣, 笑意盈盈地盯着霍斯曼, 期待着下文。 佩罗娜也信了, 拖着圆嘟嘟的脸颊, 满眼期待地看过去, 期待着他的翻译。 霍斯曼正盯着眼前堆积如山的美食, 暗自咽着口水, 并且不断地舔唇。 看把狗子馋的, 可能马上就要急出狗叫了。 陡然间, 他听到有人似乎在呼唤自己的名字, 霍斯曼的一双银白色的耳朵, 立马就竖了起来。 这次不算完, 紧接着, 像是物种本能一般, 只见他微微侧头, 似乎是像是辨别声音的方向。 当听对方把话说完, 又看了看远处, 微微缩缩的小动物, 霍斯曼顿石旧气不打一出来。 合着这狗日的诱饰在阴阳他, 便像地骂他是狗。 黑着脸, 没有立即回答, 霍斯曼眼睛滴溜溜地转动着, 仿佛连小时候吃奶的智力都用上了。 一时间想不到什么反唇相击的话语, 只能急得干瞪眼。 结果这一瞪眼, 充满智慧的眼神就更像了。 另一边, 拉菲特见范奥卡和巴杰斯吃肉的动作都是一顿, 顿时露出笑容招呼道, 既然已经加入了月光海贼团, 那便也就是自己人了, 不必拘束, 也不必客气。 莫莉亚笑了笑, 点了点头, 对这话表示肯定, 这家店的所有食材我们已经都买下了, 不必为我们省钱。 霍斯曼也把这话停在心里, 陡然间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表情立马就变了。 先是木然, 随即笑得很坏。 哼, 霍斯曼清了清嗓子, 像急了哪里来的想要讲话的样子, 也更给面子, 人们声音也低了下去。 他说啊, 他说什么? 霍斯曼顿时就成了众人目光的聚焦点, 只见霍斯曼憋着笑, 他说, 他是你走散多年的亲兄弟, 嘿嘿嘿, 莫莉亚一时间语色, 没想到这个憨批竟然也有脑袋灵光的时候。 终日撸狗, 竟然有被其反咬一口的一天, 给你一个重新组织的语言的机会, 我数三秒, 三, 二, 二点八思考, 二点五思量, 二点三思索, 你玩不起, 老娘偏步, 你来咬我啊。 霍斯曼耿着脖子道, 今天晚上, 港口码头, 不见不散, 我倒看看, 你长什么本身。 莫莉亚道, 君子动手不动口, 这话别人可以说, 你不行, 你是狗子, 狗子动口又动手。 众人也是被这一幕给逗乐了, 气氛也是活跃了不少, 也没有先前的那么拘束。 给你, 要乖哦。 也就是在二人半嘴的同时, 佩罗娜和雷九, 以及鸡威, 摩兹凑到一起, 打量着那只小丑狗。 老大, 这家伙好丑啊, 比布丁还要。 对。 几位, 摩兹两姐妹正想一唱一鹤, 紧接着又是同时捂住了嘴巴。 捂住了嘴巴, 一不小心说漏了嘴。 再让我听到, 下次就不分给你们零食吃了, 也不带你们去买玩具了。 佩罗娜扁了扁嘴巴。 老大, 我们错了, 俺也一样。 两姐妹一人开口, 另一个就像是捧跟一样, 解唱没随。 佩罗娜没有理会, 这两个刚收的小太妹拿起一根鸡腿放在身前, 但是那狗却并没有过去。 莫利亚俯下身子摸了摸佩罗娜的脑袋。 你这样, 她是不会过来的, 这要讲究技巧。 正说着, 只见她便俯下身子轻声换道, 咄咄咄。 这一换的效果, 可以说效果拔群。 房间中的犬科动物瞬间就被其引起了注意, 尾巴翘了起来, 微微摆动。 而就在这一瞬间, 莫利亚也感受到了别样的目光。 她转过头去迎上了一张有些的羞难的脸, 秉承着做人留一线的原则, 莫利亚选择性的无视调了。 半想, 这一下, 也确实勾起了犬科动物的注意, 只见那狗竖起了耳朵, 微微缩缩地走上前, 最终再还有不到一米的距离停下了。 小家伙, 再距离众人大约一米的距离停下了脚步,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 看着小家伙, 都快记得要开口说话了。 佩罗娜也便将东西扔了过去。 那小家伙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鸡腿含在嘴里, 随即即便急急忙忙地跑开了, 准备找一处地方大快躲移。 一段小插曲过后, 众人再次推杯换盏, 把酒言欢。 只嘎, 踏踏踏踏。 没过多长时间, 店里小型的木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听脚步声, 看样子来人不少。 这么大的动静, 也顿时引起一些人的注意, 坐在最外面的月光海贼团的成员。 但并未有人主动开口, 依旧自顾自和自己的酒吃, 自己的肉。 至于整个烤肉店的员工也都在后台忙活着烹饪肉食, 并没人关注这群不速之客。 哐哐哐, 魏守者是一个脸上带着疤痕中年男人, 此刻见没有人搭理他, 顿时有着恼火, 手中的长刀用力地击打的墙面。 喂喂喂, 人呢? 看不到有人来了, 眼睛是瞎了吗? 那人一边说着, 视线也是扫过了屋内的众人, 道, 真是晦气, 又是一群满脸蠢样的海贼。 店员和店长也被这发出的刺耳声音吸引了出来, 当看到这凶神恶煞的一群人时, 顿时就是一恶。 不妨告诉你们, 我们可是山贼, 不过今天可不是来抢东西的。 魏守之人见有人出来, 顿时道, 快拿肉和酒来, 我们也不是白拿, 待会也会付钱给你们。 在他说话之后, 并没有人立即回答。 半想之后, 老板这台面带歉意地开口道, 万分抱歉, 小店里的食材已经全部用光了, 酒水也已经被现在的客人买下了。 那为首的大汉文言像是没听到一般, 但表情已经变得有些不善, 对着店老板招了招手。 你说什么, 离得太远有点听不清楚。 店老板不宜有他, 连忙过去离境了说。 嘿嘿嘿。 一群群众脸的山贼一阵坏笑, 在店老板走近之后, 便有两人迎了上去, 将其架了起来。 随即便是一拳重重打在了他的胸口, 重重的一拳直接让其喘不过气来。 我可不是在和你商量, 而是命令。 山贼头领将刀架在了店老板的脖子上。 刚刚有一个一脸蠢样的海贼, 让我很不高兴。 如果我现在听不到想要的回复, 我不介意手上再多上一天人命, 不妨告诉你。 我的身上可是背负着五十多条人命, 悬赏金高达八百万。 话音未落就见头领从怀里, 掏出一张悬赏单, 洋洋得意。 另一边, 房间内, 莫利亚还在和干部们商谈东海之行结束后, 下一步该做什么。 最终一致决定先建立据点, 也就是打造现如今独一无二的黄金船。 这也就需要足量黄金, 许多优秀的船匠师傅, 以及大量的珍稀材料, 体型无比庞大, 足以拉的洞船的动力倒规。 当然这可能并非只有一只。 正在众人讨论的热火朝天, 积极建言献策的时候, 外面传来了嘈杂的声音。 二狗, 快去开门。 莫利亚吩咐道, 霍斯曼扁了扁嘴巴, 不情不愿。 为什么叫我去? 吃饱了多运动运动也是好的, 领导干部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莫利亚一副为他着想的样子。 那老娘可谢谢你了哦。 霍斯曼翻着白眼, 不情不愿地前去开门。 房门打开, 只见外面的景象映入眼帘。 只见此刻站在最前面的, 是一个瘦高的山贼头子, 有着一撮小胡子, 看起来异常地嚣张跋扈。 莫利亚见到此人瞬间一讹, 表情也不由自主地变得古怪起来。 若问东海谁最强, 唯我西哥山贼王, 手拿九平轮四皇, 脚踩未来海贼王。 而此刻眼前之人, 正是大名鼎鼎的东海山贼王西哥。 悬赏金高达八百万兆的男人。 八百万贝里, 你们听到了吗? 正在吃饭的人里面, 不知道谁起了的头。 随即, 众人便是哄堂大笑。 哈哈, 他说他有八百万贝里, 就连总督的零头都不到。 八百万, 就连出海的资格都没有, 也怪不得会在这里当海贼。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 完全不把西哥放在眼里。 听到有些刺耳的嘲笑之声, 西哥顿时感觉一股一股怒火之冲天灵盖, 他要被气炸了。 我看你们是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 在西哥话音落下的同时, 他身后的几个山贼 直接将手中的枪端了起来。 呵呵, 西哥一阵冷笑。 而就在下一刻, 对面的海贼们也是, 直接将手中的碎发枪对准了山贼, 相比较后者的只有寥寥几把枪线, 前者几乎是人手一把。 动。 只听几声巨响, 下一刻, 只见几个餐桌之上直接架起了火炮。 别太得意了, 山贼, 想要和我们月光海贼团开战? 你们还不够格。 西哥一时间也是愣住了, 嘴角也变得有些抽搐。 谁懂啊, 这怎么直接将火炮架起来了? 真不怕这一下, 走火这一屋子人都跟着没了。 作为一个山贼, 西哥虽然傲慢自大, 但也同样惜命, 看到对面不是擅茶, 显然也不是鸡蛋碰石头。 不鲁不鲁不鲁。 刚巧就在此时, 西哥怀中传来一阵响动。 西哥的思绪顿时回到现实, 继而听他很大声地道。 喂, 什么? 你们已经得手了? 现在在哪? 我们这就过去。 说着, 西哥便慢慢退出门外, 身侧的山贼一见这副模样, 也就明白过来, 跟着前者退到了屋外。 莫利亚还没来得及端正身子看戏, 结果就这。 只觉得有些无趣, 还没有撸狗来得好玩。 街道上, 西哥刚放下电话, 下一刻脸色便是阴沉下来, 嘴里喃喃自语着, 月光海贼团。 东海有这么个海贼团吗? 话音落下, 没过多久, 只听他对身后的一名手下道, 去查一查, 这个月光海贼团, 船长是谁, 以及干部都有谁,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手下应声连连点头, 我们走, 去看一看我们的贵族老爷, 接下来几个月的酒肉前, 算是有着落了。 而就在这时, 发生不久。 视角, 随着白色的海鸥, 划过蔚蓝的海面, 画面一转, 大大的正义二字, 映入眼帘。 海军本部, 马林泛多, 大会一世, 一众海军席地而坐, 坐姿端正, 目不斜视。 他们大多, 都是海军的中高级将领, 有的身上, 脸上带着疤痕, 凶神恶煞, 有的眯着眼睛, 看不出情绪变化, 显然只是看起来, 也不像是普通人。 这次会议, 是通知几个大事件。 这第一个, 圣地玛丽乔亚的纵火犯, 鱼人泰格, 在上次遭到斯托洛贝里, 袭击之后, 被运到鱼人岛之后, 就死了。 太阳海贼团现在, 由鱼人慎平担任。 会议室的最前方, 一个职位, 比众人还要低的海军朗声说道。 这话一开口, 顿时引起了众人热烈讨论。 人们的视线, 纷纷投向了瞇着眼睛, 充耳不闻的斯托洛贝里。 他们倒也不在意, 鱼人泰格, 死亡与否, 只是在意, 造成这一切的人。 因为这有可能, 导致海军的各派戏眼中, 出现一个需要拉拢的星宿。 果然。 下一刻, 会议会报者的话, 印证了众人的猜想, 只听他继续道, 经世界政府以及本部高层决定, 正式授予中将军衔。 话音话下, 会议室之内其他人顿时就传来了一道道祝贺声, 其他少将以及更低军衔的海军军官眼中的步伐艳羡之色。 中将军衔是绝大部分海军一辈子都无法触及的存在, 这么多年来, 人数也未曾达到半百。 当然, 这里还包括难于充数的巨人中将们。 对于同僚们的祝贺之声, 斯托洛贝里没有太多的情绪变化, 只是但笑已对。 对于晋升中将斯托洛贝里也并没有感到太过意外, 他自认为以自身的资历和实力, 这件事完全就是锦上添花, 晋升中将也就或早或晚的事。 这时, 身为元帅的战国插嘴道, 正好现在将负责传达消息的人确定下来。 说着, 只见他环视四周, 好似在寻找着某人, 支援还没有回来吗? 笑, 逃兔中将正在执行任务, 现在还没有回来。 一个头戴余服帽, 穿着土黄色系的长袖衣裤和木鸡的中年海军回道。 战国摇了摇头, 似乎是有什么顾虑。 这次会议要公布的事情也就这些了。 台上的那名海军整理了一下资料, 继而恭敬地对着战国道, 元帅大人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战国摆了摆手, 随即对着众人道, 卡普留下, 其他人可以先行离开了。 闻言, 众人相继起身, 一些人的视线也集中在了某个角落, 只听那里传来阵阵憨声, 之后又公布了一些琐事, 众人也便相继离开。 最终会议室内也就剩下了战国以及卡普。 混蛋卡普, 给我醒醒, 开了一个小时的会, 你都睡两个小时了。 战国对着卡普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 啪。 卡普鼻端一个比脑袋还大的鼻涕泡瞬间破裂。 过了一会, 他才打着哈欠道, 要开会了吗? 怎么没见有人来? 这群人也真是的, 对待工作一点都不积极。 战国越听越有一种揍人的冲动, 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竟然好意思说。 然而, 最终战国还是按捺住怒火, 再说他又不是第一次遇到这事, 已经有点细以为常了。 我想派你去一趟东海, 替换一下小赫, 你去护送天龙人, 让他去一趟女儿岛, 将上面的意思传达给海贼女帝波亚汉库克。 老夫才不去护送那群垃圾。 卡普双手抱于胸前, 歪头侧脸, 一脸的不情愿。 战国一脸的黑线, 别人如果说天龙人是垃圾的话, 他可能还会开导训斥几句, 但对于这个相伴几十年的老战友, 他也是无话可说。 最近海贼王罗杰船上的那小子去了东海, 据消息传, 七五海月光莫利亚率领他的海贼团, 已经绕过红土大陆前往了东海。 还有一些有些名气的海贼也集结到了那里, 别的人我信不过。 而且也只有你能够震慑住他们。 战国语气放缓, 随即压低声音, 据内部透露的消息, 你儿子现在也在东海。 提起前面的事情, 卡普表现得漠不关心, 但当提起自己儿子的时候, 卡普脸色微不可查地变了变, 只听拍着胸脯保证道, 这事就交给我了, 这次一定保证将那个兔崽子抓回来。 战国翻了个白眼, 看透不说透, 要是真想抓也不会等到现在。 摆了摆手, 战国道, 行了, 别给我扯这些没用的, 你就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好。 这件事情做好了, 我给你放几天假, 好好陪陪你那个孙子, 别再到时候给我添麻烦。 提起陆飞, 卡普爽朗一笑, 陆飞那小子将来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海军, 上次在老夫爱之铁拳的提醒之下, 他已经放弃做海贼了。 末世间听卡普叨叨, 战国揉了揉太阳穴, 军舰已经给你备好了, 我先去处理一下紧急文件。 以前还疑惑卡普为什么拒绝晋升, 但现在当了元帅, 每天被事情忙得焦头烂额, 他这才幡然醒悟。 职位越大, 责任越大, 他也有向往卡普这样过着半退隐的生活。 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东海, 清晨的第一魔鼠光划过海平线, 洒在了小岛之上。 宿醉的人们悠悠转醒, 摸了摸有些发胀的脑袋, 打量周遭, 此时已经到了第二天。 一大早, 人们已经早早地进入决斗场, 生怕错过任何有关这场决斗的消息。 此刻已经是头挨着头, 就连过道上都是挤满了人。 各种服饰的人都有, 有穿着制服的海军, 有穿着破破烂烂。 你看就是经过大风大浪的海贼, 还有很多贵族, 平常的商贩普通人数不胜数。 直到是比赛快要结束, 莫利亚这才披上黑衣, 戴上面具进入会场。 在进入会场之时, 拉菲特夫尔道, 船长就放心地去吧, 剩下的就交给我们了, 那东西一定不会落入他人之手。 莫利亚点了点头, 对于拉菲特做事, 他还是很相信的。 除了他和罗宾, 其他人几十个凑不出一个脑袋。 月光海贼团秉承的信念 也和红发海贼团不同, 前者早早地便已经包下了一片场地, 享受着自己该有的特权, 后者则是站在最后面, 远远观望。 这也与两位船长的理念有关。 香克斯是一个老好人, 不管对谁开来说, 而莫利亚可能是一位好船长, 但绝对和好人沾不上面。 场上异常的嘈杂, 身处其中就好像是有无数只苍蝇 围着脑袋嗡嗡直叫。 也就在这种环境之中, 一个体格有着肥瘦的解说员 提着裤腰带缓缓走向场中的高台, 在她的身后跟着两个年轻貌美, 身材火辣的女子, 性感妩媚, 衣着也很清凉。 这无疑又让本就不安静的环境更加地嘈杂, 有的人是被靓女们勾起了原始地欲望, 更多的则是期待着比赛的开始。 女士们, 先生们, 久违的决战终于将要降临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 肥胖中年主持人脸上堆笑, 可能经常参加赛事的人们可能认识我, 不认识也没关系。 在这里占用一下各位宝贵的时间介绍一下自己。 第152章身份谈录, 决战进行时。 我的名字叫做塞尔西, 别看我长得胖。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却没有什么举动能够逃出我的眼睛。 接下来就由我给大家第一时间公布及解说场中的战斗。 解说员塞尔西刚说完, 场中顿时宛如珊瑚海啸, 有人甚至大喊前者的名字, 足以看到他有非常突出的人格魅力。 嘘。 塞尔西竖起一根手指, 放在了嘴巴前面, 做出了噤声的手势, 大家保持安静, 好戏就要开场了。 有什么事情, 我们看完比赛再谈也不迟。 可是这场比赛错过了, 可就再也看不到了。 你们试试吧。 在解说员的带动之下, 场上顿时也就安静了下来。 接下来, 又在护卫簇拥之下, 王公贵族们坐在了特殊的座位上。 在他们之后, 是身穿好四宇航服的天龙人, 一众海军战力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这群海军都是女性。 这一刻, 偌大的场地也不再吵闹, 变得格外的安静。 距离天龙人最近的是一个面容略显苍老, 头发花白的女海军, 她便是海军本部中将。 与战国, 卡普是海军三大支柱。 实力同样是不容小觑, 就算是黑白通吃的天液, 插多福朗明哥也是对其忌惮三分。 昨天他还只是以为是一场小打小闹, 但其中两个人的出现让他知道了这场比赛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身份还没办法确认, 实力却是引起了这位资深海军的注意。 终于, 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之下, 两道身影缓缓从各自的门内走出, 随即缓缓逼近。 在还有不到十米之时, 莫利亚活动了一下筋骨, 随即很有兴致地开口道, 又见面了, 红发香克斯现在也能终于如愿以偿地切磋一下了。 莫利亚知道香克斯的身份很显然, 香克斯还没有发觉, 有时候后者表现得沉着冷静以及细腻, 有的时候又显得神经大调。 莫利亚没有改变声音, 香克斯却依旧没有从声音辨别到底是谁, 有着摸不着头脑地问, 你是谁? 待会交手, 自然就知道了, 拔剑吧。 没有丝毫犹豫, 只见寒光一闪, 莫利亚已是拔刀出鞘。 在斩月出鞘的瞬间, 香克斯已是觉得一股灵力的斩机波动在空气中荡漾, 刀是好刀, 持刀之人实力也自然不用多说。 莫利亚接触地面用力一塌地面, 下一刻, 地面上便以支点为中心, 迅速产生无数刀裂纹币并且还在急速地蔓延着。 轰隆隆。 煞时间, 天崩地裂, 土块碎石崩剑抛飞, 仿佛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操控着它们。 围观人群更是写满了惊骇, 有的甚至心生恐慌, 不明白这陡然间发生了什么, 这一幕比发生特大吉地震还要严重。 而在这仿佛没有重力的空间之中, 莫利亚一跃而起, 只是转瞬之间便已是来到了几十米的高空。 速度之快, 甚至场中之人的肉眼都没有捕捉到, 便已是迅速降落而下。 宛如陨石陨落, 夹杂着刺耳的破空之声, 璀璨且耀眼。 香克斯抬起头来, 表情无比的凝重, 带着三道恐怖疤痕的左眼无比锐利。 普通人可能只是与支对视都会被其震慑。 正! 香克斯也是瞬间拔出佩刀格里芬, 风气发出了一声清鸣。 随后, 黑袍无风自动, 足下的木鸡用力一塌地面, 整个人如同离弦之剑般, 向着空中的莫利亚直冲而去。 在这一刻, 香克斯也被勾起了战斗的欲望, 他也无比好奇对方到底是谁, 竟然有这样的实力。 而揭开这一切谜题的方法唯有一个, 那就是一战, 到了最后相互晾出底牌, 自然就知道对方的身份了。 哄! 一声震天动地的轰鸣乍响。 一黑一红两道身影交汇, 以两人为中心, 强大的气流喷涌而出, 翰天动地的威势, 让整个竞技场都为之震动。 在这一刻, 空气好像都成了液体, 以两人刀刃为中心, 连衣荡漾, 噼里啪啦! 周遭仿佛有无数道蓝白色的闪电一般, 不断地闪烁着, 场中也有一股难以言喻的嗡名之音传播开来, 仿佛是切割机, 切割钢面发出的声音。 强大的气浪不仅冲击得观众席上的人们睁不开眼睛, 就连地面都已经没有了一处完整的落脚之地。 并且天空之中受强大气场影响, 千米之内鸟泪进阶绝迹, 头顶的厚厚云层也在这一刻一分为二。 其模样仿佛天裂了一条缝斑, 身临其境之时只觉有些胆寒。 场中, 静若寒蝉, 远远看去, 只见一个个人都是眼睛外突, 震惊得无以复加。 就算是有着数十年解说经验的塞尔西, 此刻也是瞠目结舌, 舌头都打卷屡不直了, 话都说不出来了。 只是刚开始的一次交锋, 便已是天崩地裂, 电闪雷鸣, 这还是人类吗? 有那么一瞬间, 甚至怀疑这俩是披着袍子怪物。 这这这, 在这一击之下, 竟然, 天空竟然裂开了。 218号和405号选手, 究竟是何方神圣? 解说员拿着话筒, 接接巴巴与无伦次的道, 回来又是补充一句, 这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战斗啊。 实在是太精彩了。 本来还打算将双方的出手动作告诉台下地观众, 但二人出手速度之三后, 即便是他也只能看到残影, 感觉这一刻他是那么的多余。 站在观众席上, 赫身上的正义大肠被气流吹得上下摆动, 只见他此刻表情是一脸的凝重。 在这一刻, 结合霍西的最新消息, 他或多或少已经猜到了两人的身份, 其他人根本达不到这种程度。 展阅与格里芬隔空对峙, 双刃之间仿佛有一个凝聚的能量光团, 向着周遭释放着狂暴的能量。 两刀刀身皆是通体漆黑, 显然都是覆盖了武装色霸气。 刀身之嘎吱打地颤抖着, 但是双方却谁都不能更近一分, 就这样僵持了一回。 双方各自后撤一步, 随即再次碰撞一起, 很快分开, 下一刻又在另一个地方出现。 金属焦鸣之声在耳畔回荡, 每次交击只见两道身形, 随即便是耀眼的火星。 如果现在对战的, 是十二年后的红发香克斯, 想来应付是没有现在这般容易的。 现在的香克斯27岁, 正处于成长期, 实力增长突飞猛进, 而十二年后正是实力的巅峰, 如今左手游在, 实力却并不如后来。 这究竟是何等的强大, 快到都无法用肉眼捕捉到。 解说袁塞尔西干瞪眼, 却不知道场中的战斗进行得怎么样了, 不自觉地自嘲地感叹。 他! 豆腐快斑的乱石之中, 香克斯连跳术步后撤出一段距离, 突然像是记起来了什么, 这身形,这种实力, 还有这有些熟悉的声音, 我似乎已经知道你是谁了。 莫莉亚淡淡一笑, 没有辩解, 既然如此, 那么就没什么好顾忌得了。 拿出真本事, 痛痛快快地打一架吧。 九直行, 降月, 连面, 轻飘飘地挥动手中的斩月, 对着身前的空气连续进行挥舞无数道, 挫杂交互的斩机, 任风呼啸, 斩机蹦射, 无数员跃刃斜同而上。 银白色之中夹杂着紫色的道道斩机, 迅速挥斥成了一副斩机火力网, 向着香克斯扑了过去。 只见香克斯手背之上陡然间倾惊抱起, 经过一段时间的蓄力之后, 格里芬横向挥出。 刷! 下一刻, 一道无比庞大的血色斩机波蹦射而出, 直直地向着月牙斩机迎了上去。 枪枪! 香克斯的剑术能够和剑势之间的阴眼比拟, 自然是没得说的。 血红色的斩机波再和无数月牙斩机交汇一起。 两股斩机碰撞一起, 煞时间烟尘弥漫, 气浪翻滚。 气浪之中, 两股斩机互相攻伐, 最终双双消耗殆尽。 场中人不免惊骇, 普通人可能不知, 但坐在这里的或多或少的都是对这方面有些了解的。 在这个世界, 只是能够斩断钢铁便可被誉为剑豪。 而这二人轻描淡写的一击便可施展凌厉无比的飞翔斩机。 毫无疑问, 这二人都是强者中的强者, 剑豪中的大剑豪。 二者相比, 而香克斯斩机之中夹杂着娴熟的霸气, 一时间也比不出什么高低。 只要到达了一定程度, 短时间想要分出胜负还是有些困难的。 这么华丽的斩机,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不过这次我可不会退缩, 因为那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 说着, 香克斯表情凝重起来, 那么, 你也来接我一剑。 裂空! 只见香克斯手握配刀, 刀身之外包裹着红黑色的物质, 这是剑气和霸气融合后的产物。 不得不说, 即便是现在的香克斯, 霸气的运用已是站在了世界的前列。 丹格里芬挥出的瞬间, 在其身前便凭空凝聚出一道巨大的斩机波, 其颜色与刀身无异, 红中带飞, 内含霸气。 嗡! 嗡名声中, 一道灵力无比且带有庞大威压的斩机波滑破空间, 直冲莫利亚而去。 莫利亚不疾不徐, 不闪不避。 八只形, 月龙沦尾, 挥动手中的斩月, 一道范围巨大的的横向斩机迎面而上, 横扫面前的一切。 与香克斯的斩机相比, 这招不但速度快, 而且还伴随着无数的巨型圆月刃。 这是莫利亚斩机的一大特点, 巨大斩机之中蕴含防不胜防的斩机, 稍有差错便可能被奇迹伤。 白中带子与红中带黑两股斩机, 形成了一个反方向的十字斩, 前者是剑技自带的色彩, 霸气所占只是少数, 后者则是霸气和斩机融合的产物。 死了! 死了! 两道斩机波互相切割, 周围空气之中一道道仿若闪电的东西一阵乱窜, 斩机普通丝带一般交织一起, 最终轰然崩散, 爆出一道恐怖的气浪, 将莫利亚的袍子吹得迎风飘扬, 萨萨作响。 之所以只是莫利亚一人, 那是因为香克斯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两位选手再次进行了隔空过招, 究竟是谁更胜一筹? 塞尔西盯着场中弥漫开来遮蔽视线的烟尘, 有些心潮澎湃的道。 烟尘之中, 莫利亚却是一脸的凝重, 身形急速后退, 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拔刀竖斩。 果然, 下一刻, 一道赤红色的身影出现了身前, 随即便是竖到红色的斩机。 与普通的斩机波不同, 香克斯施展的更像是一种剑气, 这股剑气存在与刀刃划过的轨迹上, 但却很快就会消散。 火花闪烁, 剑刃交鸣, 叮叮当当。 只是这短暂交手, 莫利亚已经感觉到了, 对方的速度比她迅速不少, 这也和双方的体型有着一定关系。 并且, 对方霸气的运用也更加娴熟, 虽然还没达到剑纹杀的程度, 但也已经可以预知未来。 不论是霸王色和剑纹色霸气都要比莫利亚强上一些, 这是不可否认的, 否则她也不会年纪轻轻就成为后世的四皇。 为什么不用出全力, 月光莫利亚? 难道, 你是看不起我吗? 见莫利亚连连后退, 剑招拆招, 只是施展剑术, 香克斯低声问道。 香克斯也知道, 对方绝对没有施展权力, 甚至二分之一的实力发挥都不到, 毕竟对方并不是以剑术剑长。 又是应付了几招, 莫利亚只觉对方身上散发的气息异常的霸道, 只是离得近了一些就有一种撕裂感。 上啊, 香克斯, 让她见识一下你的厉害。 加油啊, 莫利亚大人, 场外两道不大不小的声音传出, 皆是如同出谷黄鹰一般, 很是好听。 前者是香克斯家的女儿乌塔, 后者则是莫利亚家的佩罗娜。 听到各自的声音, 两个小女孩顿时暗自较劲, 瞪着大眼睛看着对方, 火药味十足。 他们在说的是谁? 为什么听起来那么熟悉? 人群之中, 有人开始犯嘀咕, 真是两个漏了疯的小棉袄。 莫利亚向后一跃, 退出战圈, 摘下了坚强的面具。 香克斯也并未追击, 而是与莫利亚一同将身上的伪装袍子摘下扔在了地上。 既然都这样了, 那就索性不装了, 摊牌了。 随着袍子落地, 两道身影瞬间映入了众人的眼帘。 看到两人的样貌, 场中的观众都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眼睛也都是瞪得大大的满场的惊异之声。 这这这, 竟然是王下七五海, 月光海贼团总督和铜墙铁壁的红发海贼团船长。 这可都是悬赏数议的大海贼。 最近最炙手可热的两位大人物啊, 没想到竟然能在这里遇到。 他们没有在新世界, 竟然来到了这小小的东海, 到底是要做什么? 场中众人顿时乱做了一团, 人们也被场中两人的身份惊掉了下巴。 果然能够随随便便释放飞翔斩机的家伙, 果然不是什么泛反之辈。 竟然, 这真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决战啊。 218选手, 竟然是活跃在新世界的红发海贼团船长, 红发香克斯, 悬赏金有近30亿的男人。 而他的对手, 竟然是大名鼎鼎的王下七五海, 曾经在伟大航路索向披靡, 现在重新归来的老牌强者月光莫里亚。 究竟最后的冠军到底会落入谁手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解说员果然是会活跃气氛的, 只是三两句便把场中的气氛推上了高潮。 莫里亚听这么说, 顿时嘴角抽了抽, 有些不乐意了。 她现在才30多岁, 怎么能和老扯上关系? 没听说过, 30如狼, 40如虎, 50, 啊呸呸呸, 搞错了。 莫里亚暗自赋斐, 其实严格来说也是, 毕竟她极肤盛名之时在12年前。 当时20多岁的莫里亚挑战30多岁的凯多, 这也是吃了年轻的亏。 观众席上, 喝一脸凝重地对着查尔玛可胜低声说着什么。 只见后者一脸的不在意, 摇了摇头, 好玩, 实在是太有趣了。 我要留在这里, 看他们打架。 贺剑壮摇了摇头, 再次注视场中帝一举一动。 如果场中的其中一人想要有什么歹意, 即便是他可能也是无力拦截, 就算拦截也只是过程。 卡里布克里布兄弟此刻也是惊恶, 他们本来以为红发, 香克斯会很强, 但没想到竟然那么的强, 这也难怪当初莫里亚没有替他出头。 哼哼, 这家伙很不赖嘛, 老娘二分之一。 某只犬科动物大言不惭地吹着牛皮, 也幸亏都是熟络的同伴没有当场拆穿, 给他留了一点最后的体面。 众人表情各异, 更多的是惊讶, 但场中却有一人恐惧到浑身站立。 一个是世界政府授予合法权利的七五海, 一个是悬赏近三十亿的大海贼, 山贼王希格喃喃自语, 恐惧地看着场中的二人。 他来得有些晚, 只在决赛的时候感到此处打劫了一个富户, 他的入场券自然就笑纳了。 此刻看到场中的两人就像是看到了鬼一般, 莫莉亚虽然没有招惹到, 但是却招惹到了他的海贼团。 而另一个则就是更不得了了, 在接触月光海贼团之前, 他就在另一家酒馆与之碰面, 当时虽然没有动手, 也是将其嘲笑了遍, 并且撂下了狠话。 现在再看, 希格只觉得小丑竟是他自己。 这两个人随随便便拉出来, 一根手指也能压死他。 想想当初还讲悬赏金拿出来吆喝, 这简直是连人家的灵头都不到。 希格只觉如坐针毡, 这地方是一刻都不能呆了。 这两个人都是披着人皮的怪物, 举手投足都能引起天地变色, 其手下可能不及他们, 想来也是名震大海的海贼。 正好可以趁着人们关注战斗上, 从而溜之大吉, 希格如是想着。 赛场上, 据我所知, 你是恶魔果实能力者吧? 香克斯正经起来给人的感觉与平常截然不同, 就像是两个人一般, 有些陌生。 他这边话刚出口, 另一边已经跃至半空的莫莉亚手中之刀骤然斩落。 只见此刻, 莫莉亚身后长出了双翼, 模样就像是蝙蝠的翅膀, 虽然不是多好看, 但是更添几分邪性。 长夜孤月, 无见。 莫莉亚手中的斩月连带着斩击波, 就如同是灵动的白色长蛇, 不断地摇摆着身躯。 交错的快速连斩, 斩击刃风伴随着无数的圆月, 刃密如雨下, 骤然移至香克斯的头顶。 交错的快速连斩, 在放出多道韧风的同时, 伴随着无数的圆月刃。 说说说! 香克斯眸子微微收缩, 随即动作只能看到残影, 下一刻, 无数斩机就自动偏转方向, 达到了四周的地面之上。 普通的斩机自然是对香克斯没有什么效果, 而先前的斩机也只是在为了有足够的蓄力时间而已。 月牙天冲, 巨大的斩机犹如残月从夜空坠落, 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滑破空间带着一声震天动地的轰鸣, 急速压向地面。 如此斩机, 以香克斯的速度想要躲开还是很容易的, 但为了不将无辜的观众牵扯进来, 香克斯没有躲避, 而是想着硬接下来。 与之前不同, 这次香克斯并没有单手握住刀柄, 而是改为了双手。 显然这次斩机的威力远远不是以往的几次斩机可比。 嗡! 斩月所挥出的巨大斩机 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射向香克斯, 香克斯横刀格挡, 在嗡名之声中再也难尽分毫。 嗖的一声, 香克斯手上骤然发力, 紧接着巨大斩机直接被引到了天上, 向着云霄直冲而去。 不多时, 便将天空中的云层开了个洞, 紧接着像是烟花一样爆裂开来。 第153章伸手分离 终, 竟然接下来了。 二位不愧是纵横新世界的强者, 这么长时间下来依旧是不分胜负, 就连我也是猜不透到底谁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塞尔西眼睛盯着场中, 口中拨抱着战况, 要知道, 这场战斗不仅仅是在场的观众能看到, 还有一些人在场外通过映像电话虫进行观看。 香克斯将莫利亚的月牙天冲挑飞之后, 身形如同鬼魅一般, 向着后者不断拉近距离。 单打独斗, 暂时你来我往过上几十招, 甚至几百招, 这完全没问题。 莫利亚明白, 在霸气的运用, 甚至剑术方面都可能要差上一些, 但是如果在于影子合击之下, 这就要另说了。 当当枪枪。 面对身前纵横交错的剑气, 莫利亚也是一种极快的速度格挡着, 双方的速度都是快到外人难以用肉眼捕捉到。 这就是传说中的海贼吗? 也许只有大将级别的海军, 才能有能力抓捕这样的海贼吧。 观众席的一处角落, 一个粉色头发的青年女海军点燃了一支烟, 暗自在那里吞云吐雾。 有没有素质? 那么多人还在这里抽烟? 人群中有人抱怨道, 哎哟, 是美丽的小姐, 那没事了。 嗨嗨。 面对香克斯无孔不入的攻势, 莫利亚感觉略微有着吃力了, 于是她也没有犹豫。 银武者? 下一刻, 在不远处坑坑洼洼的地面上, 一道黑影油然而生。 月牙十字冲, 与常规十字斩击不同, 一般十字斩是以一种极快的速度, 划出两道横竖斩击, 亦或者是双刀, 而莫利亚则是同时两个方向同时斩击。 危险! 香克斯劈坑向前的动作一顿, 因为她已经察觉到身前之人的气息一下子变了, 没有生命迹象可言, 宛如死物。 她也是第一时间察觉到了危险, 并且来自前后两个方向。 哄! 只是那眨眼的功夫, 两道斩击却已经合在一起, 只听一声轰鸣, 顿时以香克斯为中心炸裂开来, 她的身影也由此消失。 竟然出现了一道与七五海莫利亚先生一模一样的影子。 难道说, 这就是传说中的恶魔果实, 隐隐果实的能力吗? 上啊! 一鼓作气打败她! 加油啊! 我可是压了五十万贝利啊! 解说员的声音, 以及赛场之前激动澎湃的观众, 叫喊声响彻全场。 香克斯? 看到两道斩击射向香克斯, 乌塔顿时被牵动了心弦, 忧心忡忡地向着场中大喊着。 另一边, 月光海贼团索在地, 拉斐特拍了拍阿布萨罗姆的肩膀。 是, 阿布萨罗姆刚想说什么, 却见拉斐特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刚刚我已经打探到东西, 被放在哪里了? 现在需要你的能力将东西搞到手。 阿布萨罗姆先是愣了一下, 紧接着点了点头, 二人便偷偷摸摸地离开了座位。 So! 飞红的刀刃滑破气浪, 夹杂着破风之声, 香克斯就如同刚射出的炮弹一般, 直接向着莫利亚刺去。 尽管莫利亚第一时间躲避, 但还是被其霸道的剑气所伤。 滴答滴答, 鲜血滴落地面的声音响起。 但流血之人并非莫利亚, 只见香克斯的尖头之上被划出一道口子, 不大不小。 莫利亚的伤口则是脸颊上, 被剑气划伤的一道不到五厘米伤口, 和香克斯的伤来比可以忽略不计。 一击击中香克斯, 莫利亚并没有得意。 他知道, 刚刚也只是运气, 加上出其不意而已。 如今, 暴露了影子的能力, 对方一定会有所防备, 再想象现在这样打中对方也就难了。 并且, 莫利亚发现了重要的一点就是, 现在的香克斯好像还不会作用十几年后的招式, 比如剑文杀、 神弊等等。 倘若能够熟练运用这些的招式, 也不至于被黑胡子在脸上留下一道疤痕。 香克斯受伤之后, 不仅没有受到负面影响, 反而气势节节攀升, 整个人就仿佛打了鸡血一样, 一件又一件地劈向莫利亚。 香克斯斩击越来越快, 莫利亚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回之以一道道斩击, 并且只感觉浑身每一处细胞都在欢呼雀跃。 真是好久没有进行这样, 酣畅淋漓的战斗了。 战斗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 香克斯以一敌二, 也完全没有落入下风, 一时间平等秋色, 不分胜负。 两人一场血战, 气势滔天, 恐怖的战役弥漫天际, 甚至让场上的观众们, 都有些难以承受, 近乎窒息。 剑气斩击波, 之上也不断出现一道道划痕与裂痕。 这真的是人类该有的力量吗? 真是太恐怖了, 一直打下去可能有些不妙。 贺英沉着一张脸, 两久之后对着身边的海军道, 掩护民众们撤离, 这里实在是太危险了。 另一边, 哈哈, 本来以为很轻松就能解决战斗, 没想到对方竟然也是个硬查, 这回老大要难受了。 红发海贼团的一员盯着赛场, 大笑着道。 红发海贼团副船长贝克曼吊着根烟没有点燃, 不愧是曾经和凯多那家伙抢地盘的海贼, 果然是有两把刷子。 香克斯会赢吗? 乌塔转头对着红发海贼团的其他人问道, 有我们海贼团的小音乐家呐喊诸威, 老大肯定会赢的。 一个人半开玩笑说着, 顿时红发海贼团的其他人也跟着笑了起来。 场上, 莫利亚已经召唤出了恶鬼缠身, 影子与本体同时进入了隐身状态。 不可能产生什么突出效果, 却长期战斗却能使得霸气的消耗增加。 就这样你来我往, 几百个回合下去, 依旧是不分胜负。 到最后解说员都快要打瞌睡了, 过程也分不清, 结果也没出现, 感觉他就像是一个多鱼。 终于, 在经过不断的对战之后, 终于是迎来了转机。 船长, 东西已经到手了, 是时候结束了。 远处, 拉斐特的声音传来, 只见他手里还拿着一个盒子, 而在盒子里面正是莫莉亚这次索要获取之物。 超人吸恶魔果实, 咯咯果实。 本来莫莉亚也没打这颗恶魔果实的主意, 但既然出现了, 又是无主之物, 还是要争取一下的。 就算不吃, 好几亿的东西不拿就便宜了别人。 按理说, 最适合食用这颗果实是黑胡子, 只是美罗美罗美罗已经够让人怀疑人生了。 想象一下黑胡子去唱歌, 那画面简直不要太美。 既然东西已经到手了, 那么再多待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莫莉亚向后一跃, 拉出一段距离, 他日大海上再次相遇之时, 我们再继续今日的战斗吧。 莫莉亚并没有要继续战斗下去的打算, 他是以利益为中心, 与香克斯也没有到达你死我活地步, 没有必要在这里浪费力气。 可就当莫莉亚迈步离开之际, 身后却传来了一阵危险感。 他本能地偏转了一下身子, 一道斩机贴着他的侧脸迸射而过, 只见一缕紫色的头发飘落在地, 头发的主人正是莫莉亚。 把东西交出来, 不要破坏比赛的规则。 香克斯眼神犀利地盯着莫莉亚, 显然香克斯已经知道了盒子里的东西, 并且不想要就此罢手。 不过, 莫莉亚显然也不是什么好脾气, 如果刚才不是反应及时, 可能落在地上的就是她的脑袋。 我要是说不能, 莫莉亚同样是气场全开, 与香克斯四目相对, 隔空对峙。 我答应一位重要的家人, 这东西要作为她的生日礼物。 香克斯将手中的刀划出一个半圆, 最后高高地举起。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只能得罪了。 香克斯手中的格里芬举起的同时, 顿时宏光大圣, 剑意通天。 在这一刻, 仿佛剑意仿佛从四面八方凝聚, 剑气纵横交错, 环绕盘旋剑周。 即便是莫莉亚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压迫感, 以及危机感。 这也是由于观众被疏散的原因, 如果有普通人在此, 相信香克斯也不会施展如此大规模的攻击招式。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险感, 莫莉亚也不再保留。 顿时, 血色充斥整个眼眸, 在这一刻, 陡然间乌云蔽日, 仿佛日头都暗淡了几分。 朱颖, 听我号令。 一声令下。 影子相继集合, 重影灌注于顶。 巨兽拔地而起, 徒手投足汗天动地。 轰隆隆。 整个赛场内地动山摇, 摇摇欲坠, 不少还未撤远的人们看到这一幕, 都是无比的惊恐。 果然, 是个披着人皮的怪物。 众海军盯着足有魔人足大小的巨兽, 有些惊慌, 心里泛着嘀咕。 又话! 有着沙哑的声音传出, 随即莫莉亚的身形开始慢慢缩小, 由原来的几十米再次缩回几米的身高。 但其中所蕴含的能量却没有丝毫减少, 浓缩的都是精华。 只见此刻的莫莉亚的衣服已经被先前撑开, 露出比世界级剑美冠军还要发达几十倍的肌肉, 肌肉轻筋爆起, 其中蕴含无尽的力量。 兄弟, 天满仙月, 满天残月飞舞, 仿佛这一刻是月的主场, 众多狂暴的斩击合在一起, 仿佛这是一场渐人的风暴。 黑云盘旋上空, 原本放晴的天空变得有着暗淡, 阴影盘踞地面, 满天的月飞旋。 财天! 香克斯举过头顶的格里芬汇聚着绝顶的霸气, 常见仿佛看不到尽头, 直插云端, 将云层戳出一个窟窿。 看起来即便是对比X咖利棒还要强烈几分。 蓄能结束, 一刀麾下, 荡开厚厚的云层, 仿佛天空被割裂开来, 世界一分为二。 两股强烈的攻击尚未碰撞, 强大的气流便已经将周围移为平地, 即便是在坚硬的石头, 在这无比狂暴的能量波动之下, 也被碾为激粉。 快走! 一只平静无比的鹤在这一刻也不再是那么的淡定, 对着还在场中的女海军们大声喝道。 这股能量波动实在太过狂暴, 即便是身体素质强于众人的海军遭受如此冲击, 也可能当场去世。 月光海贼团和红发海贼团的人们也没有继续待在原地, 他们都有信心认为自己的老大可以获得最终的胜利。 哄! 一道宛如雷霆咆哮的声音响起, 之后,整个天地都是瞬间寂静, 一声过后,天地变色。 不知过了多久, 好似一瞬间又好似很是漫长, 那空间两种力量搅在了一起, 最终化为白色光点黑色闪电, 最终化作一团难以言明的漩涡。 那漩涡仿佛能够吞噬一切, 内含有无穷无尽的能量, 就算是两个海贼团的干部远远望去, 都有种心计之感。 最终,那漩涡缓缓散去, 遮住视线的气浪也渐渐四散开来。 红发海贼团众人, 海军们的目光齐齐注视过去, 场中顿时成为各方势力视线聚焦的地方。 场地上, 一处深坑之中, 香克斯直直地站在那里, 一只手按住另一侧的尖头, 他的佩刀已经落到了地上, 而他按住的尖头此刻震鼓鼓冒血, 白色衬衫也被鲜血染红。 鲜血不断地落到地面之上, 渗入土里, 他的一只手臂被齐齐地斩断了。 香克斯的表情丝毫未变, 仿佛断胳膊的人并不是他一般。 香克斯? 老大! 红发海贼团的众人看到这幅画面, 顿时瞪大了眼睛, 一脸都不敢置信。 他们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就连乌塔也是能够隐隐约约, 能够看到一道血色的身影, 顿时惊恶地捂住了嘴巴。 船长, 他怎么样了? 难道说, 是赢了吗? 而另一边, 月光海贼团的众人都是紧张兮兮, 猜测着最终的结果。 两久过后, 莫莉亚所在位置的气浪散尽, 紧接着一道身影映入眼帘。 身上四肢完整, 没有受到一点伤害, 笔直地站着, 手中还握着斩月刀。 可是, 视线渐渐上移, 他的脑袋却是不翼而飞, 只留下一具无头的身体。 月光海贼团的众人顿时五雷轰顶, 目自欲裂。 他们没想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个结果。 在这一刻, 他们就连声音也发不出了。 一双手也是遮住了佩罗娜的视线, 让他没能第一时间看到场中的情景。 嗨嗨, 在莫莉亚身体的不远处, 一颗脑袋干咳了几声, 随即开口道, 看来还是差一点。 话音未落, 便闭上了双眼。 发布错误, 请勿阅读。 一时间场上寂静无比, 月光海贼团的众人皆是陷入惊恶之中, 甚至有的有些失神。 莫莉亚大人, 怎么会? 阿布萨罗姆顿时感觉整个世界都失去了颜色。 拉斐特则是在思考着什么, 皱着眉头。 他, 怎么? 阿, 你竟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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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竟敢。 月光海贼团中, 霍斯曼陡然间扯住自己头顶茂盛的毛发, 一句话重复说了十几遍, 一边抓着, 一边自言自语, 仿佛他的身体里有两个灵魂一般, 自言自语, 表情也是变换不定, 声音忽高忽低。 渐渐的, 他的毛发开始膨胀, 体型也开始变大, 毛子也变得血红, 就像是一头发怒炸毛的狮子, 不, 即便是狮子, 见了也只会趴下颤颤巍巍, 竟然是白日, 进入了月狮形态, 但与平常的月之狮子不同, 他身上的毛发, 少了几分银白, 多了几分赤红, 浑身上下充斥着力气, 毛皮族, 可以在注视满月的下, 进入月狮形态, 但这也并不绝对, 就比如, 也可以通过药物, 现在他的脑海里, 只有杀戮与报复, 可就当霍斯曼想要进入战斗场地之时, 一道身影却是挡住了他的去路, 身形扎成马尾便, 抽着烟, 手里端着一把碎发步枪, 正是香克斯的左膀右臂, 红发海贼团副船长本贝克曼, 让开, 霍斯曼呲牙大声呵斥, 但是贝克曼却不以为意, 脚步没有移动分吼, 有我在, 我是不会放你过去, 让你打搅香克斯的战斗, 那么, 你就去死吧, 话音未落, 霍斯曼已经化作一道雷电, 被闪电包裹的尖锐受找支取贝克曼的咽喉, 然而, 贝克曼作为红发海贼团的第二号人物, 又岂会是弱者, 只见他反向拿枪, 霸气迅速覆盖在整支枪上, 随即用枪托重重的杂像席来的霍斯曼, 一时间二人便僵持在了一起, 大战一触即发, 月光海贼团和红发海贼团再次剑拔弩张起来, 不远处, 一种海军陷在那里, 远远地观望着, 贺大人, 要不要等他们打起来之后, 我们再将月光海贼团的干部们一网打尽, 一名女海军对着贺压低声音问道, 贺没有拒绝也没有同意, 现在还不是时候, 不要以为月光莫利亚没了, 月光海贼团的干部们就会束手就擒, 他们之中每一个都是声名远扬的大海贼, 海军们并没有撤去, 而是准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坐收渔翁之力, 无论最后两方那一边失败, 他们都能从中获利, 轰隆隆, 一阵地动山摇之后, 只见不远处两道庞大的身影出现, 一个有几十米, 另一个足有上百米, 就仿佛一座移动的大山, 这是巨人族, 还有那是古代巨人族, 魔人族后裔, 奥兹, 有人认出了两道庞大的身影, 如果没记错的话, 他们是月光海贼团的干部, 圣胡, 安厄郎和奥兹, 一名海军公布出了他们的身份, 在整个岛屿的晃动之中, 两个巨人直接越过一众海军, 向着月光海贼团和红发海贼团对峙的方向跑去, 他们本来是被莫利亚安排在恐怖三围帆船上看家的, 不知道怎么得到的消息, 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 我要将这群蝼蚁全部杀掉, 替老大报仇, 奥兹是性情直爽的家伙, 听闻对他异常照顾的船长横死, 顿时怒不可遏, 眼中充满了血丝, 雷尹, 奥兹的手臂瞬间幻化成无数道闪电, 伴随着电闪雷鸣, 宛若万雷轰顶, 齐齐落下, 奥兹, 快离开这里, 拉斐特突然阻止道, 因为他知道, 奥兹和恶狼如此庞大的身躯, 在红发海贼团这群人就活靶子一样, 尽管奥兹使用了响雷果实, 速度异常地迅速, 但是由于使用时间尚短, 还没有掌握这股力量, 他们都该死, 奥兹却没有听拉斐特的话, 他是憨厚且有情有义, 但也有些将, 佩罗娜还听得云里雾里,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都住手吧, 就在这时, 远处一道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 我还没死呢, 奥兹你也退下, 谁让你上岛的, 这个声音, 是老大, 奥兹被这蕴寒微压的声音一喝, 顿时像是做错事的孩子, 立马变得老实芭蕉, 众人也都是一恶, 刚才明明看到他伸手一触, 为什么现在还能听到他的声音, 只见下一刻, 莫丽亚的影子捡起了落在了地上的脑袋, 将其放到了身体之上, 顿时, 下半身的双手便碰住脑袋, 咔嚓咔嚓转动了两下, 就安上了, 在脖梗处的斩鸡厨, 顿时仿佛无数血色的虫子在爬动着, 巨大的伤口渐渐地变成了一道红线, 直到最后彻底消失不见, 恢复如初, 呼, 终于是接回来了, 疼死了, 莫丽亚摸了摸后颈, 输了口气, 吐槽道, 一众人顿时呆立当场, 莫丽亚之所以能够在断头之后而不死, 这完全都是血仙虫的功劳, 血仙虫寄生在血液当中, 让宿主可以永生不死, 并且任何部位都可以在切割后复原, 如果被切掉了脑袋便会失去对身体的控制, 但是拥有影子的莫丽亚刚好克服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 只要不被打成渣便都可以恢复, 这里也只是外观上恢复, 完全恢复还是要一定时间的, 还要继续打吗? 这样, 你可能失去的不再只是一条手臂, 这场对战可以说香克斯赢了, 但也可以说没赢, 莫丽亚盯着香克斯, 如果对方还有要继续战斗的打算, 他不介意动用那股力量, 就是最好以损失部分生命为代价, 也要将其击杀于此, 那一招他本不打算用, 因为太过霸道, 相当于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两久, 香克斯没有回答, 只是用手按住流血的手臂, 并表情虽然感觉很平静, 但是那忍住疼痛的异样, 还是可以察觉到的, 莫丽亚便不再停留, 渐渐地向着场外走去, 月光海贼团的众人见状, 赶忙围了上来, 刚当的一幕, 着实将他们吓出了一身冷汗, 船长, 你没事吧? 拉斐特以及阿布萨罗姆等人, 不由地出口询问, 莫丽亚摆了白手, 面色略微有着苍白, 没有说话, 半天过后, 莫丽亚这才吐出几个字, 我们走, 莫丽亚的命令一下, 顿时双方人马对峙的局面便被打破了, 莫丽亚还在和本贝克曼对峙着, 听到莫丽亚的声音耳朵动了动, 走了, 二狗, 你是打算留在这过年了吗? 莫丽亚冷哼一声, 虽然还是熟悉的话, 现在听起来感觉顺耳了不守, 可能只能只有失去才会觉得珍惜, 抽身向后一跃, 莫丽亚便跟上了队伍, 月光海贼团的众人相继离开, 红发海贼团的传员们目光便落在了香克斯身上, 似乎是在询问眼下到底该怎么做, 是追上去, 还是? 香克斯微微摇了摇头露出一抹苦笑, 如果真的打起来, 对方死多少人他不知道, 只是他的这些同伴有很多可能要留在这里。 另一边, 莫丽亚走出一段距离, 迎面, 一群海军便走了过来, 为首之人正是赫中将。 赫距离莫丽亚几米远的时候突然驻足停下了脚步, 眼神在莫丽亚的摩梗处上下的打量。 他们方才确切看到了莫丽亚失手分离的场景, 如今却见对方跟没事人一样, 不由得暗感奇怪, 甚至开始怀疑对方是不是披着人皮的怪物。 海军本部中将, 与海军英雄卡普, 元帅战国并成为海军本部的三大支柱。 莫丽亚声音略带沙哑的道, 怎么? 难道你是想来抓我的吗? 赫双手抱于胸前, 盯着莫丽亚看了一会儿, 这才开口道, 就算要抓你, 也绝对不是现在。 你现在是政府授予的合法海贼, 我现在也无权抓捕你。 知道就好, 仿佛刚才的战斗就是喝水吃饭一般, 莫丽亚此刻就像是没事人一样。 话不头羁绊居多, 莫丽亚没多说什么废话, 带着一群人向着另一个方向走去, 与赫为首的海军擦肩而过。 莫丽亚走后, 赫身后的海军们也是暗暗松了口气, 刚刚其身上散发出的气势, 甚至压迫的他们喘不过气来。 这时他们才明白, 为什么赫中将对待此人那么的慎重。 终于, 渐渐的海军众人也消失在了视线当中。 莫丽亚身下瞬间长满了无数像是黑色处须一般的东西, 向着四面八方席卷。 当所有的影子都回到原来的位置, 莫丽亚的脸色更加苍白起来, 看起来没有一点血色。 嗨! 莫丽亚用手捂住了嘴巴, 顿时鲜血顺着指缝流了出来。 这一幕顿时让周围人脸色大变。 船长! 莫丽亚大人! 霍古巴克你这家伙, 还不快给莫丽亚检查一下伤势。 霍古巴克看到这一幕, 也有些手忙脚乱起来。 莫丽亚却抬手打断道, 无碍, 休息两天自然也就恢复了。 血仙虫正在修补伤口, 虽然外观上看起来已经接上了, 但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 并且, 加上影子的抽离, 方才运起全身的气力让赫打消不该有的心思, 这才导致伤势略微有着加重。 既然东西到手, 那么我们先去接上奥卡和巴卡拉, 准备起航。 莫丽亚这个船长下达了命令, 船员们自然也就遵循她的意愿行事。 枪术大赛结束稍晚, 最后的比赛是枪法的实战比拼, 并非简单的打靶。 就像是西方中世纪的决斗一般, 相互对射, 这也是这个世界枪法高手过招的方式。 结果, 莫丽亚等人到场之时, 正看到巴卡拉上台领奖的场景。 一打听, 原来比赛是提前结束了, 半决赛之时, 第一场之时, 范奥卡和耶稣部队上了, 结果二人不分胜负, 都是负伤被抬了下去。 而作为第二场比赛, 巴卡拉的对手, 却在比赛结束之时, 也未到打场中。 结果荒诞的一幕发生了, 巴卡拉凭借出奇的运气, 成为了冠军。 看似荒诞, 其其实也并不奇怪, 毕竟巴卡拉是吃了幸运果实的幸运人, 老天赶着, 喂饭了属于事。 台上, 巴卡拉看到莫丽亚的到来, 顿时心情刻在了脸上, 对着后者几眉弄眼。 而莫丽亚却是左顾右看, 假装自己没看见, 霍骨巴克, 快去看看, 奥卡怎么样了。 见莫丽亚洋装没看见, 巴卡拉气地跺了跺脚。 巴卡拉拿到了奖品, 闷闷不乐地来到了莫丽亚身边, 但那样子, 好像是故意摆给某人看的。 这时霍骨巴克, 也替翻奥卡, 包扎好了伤口, 也并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伤, 估计养个一两周也就能恢复如初。 登岛的人已经骑了, 越海贼团的众人便乘着小船陆续回到了恐怖三围帆船之上。 恐怖三围帆船之上, 负责守卫的恶狼和奥兹刚刚去到了岛上, 僵尸们也是被莫丽亚抽掉了影子, 因为当时也是防卫最为空虚的时候。 不过, 莫丽亚管不了那么多了, 到达自己的海贼船上之后, 悬着的心这才终于落了下来。 都散了吧? 二狗留下, 我有事情要说。 众人虽然也很在意莫丽亚的状况, 但最终还是相继离开。 什么事? 那么神秘兮兮的。 众人离开之后, 霍斯曼凑了过来, 警惕地盯着莫丽亚道, 扶我回去休息。 莫丽亚声音已经弱了不少。 下一刻, 莫丽亚直接手臂搭在了她的肩膀之上。 霍斯曼的银色的绒毛瞬间像是过电了一样, 似乎察觉到了她的异样。 莫丽亚继续道, 都是哥们, 这就见外了, 我拿你当兄弟。 不知道, 是有意压低声音, 还是没有力气了。 莫丽亚的声音越来越远, 就算拖把毛踢光了, 我也不多看。 话还没有说完, 就彻底不支声了。 嗯? 你说什么? 喂喂喂, 别给老娘装死。 霍斯曼嘴巴都要被气歪了, 但想要发作之时, 却见莫丽亚已经昏迷了过去。 叫了两声, 没有回应, 不由得又紧张了起来, 将手指放在鼻下, 还有鼻息, 这才放下心来, 拖着莫丽亚沉重的身躯 向着城堡深处走去。 看在你是伤员的份上, 老娘这次就先放过你了。 莫丽亚的小声嘀咕。 月光海贼团当中, 估计也就霍斯曼与莫丽亚体型相当, 其他人估计这种活也难以胜任。 第154章落幕, 登陆戈亚王国。 一时间场上寂静无比, 月光海贼团的众人皆是陷入惊恶之中, 甚至有的有些失神。 莫丽亚大人, 怎么换? 阿布萨罗姆顿时感觉整个世界都失去了颜色。 拉菲特则是在思考着什么, 皱着眉头。 他, 怎么? 啊? 你竟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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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光海贼团中, 霍斯曼陡然间扯住自己头顶茂盛的毛发, 一句话重复说了十几遍。 一边抓着, 一边自言自语, 仿佛他的身体里有两个灵魂一般, 自言自语。 表情也是变换不定, 声音忽高忽低。 渐渐的, 他的毛发开始膨胀, 体型也开始变大, 毛子也变得血红, 就像是一头发怒炸毛的狮子。 不, 即便是狮子, 见了也只会趴下颤颤巍巍。 竟然是白日, 进入了月狮形态, 但与平常的月之狮子不同。 他身上的毛发, 少了几分银白, 多了几分赤红, 浑身上下充斥着力气。 毛皮族, 可以在注视满月的下, 进入月狮形态, 但这也并不绝对, 就比如也可以通过药物。 现在他的脑海里, 只有杀戮与报复。 可就当霍斯曼想要, 进入战斗场地之时, 一道身影, 却是挡住了他的去路。 身形扎成马尾便, 抽着烟, 手里端着一把碎发步枪。 正是香克斯的左膀右臂, 红发海贼团副船长本贝克曼。 让开! 霍斯曼呲牙大声呵斥, 但是贝克曼却不以为意, 脚步没有移动封吼, 有我在, 我是不会放你过去, 让你打搅香克斯的战斗。 那么, 你就去死吧。 话音未落, 霍斯曼已经化作一道雷电, 被闪电包裹的尖锐受找支取贝克曼的咽喉。 然而, 贝克曼作为红发海贼团的第二号人物, 又岂会是弱者, 只见他反向拿枪, 霸气迅速覆盖在整支枪上, 随即用枪托重重地砸相袭来到霍斯曼。 一时间二人便僵持在了一起, 大战一触即发, 月光海贼团和红发海贼团再次剑拔弩张起来。 不远处, 一种海军陷在那里, 远远地观望着。 贺大人, 要不要等他们打起来之后, 我们再将月光海贼团的干部们一网打尽。 一名女海军对着贺压低声音问道, 贺没有拒绝也没有同意, 现在还不是时候, 不要以为月光莫利亚莫了, 月光海贼团的干部们就会束手就擒, 他们之中每一个都是声名远扬的大海贼。 海军们并没有撤去, 而是准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坐收渔翁之力, 无论最后两方那一边失败, 他们都能从中获利。 轰隆隆。 一阵地动山摇之后, 只见不远处两道庞大的身影出现。 一个有几十米, 另一个足有上百米, 就仿佛一座移动的大山。 这是巨人族? 还有那是古代巨人族, 魔人族后裔, 奥兹。 有人认出了两道庞大的身影。 如果没记错的话, 他们是月光海贼团的干部, 圣湖, 安厄郎和奥兹。 一名海军公布出了他们的身份。 在整个岛屿的晃动之中, 两个巨人直接越过一众海军, 向着月光海贼团和红发海贼团对峙的方向跑去。 他们本来是被莫利亚安排在恐怖三围帆船上看家的, 不知道怎么得到的消息, 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 我要将这群蝼蚁全部杀掉, 替老大报仇。 奥兹是性情直爽的家伙, 听闻对他异常照顾的船长横死, 顿时怒不可遏, 眼中充满了血丝。 雷尹! 奥兹的手臂瞬间幻化成无数道闪电, 伴随着电闪雷鸣, 宛若万雷轰顶, 奇奇落下。 奥兹, 快离开这里。 拉斐特突然阻止道, 因为他知道, 奥兹和恶狼如此庞大的身躯, 在红发海贼团这群人就活靶子一样。 尽管奥兹使用了响雷果实, 速度异常地迅速, 但是由于使用时间尚短, 还没有掌握这股力量。 他们都该死。 奥兹却没有听拉斐特的话, 她是憨厚且有情有义, 但也有些将。 佩罗娜还听得云里雾里,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都住手吧。 就在这时, 远处一道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 我还没死呢, 奥兹你也退下, 谁让你上岛的? 这个声音, 是老大。 奥兹被这蕴寒微压的声音一喝, 顿时像是做错事的孩子, 立马变得老实芭蕉。 众人也都是一恶, 刚才明明看到她伸手一触, 为什么现在还能听到她的声音? 只见下一刻, 地上的脑袋将其放到了身体之上。 顿时, 下半身的双手便碰住脑袋, 咔嚓咔嚓转动了两下, 就安上了。 在脖梗出的斩鸡厨, 顿时仿佛无数血色的虫子在爬动着, 巨大的伤口渐渐地变成了一道红线, 直到最后彻底消失不见, 恢复如初。 呼, 终于是接回来了, 疼死了。 莫利亚摸了摸后颈, 输了口气, 吐槽道, 一众人顿时呆立当场。 莫利亚之所以能够在断头之后而不死, 这完全都是血仙虫的功劳。 血仙虫寄生在血液当中, 让宿主可以永生不死, 并且任何部位都可以在切割后复原。 如果被切掉了脑袋, 便会失去对身体的控制。 但是拥有影子的莫利亚刚好克服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 只要不被打成渣, 便都可以恢复。 这里也只是外观上恢复, 完全恢复还是要一定时间的。 还有继续打吗? 这样, 你可能失去的不再只是一条手臂。 这场对战, 可以说香克斯赢了, 但也可以说没赢。 莫利亚盯着香克斯, 如果对方还有要继续战斗的打算, 他不介意动用那股力量, 就是最好以损失部分生命为代价, 也要将其击杀于此。 那一招, 他本不打算用, 因为太过霸道, 相当于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两久。 香克斯没有回答, 只是用手按住流血的手臂, 并表情虽然感觉很平静, 但是那忍住疼痛的异样, 还是可以察觉到的。 莫利亚便不再停留, 渐渐地向着场外走去。 月光海贼团的众人见状, 赶忙围了上来, 刚当的一幕, 着实将他们吓出了一身冷汗。 船长, 你没事吧? 拉斐特以及阿布萨罗姆等人, 不由地出口询问。 莫利亚摆了摆手, 面色略微有着苍白, 没有说话。 半天过后, 莫利亚这才吐出几个字。 我们走。 莫利亚的命令一下, 顿时双方人马对峙的局面, 便被打破了。 霍斯曼还在和本贝克曼对峙着, 听到莫利亚的声音耳朵动了动。 走了, 二狗, 你是打算留在这过年了吗? 霍斯曼冷哼一声, 虽然还是熟悉的话, 现在听起来感觉顺耳了不熟, 可能只能只有失去才会觉得珍惜。 抽身向后一跃, 霍斯曼便跟上了队伍。 月光海贼团的众人相继离开, 红发海贼团的船员们目光便落在了香克斯身上。 似乎是在询问眼下到底该怎么做, 是追上去, 还是, 香克斯微微摇了摇头露出一抹苦笑, 如果真的打起来, 对方死多少人他不知道, 只是他的这些同伴有很多可能要留在这里。 另一边, 莫利亚走出一段距离, 迎面, 一群海军便走了过来, 为首之人正是赫中将。 赫聚离莫利亚几米远的时候突然驻足停下了脚步, 眼神在莫利亚的摸梗处上下的打量。 他们方才确切看到了莫利亚失手分离的场景, 如今却见对方跟没事人一样, 不由得暗感奇怪, 甚至开始怀疑对方是不是披着人皮的怪物。 海军本部中将, 与海军英雄卡普, 元帅战国并成为海军本部的三大之重。 莫利亚声音略带沙哑地道, 怎么? 难道你是想来抓我的吗? 贺双手抱于胸前, 盯着莫利亚看了一会儿, 这才开口道, 就算要抓你, 也绝对不是现在。 你现在是政府授予的合法海贼, 我现在也无权抓不你。 知道就好, 仿佛刚才的战斗就是喝水吃饭一般, 莫利亚此刻就像是没事人一样。 话不头羁绊居多, 莫利亚没多说什么废话, 带着一群人向着另一个方向走去, 与贺为首的海军擦肩而过。 莫利亚走后, 贺身后的海军们也是暗暗松了口气, 刚刚其身上散发出的气势, 甚至压迫的他们喘不过气来。 这时他们才明白, 为什么贺中将对待此人那么的慎重。 终于, 渐渐的海军众人也消失在了视线当中。 莫利亚身下瞬间长满了, 无数像是黑色处须一般的东西, 向着四面八方席卷。 当所有的影子都回到原来的位置, 莫利亚的脸色更加苍白起来, 看起来没有一点血色。 嗨! 莫利亚用手捂住了嘴巴, 顿时鲜血顺着指缝流了出来。 这一幕顿时让周围人脸色大变。 船长! 莫利亚大人! 霍古巴克你这家伙, 还不快给莫利亚检查一下伤势。 霍古巴克看到这一幕, 也有些手忙脚乱起来。 莫利亚却抬手打断道, 无碍, 休息两天自然也就恢复了。 血仙虫正在修补伤口, 虽然外观上看起来已经接上了, 但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 并且, 加上影子的抽离, 方才运起全身的气力让赫打消不该有的心思, 这才导致伤势略微有着加重。 既然东西到手, 那么我们先去接上奥卡和巴卡拉, 准备启航。 莫利亚这个船长下达了命令, 船员们自然也就遵循他的意愿行事。 枪术大赛结束稍晚, 最后的比赛是枪法的实战比拼, 并非简单的打靶。 就像是西方中世纪的决斗一般, 相互对射, 这也是这个世界枪法高手过招的方式。 结果, 莫利亚等人到场之时, 正看到巴卡拉上台领奖的场景。 一打听, 原来比赛是提前结束了, 半决赛之时, 第一场之时, 范奥卡和耶稣部队上了, 结果二人不分胜负, 都是负伤被抬了下去。 而作为第二场比赛, 巴卡拉的对手却在比赛结束之时, 也未到打场中。 结果荒诞的一幕发生了, 巴卡拉凭借出奇的运气成为了冠军。 看似荒诞, 其其实也并不奇怪, 毕竟巴卡拉是吃了幸运果实的幸运人, 老天赶着喂饭了属于事。 台上, 巴卡拉看到莫利亚的到来, 顿时心情刻在了脸上, 对着后者几眉弄眼。 而莫利亚却是左顾右看, 假装自己没看见, 霍骨巴克快去看看, 奥卡怎么样了。 见莫利亚洋装没看见, 巴卡拉气得跺了跺脚。 巴卡拉拿到了奖品, 闷闷不乐地来到了莫利亚身边, 但那样子, 好像是故意摆给某人看的。 这时霍骨巴克也替翻奥卡包扎好了伤口, 也并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伤, 估计养个一两周也就能恢复如初。 登岛的人已经骑了, 越海贼团的众人便乘着小船陆续回到了恐怖三围帆船之上。 恐怖三围帆船之上, 负责守卫的恶狼和奥兹刚刚去到了岛上, 僵尸们也是被莫利亚抽掉了影子, 因为当时也是防卫最为空虚的时候。 不过, 莫利亚管不了那么多了, 到达自己的海贼船上之后, 玄泽的心这才终于落了下来。 都散了吧? 二狗留下, 我有事情要说。 莫利亚面色平静地道, 其实体内已经翻江倒海。 众人虽然也狠在意莫利亚的状况, 但最终还是相继离开。 什么事? 那么神秘兮兮的。 众人离开之后, 霍斯曼凑了过来, 警惕地盯着莫利亚道, 扶我回去休息。 莫利亚声音已经弱了不少。 下一刻, 莫利亚直接手臂搭在了她的肩膀之上。 霍斯曼的银色的绒毛瞬间像是过电了一样, 似乎察觉到了她的异样。 莫利亚继续道, 都是哥们, 这就见外了, 我拿你当兄弟。 不知道是有意压低声音还是没有力气了。 莫利亚的声音越来越远, 就算拖把毛踢光了, 我也不多看。 话还没有说完, 就彻底不支声了。 嗯? 你说什么? 喂喂喂, 别给老娘装死。 霍斯曼嘴巴都要被气歪了, 但想要发作之时, 却见莫利亚已经昏迷了过去。 叫了两声, 没有回应, 不由得又紧张了起来, 将手指放在鼻下, 还有鼻息, 这才放下心来, 拖着莫利亚沉重的身躯向着城堡深处走去。 看在你是伤员的份上, 老娘这次就先放过你了。 莫利亚的小声嘀咕。 月光海贼团当中, 估计也就霍斯曼与莫利亚体型相当, 其他人估计这种活也难以胜任。 湛蓝的大海无边无际, 即便是庞大如恐怖三位帆船的巨大船只, 也仿佛是其中的一颗鼓励, 飘扬回荡。 当莫利亚再次睁开双眼之时, 直觉浑身气力恢复了不少, 已经是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用手撑着床, 莫利亚坐起身来, 但手上传来的触感比柔软的大床还要柔软。 这可把莫利亚吓得一下, 年轻了18岁。 当看到是什么之后, 便拍了拍胸口松了口气。 行了。 霍斯曼拖着腮, 侧躺着打了个哈欠, 又瞅了瞅自己胸口的手, 表情古怪地看向莫利亚。 莫利亚脸不红, 心不跳收回了手, 先发致人。 你怎么会在我床上? 向后挪动了一下, 莫利亚支起了身子, 靠着贴墙的一面坐了起来。 霍斯曼竖起双臂在床上滚了一圈, 理所当然道, 没看到吗? 当然是睡觉了, 话说你这床真是又大又软, 真是太舒服了。 莫利亚抱胸瞅她, 你没有自己的床吗? 听到这话, 霍斯曼就不乐意了。 你瞧瞧, 你瞧瞧, 这么快就穿上裤子, 就不认人了。 嗨嗨。 莫利亚咳了一声, 背着说得有着老脸一红,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霍斯曼梗着脖子道, 哼, 你倒好, 直接载道过去, 不省人事, 可累死了我, 浑身都是干涸的血, 身上也破破烂烂的, 我就给你都脱下来了, 换上了一身新的衣服。 闻言, 莫利亚低头一看, 确实不是当天她穿的那套衣服。 煞时间, 她的表情有着不自然了, 嘴角也是一抽一抽的。 瞧瞧你这样子, 多大个人了, 还不好意思啊。 霍斯曼瞥了她一眼, 也不知道前段时间是谁在说都是兄弟, 现在又境外了。 好兄弟一辈子是吧? 说着说着, 目光下移, 但很快就转移了视线。 气氛瞬间就有些尴尬了。 我睡了多久? 现在是到哪里了? 莫利亚查开话题问道。 结果, 霍斯曼果然没有让她失望, 伸着脖子理所当然道。 我也不知道哎, 睡了自觉睁开眼就现在了。 莫利亚那叫一个气, 这还是什么犬科毛皮族? 这就算说是屯, 她都信。 希尔顿。 莫利亚叫唤了一声。 主人, 我在。 在莫利亚话音响起的同时, 房间之中, 一道普通雕像的鸟类生物, 缓缓睁开了双眼, 并发出人声。 阴影散去, 却是一个人头蝙蝠身的僵尸, 此刻正是站在床边, 一脸的恭敬。 去问问拉菲特, 我们现在是到哪了? 告诉他, 实在不知道地方可以将船停在岸边, 去问问路也好。 莫利亚已经站起身来, 整理身上的衣物。 我这就去找拉菲特大人, 主人您稍等片刻。 蝙蝠僵尸希尔顿, 扑扇着翅膀, 从窗口飞绿而出。 莫利亚穿好了衣服, 在落地镜前照了一下, 活动了一下脖子, 虽然很疼, 但已经看起来与原先无异。 你自己慢慢睡, 我还有事。 莫利亚盯着赖在自己床上的霍斯曼, 再任其霍霍下去, 就真就成狗窝了。 那行, 正好我还没睡够, 挤得开饭的时候, 叫我。 霍斯曼扯过, 还热乎地被子盖身上, 侧过身子, 转头就睡。 莫利亚气得牙咬的咯咯作响, 这犬太阳的二狗子, 就这么爽快地答应了, 真拿自己不当外人。 恐怖三围翻船公馆大厅, 偌大的城堡之中, 偶尔有几道黑影闪动, 有的甚至还不是人影, 显得有些诡异。 此刻莫利亚坐在大厅的沙发上, 静静地等待着, 放在希尔顿传来消息, 说是拉斐特有事情要告诉他。 莫利亚则没有等太久, 拉斐特城堡的门已经自动打开, 紧接着一群奇形怪状的僵尸在吆喝。 拉斐特大人回来了, 拉斐特大人回来了。 大门僵尸自动将门打开之后, 拉斐特白色的翅膀扑闪着, 紧接着就从外面飞了进入, 最终落在了大厅地面之上。 拉斐特收起翅膀, 坐在了莫利亚的对面位置。 辛苦了,喝口水。 莫利亚将汽好的茶水推到她的面前, 自己则是拿起保温杯, 吹了吹拂在上面的红色颗粒状物, 喝了两口。 拉斐特也没有客气, 接过茶水抿了一口, 随机会报到。 刚才我去周围查看了一下, 大约在东北方向四海里处有一座岛屿, 那里坐落着一个世界政府的加盟国, 戈亚王国, 是一个很美丽的国家。 戈亚王国?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 大厅中钟表嘎吱嘎吱地响动着, 莫利亚的手指也是有节律地敲击着桌面, 最终拍板道, 好, 那么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就是戈亚王国了, 让僵尸们转动船帆, 顺便在岛上打听一下消息。 大厅的僵尸们得到消息, 纷纷自发前去传达命令。 拉斐特坐在沙发上, 翘着二郎腿, 吹了口茶, 对着莫利亚问道, 船长, 你没事吧? 距离你被狙击手小姐搀扶进房间, 摆了摆手, 笑了笑, 现在已经无碍了, 估计再过两天就可以痊愈了, 没什么可担心的, 倒是奥卡怎么样了? 现在范奥卡以及巴结斯先生已经给安排了居所, 另外也分派了一些人和僵尸进行照顾。 听到拉斐特这么说, 莫利亚道也就放心了, 将重伤换来的恶魔果实放在手心打亮了片刻, 这才道, 东西已经到手了, 这两天也让大伙放心了, 蜘蛛鼠, 吩咐后厨, 将全部的食材和酒都拿出来, 在船上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 顺便通知到船上的所有人。 是, 主人, 莫利亚话音刚落, 桌子下面比老鼠还小的黑色物体, 就探出了脑袋。 在恐怖三围帆船之上, 任何地方都可能有眼线, 任何奇形怪状的东西都有可能是僵尸。 等等, 我的房间就不用去了, 里面没有人。 莫利亚脸不红心不跳到, 随后又补充了一句, 顺便将门锁上。 毛皮族可以算是人吗? 答案是肯定的, 当然不算。 顺时船上人们的低落忐忑情绪被进阶冲散。 他们还在猜测莫利亚的伤势, 毕竟它是月光海贼团的主心骨, 如果莫利亚出了事, 估计整个海贼团也就散了。 因为根本没有人能够驾驭这些人, 也再没有人有领袖之姿。 当莫利亚和没事人一样出现在众人眼前之时, 一时间, 压抑的气氛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如同是吃自助餐一样, 在恐怖三围帆船上森林之中的一片空地, 各种肉类美食堆得像山一样高, 各种装走酒水的木桶也被分类之后放在一堆。 有着潘姿、弗莱和哲普的厨师海贼团, 以及众多后厨打下手的僵尸, 做好的美食一个接着一个。 并且某个家伙还被关进了小黑屋, 吃不完, 根本吃不完。 这个霸王龙虾来一份, 这个红豆披萨也来一份, 这个铁板鱿鱼也要。 你别只顾着自己啊, 给我也拿一份。 两道含糊不清的声音响了起来, 听起来是那么的熟悉。 果然是狗鼻子。 这次刚开始就闻着未来跑来了。 这两人正是霍斯曼和他的酒肉朋友莉莉, 恩斯托马克。 莫利亚这边, 敲开一个帝王蟹的蟹腿, 露出百里透红的蟹肉。 她没有吃, 而是塞进了坐在怀里抬着脑袋, 张着嘴巴等待她投味的佩罗娜口中。 蟹肉肉质饱满, 带走淡淡的甜味和清香, 鲜美的味道瞬间在口中蔓延开来。 佩罗娜闭上了嘴巴, 有些开心地弯起了眼睛。 这幅画面, 让有些人看到, 也不由地有些吃味起来。 在这艘船上, 没有人不知道佩罗娜的身份, 那可是船长女儿般的存在, 比国家的公主还要尊贵百倍。 对于其他几个小姑娘, 莫利亚也很是照顾, 雷九, 以及方块两姐妹, 前者一直是被父亲当成工具, 后者则是两个无家可归的孩子, 说到底, 也都是些可怜人。 莫利亚在日常中, 也是要在他们身上多浪费一些精力的。 在宴会举行之中, 恐怖三围帆船 已经距离戈亚王国越来越近, 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同时也不想引起某些势力的注意, 最终三围帆船 在距离戈亚王国不远处的礁石滩后, 停了下来。 看到一群汉子在勾肩搭背, 一手握着酒杯, 一手拿着肉熬熬直叫, 莫利亚笑了笑, 没有打断着欢快且放松的气氛。 阿布, 过来一下。 听到莫利亚的声音, 阿布萨罗姆站起身来, 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寻声而去, 在前者身侧, 缓缓坐了下来。 莫利亚大人, 你有事叫我? 阿布萨罗姆正色道。 莫利亚摆了摆手, 不必紧张, 也没什么大事。 待会这些家伙, 吃饱了喝足了酒醒了, 告诉他们旧地方半个月的假, 另外美人发放三十万贝利福利, 以供吃喝。 阿布萨罗姆点了点头, 表示记下了。 另外记得告诉后厨, 最好的, 记得找罗宾报销。 莫利亚继续补充道, 原来会计的这个活, 莫利亚是安排阿布萨罗姆来做的, 毕竟后者是他最为信任的心腹, 这家活道也没有拒绝, 毕竟是莫利亚安排做的。 不过, 当不当是一回事, 当不当得了又是一回事。 总之最后账目处理得一塌糊涂, 瑟瑟会导致变傻, 莫利亚表示也有一定的道理。 前者不仅会影响注意力, 而且金生水, 随海及脑海, 这样不聪明也是有机可循的。 最后无奈, 只能从拉斐特和罗宾两人指剑, 选一个暂时担任会计, 因为其他人加在一起, 可能都凑不出一个脑子。 作为航海士, 拉斐特琐事繁多, 加上不久之后, 还要教导小娜美航海知识。 自然而然, 这份任命就落到了罗宾的头上。 莫利亚大人, 你是有事要离开吗? 阿布萨罗姆疑惑问道, 为什么不是自己告诉, 而是转告呢? 莫利亚点了点头, 炫了两口肉, 喝了口酒水, 侯杰滚动, 没错, 不过也就是先去戈亚王国探查一下, 不是走太远。 话音未落之时, 坐在怀中的佩罗娜, 抬头盯着莫利亚下巴插嘴道, 莫利亚大人, 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玩。 一边说着, 佩罗娜还一边摇晃着, 莫利亚的手臂, 似是在撒娇。 莫利亚摸了摸她粉嫩嫩的小脑袋, 道, 我先去打探一下, 看看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下次就带你一起过去。 佩罗娜没有回话, 嘴巴鼓鼓地像个青蛙。 莫利亚手探向了她的笑学, 起初佩罗娜极力忍耐还能保持不孝, 但时间一久, 最终还是败下阵来。 要乖哦, 听到没? 莫利亚捏了捏精致的脸蛋, 这可比鹿猫舒服多了。 我知道了啦, 莫利亚大人, 佩罗娜小大人般地回答。 莫利亚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多时, 连接内外海对大嘴打开, 露出里面一字排开的各色海贼船。 莫利亚便自驾着一艘小船扬长而去, 想要一个人转一转, 看一看这个声名远洋的戈亚王国到底是什么样子。 当莫利亚的小船出现在近海之时, 戈亚王国的撂望塔上立即就有人发现了它。 呼叫上级, A撂望塔11点钟方向发现一艘小型帆船, 上面人员一名, 请指示。 撂望台上, 一名王国士兵拿着电话重汇报道。 小型帆船吗? 应该是附近的渔民, 不必在意。 电话的另一头船来回答, 似乎只是将莫利亚的船荡成了普通的渔船, 完全没有引起注意。 即便隔着几百米上千米, 莫利亚也是第一时间发现了正在拿望远镜, 窥视自己的王国士兵, 但见对方只是观察一阵, 便将视线转移到别处, 也没有太过在意。 就这么没有任何的阻碍, 莫利亚便将小船停在了岸边, 登上了岛。 第155章遭遇, 马其诺。 随着视线越来越清晰, 鼻端传来的一阵阵莫名的味道, 以及几乎无人登陆的海岸, 莫利亚感觉自己好像是走错了地方。 上岸之后, 靠海边的地方倒也还没什么, 只是越向里面走去, 入目的景象越让人觉得不适。 到处都是堆放的各色垃圾, 垃圾就像是山一样高, 并且散发着阵阵臭味。 这股味道很难言明, 既有东西腐烂的味道, 又有各种垃圾发酵的味道, 甚至还有刺鼻的化学器体味。 莫利亚捏着鼻子走着, 走了好长时间, 这才走到了一处大道, 路上虽然也有垃圾, 但相对其他地方就不知道干净了多少倍。 土路之上, 有着坑坑洼洼的车咕噜压过的痕迹, 这应该是垃圾车运输垃圾的必经之路。 这地方, 应该就是那个废品终点站没错了。 废品终点站里, 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人们在里面翻找着什么, 这些都是垃圾堆里刨石的家伙。 在城里之人眼中, 这群人都不被当作人来看待。 在莫利亚观察这群 捡食垃圾的人们之时, 他们也是后知后觉地 发现了这位外来者。 只是愣了一下, 便见他们的表情有着古怪了起来。 莫利亚这边才有出不到一百米, 耳朵便不由自主地动了动。 微不可查的侧头 用眼角的余光向后扫视, 果然一堆堆破烂之后, 有着一道道身影。 大哥, 我看他体型那么壮, 身高也有我们两个人那么高, 我看还是算了吧。 垃圾堆之后, 一个看起来有些瘦弱的男子, 开口说道。 在他的前面, 是一个看起来比其强壮一些的壮年, 此刻眼神死死地盯着莫利亚, 并且透露出一抹贪婪。 长得强壮, 有什么用? 出来混要看试炼。 我们几个人, 他几个人, 并且我们有刀啊。 说着紧了锦手中没有刀鞘, 且有些豁口的贵族配刀。 没错, 这刀也是他捡来的。 也是哦。 那瘦子点了点头, 那中年接着又道, 我们又不是去杀人, 只是劫财而已。 只要他肯乖乖把钱交出来, 我们也不会为难他。 你如果不去就算了, 到时候去酒吧买醉的时候, 可没有你一份。 我去, 去还不行吗? 待会我保证打头战。 那瘦子一听, 立马就急了, 忙不迭道。 去酒馆美美地喝上一杯, 瞬间能够消除一天的疲惫和不满。 这是他们, 这群人为数不多的欢乐时光。 又走了一段路, 莫利亚突然顿住了脚步, 因为他已经察觉到在他的前方也有人藏匿在了那里, 他属于是被包围了。 出来吧, 这都跟了一路了, 一回到城门口可是有门卫的, 再不出来就晚了。 莫利亚声音不是很大, 却是有一种穿透力瞬间传到了所有人的耳中。 嘿嘿嘿, 还是一个体贴的主。 莫利亚呵斥一声之后, 这群人自知被发现了, 也不再躲藏, 纷纷从躲避的垃圾堆中走了出来。 前面有三四个, 后面同样如此, 加起来也就七八个人, 大多数手里拿着的都是棍棒, 只有为首的一人手里拿着刀。 这些人脸上并没有什么恶徒的凶恶之色, 更多是一种被生活压迫的沧桑。 看起来几人虽然都是轻壮年, 但看起来却都像是干瘪的老头一样。 既然被你发现了, 那么我们也就把话挑明了。 为首的壮年先是有些谄媚地笑着道, 我们就是想问你借点钱, 给兄弟们买点酒呵呵。 紧接着, 话锋又是一转, 如果你要是不给的话, 那少不了一顿皮肉之苦了。 结果只见他不疾不徐地道, 要多少钱? 老板英明! 领头之人不由地赞道, 紧接着皱眉思索着, 考虑要多少合适。 老大, 你倒是说啊, 他身后的几人见自己老大半天没有回话, 顿时急不可耐地催促道, 难道我是笼子吗? 老子都没挤你们一个个挤个屁, 没见过世面的家伙。 是是是, 您说得都对。 思考片刻之后, 最终带头老大竖起了两根手指, 试探性地问道, 二, 二十万贝里。 带入普通人的话, 那确实不熟, 但莫利亚是什么人, 不痛不痒, 并且这群人那么个穷酸样, 三天饿酒顿可能都是家常便饭, 莫利亚就当作慈善了。 莫利亚从怀里掏出钱包, 厚厚的一打紫, 千万可能没有, 但是百万还是有的。 从中抽出一小踏子, 莫利亚刚想开口, 等等, 我现在改口了, 要一百万。 看到莫利亚手里一踏子厚厚的纸臂, 带头之人眼中瞬间闪过一丝贪婪。 大哥, 这合适吗? 有人突然开口道, 其他人也纷纷附和, 有的人虽然没说, 但也是这种想法。 他们只是要些小钱买点酒喝, 如果金额太大, 也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并且对方也有可能不会给的那么痛快, 并且有可能引起反抗。 闭嘴, 不想要这份钱的, 直接可以退出, 我不会阻拦。 那带头之人突然面相都变了, 变得有着凶利。 虽然嘴上说这分钱, 但是他心里却已经敲定了主意。 只要他一拿到这份钱, 他就会立即乘船离开这里, 然后找一处安静的小村庄取妻生子。 安稳地过完下半生, 在这里捡垃圾积一顿又积一顿的日子, 他实在是过够了。 并且, 随着年纪越大, 他便越想有一个孩子。 但如果在这里捡垃圾, 女人找不到莫的说, 即便有了孩子, 最后也只会是在垃圾堆里, 刨石的结局。 一百万吗? 在我眼里, 也不算什么。 莫莉亚平静如常, 四下瞅了瞅, 随即到, 一百万可能要数好一会, 在这里被别人看到影响也不高, 不如我们去里面吧。 你们一起帮我说。 说着莫莉亚指了指垃圾山之中。 好好好。 这群人一听, 顿时大喜过望, 忙跟着莫莉亚走了进去。 哎呦, 住手啊, 我再也不敢了。 只是片刻。 垃圾山后面的一处空地之中, 便传来了一阵接着一阵的惨叫。 莫莉亚长出了口气, 捏了捏拳头, 周围七八个人已经是横七竖八的, 躺在了地上。 抬脚, 莫莉亚刚要准备离开, 一只手突然伸出来想要拉住她的脚踝, 却被她轻松地躲过了。 我错了, 就算给二十万也好。 莫莉亚冷哼一声, 贪心不足蛇吞向, 直接将其踢飞出去, 现在可没有讨价还价的机会了。 对于这群人, 莫莉亚也还是留守的, 从这业务的打劫方式可以看出来, 他们本性还不算坏, 只是被生活所迫, 无奈之举。 所以莫莉亚则并未下重手, 因为这环境脏乱差的废物中点赞, 伤势稍微重一些就可能失去活着的权力。 这里不仅病毒细菌滋生, 而且也没得吃, 更没人照顾你。 不过, 那个领头之人是个例外, 受的伤也要比其他人崇尚一些。 看来要换一身新衣服了。 莫莉亚拍了拍衣服, 上面沾了上一些灰尘, 看起来脏兮兮的。 刚才将几个人收拾到石层上面的, 这也因为有所保留, 不然估计接触不到本体, 他们就见太奶奶了。 这边, 莫莉亚前脚刚走, 后脚这一群装死的家伙便爬了起来, 一个个不断地呻吟着。 大哥, 你没事吧? 其中一人发现了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中年, 拖着浑身痛楚的身体走了过去。 大哥, 昏过去了。 叫唤了半天, 也没有个回应, 众人这才发现他已经昏迷过去了。 一时间, 众人纷纷叹了口气, 对于中年也是颇有微词, 本来事情都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的。 结果, 就整了这一出。 直嘎, 直嘎, 踏, 踏, 踏。 这时, 不远处阵阵马蹄声游远极近, 并且伴随着车咕噜, 直嘎直嘎的声音。 是马车。 只听方向便可以断定对方并不是垃圾车, 垃圾车是从城门的方向而来, 而对方的方向则相反。 那个方向是通往科尔波山, 连接着的是同属于戈亚王国的风车村。 挨打的人们纷纷寻声望去, 渐渐地马车也露出了身影。 一道身影正牵着马向着城门方向, 缓缓移动。 赶车的人是一个二十左右的姑娘, 身绿色短发, 戴着头巾, 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 当对方走近之后, 人们便纷纷上前打起了招呼。 哟, 这不是马其诺小姐吗? 今天是打算去城里做什么? 是你们呀? 店里的酒水不够了, 我到城里买一些, 顺便卖掉村里的一些作物。 马其诺对着这群人笑了笑, 语气也很温柔。 这群汉子看到着很是治愈的笑容, 再加上好听的声音, 直觉灵魂都像是被洗涤咳一般。 酒水的话, 应该很重吧? 不用我们帮忙吗? 众人忙献起了殷勤。 他们换了钱, 都是去马其诺经营的酒馆去喝酒, 也只有很是温柔的后者, 才会让他们这群无家可归的流民进入。 在他们心目中, 对方就像是天使一样。 不用不用, 我自己可能的。 马其诺连忙摆手, 看到对方似乎身上都有一些伤, 不由地开口询问。 你们这是怎么了? 没事没事, 闹着玩而已。 众人纷纷慌忙解释, 这要是被对方知道他们是打劫不成而造成的结果, 估计以后喝酒也找不到地了。 那马其诺小姐您先忙, 我们有事先走了。 说着众人便急匆匆地离开了, 但说是离开, 但也只是躲在了垃圾山后面观察着对方。 他们也怕说多了话露线了。 马其诺有着摸不着头脑, 牵着马, 缓缓地向着陈城门锁在方向靠近。 垃圾山后, 哎, 马其诺小姐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如果要是能做我老婆, 估计我做梦都会笑醒。 瞅着马其诺窈窕的身影, 一人不由地感叹道, 并且以后也能喝酒喝到饱, 也不用在这里捡垃圾了。 行行吧。 他话还没有说完, 只见另一个人便打断道, 瞧你那样, 要做也是做我老婆, 如果他是我老婆, 就算把我骨头拿去给他炖汤喝都乐意。 他们这一歪歪, 顿时便有更多的加入讨论。 都别做梦了, 先能过得了达旦老大这关再说。 不知道是谁突然说了这么一句, 众人瞬间就粘罢了。 会想到达旦那粗狂的面容, 魁梧的身姿顿时就吓得不吱声了。 他们之所以对马其诺只存在精神方面的幻想, 一方面是, 马其诺是唯一一个将他们当人看的人, 他们心怀感恩。 其次他们还要找个地方买醉, 不忍破坏现在的生活, 最后也是最重要一点, 就是马其诺背后有山贼头目打蛋撑腰, 他们不敢得罪。 与此同时, 城门处莫利亚已经到了此处, 门口人数不多, 几乎没有从这边进城的人, 负责看门的守卫却是很多, 主要是为了防止垃圾山里的流民潜入城中。 莫利亚正要走进去, 却被守卫拦了下来, 停下, 例行检查。 有两名护卫靠拢了过来, 距离莫利亚有一段距离的时候, 停了下来。 请出示你的证件。 护卫看莫利亚穿得比简破烂的流民干净一些, 也没有立即进行驱逐, 而是先检查一下。 什么证件? 莫利亚不明所以。 通行证, 以及身份证。 守卫回答道, 既然你这样问, 就代表你没有了? 听到莫利亚露出茫然且拿不出证件, 顿时守卫便没有了先前的那般和颜悦色。 没有证件就快滚, 别逼我们对你动手。 一名守卫有着不耐烦道。 莫利亚突然感觉就应该直接利用恶鬼缠身进入隐身状态, 然后潜入进去, 这样也省得如此麻烦。 目光盯着两名守卫, 如狼固般的眼神让其不寒而栗。 你看什么看? 再看眼珠子, 给你挖下来。 剑谜! 莫利亚含有压迫性的眼神让他们很不舒服, 一名守卫大声呵斥。 莫利亚突然不打算就这么离开了, 她何曾吃过这种亏, 并且是她一根手指就能碾死地蝼蚁。 正在火药位十足, 莫利亚将要发作之时, 一道女声却悄然响起。 实在抱歉, 实在抱歉, 两位守卫大人, 这位是我店里新来的伙计。 她是个傻的, 还请你们不要介意。 第156章 正经旅馆 机会 马其诺赶着马车, 在后面就静静地等着过安检, 也将这一切收归眼底。 见这种情形, 心地善良的她立即小跑过去。 守卫们的手段她可是知道的, 打残打死, 这都是很常见的事。 听到身后传来的声音, 莫利亚嘴角抽了抽, 你才是傻的, 你全家都是傻的。 寻声望去, 只见一个农妇打扮的女人走上前来, 虽衣着朴素, 但仍难掩起精致的容貌与傲然的身材。 莫利亚瞬间就记起了眼前这位的名字及身份。 风车村的村花, 马其诺, 是鹿非三兄弟母亲般的存在。 只见马其诺走上前去, 对着两个守卫道, 两位大人, 当当多有得罪, 这里是一点小钱, 还望能够通融一下。 马其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袋, 拿出一小碟钞票, 正要数点, 却被其中一个守卫一把夺去。 就这点钱, 你还想数什么? 打发叫花子呢? 将钱夺去之后, 守卫瞪了莫利亚一眼, 这次看在钱的份上就放过你了, 再有下次, 有你好看。 他们可能也知道, 莫利亚并非什么傻子, 但看破不说破, 不然怎么收钱。 一名守卫用长枪挑开车厢的布帘子, 看到里面是一些蔬菜和水果, 简单地探查了一下, 就对其他的同伴摇了摇头。 四个守卫围在了一起, 将刚拿到的钱分了分, 见莫利亚和马其诺还愣在原地, 有些不耐烦地对他们摆了摆手, 趁哥几个高兴, 还不快滚。 马其诺可能经常出入这里, 但显然这些守卫不会在意这些, 能让他们服软的就只有钱和钱。 看到莫利亚这个傻大个储在那里, 马其诺不由得气不打一处来, 他也绝对不是心疼钱, 绝对不是。 莫利亚低头盯着这个女人, 上下打量一番, 思虑良久。 在马其诺嘟嘟囔囔声中, 随着他进入了戈亚王国的城中。 你是哪里的流民? 怎么以前没见过你? 马其诺牵着马, 侧头对着莫利亚问道。 莫利亚衣着不是很华丽, 是专门为方便战斗而设计的, 再加上上面有不少灰尘, 看起来倒还真有几分流民的样子, 也难怪马其诺会认错。 还真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呢。 只是一面之缘的路人却能出手解围, 并且被解围的还是自己, 莫利亚不由的心生好感。 我帮了你难道一生谢谢都没有吗? 马其诺有点怀疑对方是个哑巴了, 这半天都是他在说话, 莫利亚根本没有回一句。 帮了吗? 如果不帮的话, 可能几个守卫早就没了, 也不知道在帮谁。 莫利亚依旧没有开口, 只是盯着马其诺的脸, 就这么盯着。 这目光让马其诺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急忙转过头去。 这半天的观察, 马其诺渐渐地怀疑对方到底是不是人足, 看起来很是高大, 并且还有机脚, 看起来还挺神秘的。 剑已经进入城中, 莫利亚便直接沿着大道向城中走去。 结果, 还没走两步就被马其诺叫住了。 等等, 你要去哪? 我为了救你, 将买酒的钱都搭上了, 你就打算这么走了? 马其诺有些气, 这人怎么这样, 最起码的感恩都不知道。 被这么一说, 莫利亚心想也是, 刚想从怀中掏钱, 突然想到了什么, 又顿住了。 看你这样子, 也拿不出钱, 不如这样, 没钱那你就出力气, 什么时候可以了, 我就让你离开。 马其诺插着妖道, 能够独自经营着一家酒馆, 他也不是什么傻子, 吃点小亏可以, 大了可就不行了。 此时姿态, 颇有一种资本家的小模样。 莫利亚也不觉好笑, 点了点头, 表示同意他说的。 原来, 你还听得懂人话吗? 马其诺见他点头, 这才好受了一点, 将手中的缰绳递给莫利亚, 先跟我去菜市场卖菜, 再跟我去买酒, 先说好, 到时候搬运酒桶都是你的, 我已经没钱去雇佣工人了。 莫利亚看着一只手伸了过来, 手掌并不是那么光滑, 甚至可以说有些粗糙, 不由得有些感慨。 在莫利亚点头之后, 菜市场在边镇和中心街之间, 这里居住着戈亚王国的平民, 而贵族则居住在最深处的高镇以及王国。 戈亚王国等级森严, 贵族看不起平民, 平民又看不起外来者和流民。 莫利亚和马其诺到达菜市场之后, 来得不算早, 但也绝对不算早, 此刻很多摊位已经开始售卖。 看到这一幕, 莫利亚不由得唏嘘短叹, 没想到她堂堂上一身价拥有政府合法掠夺资格的大海贼 竟然有一天在街上买菜。 心里暗自念叨着劳动光荣, 这才贫富了心绪, 更何况还有一个大美人作伴, 情况似乎也不是太糟糕。 愣着干什么, 还不帮忙卸货。 马其诺进去车厢, 将一筐一筐的浓作物运了出来, 莫利亚负责搬到地上。 莫利亚一趟就搬了半车, 这倒让马其诺很是欣慰,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王, 看莫利亚也就顺眼了一些。 出谈之后, 莫利亚无所事事就躲在马其诺旁边, 低着头。 虽然这城中大多数人都不认识她, 但总会有那么点不好意思。 本来以为很快就能卖完, 但莫利亚在那蹲的腿都快麻了, 也还刚卖出去不到十分之一。 偶尔有人驻足在摊位前, 似乎在打量着, 思考着要不要买, 结果就被不远处的同行叫了过去, 窃窃私语几句之后, 就被成功地忽悠过去了。 莫利亚的无感远超常人, 虽然对方压低了声音, 但依稀还能听到对方说的话。 大体意思就是说, 马其诺卖的东西不是进口的, 而是在城外种植的。 这一句话, 毕竟提到城外, 首先想到的就是垃圾站, 不干净。 虽然莫利亚看透了这一切, 但是却没有点破, 眼看着其他摊位都快收摊了, 马其诺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可就在此时, 一群人突然出现在了摊位面前, 马其诺本来还是笑脸相迎, 一抬头看到, 来人就是愣住了。 只见来人为首的, 是一个中年人, 身后跟着的, 则是几个年轻人, 看起来就像是地痞流氓, 脾里脾气的, 看着就很欠揍, 但他们的身份却并非地痞流氓, 一个个胸前都挂着工作证。 你这个摊位以后, 每周六不要再过来了, 收拾一下东西吧, 现在就办。 说话之人正是为首之人, 他的身份正是这处市场的管理员。 那个, 大人,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距离这处摊位的到期, 还要半年时间吧。 马其诺低声下气道, 那管理员也没有赖账, 承认道, 这我自然是知道的, 但是我弟媳的二姑的三大爷的老乡的女儿, 瞧上了需要一块地, 我也要给人家一个面子。 马其诺难道, 我可以多给你一些钱, 能不能让他去往别处? 你能给多少? 那管理员没有直接拒绝, 现在这是还有商量的余地。 只是提到钱马其诺突然不说话了, 他身上已经没有钱了, 卖菜的钱也要换些酒水经营酒馆。 我现在没有多余的钱了, 能不能宽限一些时间? 马其诺央求道, 那不行, 只限今天, 我不管你是去抢还是去偷, 还是去卖, 我只要钱, 那人说话嚣张跋扈, 让莫莉亚都忍不住两巴掌送他去见太奶。 莫莉亚站起身来走上前去, 过于常人的身高, 壮瘦的身体, 以及有些兄弟面容, 吓得几个管理员连连后退。 干什么呀你, 吓我一跳, 要打架吗? 那管理员缓了口气, 壮着胆子对莫莉亚呵斥道。 莫莉亚还刚想说什么, 却被马其诺拉住了, 这件事交给我, 你别冲动。 她是怕莫莉亚一时冲动惹出了麻烦, 后者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 那如果我们离开这个地方, 你们能再给我们找一个地方吗? 马其诺盯着几人询问道, 合理的诉求我们还是会处理的。 你们几个, 带这位漂亮的小姐去那个地方? 底层人们都是这样吗? 莫莉亚身居高位惯了, 即便此刻并不是针对她, 都感觉有些想撇人的冲动。 两个人再次装祸, 最终在几人帝带领之下, 马车最终停在了一处胡同口。 之后几个管理员就哈哈大笑地扬长而去, 似是在嘲笑。 这地方人流量倒也不少, 只是地理位置不好, 后面是一个死胡同, 胡同里面都是一些垃圾, 烂菜叶臭肉的味道混合在一起, 令人作呕。 马其诺转过头去, 用力捏着的大腿, 强忍着心里的委屈。 都是因为你, 我遇到你, 真是倒霉。 马其诺最终还是把心声说了出来, 我决定了, 店里正缺一个干重活的伙计, 我也不会给你工钱的, 直到你还清了欠我的账再说。 莫利亚心道, 你可真是如意算盘打得啪啪响, 不过看在和她确实有些关系, 也并未表示拒绝。 换了块风水宝地, 自然买东西的就更少了, 直到天快黑了, 也没见有人光顾, 冷冷清清。 莫利亚也那叫一个气啊, 这个匠种, 卖不完东西就不收摊, 就这么陪这个家伙做了一整天, 要不是被认定是哑巴, 他早就开口骂人了。 你们确定是这边吗? 怎么人那么少? 我已经提前打听过了, 就是这边, 那个非常正经的旅馆就在这里。 有多正经, 先说好不正经的场所, 我们可不去。 哈哈, 不远处, 一群人有说有笑地向着这边走了过来, 看起来勾肩搭背得像是混混, 但却没有什么脾气。 莫利亚一看, 表情就变得有着古怪起来。 嗯? 我刚刚似乎看到了总督大人, 你喝醉了吧? 总督大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也是哦, 可能是长得有点像的家伙。 你说的是坐在巷子口, 靠墙位置那个吗? 我怎么越看越像是总督本人? 哎呀, 还真是。 这几个月光海贼团的成员先是一愣, 紧接着有着局促不安起来。 几个人犹豫半想, 最终还是排成一队走过去打招呼。 但是, 莫利亚却对他们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示意他们不要说话。 这几人一时间有着摸不着头脑了, 心到总督这是演的哪一出, 怎么还下级层体验生活了这事? 几位要买一些吗? 现在购买可以便宜一些。 看到摊位前突然多出来那么多个人, 马奇诺顿时招呼道。 不, 可嗨嗨。 几人刚想开口, 突然莫利亚剧烈咳嗽了起来。 他们一抬头, 却见莫利亚正向着他们使着颜色。 买买买。 只需一个小小的眼神, 其中便有人领会了莫利亚的意思。 你疯了, 我们要那么多菜干什么? 不是有后厨负责采购吗? 另一个人不明所以。 你懂个屁。 这些我们全都要了, 一共多少钱? 闻言, 马奇诺拿出工具, 打算称量一下。 只见那人连忙道, 不用不用, 这里是三十万, 应该够了吧? 不够我这还有。 够了够了, 太多了, 根本不需要那么多钱。 马奇诺连忙摆手。 要的要的, 你先收着, 等下次我还过来买。 莫利亚点了点头, 这家伙还算聪明, 眼力尽不错, 有前途。 马奇诺剑突然接了那么个大单子, 有些开心, 呼地看到还在那不为所动的莫利亚, 又有些气道, 真是一块木头, 快去帮一下人家。 不用, 不用, 我们自己来。 一听这有点吩咐的语气, 这几个人可是被吓得不轻, 不知道这位农妇打扮的女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竟然对总督如此不敬。 几人没敢多问, 变逃也似的带着东西离开了。 马奇诺拿到钱之后, 先是辨别了一下真伪, 然后数点了一下, 只多不少, 眼睛都笑成了月牙。 走吧走吧, 今天忙了一天, 我带你去吃饭。 莫利亚撇了撇嘴, 羊毛出在羊身上。 得到这一大笔钱, 马奇诺这一天的不悦瞬间就烟消云散了, 这笔钱比他失去的还要多上一些。 吃过一顿不算丰盛的晚餐, 眼看天色已晚, 购买酒水也只能放在第二天早晨。 边镇的一家旅馆, 老板, 两个房间。 听到马奇诺的喊话, 老板的抬头打量了两人一番, 堆起笑脸, 实在是不好意思, 现在这里只有一间房间了。 两位要不将就一下? 马奇诺摇摇头, 不用了, 我们去其他地方看看。 那不好意思, 我看你们应该不是城里的平民吧? 这城里的旅馆都不接待外人, 也只有小店能够接待。 老板的笑眯眯地说道, 二位还要去找找看吗? 算了, 就开一间房好了。 马奇诺想了半天才到说道, 如果是一个正常男人, 马奇诺绝对不会这么做。 但相处这一天, 马奇诺发现对方好像不仅是个哑巴, 好像脑袋真的有点问题, 给人一种不大聪明的感觉。 于是, 他想把这个傻大的带回去, 在店里匹柴烧水, 搬运货物, 同样还能开门, 这样也能实现双赢。 却不想这一切都是莫利亚有意装出来的, 其真正的目的也就只有本人自己知道。 小姐, 你先去房间看一下吧, 我有事和这位说一下。 老板对着马奇诺道, 他是个哑巴, 怎么和你说话? 马奇诺叫唤了一声莫利亚, 后者却没有跟他上楼, 因为他知道店主有什么事情要说。 哑巴? 店主脸色突然有些不大好看, 但还是不死心。 待马奇诺自己上了楼, 莫利亚这才压低声音道, 什么事? 店主文言一愣, 这不是说是哑巴吗? 事情有些不简单啊。 那个, 住店费, 还差两千倍里。 那店主突然笑眯眯道, 嗯? 刚刚他不是已经付过了吗? 莫利亚一脸茫然, 莫非这是一家黑店, 想要做的起价? 不不不, 住店费是付过了, 但是服务费还没有。 店主堆着个笑脸, 将莫利亚带到一个没人的地方。 服务费? 提供了什么服务? 你们莫非是想找个理由要钱? 莫利亚语气变得不善起来。 爱爱爱, 饭可以乱吃话, 不可以乱说, 我们可是正经旅馆。 店主连忙解释道, 难道你真的以为我们这么大一家旅馆, 就只有一间房间了吗? 还不帮你制造机会? 能不能把握住, 就看你自己本事了。 这, 莫利亚一听, 这商业奇才啊, 这都行。 但莫利亚确实不以为意。 哼, 这种女人自己能瞧得上吗? 这里是一万贝里。 拿好, 莫利亚心甘情愿地递上钱, 并且还多给了一些。 太多了, 用不了那么多。 店主一边说给多了, 一边像怀里色, 完全没有要, 还回去地打算。 莫利亚满头黑线,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大人, 用不用给你们换一个大典的房间? 钱给足了, 称呼也变得尊敬起来了, 并且店主主动想要换好一点的房间。 不用了, 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 不要在她面前多说什么。 莫利亚摸了摸自己的脖子, 还有一些疼, 这个仇不是就这么算了。 虽然那只是一个猜测, 但是也是有一定依据的, 只要事情顺利进行, 也便想达成了复仇的目的。 店主笑得更加的灿烂, 腰也更弯了。 吱嘎一声, 简陋的房门应声而开, 里面的布局也映入眼帘。 简陋的一张床, 房间里面有一个木通, 进门右边靠墙位置有一个落地镜, 几个板凳, 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任何东西。 他们说了什么? 见莫利亚走了进来, 马其诺开口问道, 突然想起了什么, 又摇了摇头。 莫利亚突然感觉装作哑巴,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 我睡床, 你睡地, 可以吗? 马其诺打开灯之后, 问道, 当然不可能两个人都睡床, 毕竟是才认识一天的家伙, 能在一个房间, 也是看他没有什么危险的原因。 莫利亚也是不由地感慨, 这个世界的人们做事, 还真是与众不同, 就这么没有戒心的吗? 还是说他表现得一脸老实相, 莫利亚认为不是, 他只是在半高冷, 到这自以为是的女人眼里, 就成了憨憨。 床就那么点, 莫利亚感觉他, 只是坐上去, 可能这床就要散架了, 于是就点了点头。 马其诺又很体贴地在木质地板上, 给莫利亚搭了一个简易的小窝。 睡觉吧, 明天还要干活呢? 马其诺爬到了床上, 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还有就是不要关灯, 就这样一直到天亮。 马其诺说完正打算睡觉, 衣服都没打算脱掉, 突然外面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马其诺忙活地从床上跳下来, 一边询问一边跑去开门, 打开一条门缝, 却见外面几个女人拿着毛巾端着热水。 你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我们没有这些东西。 马其诺警惕地看向几人, 我们店长说这是送的, 不要钱。 说着还默等马其诺反应过来, 几人便将刚烧开的热水放进了房间之中。 水也就是有一木桶, 估计倒在盆里能多用上几次, 想要泡澡的话可能很困难。 替我们谢谢你们老板了。 虽然还是没搞清楚状况, 但马其诺还是本能地表示感谢。 会的, 您慢用。 说着, 几人便将手里的东西放下, 随即退到了房外。 你要洗吗? 马其诺突然对着莫莉亚问道, 后者摇了摇头, 这点水够干什么的。 马其诺也不由地陷入沉默, 说实话他也不想, 主要还在外面有些不适应, 但这热水不用又太可惜了。 要不你先去门口等着, 等一会我叫你再进来。 马其诺试探性地问道, 莫莉亚禁止向外走去。 等等, 马其诺突然叫住了他, 这么果断地就走了, 回来自己跑了怎么办? 先不说以后, 就是明天还指望着他干活呢。 你转过头去。 马其诺突然解下自己的头巾, 顿时头发披散下来, 少了几分吐气, 也变得更有女人味了。 待莫莉亚转过头去之后, 马其诺用头巾将前者的眼睛蒙上记号, 并且道, 没有我的允许不可以转头, 也不可以将头巾取下来, 同意的话就点点头。 这边莫莉亚还在思考着形状和柔软度, 听到马其诺的话, 差点就回话了。 莫莉亚在下一盘打棋, 为此他不惜忍气吞声, 折服在这个女人身边。 他的最终目标就是这个女人。 他和莫莉亚并无瓜葛, 不过他却很有可能是乌塔他干妈, 欺负仇人的未来老婆又有什么错? 即便不是, 那也不吃亏, 喝几杯枸杞的事。 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机会, 虽然强扭得瓜解渴, 但却是不甜的, 莫莉亚要的就是心甘情愿。 没过多久, 莫莉亚的耳边就传来了哗啦啦的水声。 这种情况, 可能有的变态就会说了, 即便是只听声音就能下饭三碗。 渐渐地, 由于莫莉亚额头上有鸡脚, 导致头巾并不能细得太紧, 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滑落到脖梗出。 只是滑落到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毕竟此刻他面朝着墙壁, 不过在他的侧前方却有一个很大的镜子, 就是先前所说房门右侧的落地镜。 通过镜子, 莫莉亚可以清晰地看到身后的镜像。 虽然马其诺没有全部将衣服脱下, 但是留在身上的衣服已经很少了。 奶白的靴子, 还有那腿同样也很白。 能玩很长时间, 第157章, 蓝宝石海贼团, 绞刑。 渐渐地, 水声渐小, 马其诺又洗了洗毛巾, 一边洗还一边问, 你刚才是饿了吗? 我这还有早晨带的饼子, 只不过已经风干了你要不要吃。 莫莉亚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不饿, 只是嗓子干, 不饿。 不过, 他这一摇头, 却让马其诺发现了端倪。 怎么头筋掉了? 你自己弄掉的? 马其诺放下手中的毛巾走了过去, 莫莉亚连忙摇头。 你没有转头偷看爸爸? 马其诺突然正色地问道。 莫莉亚本能想要点头, 反应过来之后连忙摇头。 那就好, 马其诺这才放下心来。 接下来, 莫莉亚又要去提着木桶到洗澡水。 莫莉亚都有些想要放弃了。 女人, 真难伺候。 一夜无话, 再次醒来已是清晨。 马其诺清早起来, 发现什么东西也没手, 昨晚也没发生什么不可描述之事, 对于莫莉亚也就更加信任了。 女人总是爱美的, 即便是马其诺也是如此, 对着门右侧的镜子 磨磨蹭蹭半个小时还是意犹未尽。 也不知道照了多长时间的镜子, 马其诺看了看身后, 表情变得有些不自然起来了。 马其诺跟着店家去牵马, 突然想起来这批昨天累了一天的他, 竟然给忘了, 不由得懊悔不已。 老板, 我想买一些草料, 给我这批马天宝肚子。 听到马其诺的话, 那旅馆老板本能道, 不用了, 你瞧他那肚子, 已经吃不下了。 你家汉男人已经提前打好招呼了。 他不是, 你不要乱讲。 马其诺突然想起了什么, 问道, 什么? 他是个哑巴, 怎么和你们打招呼? 哈哈, 我有说过吗? 你一定是听错了。 旅店老板自觉说错了话, 便没有再多说什么, 赶紧找一个理由离开了。 马其诺心里也是泛起了嘀咕,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第二天一早, 马其诺就来到了卖酒的地方, 显然也是老客户了, 对方也是很热情的招待。 莫利亚搬运着一桶, 接着一桶, 引得周围的搬运工人, 甚至一些买酒的钱来观看。 这位是, 似乎是马其诺的行业上的熟人, 对着奇问道, 难道说, 看这样子, 你可是有福了? 不是不是, 你想的那样, 他只是店里新收的火箭。 马其诺瞬间变成了大红脸, 有些羞愧难当。 既然如此, 我可以出钱让他帮忙搬运酒水吗? 如果是他的话, 估计能省不少时间。 人群中突然有人问道, 这个, 我说了不算, 你可以问问他。 马其诺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突然说了这么一句, 事后这才想起来, 问了好像也是白问。 哟哟哟, 还说不是, 这就不舍得了。 众人一听这话, 立马就理解错了。 马其诺真是白口莫辩, 干脆随他们怎么说了。 搬运完货物之后, 莫利亚便随马其诺离开了, 他自然不会为这群家伙搬运东西, 本就是连给他提鞋都不配的家伙, 怎么可能劳架他来动手。 风车村, 经过一路的跋山涉水, 最终满载酒水的车子停在了一户人家门口。 趁此机会, 莫利亚也是好好地打量了一下这个梦开始的地方。 一路上风车村的村民也和马其诺打着招呼, 一个个人对着莫利亚充满着好奇。 马其诺便以前的借口应付过去了。 这时, 村子的外围, 一个黑色头发的少年从山上跑了下来, 看起来很是活泼。 另一边, 马其诺将莫利亚领到了酒馆里面地地窖之中, 里面有些许许多多的木板夹, 是用在存放酒水用的。 莫利亚三下五除二就将酒水全部搬了进去。 直到结束, 马其诺手里拿着毛巾, 想要开口说什么, 动作也有些僵硬。 他本想是帮其擦擦汗, 但是一想这么做有些不妥, 太过暧昧, 于是就到, 那个, 你自己擦擦汗吧, 这里有毛巾。 说着, 就打算给莫利亚送过去, 却不想刚才心不在焉, 没有注意脚下, 一脚踩在了椭圆形的空向木桶。 顿时, 他的身体前倾, 整个人向前扑去。 莫利亚手急眼快, 就像是瞬移一样, 直接拖住了他。 小心。 马其诺本能地回了一句谢谢。 嗯? 刚刚, 他说话了? 你, 开口说话了? 马其诺一脸的不可思议。 莫利亚绝口否认, 我没有, 你听错了。 不, 我刚刚明明听到, 你又说小心。 马其诺突然瞪大了眼睛。 你你你, 你又说了。 莫利亚一时语色, 事到如今, 也值得改变策略了。 你为什么要装作哑巴? 为什么欺骗我? 你到底是什么人? 马其诺一连三问, 并且想要正开莫利亚的手臂。 莫利亚一脸无辜, 贪了贪手。 我有说过自己是哑巴吗? 不过, 是你给我打的标签而已。 那你到底是什么人? 到底有什么目的? 听到马其诺这么问, 莫利亚也是笑了。 只不过, 他没有解释, 而是在惊恶的目光中, 低头。 无, 马其诺惊了, 双手用力推着莫利亚的胸口, 却是感觉像是一块巨石一般, 难以撼动。 马其诺的眼里, 也没有什么迷离, 而是被恶然冲斥。 两久之后, 随着金银的丝线拉长, 莫利亚抬起头道, 这就是我的回答。 什么回答? 马其诺脑子都当机了, 一时间不知道思考哪个问题。 你应该还不明白, 我再回答你一次。 嗯嗯, 这次比上次还要长, 莫利亚只绝怀中之人, 身体都变软了。 呼呼呼, 长呼了一口气, 马其诺都快要窒息了。 知道了吗? 莫利亚低头问道, 这一举动可把马其诺吓毁了, 虽然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但嘴上却说着知道了。 吴恩? 知道了就好。 知道什么了呀, 我? 嘶, 你怎么还咬人呢? 你, 谁让你伸舌头? 马其诺都快气哭了。 马其诺正语正脱莫利亚, 正在这时, 外面突然传来一道声响。 马其诺, 你回来了吗? 听到声音, 马其诺的动作瞬间就是一顿, 口中呢喃着, 是鹿飞。 莫利亚在他耳边道, 你也不想现在的样子被小朋友发现吧。 文言, 马其诺瞬间放下了所有的抵抗, 莫利亚也只觉得进展异常的顺利。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马其诺突然握住了莫利亚的手, 可怜道, 求你了, 不要这么做, 如果你愿意娶我, 我不会拒绝, 如果你只是想要玩玩, 不想负责, 以后这等丑事传出去, 我会让村民瞧不起的。 这一刻, 莫利亚盯着马其诺委屈的眼眸, 瞬间什么邪恶的念头都没了, 亵渎之心也没有了。 以后是以后, 起码现在他是无辜的。 抱歉, 莫利亚将他放下, 替他擦去了眼泪, 有一些愧疚。 就像是带房子一般, 也就焦顶没做。 我不会再强迫你做任何事。 莫利亚语气温柔了许多, 还有记住我的名字, 月光, 莫利亚。 如果有什么麻烦, 记得找我, 是我欠你的。 因为想给某人添堵, 差点抹去了这份善良。 当然这份善良并不是指的莫利亚。 莫利亚也没有直接离开, 等着马其诺整理好衣服, 这才陪着他一起出去。 外面, 年幼的陆飞坐在把台前的座位上, 手里拿着空酒杯把玩着。 看到马其诺从里面出来, 顿时高兴道, 马其诺你回来了, 这次去城里有没有给我带好吃的? 我用我未来的财报来副长。 咦? 你是谁? 陡然间, 陆飞发现了有些陌生的莫利亚, 顿时眼里充满了疑惑。 莫利亚盯着这个还不到十岁的原作猪脚, 笑了笑, 叫叔叔, 我请你去吃肉。 陆飞一扭头, 扁了扁嘴, 我才不叫。 陆飞你吃饭了没? 马其诺语气温柔地问。 陆飞先是点了点头, 想起了什么, 又摇了摇头。 马其诺只觉又好气又好笑, 道, 你等一会, 我这就去给你做。 好业。 陆飞拿着刀叉点着吧台, 高兴地手舞足蹈。 肉, 我要吃肉。 好, 好。 我知道了, 马其诺看陆飞的眼神就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 就在马其诺将要转身之际, 陆飞突然开口道, 为什么你的眼睛红红的, 是他欺负你了吗? 陆飞说着跳下了座位, 盯着马其诺看了一会, 又看向莫利亚。 随即他对着马其诺保证道, 如果有人欺负马其诺, 你就告诉我, 我一定用我的拳头手枪揍飞他。 莫利亚心道看这样子, 也不像后来那么憨吗? 难道是小时候被他爷爷给做傻了? 没有, 没有。 马其诺连忙摇头, 只是眼睛里进了沙子而已。 倒不是怕莫利亚挨打, 马其诺是怕到时候, 陆飞会成为被打的一方。 我身上只有这么多钱了, 都给你了, 算我偿还替我解围的人情。 莫利亚将现金都递了过去, 突然又想到了什么, 放在柜台一袋东西, 这个是送你的礼物。 我不能要, 你拿回去。 马其诺摇了摇头, 没有收。 你再考虑考虑。 莫利亚盯着马其诺的眼睛, 充满了不容拒绝的意味。 马其诺瞬间就想起了 刚才一言不合就对上来的画面。 而且现在陆飞还在旁边, 到时候对面一生气, 众目睽睽对上来, 那么久休死人了。 于是, 他也就没再拒绝, 将钱暂时地收了起来。 马其诺这边才刚把钱收起来, 一抬头, 酒馆内便只剩下他和陆飞。 就这么悄无声息的, 也就把台上袋子证明有人来过。 马其诺将系好的皮带打开, 顿光金光闪闪, 耀眼夺目。 是一袋子金币, 并且数量庞大, 足足有上百个。 如果换成贝里的话, 也能达到几千万。 让一家人下半辈子一事无忧, 是没问题的。 马其诺突然拿起金币, 向着门外跑去, 只见道路上空空如也, 完全没有那道身影。 那么贵重的东西, 他根本不愿意收下。 虽然现在, 马其诺还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现在也大致猜测出一二, 非富极贵, 并且还很厉害。 马其诺摇了摇头, 或许当初真的是他多管闲事了, 以对方的财力和实力, 根本不需要他的帮助。 马其诺, 我饿了。 好, 好。 路飞, 我这就给你做最爱吃的大骨肉。 好业。 莫利亚盯着手掌看了一会, 放在鼻端, 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陡然间嘴角微微抽搐。 嗨嗨, 这可不能便宜了红发那小子。 现在接近对方的机会没有了, 就只能另寻他法了。 原路返回, 在戈亚王城中转悠的几圈, 也将其了解得差不多了。 城池被科尔波山包围, 唯一的缺口是大海, 同样那地方, 也是戈亚王国最大的港口风车村, 位于王国东南沿海, 隔着科尔波山和垃圾站。 在莫利亚在城中探查之时, 同样是发现了一些前行与阴影中的家伙, 似乎在准备做些什么。 回到船上, 莫利亚问起昨日帮了大忙的几人, 却被告知他们昨天夜里一夜未归, 奖赏什么的也只能回来再说了。 现在他的时间也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要带闺女出去逛街。 却说另一边, 路飞从马奇诺的酒馆里走出来之后, 不仅嘴里塞着一个大骨肉, 手里还挂着几个袋子, 里面都是马奇诺做的食物, 当然做了那么多也并非是一人份的。 却见路飞摇摇晃晃地向着科尔波山走去, 一边走着还一边哼着不着调的歌。 萨伯的我偷吃了一个, 艾斯的也要吃一个, 不然就被他们发现了。 路飞将嘴巴色的鼓鼓地, 一边走着一边道。 路飞拿的另外两个袋子装的食物, 是马奇诺给艾斯和萨伯准备的。 只不过吃货路飞又怎么经得住如此诱惑? 科尔波山上有着一间木屋, 这是达旦一家的住所。 除去一群山贼, 这里还居住着三个少年。 艾斯最先被卡普送到这里, 之后是路飞, 到最后两兄弟又从外面带回了个萨伯。 路飞慢慢悠悠地来到了木屋前, 正打算吐掉骨头, 擦擦嘴销毁证据。 却不想, 正在此时, 木门被推开, 两道身影从里面走了出来。 路飞, 你跑哪里去了? 快准备一下, 我们要去收集材料了。 看到路飞回来了, 艾斯开口问道, 陡然间又看到路飞手里拿着的袋子。 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 这这这, 这是马奇诺让我给你们带的肉, 我绝对没有偷吃。 路飞说着将手里的袋子递过去, 然后强装镇定地吹着口哨, 目光闪躲。 和路飞相处那么久, 艾斯和萨伯又怎会不知道路飞是什么样的? 路飞, 如实招来到底偷吃了几个。 萨伯搓着手走了过去, 我没吃, 路飞死鸭子嘴硬道, 喂, 喂, 萨伯, 艾斯, 你们要做什么? 半想过后, 被绑在树桩上的路飞对着身前的二人殃求道, 喂, 艾斯, 萨伯, 给我留一点啊。 然而, 任凭他怎么说, 就是没人管他, 甚至连汤都喝得一干二净。 吃干抹净之后, 路飞才被放开, 艾斯道, 走了, 去收集材料。 我不去, 路飞扭头, 表示自己生气了。 萨伯突然道, 说不定能捡到没人要的望远镜哦。 一听到望远镜, 路飞瞬间就不气了, 连忙反问道, 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上次还在那里看到了, 只是不知道路飞你想要, 就没有捡。 萨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结果, 路飞还就真信了, 瞬间就来了斗志, 站起身来跑到最前面, 出发。 另一边, 莫利亚正在陪着莫利亚捞金鱼, 这半天了, 佩罗娜就在那吭哧吭哧地捞, 结果一条都没捞到。 莫利亚蹲下身子, 看着眼前大大小小的水盆, 里面有着五颜六色的金鱼, 打了个哈欠, 莫利亚暗暗吐槽, 当真是人才影还大, 卖金鱼的老大爷嘴巴都快笑歪了。 踏踏踏,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游远极近。 虽然只有脚步声, 但是却没有见到人。 待脚步声越来越近, 直到最后彻底地停了下来。 莫利亚大人, 你要找的那几个人回来了, 不过情况很糟糕。 阿布萨罗姆的声音在莫利亚盼响起。 怎么回事? 莫利亚文言不由正色道, 他们今天早上和一个城里的贵族发生了冲突, 最后两个人冲出了包围, 被抓住了一个, 一人失踪。 阿布萨罗姆见莫利亚脸色不是很好看, 又补充道, 这件事事出突然, 在不知道情况下对方就开了枪, 并且对方的人越来越多, 实在应付不了, 他们这才想着突出重围般救兵并不是贪生怕死。 我在意的不是这个, 对方是什么人? 莫利亚阴沉着脸, 是这城里的一个位高权重的贵族, 并且和国王都有些关系。 阿布萨罗姆话音未落, 莫利亚又问道, 其因呢? 好像是因为一个女人。 阿布萨罗姆继续道, 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些了。 莫利亚点了点头, 将身上拿着地东西交给了阿布萨罗姆, 然后道, 你先在这里陪着佩罗娜, 事情交给, 我来解决。 这边, 莫利亚还刚离开, 佩罗娜就将金鱼捞了上来, 就像是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在拖着吹弹可破的鱼网。 不是好像, 就是有一双手。 佩罗娜正想和莫利亚炫耀自己的战果, 一转头, 瞬间整个人都懵了。 人呢? 恐怖三位帆船之上, 一间房间内或古巴克刚给几人动完手术, 取出身体里的蛋壳并且将伤口复原。 莫利亚已经是推门而入, 躺在床上地, 两人一个已经陷入昏迷, 一个还保持清醒。 见莫利亚到来, 连忙想要坐起来, 总督。 莫利亚又将其按了回去。 你躺好, 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就好。 莫利亚大人, 霍古巴克发出独特的笑声, 这两位我已经替他们处理好了伤口, 并无大碍, 估计躺个三四天就好了。 嗯嗯, 辛苦了。 莫利亚点了点头。 那么, 如果没有事了, 那我就先下去了。 你先下去吧。 得到了莫利亚的回答, 轻快的步伐远去, 估计是找她的星朵立将去了。 把事情都和我说说吧。 莫利亚找了个地方坐下, 听着那人说着事情的前因后果。 是这样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莫利亚也知道了事情的起因。 起因是, 昨天四人一起打算找个地方策马扬鞭, 结果, 其中一个不知道怎么被一位梁家看上了。 称之为梁家也不大准确, 因为这女人是一位贵族养在外面的情人。 这女人本来幻想着贵族能够娶她为妻, 然后过上上层人的生活, 但偶然间, 她听到那贵族的谈话, 嫌弃她的身份, 因为他们认识也是因为一次性交易。 之所以说会娶她, 也只是哄她而已。 这也是, 毕竟平民都不原因娶一个妓女为妻, 更何况贵族。 虽然也知道是这么回事, 但女人就是恨死了那位贵族, 然后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 把喝得晕晕乎乎的十个海贼 当成了流民或者乞丐。 挑中了其中外貌身形都比较出众的艺人, 想要和她谈几个异地项目, 以此来报复那位贵族。 这等好事, 是个人自然不会拒绝, 排除有传染病之后, 自然是干柴烈火, 一夜升歌。 结果, 那贵族也是手段通天, 耳目众多, 第二天两人距离, 还是负数就给带住了。 直到这一刻, 某人甚至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直到听到枪声。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就是现在, 布鲁布鲁布鲁, 莫利亚怀中电话虫的声音响了起来, 拿出来一看, 是拉斐特打来的。 船长, 人已经救下了, 情况很不容乐观。 拉斐特的声音, 从电话那头传了出来。 原来, 在得到消息之后, 并且莫利亚并不在船上。 知道事态紧急的拉斐特, 便第一时间带人前去营救。 两个人受伤都很重, 那个失踪的家伙, 也在国王下令的搜捕中被抓住了。 被打得现在, 还在陷入昏迷。 你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莫利亚询问道, 弗利克斯三世的府邸, 戈亚王国王宫之中, 面容有着苍老的国王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过了一会, 他睁开眼, 漫不经心地问道, 时间应该快到了吧? 一旁的老管家连忙答道, 回陛下, 还有半个时辰, 现在绞刑架应该才织起来。 嗯。 戈亚国王应了一声, 随即像是喃喃自语。 也好, 借着这个机会告诉那些贱民和下等人, 王族和贵族的权威不容挑战。 任何顶撞贵族地下等人都会是这样的下场。 是是是, 那两个下等人竟然敢得罪弗利克斯大公, 简直就是在找死。 另一边, 莫利亚已经赶到了弗利克斯三世的府邸, 此刻府邸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样, 进入之后才会发现, 里面的人已经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 关键人物也被控制了起来。 莫利亚也第一时间去看了下伤员, 一个被打得皮开肉战惨不忍睹, 另一个伤导是不重, 只是被没收了作案工具。 总督后者还保持着清醒, 见莫利亚到来便要求道, 让我死吧, 与之这般无能地活着, 还不如死得痛快, 我也不想为海贼团抹黑。 莫利亚一看这人, 虽然海贼团那么多人, 他一时间也叫不上名字, 但是却知道这人正是那眼力镜极好的家伙。 只是一个眼神便能读懂莫利亚的意思。 莫利亚将他按了回去, 安抚道, 不用担心, 我们船上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生, 不管是什么, 他们都能治好, 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 在莫利亚的安抚之下, 这才情绪慢慢稳定下来, 接下来将两人带回去, 交给霍骨巴克和罗共同治疗。 你们是什么人? 你知道我是谁吗? 看到这回来的应该是这群人的头目, 弗里克斯三世大声呵问。 哦? 你是谁? 莫利亚突然笑了, 笑得有些圣人, 明知故问, 让我猜猜, 你是吴老兴? 吴, 吴老兴? 不, 不是, 那你是世界贵族天龙人了? 不不不, 也不是。 弗里克斯三世不经汗言, 他一个小小边陲小国的贵族, 怎么能和这种存在相提并论? 啪! 莫利亚收着力的一巴掌, 将弗里克斯三世抽得七昏八素, 天昏地暗。 那你还问我你是谁? 你也配! 两久之后, 被莫利亚一巴掌, 差点抽死的弗里克斯三世, 才缓了一口气, 捂着肿脸, 心里盘算着。 这倒是什么人, 听这话头, 似乎到天龙人就不问了, 就连国王陛下都不放在眼里吗? 在弗里克斯三世身侧, 他的妻子以及轻眷庸人都跪坐一地, 大气都不敢传。 就在莫利亚, 在思考如何处置眼前这位极其轻眷时, 外面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老爷, 广场上的两个绞刑架已经吃好了, 我已经玩通知城里的居民, 现在正等待处置那两位。 咦? 那位管家打扮的中年人话说到一把突然瞪大了眼睛。 拿下。 莫利亚一挥手, 卡里布克里布一人一铁仙将其拍倒在地。 绞刑? 莫利亚听到这两个字, 凌然一笑, 当真是自掘坟墓。 戈亚王国城中的一个小型仓库内, 一面桌子上坐着两队人马, 一队为首的像是贵族打扮, 另一队则像是海贼。 这里是鸭金, 事成之后我会讲另一半补上。 贵族打扮的中年男人将钱放在桌上。 我希望你们能将我的儿子萨伯平安带回来。 这中年不是别人, 正是萨伯的父亲奥特·卢克三世。 哈哈, 没想到三个坏小鬼里面竟然有一个是贵族, 真是让人想不明白。 好好的贵族不做, 竟然跑去捡垃圾抢东西。 海贼头目哈哈大笑, 露出参差不齐的牙齿。 他绞尽脑汁几破头皮, 都想住进贵族区。 如今却有一个家伙放着好好的贵族不当去捡破烂, 着实让他觉得有些好笑。 头目名叫做布鲁杰姆, 是这一地带有名的海贼。 不过他的海贼团却起了一个与其毫不相干的名字。 蓝宝石海贼团。 布鲁杰姆哈哈大笑的时候, 吐沫星子乱飞, 有的甚至落到了奥特·卢克三世的脸上。 奥特·卢克三世用手帕擦了擦脸, 一脸的厌恶之色。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 他才不会花钱雇佣下贱的海贼。 这件事要做得保密, 不要被其他人知道。 奥特·卢克三世出言提醒道, 明白, 老爷。 布鲁杰姆连连点头, 紧接着想起了什么, 又问道, 那另外两个坏小孩怎么处置? 奥特·卢克三世站起身来, 向着门外走去, 声音却是传了过去, 那两个家伙肯定是贪图我们家财产, 随你怎么处置, 最好处理掉。 明白了, 老爷, 您慢走。 与此同时, 戈亚王国王宫, 老国王正惊恶地, 看向身前如同魔术师一般装扮的人, 他甚至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塞雷尼二世你好, 带我们船长向你问安。 那人突然将手中的拐杖挂在左胳膊上, 右手摘下帽子, 礼貌地鞠了一躬, 很是绅士。 国王塞雷尼从惊恶中缓过神来, 对着房间外大喊, 来人哪, 管家, 护卫。 可是, 任凭他怎么叫唤, 却依旧一点反应都没。 哦, 忘了告诉你, 你房间外的护卫已经给我全部催眠了, 不管你怎么喊, 他们也是听不到的。 拉斐特不疾不虚道, 让人颇觉诡异。 塞雷尼二世也不由得感觉有些恐惧, 他壮着胆子问道, 你是谁? 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船长。 你们船长? 他是谁? 顺着拉斐特的话, 塞雷尼二世接着问道, 月光, 莫利亚。 拉斐特踏着诡异的步伐。 这个名字, 你应该不陌生吧? 拉斐特皮鞋每次踏在地上, 都让塞雷尼二世感觉心里发慌, 莫名地有些紧张。 月光, 莫利亚。 塞雷尼二世一时紧张并没有立即想起来。 月光, 莫利亚, 是七五海。 思考半天, 这才记起了这个名字, 毕竟戈雅王国作为世界政府的加盟国之一, 关于七五海制度的实行的会议, 他恰好也有在场。 兵国, 答对了。 拉斐特笑着道, 不知道七五海先生有什么事? 听到是七五海, 塞雷尼二世不仅不那么紧张了, 反而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毕竟七五海是世界政府授予, 名义上尤其管辖, 这么说还算是盟友。 然而, 接下来拉斐特一句漫不经心的一句话, 却让这位老国王下沉了18岁。 我们船长来到这里, 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 所以现在, 我们在考虑是不是将这个给他添堵的地方, 彻底从地图上抹去。 第158章当接触诀, 威慑警号警号, 哥亚国王如遭雷击, 愣在了原地。 其实, 还有一个折中的办法, 就是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 拉斐特突然开口笑道, 已经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糕了。 塞雷尼二世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静静地听着拉斐特接下来的话。 要不这样吧, 王国, 能够保存这来, 让你这个国王来代替, 相信用你一个人的命, 来换上万国民的命? 你应该很愿意吧。 听到拉斐特的话, 塞雷尼二世瞬间整个人都不好了。 愿意, 愿意的等。 那些低贱的下等人, 怎么值得他用命去换? 他才不愿意。 两个, 我都不选可以吗? 塞雷尼二世善善笑道, 这个不行, 那个也不行既然如此。 那就让船长决定你的生死吧。 说着, 拉斐特的表情, 不再是那种诡异笑脸, 而是阴沉得非常可怕, 就如同吸血鬼一样。 塞雷尼二世只觉身体一轻, 再次睁开双眼已是来到了空中。 戈雅王国广场, 此刻人头涌动, 负责行刑的壮汉已经到位。 绞刑架周围围满了王国的士兵, 看起来很是隆重。 怎么还不开始啊? 究竟是什么人要被处刑? 听说有的人是海贼, 也有的人说是流民, 据说是冲撞了弗利克斯三世。 这一下可是有好戏看了, 快向前挤一挤, 找一个能看清楚的地方。 广场之上聚集了各色的人, 有平民, 有贵族鱼龙混杂, 但一部分是抱着看戏的心态, 另一些则是被强迫带过来的。 奥特卢克三世和兰宝石海贼团的一众人, 也都是亲临了现场。 看王宫那边的方向, 有一只奇怪的大鸟。 咦? 那只鸟似乎抓着什么东西? 我怎么看那像是人类呢? 随着远处空中的身影越来越近, 人们的视线也越来越清晰。 那是…… 是国王陛下? 一时间场中就沸腾了, 这到底是闹得哪一出? 离近了之后, 他们才看到国王是被一个会飞的人类带过来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拉斐特是神明或者天使。 接下来就发生了令人目瞪口呆的一幕, 只见抓着国王的人像是丢垃圾一样, 将前者随意地丢在了地上。 好巧不巧, 正好落在了莫里亚的脚前。 船长, 惹我给带过来了。 拉斐特拍了拍手, 站到了一旁。 塞雷尼二世抬起头来, 影响了一张有些熟悉的脸。 没有报纸上那么凶神恶煞, 却和上面有着七八分相似。 你就是戈雅国王? 莫里亚低声问道。 我, 我是。 塞雷尼二世连忙点头。 我就是世界政府加盟国之一, 戈雅王国的国王。 至于后面的补充强调也是他故意加上去的, 想要震慑一下莫里亚, 让他明白, 他是世界政府加盟国国王, 背后有世界政府撑腰。 没抓错就好。 莫里亚声音不快不慢。 你知道为什么抓你过来吗? 是赶忙摇头, 他也确实不知道哪里得罪了这位温神。 西海的屠杀事件, 他也是有所耳闻, 但当时隔着那么远, 也只是感觉不可思议。 如今, 对方清零就如同头上 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那种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的感觉 让他很是惶恐。 你告诉我, 谁给你的胆子, 竟然敢当街吊死我的船员? 莫里亚突然抬高声音, 一声怒喝, 吓得塞雷尼二世, 那是颤抖得不能自持。 你们是谁? 竟然敢挟实威胁国王? 正在此时, 远处跑来了一队人马, 他们大多数包裹的, 十分岩石, 就像是防护服一样, 手里拿着碎发枪或者是喷火器, 也只有为首之人身披铠甲, 像是一个骑士。 喷喷喷, 正在他们举起枪来准备对准莫里亚等人之时, 只见莫里亚身后, 长枪的枪口已经吐着火蛇, 并且伴随着屡屡青烟。 扑通,扑通, 不偏不倚, 几人的眉心位置已经留下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血洞, 随即便一脸惊恶扑倒在地。 你们命数已尽了。 范奥卡将爱枪千鹿扛在肩上, 推了推单矿眼镜, 就伤未欲, 依旧是缠着绷带, 却并不影响其发挥。 呀, 杀人了。 人群中顿时一阵恐慌, 有些胆小的女人甚至惊声尖叫起来。 太血腥了, 太残暴了。 你? 国王塞雷尼二世刚想要说什么? 一出上那冰冷的眼神, 瞬间也就尾了。 我真的不知道啊, 齐吾海先生, 如果知道是您的人, 我又怎么会为难他们? 塞雷尼二世这一刻是欲哭无泪, 这事又不是他惹的, 他顶多也就算个帮凶。 这时, 戈亚国王看到了被压在一旁的弗利克斯三世及其倾倦, 顿时恨得牙齿咬的咯咯作响。 齐吾海? 弗利克斯三世也是从国王口中听到了这个名字。 齐吾海? 世界政府公认的大海贼, 每位成员都拥有灾难性的破坏力量 和与国家匹敌的巨大战力。 他想不明白, 感觉穿得就跟乞丐一样, 怎么就是这种大人物的不暇? 此刻他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齐吾海倒也罢了, 还遇到个互独子的主。 月光莫利亚在西海所行之势, 他作为世界政府加盟国的国王或多或少有所耳闻。 虽然这种事情在加盟国发生的概率很低, 但万一对方脑子一抽筋。 我的人在你这里出了事, 我需要你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不然的话, 在这里的, 有一个算一个都跑不了。 莫利亚语气不善, 吓得塞雷尼二世大气都不敢喘, 后者敢怒却不敢言, 他还从来没有那么卑微。 要不我将弗利克斯狠狠地惩罚一顿, 然后吓在肩领。 塞雷尼二世试探性地问道, 紧接着, 塞雷尼二世就感觉有些喘不过气来。 你是在拿我们寻开心吗? 莫利亚手搭在塞雷尼二世的肩上, 后者顿绝压力骤增, 身体都感觉快要支撑不住了。 齐武海先生, 你看看怎么办, 只要我能做到的都可以答应。 塞雷尼二世此刻已经是汗流加倍了, 他这把老骨头可今不得这般折腾。 绞刑继续, 不过要换人。 莫利亚道, 将所有参与此事的人全部处死, 另外, 要给予我不下一个亿的精神及肉体损失费。 一个亿? 你怎么不去抢? 不过思来想去, 搜刮搜刮也确实能凑够那么多钱, 毕竟他又不是爱名儒子不抢征暴敛的利库王, 手底下还是有不少资产的。 只是, 所有参与过此事的人都要处死, 那些参与抓捕的卫兵。 莫等塞雷尼二世说完, 莫利亚却是打断道, 没听到我说的话吗? 是, 全部。 莫利亚一字一句道, 随即压低声音, 用只有二人才能听到的声音道, 不杀也可以, 你来代替他们。 那, 还是算了。 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塞雷尼二世下令将弗利克斯三世及其轻卷全部处以绞刑。 等等, 莫利亚突然打断了一下, 对着塞雷尼二世道, 女卷暂时先留下, 就这么处决也太可惜了, 就算是卖作奴隶也能赚上不少钱。 弗利克斯三世的妻子及其另外一些女人, 听到莫利亚这么说, 瞬间觉得如坠冰窖。 而正当弗利克斯三世想要咒骂之时, 他的嘴里便被人强硬地塞进了不团, 只能听到呜呜之声。 莫利亚等人就坐在楚行台附近, 监视着这里发生的一切。 面对这位贵族以及卫兵的处决, 大多数不仅没有感到惋惜, 更多的是觉得大快人心。 先不说, 弗利克斯三世平日里七男霸女嚣张跋扈, 就是这些卫兵也只是为了贵族王族服务, 平时仗着手中的权力横行霸道。 台下, 一群人正站在人群的靠后位置, 这是一个年轻人除了一下旁边的中年人。 龙德说, 你怎么跑这来了? 市场那边出了点事, 需要你过去处理一下。 咦, 那个台上的人是不是很眼熟? 我怎么感觉在哪见我? 说, 你怎么了? 下一刻, 那个中年人直接瘫倒在地, 面色更是煞白一片。 他是, 他, 竟然是七五海? 那中年颤颤巍巍又结结巴巴, 此刻像是惊恐到了极点。 什么七五海? 那青年人不解。 名叫萨龙的中年牙齿打战, 捏着大腿也控制不住颤抖, 有着颤巍巍的道。 七五海, 由当时七大海贼组成, 各个实力强大, 拥有可以以义敌国, 并且拥有合法掠夺的权力, 即便是抢夺东西都是合法的。 还有这种事啊, 就算是劫掠都还能合法化。 青年人先是惊叹, 不过他又转问道, 不过这和我们有关系吗? 你刚刚看他像谁? 萨龙反问, 住嘴! 萨龙差点就是一巴掌扇了过去, 怒不可恶道。 你说什么? 这也是你能说的。 你想死的话, 可不要带上我。 那青年一脸猛逼, 心到昨天, 你可比我说的难听多了, 怎么突然还急眼了呢? 似乎看到了侄子的疑惑, 只听萨龙忧心忡忡地道。 你可能不知道, 刚刚就因为王国护卫队的人 参与抓捕了他的手下, 现在国王已经下令 将近百名护卫队成员 全部处以绞刑, 就因为这点事 就要处死一百多人。 直到现在, 那青年人才后知后觉 将那位七五海 和自己昨天得罪之人 联系在一起。 完了, 彻底完了, 一时间也是冷汗层层而下。 叔, 我们是不是会被杀掉? 我还那么年轻, 可不想死啊, 您一人做事一人当。 那年轻人还没为把话说完, 便被萨龙一巴掌扇倒在地。 好啊, 你这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我就算是死, 你们几个一个也跑不了。 这一举动也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 萨龙瞬间弯下了腰, 怕被上面之人发觉。 那年轻人被删了一巴掌之后, 也是清醒过来, 知道说错了话, 连忙对着萨龙说着好话。 要不我们过去陪礼道歉? 兴许他能大人不计小人过, 年轻人试探性地问道, 你真是头蠢猪, 先不说现在你能靠近得了那位, 就算是你活着走到了他的面前。 你有什么能拿得出手? 萨龙继续分析着, 即便是那位答应了, 你能认为他手底下那几个凶恶之徒, 能这么轻易放过我们? 那怎么办? 现在, 只有一个办法, 能救你我的命。 什么办法? 年轻人一听有办法, 顿时又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忙得追问。 我听说纳农, 那位小姐, 住在科尔波前另一边的风车村, 家里经营着一家酒馆, 这件事因他而起, 只要他愿意替我们求情, 我们有九成把握活下来。 似乎看出了对方的顾虑, 紧接着萨龙又补充道。 我和他有过几次接触, 那位小姐温柔善良, 应该不会那么不尽人情。 你现在就去采购点礼品, 找一辆马车, 我们现在就去, 快, 马上。 好好, 我这就去。 另一边, 奥特卢克三世看到台上处决之人, 心中大害。 他没想到, 一个海贼竟然敢当接触死贵族, 并且国王都不敢说一个不字。 在他眼里, 海贼就是下贱之人, 根本不配与他们这些贵族平起平坐。 但这位好像有所不同, 不仅国王在其面前都不敢端着架子, 即便是世界政府都要拉拢。 在他身侧的蓝宝, 石海贼团船长布鲁杰姆眼里冒着星星, 看着台上的莫利亚, 就像是看到了偶像一样。 没有到能在这里遇到这种大人物。 布鲁杰姆心里暗道, 有种大丈夫声当如此的感觉。 在他对贵族们卑躬屈膝, 以求贵族老爷们开恩, 让他也能住进高镇过上贵族生活的时候, 那位已经是视贵族如蝼蚁, 想捏死谁就捏死谁。 即便是高贵如国王, 也是对其毕恭毕敬, 言听计从。 这样的生活, 是个海贼都是无比的向往。 可惜的是, 估计以他的实力, 根本入不了对方的法眼。 小的们, 我们走, 去废物终点站将那三个, 两个小鬼连带着小少爷带回来。 布鲁杰姆对着手下人喊了一声, 其他人这才恋恋不舍的目光。 同样是海贼, 看看人家, 衣食无忧, 有个护独自的船长在上面撑腰, 再看看自己, 天天忙活着忙活呢, 还三天饿酒顿。 与此同时, 废物终点站三兄弟, 还翻找着东西, 寻找所谓的材料, 还没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 第159章 史莱姆战一 赔礼道歉 戈亚王国王宫, 站在窗口目视着远方。 此刻的目光所及之处, 楚行台上有大喊大叫, 有沉默迎接死亡, 观看的普通民众甚至有人拍手叫绝。 戈亚王国是一个等级森严, 贫富差距极大的国家, 这也与统治者实行的政策有关, 即便是衣食住行, 贵族与平民都要分开。 少数的贵族却霸占着王国大多数的资源, 而大多数的平民却挤在一起, 过着紧巴巴的生活。 这也就导致了平民都国家并没有太多的认同感, 平民巴布的贵族和其鹰犬全部都杀得干净。 你的影子在想要成为影之实力者回来了, 正在结算中。 收益 建议1302加251327, 剑豪三接。 收益 体能886加211007, 乐鬼缠身, 初级加100, 怪胎一接。 收益 月支 呼吸1290加31, 1311, 十四之行。 收益 武装色霸气1024加121036, 登峰造极。 收益 剑纹色霸气812加15827, 精通。 收益 霸王色霸气802加11813, 精通。 特殊收益 次元碎片 0加00, 未达到合成标准。 你的想要成为影之实力者世界挂机, 并且给你带回了史莱姆战衣城石。 脑海里响起的声音将莫利亚的思绪拉了回来。 影之实力者, 无名暗影, 乃潜伏于暗影之中, 狩猎暗影之人。 很中二不错, 但以强大的实力作为支撑, 却确实很能装。 言归正传。 至于那史莱姆战衣, 应该就是暗影花园成员所穿戴的服饰,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而且是增碑神器。 厚厚一落黑色果冻状衣物落在手上, 莫利亚只是简单地打量了一下, 和其影子形态竟然是高度相似。 最好有个人能够穿上试试。 扣扣扣。 这时, 房门被从外面敲响。 莫利亚一抬手, 将史莱姆战衣收进了空间之中。 静。 知嘎。 得到莫利亚的许可之后, 房间门被从外面推开, 一道身影从外面走了进来。 主人, 这里是我刚刚为你煮的咖啡。 一道女声从莫利亚的身后响起。 莫利亚回转过头, 眼中竟是闪过一丝惊异。 黑色且有着好看花纹的旗袍, 紧紧贴着身躯, 身形完美。 两百高高, 插开的缝隙里, 白皙的双腿, 若隐若现。 风情万种, 摇曳生姿。 是巴卡拉吗? 莫利亚收回目光, 坐到了桌前的座位上。 巴卡拉将托盘里的咖啡放到桌上, 随即就站在桌旁, 手里拿着盘子, 眼中闪过一丝期待, 就像是伺候老爷吃饭的女仆。 小心。 斯莫等巴卡拉把话说完, 莫利亚便喝了一口, 顿时差点又吐回去。 烫嘴。 烫。 主人, 我帮你吹吹, 这样冷得快一些。 巴卡拉做事想要去接过莫利亚手中的杯子。 哎哎哎。 莫利亚忙将杯子藏起来, 这么暧昧, 可要不得。 一边拒绝着, 莫利亚一边岔开话题, 巴卡拉, 你来得正好, 我正好有东西给你, 还没有人试过, 你穿上去, 我看看如何。 什么? 果然, 巴卡拉被莫利亚这么一说, 勾起了好奇。 莫利亚顺势将史莱姆战衣拿了出来, 把这个穿上, 我看看效果。 虽然有些疑惑这黑不溜秋的是什么东西, 但既然是莫利亚要求, 他没有丝毫犹豫。 看到巴卡拉的动作, 莫利亚又呆住了, 连忙道, 脱衣服干什么? 巴卡拉一脸的茫然, 不脱衣服, 怎么穿衣服? 似乎看出了巴卡拉的疑惑, 莫利亚将史莱姆战衣放到了他的手中, 感受他, 穿上他。 听到莫利亚的话, 巴卡拉闭目, 意念操控着战衣, 下一刻, 黑色战衣仿佛是活过来了一般, 直接贴体而行。 不经片刻便将其身体完全包裹, 头部除外。 莫利亚见状眸中, 为之一亮。 黑色战衣紧紧包裹着身体, 勾勒出恶娜的身姿, 看起来极具视觉冲击, 洒爽飘逸。 看起来就像是, 就像是黑色的漆皮, 紧身衣一般, 好看极了。 这, 巴卡拉抬起双手, 低头看了看身上, 紧紧包裹, 却不觉得有任何束缚感的衣服, 眼中充满了惊诧。 不错, 很适合你。 莫利亚点了点头, 笑着赞道。 刚刚说是什么来着? 这东西就送了他。 巴卡拉倒是个好记性。 巴卡拉心里这么想着, 还在不断地脑补着, 心中有些暖暖的, 而且甜甜的。 主人, 上次比赛的事情, 巴卡拉于是, 趁热打铁想要, 让莫利亚履行诺言, 上次可是答应好了的, 他怎么放过这个机会? 诶, 这半天过去, 咖啡都凉了, 嘖嘖, 好喝好喝。 莫利亚立即运转, 转移话题大法。 巴卡拉, 这都占半天了, 不必拘束, 快坐。 被莫利亚这一搅和, 巴卡拉倒是不好开口了。 巴卡拉咬着唇, 眼里悠悠怨怨。 总是无形之中, 将人撩拨得心动了, 情也动了。 不过, 却是只管挖不管埋。 莫利亚暗自庆幸, 还好是他机智, 不然, 不然。 下一刻, 莫利亚就呆住了。 大腿之上呼绝一软, 伴随着忧香扑鼻, 紧接着一低头, 只见一道身影, 已是坐在了他的怀中。 嗯, 让你坐, 没让你坐腿上。 莫利亚看不出表情到, 巴卡拉。 主人, 我在的。 你说说, 你喜欢我什么地方, 我改还不行吗? 莫利亚不装了, 摊牌了。 我, 只要是关于主人的东西, 我都喜欢。 主人的做事风格, 我也喜欢。 在我心中, 是世界上最帅的人, 就算是衣服上的气味, 我都喜欢。 巴卡拉像是打开了话匣子一般, 一股奶都说出来了, 也没有说得那么好了啦。 莫利亚被这一阵猛夸, 尽管已经达到荣辱不惊的程度, 但是在这里, 还是有些飘飘然。 等等, 气味, 这确定不是个变态, 回去一定要数点一下房间里的衣服少没少, 说不定某人拿着她换洗的衣服。 莫利亚正这么想着, 一低头, 迎上了一双寒情默默夹杂着丝丝幽怨的眼神, 紧接着一双手环住了她的后颈, 精致的脸颊渐缓缓声刀凑近。 看到莫利亚没有反应的反应, 巴卡拉心中一喜, 既然没有反抗, 也没有撵她下去, 那就说明有机会。 吱嘎, 也就在同一时间, 房门再次被从外面推开。 穿, 呃, 那个, 看来我来的并不是时候, 打扰了。 拉斐特一进门就看到了落在一起二人, 并且似乎正在进行这身什么好事, 他反应也是迅速, 立即想要退出去。 二人也被这突然的动静吓了一跳, 巴卡拉转头看向来人, 也就是这个空挡莫利亚, 也是站起身来对着想要出去的拉斐特道。 不, 你来的正是时候, 都这样了, 也不好再赖在人家身上, 巴卡拉盯着拉斐特, 谋中机遇喷火。 早知道, 就事先就抽几个陌生人的运气用用了, 说不定这时候已经生米煮成熟饭, 谈上几个亿的项目了。 真是倒霉。 拉斐特尴尬一笑, 大事不妙了, 这下似乎是把对方给得罪死了。 那个, 巴卡拉, 我这边还有点事, 你就先下去吧。 莫利亚借机道, 嗯, 巴卡拉点了点头, 呼的, 他的目光扫向拉斐特道, 我那主的咖啡, 还有一些剩下的, 航海士远道而来, 一路辛苦, 我这就端上来。 瞧这些气的, 平时都叫航海士先生, 现在先生都去掉了。 拉斐特可是聪明人, 立马就能把将要发生的一切, 可能都想了个遍, 当然不可能答应。 就这深仇大恨的模样, 到时候, 像咖啡里不知道, 会加多少种添加剂。 巴卡拉气冲冲地出去了, 莫利亚则是笑着问拉斐特, 事情进行的, 还算瞬间吗? 拉斐特文言也回转过神来, 已经全部处理完毕了, 这些是戈亚国王准备的得一一备礼, 另外还有一些, 送给船长的礼物。 只是瞥了一眼, 拉斐特手里的大箱子, 莫利亚点了点头, 抽出一部分, 给那几人受伤的家伙, 剩下的交给罗宾, 作为船上的共同财产保管。 说起受伤的人, 莫利亚又问道, 那几个家伙怎么样了? 莫利亚这么说, 拉斐特也没有了将箱子打来的的打算, 听前者问起伤员的情况, 回复道, 在罗的能力以及霍骨巴克协助之下, 已经都治好了, 估计过个三五天又能痊愈。 那就好, 划分两头, 与此同时, 一辆马车沿着科尔波山的山路, 只冲锋车村而去。 尽管山路颠簸并不是很好走, 但这辆马车如履平地, 就像安装了引擎一般。 快点, 再快点。 年轻人坐在前面驾着马车, 后面中年则是焦急地催促。 年轻人文言之条抽在了马屁股上, 吃痛之后的马跑得就更快了。 这也幸亏已经下了科尔波山, 倘若在崎岖的山路上行驶, 说不定已经跌入万丈深渊。 踏踏踏踏踏。 风车村内急促的马蹄声响起, 引得一种村民纷纷侧目。 最终, 马车停在了酒馆门口, 一下车, 二人腿都站不直了, 一落地只打哆嗦。 只嘎, 缓了好一会儿, 他们这才推开酒馆的门, 只见此刻酒馆内熙熙落落地坐着几个客人。 把台里, 一道熟悉的身影正在用湿毛巾擦拭着盘子。 客人, 要喝点什么? 马其诺一抬头, 就看到了同样很是熟悉的身影, 紧接着, 莫名有些恐慌。 他想到了几日前被几人欺负的回忆, 以为对方这次是来闹事的。 这, 莫等马其诺开口, 萨龙已经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嚎啕大哭, 先不管是不是鳄鱼的眼泪, 反正是声泪俱下,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那个, 马其诺, 小姐, 我有眼无珠, 我该死, 还请您高抬跪手, 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啊。 萨龙一边T四横流的央球, 一边狂扇自己巴掌, 旁边的那年轻人有样学样, 却是学不到精髓。 虽然这样子尊严被摔得稀碎, 他人也是被这一幕引起了注意, 但是他们并没有走, 而是更加地来劲了。 马其诺也是被眼前的一幕吓得不轻, 一时间, 连带着对身前人的不满也减少了大半。 你们掀起来, 叫人看到了, 像得什么样子? 马其诺语气依旧是很温柔, 看了看来了兴趣的一众客人, 连忙招呼他们起来。 你要是不答应, 放过我们, 我们就一直这样不起来了, 我们要忏悔到让你消气为止。 听到这么说, 马其诺更是一头雾水, 有些哭笑不得。 你们掀起来吧, 这样会影响我生意哦, 这样我可要生气了, 就更加不会原谅你们。 马其诺虽然不知道这二人到这里的意图, 但听他们的直言片语, 言外之意是有求于他。 二人闻言, 面面相去, 思考了一会, 便站起身来, 哭声也戛然而止, 就是那么快。 昨日之事, 其实是这个样的, 由于您卖的东西便宜, 并且会为顾客让利, 周围的顾客都被您抢走了, 这才导致您旁边的菜饭重筹了不菲的钱, 请我将您撵出市场。 萨龙将事情的前因后果, 全部合盘拖出并且保证到, 以后, 只要您饶了我这次, 您还想卖的话, 我派人连夜将东西给您送过去, 如果您想体验生活, 以后市场想摆那摆那, 并且这次算计你的那些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原来是这样吗? 这半天了, 马其诺还没搞懂, 这态度180度大转变, 到底是为了什么? 看对方一脸惊恐的模样, 到底是在怕什么? 还有我们准备了一些礼物, 说着萨龙给身边的年轻人使了个眼色, 后者瞬间心领神会, 将马车上的大包小包搬了下来。 五花八门, 什么都有, 但却有一个共同点。 值钱, 我原谅你就是了, 怎么还准备了东西? 对方都这个态度了, 心地本, 就善良的马其诺也不可能不原谅, 并且一时间他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这怎么准备了那么多东西, 他可不敢收。 听到马其诺原谅了他们, 萨龙顿时表情又是一变, 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是放下了。 于是, 他谄媚地笑道, 到时候还请小姐和那位大人美言几句, 我们就在这里多谢了。 这么一说, 马其诺又蒙圈了。 嗯? 那位大人, 你们说的是什么? 第160章举止反常, 盘算。 马其诺被这一说立马就准不会了, 一脸的茫然。 而在他身前, 萨龙却是不宜有他, 只是以为他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罢了。 不知道小姐昨日见到的那位大人是什么关系? 萨龙试探性地问道, 他现在还搞不清楚情况, 说不定有着其他不为人知的关系。 昨天吗? 马其诺陷入了回忆, 忽然想到了一副面孔, 以及那时如同黄蜂暴雨下小草的他, 顿时面色有些微红。 我和他没有什么关系。 马其诺擦起了盘子, 以掩饰有着慌乱的情绪。 结果, 这一幕落在了萨龙的眼中, 立即就理解成了另一种意思。 这是不好意思了。 既然是不可言明的关系, 那么是什么关系, 就不言而喻了。 还望小姐替我们多多美言几句, 您只是说句话的事, 却能决定着我们的生死, 拜托了。 萨龙又是一番感恩戴德, 似乎是生怕对方反悔一样, 将东西扔下之后, 就逃也是得离开了。 只留下马其诺, 还是一脸惊恶, 看到垒成小山一般的东西, 不知所措。 似乎他们都很懂, 但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呀。 马其诺心里如是想着, 默然伴想。 马其诺这才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应该与对方提及的那个家伙有关。 而对方离开时所说的名字, 也是深深地印刻在了他的脑海。 犹豫了伴想之后, 马其诺拖着几个酒杯, 放在店里的桌上, 对着几位看起来水手模样的人道, 打扰一下, 可以向你们打听一个人吗? 老板娘客气了哈, 问就问呗, 还送什么酒? 那中年水手嘴上推托着, 心里却很诚实, 手里结果被子, 就喝了起来。 众人喝了酒, 自诩对海上知识吱吱甚多的他们拍着胸脯, 便当先有一人开口道, 老板娘你尽管问, 别的咱不敢保证, 但是只要是海上发生了大事, 咱都知道。 那个, 就是, 月光, 莫利亚这个人, 你们知道吗? 马其诺吱吱吾吾, 有着扭尼起来了。 如果是经常读报的人, 应该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但在这个偏远的小渔村, 谁会有闲工夫天天看报纸, 也只有关系要好的人活跃在舆论的风口浪尖, 他们才可能经常买来, 以此来获悉对方的信息。 听到这个名字, 有一少部分摇头, 绝大多数则是来的兴致, 就像是举手抢着想要回答问题的小学生。 你说的, 可是王下七五海, 月光莫利亚。 一人惊诧地开口问道, 马其诺不太确定道, 应该是吧? 我只知道他挺好的, 比你们都要高一点。 还有就是, 他的头上好像有两个脚, 和我们不太一样。 那就是他没错了, 他就是当时六位具有合法掠夺的大海贼之一, 王下七五海之一。 月光莫利亚是最为凶恶残暴的海贼之一, 但听说他对待手下是极好的, 如果能加入他的月光海贼团就好了。 就你那两下子, 加入三流海贼团都不一定有人要, 更别说加入这种超一流海贼团了。 这时忽然有人开口问了这么一句, 老板娘, 难道说你见过他吗? 不, 没有, 我只是在报纸上看过, 马其诺没有印下来, 有着忐忑地回到了柜台。 那人有着疑惑, 看报纸能知道的那么细致吗? 看到这么多东西, 马其诺一时间就明白了。 没想到, 他竟然遇到了以为天大的大人物。 那种大人物, 竟然, 竟然? 一想想不久前发生的事情, 马其诺就有些羞得脸红脖子粗。 这事情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也是看在对方的面子上。 这下好了, 已经答应了人家, 也只能硬着头皮去了。 现在也只有去戈亚王国城里面, 用掉莫利亚先前对他所说的那个条件, 他还以为永远没有使用的机会了。 只希望到时候不会对他动手动脚。 念及至此, 马其诺心里想着, 像这种大人物, 怎么会对他这种家伙感兴趣呢? 在酒客们相继离开之后, 马其诺在酒馆门口挂上了打烊的牌子, 随即梳妆打扮了一下, 便起身了。 与此同时, 不确定物中点站。 三个少年和蓝宝石海贼团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虽然说蓝宝石海贼团人多是众, 各个手持尖刀利刃, 但还是被艾斯、萨伯、 路飞三人打得东倒西歪。 砰! 剑手下的这一群乌合之众, 就连三个加起来都没他年龄大的少年, 布鲁杰姆顿时按骂废物, 一只手已经是掏出了别在腰间的碎把枪。 一声枪响过后, 正在向着布鲁杰姆冲来的三人, 立马分散行动, 跑到了遮挡屋的后面。 准确来说, 是两个, 大笑一声。 就当艾斯和萨伯准备瞅准时机进攻之时, 这时一双打手却是死死地勒住或摁住了他们。 原来, 是刚刚被打倒的人们已经恢复了过来。 快放开我! 人越来越多, 双拳难敌四手, 最终三人都被按在了地上, 尽管他们剧烈地挣扎也是无济于事。 也就在三人被抓住不久, 一群人波从另一个方向走了过来。 老爷! 小少爷, 我们已经抓到了。 布鲁杰姆对着围首之人恭敬道。 看到来人之后, 被按在地上的萨伯顿时瞪大了眼睛。 父亲! 来人正是萨伯的父亲奥特卢克三世。 萨伯, 不要再闹了, 跟我回去! 奥特卢克三世盯着萨伯, 不容拒绝道。 不, 我不回去, 我在这里过得很开心。 虽然面对父亲萨伯有些怯场, 但他仍然不想回到那座囚龙之中一脸决绝之色。 奥特卢克三世却不管那么多, 挥了挥手。 下一刻, 在他身后的护卫立即冲向前去, 从海贼手中接过了萨伯。 萨伯? 艾斯拼命地挣扎, 却被一名海贼重重地摔下, 口吐鲜血。 而有一滴血, 恰好蹦射到了奥特卢克三世的脸上。 奥特卢克三世脸上顿时有着不悦, 露出厌恶之色道。 海贼, 动手的时候注意一些。 布鲁杰姆连忙道歉, 恭敬地问道。 那个, 老爷, 小少爷您带回去, 这两个小鬼怎么处理呢? 奥特卢克三世将一袋子钱扔给布鲁杰姆,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 他才不会与下贱的海贼合作。 将他们处理掉吧, 既然将萨伯给带坏了, 将来也会带来大麻烦。 奥特卢克三世说着转过身去, 准备带着萨伯离开。 一听想杀掉路飞和艾斯, 萨伯顿时瞳孔猛然收缩。 父亲, 不要这么做。 萨伯拼命地挣扎着, 似乎是下定了什么决心。 两久之后, 他道, 放过他们, 他们是我真爱的兄弟, 我会按照你的意思活。 这可是你说的。 奥特卢克三世听到萨伯愿意遵从他的意愿, 片刻之后, 这才收回先前的话。 萨伯! 萨! 在路飞和艾斯的呼唤声中, 萨伯被奥特卢克三世带了回去。 当萨伯的身影渐渐地消失在视线中后, 布鲁杰姆并没有放开兄弟二人。 只见他语气不善地道, 他们的事情都解决了, 我们的事还没有完, 把他们带回去。 在不远处的天空之中, 一双眼睛注视着这里发生的一切, 但却没有出手的意图, 待海贼们离开之后, 他也便向着王宫的方向飞去。 戈亚王国, 莫里亚召集了部分干部, 将剩下的史莱姆战衣进行了分配。 虽然尽可能地分配了, 但仍剩下了一下。 就比如巨人族, 波尼斯这种就不适合史莱姆战衣, 阿布萨罗姆拥有贵族战车铠甲, 也不需要。 不得不说, 这战衣还是女人穿穿了好看一下, 就比如现在喜欢一身黑的罗宾, 增备神器, 更显身材。 呼吱呼吱, 翅膀扑闪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一道身影从窗外闪了进来。 看到来人, 莫里亚也便问道, 找到了吗? 拉斐特落到了房间之中, 收回翅膀摇了摇头, 没有, 废物回收站我都查看过了。 同时也询问了一些人, 并没有发现那位名叫奈格利老人的踪迹。 难道说, 已经出海了吗? 莫里亚皱眉。 奈格利, 生活在废物中点赞的老人, 只是一声低喝便可将森林里的棕雄下退, 实力不可谓不强。 年轻时候, 曾经带领着海贼团与罗杰海贼团交火, 只不过最终失败了。 本来还打算见上一见, 不过对方已经不在废物中点赞, 那便只能作罢。 拉斐特刚想要离去, 突然想到了什么, 于是便将在废物中点赞的一些事情告诉了莫里亚。 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 莫里亚也没有多想, 毕竟路飞那哥几个是有主角光环的, 就算是死掉了, 这也和他没有关系。 却说此时的哥亚王国中心街, 马其诺急匆匆地从风车村赶来, 只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向着路人询问, 结果就正好知道了血腥处决的事情。 一时间, 他便知道了为什么市场管理员表现得如此惶恐, 别说对方, 即便是他自己心里都莫名地有些慌乱, 对见莫里亚有些抵触。 不过听路人所言, 说不定如果他不去央求, 说不定还真会因此死伤不少人, 这是他无论如何都不想见到的。 马其诺打听到了莫里亚现在的位置, 但刚走到高镇的时候, 就被巡逻的卫兵抓住了。 哥亚王国国内的等级划分却非常严格, 被称为隔离社会的典范, 不同阶层的人住在不同的地方。 而高镇则是贵族们居住的地方, 即便今天马其诺已经算是穿上他最好的衣服了, 但依然被卫兵们一眼认出。 什么人?来这里做什么? 巡逻队大队长立声贺问。 我,我是封车村的村民, 有些事,被这贺声震住。 马其诺低着头,搅住手回答道。 我倒是谁, 原来是封车村的乡八老。 难道你不知道王国的规矩吗? 还有些事, 你以为这就是借口吗? 巡逻队队长打断道, 随即突然俯下身子, 抬头看了看马其诺精致的脸颊。 嘖嘖,长得还挺水灵, 带回我家。 各位大人,求你们了, 带我去见一下月光莫里亚, 我有事找他。 马其诺央求着。 找谁? 一听到这个名字, 巡逻队的几人瞬间炸毛了。 队长回过头去, 看到其他人都是惊骇的目光, 顿时也知道自己没听错。 哎,小姐,可别这么叫, 我们几个可受不起。 刚才也是, 想请你去家中做, 是做客。 是啊是啊。 巡逻队的人们, 立即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也不由得他们不那么小心翼翼, 他们的同僚, 现在血都可能没有干。 阿三, 你去通报一下, 快去。 一边说着, 那人还是满脸堆笑地对着马其诺问道, 不知道小姐与那位大人是什么关系。 我, 没有什么关系。 懂了。 莫利亚这边, 正在外王宫顶层的一片空定, 灰汗如雨, 浑身上下一块块结实紧凑的肌肉, 散发着无穷无尽的力量。 训练结束之后, 莫利亚跳到了王宫城堡的边缘之上, 大有一股木脊所处, 结为蝼蚁的感觉。 海风吹拂着她紫色的发丝, 只记觉得舒服多了。 嗯? 不经意间, 莫利亚的目光撇到了高镇街道上的几道身影, 顿时就是一恶。 下一刻, 莫利亚直接直线坠落, 从几百米的王宫顶部一跃而下, 在半空之中时, 身后突然张开了一双黑色的翅膀。 一阵扑闪, 整个人滑翔在空中, 只是片刻便精准地落在了几人的身边, 根本不给报信的人一个机会。 放开那个女! 人! 莫利亚陡然间落到了众人身前, 着实让他们吓了一跳。 巡逻队队长一听莫利亚的话, 顿时又是一惊。 大人, 是这位小姐想要来找你, 我们只是带路而已。 莫利亚看向马奇诺, 是这样吗? 马奇诺有着畏惧地点了点头, 看来她已经是知道了, 莫利亚心里如是想到。 你有事找我? 这里不是说话地方, 随我来。 说话间, 莫利亚已经左手放于她的的肩胛骨下, 手指收于左腋下, 右手放于腿弯处。 很标准的姿势。 马奇诺刚想要挣扎, 于是也就不挣扎了。 待在原地的众人目瞪口呆, 被这一幕深深地震撼到了, 并且还在猜测着二人的关系。 再次睁开眼睛, 已经是来到了王宫的顶层空地。 马奇诺本以为莫利亚会抱着她, 然后动手动脚, 趁机开游, 不会轻易放手。 结果就是, 莫利亚一到顶层之后, 便立即将其放下了, 并且表现得非常震惊, 一副上位者的姿态, 喜怒不形于色。 曾经的她, 你爱答不理, 现在的她, 却是高攀不起。 一时间, 马奇诺心里竟是莫名地有些空落落的。 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心理, 就比如一个你的追求者, 某天移情别恋。 虽然你也不是很喜欢, 但是总感觉心里很赌。 什么事, 说吧, 莫利亚不嫌不淡地开口。 马奇诺突然觉得对方有些陌生了, 捏如着嘴唇, 最终还是开口道。 就是, 你答应我的, 条件应该还算数吧? 莫利亚直截了当道, 我说过的话自然是算数的。 于是, 马奇诺便将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莫利亚。 如果要是不说, 莫利亚这件事也就忘了。 既然都这么说了, 那就直接做个顺水人情。 你确定要为一个曾经为难过你的人浪费这个条件吗? 莫利亚问道, 你可要知道, 如果你向我要钱或者其他珍贵的宝物, 你这辈子就一世无忧了。 马奇诺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并且将莫利亚就给她的一袋金币从怀里套了出来。 我觉得现在平淡的生活就挺好的, 我喜欢这样。 还有, 这是上次你留下的金币, 一个没少, 现在还给你。 还有这次对方送的东西。 见马奇诺一脸倔强, 莫利亚于是便将那袋子金币回收了, 金币我就收下了, 不过送你的东西, 我是不会要的。 从此以后, 你我就两清了。 你走吧。 莫利亚说完便背过身去, 装起了高身, 似乎这一刻对她一点都不关心了。 其实莫利亚心里在想, 不贪图金钱与权势, 只是只想活着平淡的生活, 无欲无求。 这种女人倒也是更加的有吸引力了。 马奇诺看了看莫利亚的背影, 捏如着嘴唇, 最终还是没能开口。 这一刻, 她也是不好开口, 反正不能让莫利亚再送她下去吧。 马奇诺已经明白, 刚才对方可能还抱有幻想, 这才带她上来, 如今形同陌路, 自然对她爱达不理了。 不知怎跌, 总觉得胸口发闷, 有着不大舒服。 就这么在思绪杂乱之中, 马奇诺从王宫顶层的出口下去了。 马奇诺前脚刚走, 没过多久, 几道身影便来到了莫利亚的身后。 总督, 你叫我们? 几人态度恭敬地道, 莫利亚点了点头, 表情也不再那么严肃, 道, 看到刚刚那个女人了吗? 你们追上去, 到时候, 先这样, 再这样。 第161章黑心小棉袄, 舞会, 却说马奇诺回到酒馆, 先将店里的东西都搬到了地窖之中, 以免被他人发现心生歹意。 做完这一切之后, 马奇诺便将门口打烊的木牌取下, 重新开始营捻。 只嘎, 酒馆的木门一阵晃动, 紧接着几人就挤了进来。 这几人在门口徘徊了好久, 最终交换了一个眼色之后, 这才一个个地进了酒馆。 马奇诺从几人一进门就开始打量了, 虽然这几个家伙看起来五大三粗, 但是做事却小心翼翼, 就连拉座位的动作都是很小, 就好像是怕吵到别人一样, 谨小甚微。 客人要喝点什么? 我们店里有麦芽酒, 水果酒, 葡萄酒, 食物的话有樱桃派, 苹果派, 红豆披萨。 嗯, 每人一份大棒肉, 一杯麦芽酒, 披萨, 果派随便上一线, 另外再一条鱼, 好了就这线。 其中一人开口回道, 那个, 客人, 你们是一起的吗? 马奇诺记着围裙, 拿着小本本一边记着东西, 一边询问着。 嗯, 是, 到时候统一结账, 不用担心, 瓶装的还是散装的? 前者可能要贵一些。 马奇诺植了只酒柜里摆放整齐的酒水, 这里都是一些贵一些的瓶装酒, 虽然一天卖不出去鸡瓶, 但是利润却是散卖的几倍。 什么样的都可以吧? 没过多久, 一盘一盘就被陆续地端上了桌。 在人们大快朵頤之时, 马奇诺又回到了柜台后面, 拿起纸笔勾勾画画, 似是在算账。 正在吃东西的众人一个个面面相去, 用眼神交流着。 之后, 便自然而然地闲聊了起来, 从这里聊到那里, 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其中一人突然抬高嗓音道, 你是说, 废物中点战的蓝宝石海贼团, 抓了三个少年。 蓝宝石海贼团海贼团的人生性残暴, 被他们抓住的话, 估计要凶多吉少了呀。 是啊是啊。 马奇诺刚算完账, 陡然间听这一大嗓门, 着实吓了一跳。 等他反应过来之后, 顿时就是脸色大变。 只见马奇诺推开柜台的门, 走到桌前。 你们说的三个少年, 是不是叫陆飞? 艾斯还有? 那些人文言却是摇了摇头。 我们也只是路过的时候看到的, 两个黑头发的少年, 一个戴着礼帽, 看不太清楚。 是陆飞他们三个没错了。 你们是在哪发现的他们? 听到他这么问, 那些人先是上下打量了一下马奇诺, 随即道, 那三个少年你认识? 你这是, 想要一个人过去吗? 蓝宝石海贼团可是有好几百人, 而且还有枪。 你这么做, 也只是羊入虎口。 当然, 蓝宝石海贼团也就是几十人的规模, 枪也只有头目, 布鲁杰姆才有。 但是如果那么说, 那就不可能表达危险性。 马奇诺本来是想要告诉陆飞艾斯的羊母达旦, 想要候着带人前去营救。 达旦是明面上的羊母, 实际上, 作为山贼头子的前者, 根本不会照顾小孩子, 基本都是放养。 当然, 这并不是代表他不关心。 而一些事情都是马奇诺帮忙做的, 比如缝补衣服, 置办新衣, 做饭, 达旦扮演的是严妇角色。 而马奇诺更多的是充当慈母。 这不仅仅几人的吹嘘, 事实上, 达旦一家在蓝宝石海贼团面前也只有逃跑的份, 即便是布鲁杰姆一人, 达旦一众海贼都不敢迎击。 这可怎么办? 马奇诺有些焦急的喃喃自语, 按道如果卡普先生在就好了。 他之所以敢一个女子经营酒馆, 也是由于卡普的威望以及威慑力, 周遭的大海贼团听到卡普的名字早就连夜跑路, 也就只剩下蓝宝石这种声名不嫌海贼团。 最重要的还是王国的一些贵族不想让他消失, 毕竟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要做。 就在马奇诺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一个办法时, 就听到刚才说话之人又继续道, 蓝宝石海贼团和王国的贵族有着联系, 如果能让贵族们说句话, 估计这件事就解决了。 贵族? 要紧的是, 他也不认识贵族。 就算不是贵族, 只要能在戈亚王国说上话的人, 估计也可以, 那人紧接着又提醒道, 就怕报某人身份证了。 这下马奇诺终于是想起来了, 但还是一脸的为难之色, 如今已是形同陌路, 怎么好意思再去麻烦人家。 戈亚王国王宫之内, 佩罗娜还在哼哼唧唧抱怨着莫利亚一声不吭, 就跑没影了。 莫利亚则是笑着帮佩罗娜整理衣服, 很可爱诶, 你自己照着镜子看看。 佩罗娜文言动作轻盈地来到落地镜前, 转了一圈, 扁了扁嘴巴, 一点都不好看。 说着, 佩罗娜又便回了很卡通的哥特式服饰。 莫利亚摸摸小脑袋都很可爱, 这不是衣服的原因。 在门口等待的阿布萨罗姆撇了撇嘴, 他喜欢柔弱型的, 当然不会认同这个观点。 我说, 佩罗娜, 能不能快点哦, 舞会都快要开始了。 也就在不久前, 国王邀请莫利亚参加贵族舞会, 莫利亚并不想去, 不过阿布萨罗姆却是求之不得。 莫利亚不去的话, 以阿布萨罗姆的身份也不便参加, 最终决定三个人一起去, 连带着佩罗娜也一起去。 三个人一进去之后, 便引起了众多贵族的注意。 哥亚国王看到莫利亚到来, 也是堆着笑脸赢了上去。 莫利亚和他打了个招呼, 吉尔介绍道, 这位是我的军队总指挥。 之所以这么说, 也只是想要表达阿布萨罗姆的身份不一般, 要好生招待。 哥亚国王连忙笑着招呼着, 听莫利亚这么说, 那确实不一般, 应该也算是职权仅次于莫利亚了, 虽然犯不上八戒, 但也不至于骄恶。 这位是我家闺女, 不用管她, 让她随便玩玩就行了。 莫利亚帮着佩罗娜挣了正迷你皇冠。 哥亚国王盯着佩罗娜可爱的脸蛋, 看了看, 又看了看莫利亚, 尽管莫利亚已经尽力地淡出众人的视线, 没过多久, 便有一个衣着华丽肤白貌美的女人走到了她的身侧。 那女人声音有些小, 大人, 要挑一支舞吗? 莫利亚闻眼转过身来, 就这么没有带任何情绪地看着她。 大人, 我是, 我是西谷纳森大公家的女儿, 她的声音有些颤, 似乎在害怕。 你是在害怕吗? 莫利亚咧嘴一笑,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别人让你来的吧? 你走吧, 我对女人不感兴趣。 这一咧嘴露出鲨鱼般的牙齿, 对面的人就感觉更害怕了。 那个, 那女人还想再说什么? 就说我说的。 说完, 莫利亚再次转过头去, 欣赏窗外的风景。 那女人如萌大射, 下一刻就没影望。 莫利亚大人, 诺, 给你好吃的。 佩罗娜就如同一只小仓鼠一般, 怀里抱了一堆小零食, 不由分说的变色进了莫利亚手里。 看着手里各色的坚果和点心, 莫利亚嘴角不由自主地跳了跳。 就是说啊, 你啊, 能想到我, 我很高兴。 莫利亚盯着佩罗娜圆滚滚的眼睛, 哭笑不得。 不过这都被咬了一口是怎么回事? 嘻嘻。 佩罗娜脚侠一笑。 嘻嘻你个头。 莫利亚一记暴力, 佩罗娜吃痛抱头蹲防, 捂着脑门阴阴阴。 黑心小妙, 白疼了。 佩罗娜阴阴了好久, 又跑去找东西, 吃去了。 也就在这插曲结束没多久, 一个护卫打扮的人挤进了舞会, 然后扫尸了一圈, 最终在阳台位置发现了莫利亚的身影。 大人, 那人急匆匆地来到了莫利亚身侧, 低声说了几句。 莫利亚点了点头, 道, 带他过来吧。 马其诺在王宫外等待了片刻, 便被请了进去。 因为之前来过的缘故, 王宫的人或多或少都认识他了, 所以也没有什么阻碍。 在卫兵的带领下, 先是走过了长长的廊道, 两侧墙壁上的名贵挂饰与字画令人眼花缭乱。 不知不觉间, 便被带到了如同广场般大小的客厅, 里面翘男靓女身着不凡在舞池中起舞。 在他进来之后, 一道道目光便注视了过来。 马其诺低着头, 看了看此刻与这里格格不入的服饰, 感觉脸上不由得有着燥热, 有些脸红。 这是谁? 哪来的香巴佬? 他是怎么进来的? 难道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护卫怎么不把他撵出去? 诶, 不得不说, 那女人长得倒挺水灵的, 如果穿上礼服, 说不定是舞池里最漂亮的女人。 在一阵议论声中, 最终马其诺看到了莫莉亚的背影。 大人, 人带到了。 那人说了一声之后, 便匆匆离去了。 听到声音, 莫莉亚没有转过头, 副手而立, 他就是故意的。 那个, 直到马其诺开口, 莫莉亚这才转过头来。 我想求你, 求你就三个孩子, 他们被海贼抓走了, 马其诺有些难以启齿, 但是为了救路飞三人, 由不得他不开口。 女人,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 莫莉亚语气清淡地询问。 我, 马其诺一时语色。 我, 可以。 马其诺捏入着嘴唇, 手放在胸前, 虽然话没有说完, 但意思已经很明确了。 莫莉亚盯着他, 看了许久, 突然问道, 你觉得, 你比那些跳舞的女人更漂亮吗? 马其诺没有抬头, 摇了摇头, 即便是更漂亮, 他也会很谦虚地不承认。 你以为我会缺女人吗? 我要是想, 便会有无数的女人自己爬, 说多了。 总之就是那个意思, 莫莉亚淡莫道。 这一刻, 马其诺的心跌落到了谷底, 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如果原来还抱有一丝幻想的话, 这一刻, 那一丝已是被无情地浇灭。 也不照照镜子, 那位大人怎么可能看上这种村妇, 人群中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 舞会上人们的交谈, 在他耳中就像是嚼舌根般刺耳, 感觉此刻人们都是在议论他。 尽管提前打好了预防针, 此刻马其诺还是有些无地自容, 脸上大写地尴尬, 就这么失魂落魄地走着, 突然一双手搭在了他的肩上。 马其诺抬起头, 是刚刚将他拒之门外的家伙。 走吧, 将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我, 我会帮你解决。 在外人看来, 此刻莫莉亚就像是将其搂在怀里, 一时间, 人们面面相去, 原来这家伙好这口啊。 反应过来以后, 再没有人再将视线投过去, 也没有人再妄加议论。 王宫门口, 一群卫兵盯着不远处正在kiss的一对男女, 纷纷瞪大了双眼。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竟然行如此苟且之事, 放开那个女人让我来。 但, 当他们看清楚之后, 一个个就哑火了, 非礼物事, 非礼物事。 莫莉亚将怀中的人放到了地面之上, 计划可所谓是大成功。 现在对方不仅没有拒绝, 反而都开始迎合起来了。 你是不是打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放过我? 马其诺红着脸颊, 盯着莫莉亚的眸子道,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 你是不是太自恋了? 四目相对, 就这么对峙着。 下一刻, 莫莉亚笑了, 实话告诉你, 我看上的猎物, 便不可能由她逃走。 远处? 几个看门的守卫, 压低声音交谈着。 大哥, 快看, 又开始了, 又开始了。 嘿, 没完没了了是吧? 受不了了, 等换岗之后, 一定要回家找婆娘谢谢伙。 第162章艾斯的挑战, 请求。 莫莉亚将人派出去没多久, 便已经探查到了 蓝宝石海贼团的藏身之处, 是在不确定 雾中点站之中的一间木屋内。 当然, 此刻在蓝宝石海贼团手上的 只有陆飞和艾斯两人, 萨伯则是被父亲带回了家中。 只是一个名声不显的小海贼团, 莫莉亚也没有搬来大炮打蚊子, 只是带了为数不多的几人 前去要人。 画面一转, 此刻臭轰轰的不确定 雾中点站, 空旷地带的一间木屋之中。 一群海贼将两个孩子围在其中, 为首的那人此刻 正大马惊刀地坐在木桶上, 一脸不善地注视着 眼前的两人, 他正是蓝宝石海贼团船长 布鲁杰姆。 说吧, 从博尔杰米手中 抢走的财宝 都藏在哪里去了? 布鲁杰姆沈问道, 博尔杰米 浑身是伤, 而造成这一切的 正是身为船长的布鲁杰姆。 至于原因, 就是他把进献给 戈亚王国国王 及贵族的财宝弄丢了。 这些财宝 可是蓝宝石海贼团 攒了好长时间才凑够的, 并且进献的日子 也马上就要到了。 在这个结果眼上 出了这档子时, 布鲁杰姆当然是怒不可遏。 不过好在金格抓住了罪魁祸首, 不仅能逼问 出所丢失的财宝, 说不定还能收些利息。 毕竟这三个家伙 这些年 可是储存了不少好东西。 快说, 东西藏在哪里了? 说出来, 如果我心情好了, 也能放你们一条生路。 如果是说的话, 布鲁杰姆态度一变, 你们两个少不了皮肉之苦, 我们可是海贼, 到时候 可是会闹出人命的。 我才会将财宝交给你。 那可是我和艾斯萨伯 攒了好久的。 陆飞依旧是那么的莽撞, 见到谁都是一副 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他认定的是 一头驴都拉不回来。 住嘴! 陆飞, 命都没有了。 那还要财宝, 做什么? 艾斯对着陆飞大声呵斥道, 一听到前者的话, 陆飞立马也熄火了。 虽然陆飞小小年纪 就根据没错, 但是他却出奇地 听艾斯这个哥哥的话。 但是, 艾斯那可是 陆飞委屈巴巴, 看向艾斯。 没有什么但是, 艾斯显然和陆飞不同, 他能认清现实。 很明智地决定, 布鲁杰姆咧嘴一笑。 说吧, 东西藏在哪儿了? 对, 我带你们去。 门外这时 传来了交谈的声音, 似乎是有人 向着这边过来了。 就是这里, 外面有一道声音传来, 之后便响起了 推门的声音。 听到动静, 房间里面的海贼 都是面面相去, 心倒是哪个不长眼的 竟然跑到贼窝来了。 有人在吗? 陆飞, 艾斯, 你们在里面吗? 听到声音, 陆飞瞬间洗上眉梢, 是马其诺。 艾斯则是表现得 恰恰相反, 阴沉着脸, 马其诺一个弱女子, 这时候, 出现在这里, 简直就是羊入虎口。 里面没有人, 赶紧滚蛋! 布鲁杰姆大声回道, 现在他只想要财宝, 没空想其他的。 我听到了, 是陆飞的声音, 没完没了了是吧? 既然你赖着不走, 那就别怪我。 布鲁杰姆 从里面打开门, 只见外面 站着的是青衣色的大汉, 为首的身材魁梧, 并且似乎是在哪里见过? 大人! 哦不! 大爷! 布鲁杰姆看清楚来人之后,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态度与先前的嚣张跋扈,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来人自然就是莫莉亚。 在布鲁杰姆眼里, 能够作为海贼, 被世界政府认可, 这简直就是 他的偶像, 甚至可以说 是他心目中的神。 不知道大爷光临此处, 里面请。 布鲁杰姆 态度恭敬, 满脸堆笑, 他笑起来不仅不好看, 反而更加让人不舒服。 那两个孩子是你抓的。 莫莉亚看了看房间之中 被绑在一起的两个少年, 此刻后者正用 有些迷茫的眼神看着他。 这, 布鲁杰姆瞬间脸色 变得不好看了。 他也没有敢承认, 只是避重就轻道, 大爷, 我实在不知道 他们和你的关系。 现在知道也不晚, 给我一个面子, 把人放了。 莫莉亚云淡风轻道。 然而, 强者的低语却是阵龙发聩, 布鲁杰姆连忙对着手下道,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听大爷的话, 把人放了。 显然, 莫莉亚面子还是很管用的, 是个人也会借泼下驴, 不然后果可想而知。 财宝什么的都不重要, 活着才是最要紧的事。 是是是, 直到恢复了自由, 艾斯和路飞都有些没反应过来, 这到底是什么人, 刚刚还喊打喊杀的, 怎么现在那么痛快就答应放人了? 艾斯, 路飞, 你们没事吧? 这时马其诺也从人群后方走了过来, 上下打量了一下二人, 健身上没有伤这才放下心来。 我们没事, 马其诺,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位是? 艾斯疑惑地打量着莫莉亚, 又看向马其诺。 我听酒馆里的客人说看到, 你们被海贼抓走了, 所以就急着来找你们了。 听马其诺这么说, 艾斯虽然疑惑这荒娇野灵怎么被人发现, 不过也不绝对。 他是谁? 看到艾斯询问莫莉亚, 路飞也掐着妖鹦鹉学舌。 他是谁? 嗯, 那个, 就是, 马其诺有些结结巴巴, 求助的目光投向莫莉亚, 后者笑了笑, 却没有接话。 半天之后, 马其诺才有些脸红得道, 是我的一位朋友。 相对于呆头呆脑的路飞, 艾斯则是一个心思活泛的, 先不说路飞信了, 反正他是没信。 再看看, 对方扭尼的表情, 一瞬间, 似乎懂了。 马其诺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在他这里是天大的事, 但是在别人那里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 谢谢。 马其诺看路飞和艾斯被救了出来, 对着莫莉亚小声地道着谢。 我拒绝你的口头感谢, 我不接受。 莫莉亚与马其诺四目相对, 后者立马就读懂了其中的意思。 这是口头的感谢已经无法满足了, 需要更深一层的感谢。 一时间, 马其诺只觉心中一荡, 面颊微红。 人这么简单的, 就就出来了, 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 有着尴尬的马其诺目光瞥向了其他地方, 陡然间, 他像是发现了什么, 对着路, 飞二人问道, 萨伯那孩子没和你们在一起吗? 怎么没看到他? 两人垂着头, 灰头土脸地沉默了半想才到, 萨伯, 萨伯被他父亲带走了。 随即, 便将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马其诺。 马其诺知道了萨伯的身份之后, 也是有些不敢置信, 没想到, 他竟然还是以为地位非常高的贵族, 高到以至于有王国的王位继承权。 他心来了, 毕竟萨伯只是回家了, 没也有什么生命危险。 莫利亚正在离去, 布鲁杰姆犹豫了半天, 最终还是有些结巴的开口了。 那个, 大爷, 能不能让我加入您麾下的月光海贼团? 我是蓝宝石海贼团的船长, 对您仰慕已久, 让我给您端茶送水都行。 布鲁杰姆眼中透露着渴望, 如果能够加入莫利亚的麾下, 作为王下七五海势力的其中一员, 有的不仅仅是合法掠夺的权利, 更多的还是身份的提升, 到时候也不会再帮王公贵族们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并且还要拿钱孝敬贵族老爷们实时防备着他们卸磨杀驴。 刚跨出门槛的莫利亚文言, 回转过头, 目光盯着布鲁杰姆, 有着审视的意味。 布鲁杰姆立即感觉压力骤增, 那就像是被包光的小媳妇一样, 无处遁形, 仿佛被看了得干净。 实话说, 以你的实力, 根本到不了我招手船员的标准, 不过既然你刚才那么识相, 我便破格给你一个机会。 莫利亚话还没有说完, 布鲁杰姆便是洗上眉梢, 差点咧嘴笑了起来。 在这之前, 你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说着, 莫利亚的目光扫向此刻还浑身是伤躺在屋内木板上的博尔杰姆。 正好你也是一位海贼团的船长, 那么我问你, 如果你的手下没有完成所委派的任务, 作为一位失败者, 你会怎么处置? 此刻的莫利亚就像是面试官, 而布鲁杰姆就像是应聘者。 我会, 布鲁杰姆犹豫了一下, 毕竟这是在对方面前表现的机会, 一定要想好了再说。 你如实将内心的想法告诉我就行了, 不要隐瞒。 作为一个失败者, 应该重重地处罚, 甚至直接处死, 杀意警百。 作为海贼团的一员, 应该知道身后所代表的是什么, 宁可站着死去给海贼团带来荣誉, 不可跪着活下来给海贼团抹黑。 布鲁杰姆以为莫利亚是想看看她的觉悟, 所以她也趁机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莫利亚微微点头, 转过身去, 道了一声, 走吧。 言罢, 迈步而去, 身后的月光海贼团众人纷纷跟了上去。 马其诺带着路飞萨伯二人走在了队伍的最前面, 布鲁杰姆待在原地, 不知道是走是留。 莫利亚这两个字附带着三种含义, 一种是叫其他人离开, 硬着头皮追上去, 却被殿后的月光海贼团几人拦了下来。 这回, 即便是布鲁杰姆不想明白也明白了, 可以告诉我因为什么吗? 布鲁杰姆不死心地问道, 她感觉自己回答的已经不错了, 为什么还会被淘汰? 比金钱, 名利, 甚至梦想更重要的是伙伴。 虽然这句话不是莫利亚说的, 但是却借助了他人之口替她说了, 伙伴吗? 布鲁杰姆愣在了原地, 似乎陷入了沉思。 也许, 他一辈子都想不懂伙伴为何重要。 月光海贼团, 能够让布鲁杰姆那个那么畏惧? 你是非常有名的海贼吗? 一边走着, 艾斯一边问向莫利亚。 莫利亚也是打量着这个海贼王的姨父子。 啊, 一般吧, 没有你父亲出名。 你? 艾斯一听, 瞬间就变了脸色。 打量了四周, 也信而莫利亚声音不是很大, 并且没有把话说得太清楚, 以至于没人注意。 艾斯想不明白, 这个秘密会被这个毫不相干的人知道。 这件事我不会告诉其他人的。 莫利亚摇了摇头, 其实他也觉得这家伙挺可怜的, 有个坑儿子的爹。 海贼王的美名也罢, 开启了大海贼时代也罢, 但是间接害死了妻子和儿子, 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艾斯现在愈发觉得这人有些神秘, 其实他也很生气, 因为他不认同自己的父亲是罗杰, 他对父亲很是痛恨。 走着走着, 艾斯突然停下了脚步, 跟在他后面的路飞, 直接撞到了前者的背上。 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路飞道, 艾斯, 你干嘛突然停下来了呀? 我要挑战你。 艾斯停下脚步, 抬头盯着莫利亚。 旁边的马其诺先是一愣, 紧接着跑过去拉住艾斯, 艾斯, 别闹了。 艾斯却是没有听他的话, 依旧是站在莫利亚面前昂首挺胸。 莫利亚没有理会他, 自顾自走着, 想要挑战我, 再过一二十年再说, 现在的你还没有那个实力。 结果, 艾斯见莫利亚里都不理得就走了, 直接拿出了自己的武器钢管, 意思很明确了。 这一幕, 可把马其诺吓坏了, 只见他先是愣了一下, 紧接着跑到了两人中间。 艾斯, 你不是他的对手, 他可是七五海, 世界政府都要承认的大海贼啊。 马其诺一不小心就把知道的都抖出来了, 言霸又瞅了瞅莫利亚, 发现对方并没有什么异动, 这才放下心来。 就因为这样, 我才要看一看我们之间的差距。 艾斯目光坚定道, 马其诺还刚要说什么, 一双大手确实拍了拍他的肩, 这件事你不要管了, 交给我好了, 他们还是孩子, 你可千万要注意一点呀。 马其诺眼中带着央求之意, 在马其诺推到一旁之后, 莫利亚掏了掏耳朵, 懒散道, 你不是要挑战我吗? 开始吧。 那么, 得罪了。 艾斯直接一跃而起, 紧接着挥舞着手中的钢管向着莫利亚的面门袭去。 碰! 莫利亚不闪不避, 任由钢管砸在了面门上, 只是在他击中的部位的皮肤已是变成了黑色。 是武装色霸气。 嗯? 艾斯感觉确确实实地砸到了, 但是却感觉像是砸在了钢铁上, 而非人的身体。 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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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斯急速挥棒又是攻向了莫利亚的身体各处, 但效果都和先前一样, 就像是打在了铁板之上。 不死心的艾斯还在不断地攻击, 直到最后类的双手扶住膝盖气喘吁吁。 该结束了吧? 我的时间可是很宝贵的。 莫利亚打了个哈欠, 有着无奈的道。 还没完呢? 艾斯可不是什么轻言放弃的性子。 你为什么不还手? 为什么吗? 因为我一出手便是结束。 莫利亚笑了笑, 随即打了个响指。 啪! 一声清脆的声响过后, 紧接着艾斯只觉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向着他席卷而来。 还没有反应过来, 整个人便被气浪果斜着向后抛飞而去。 一连翻了好几个跟头, 这才趴在了地上。 艾斯! 路飞和马奇诺急忙跑了过去。 你没事吧? 由于莫利亚留守的缘故, 艾斯看样子并没有受什么伤, 直接手扶着地面站了起来。 我没事。 这就是差距吗? 只是一个响指, 他便被弹飞了十几米。 我说了, 艾斯垂下头去, 小小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看到艾斯没什么事之后, 路飞这才放下心来, 随即眼里冒光, 看向莫利亚。 这就是真正的海贼吗? 好帅啊! 看来距离成为真正的海贼, 还有一定程度。 海贼大叔, 你刚刚那招好厉害啊, 可以教我吗? 这样我就能去救萨伯了。 行不行吗? 海贼是否? 不知什么时候路飞已经抱住了莫利亚的大腿, 想一块狗皮高腰一般, 怎么甩都甩不掉。 莫利亚一时间也是猛啊。 这是个什么情况? 这会是哪来的? 怎么还乱人亲切? 第163章起航, 泰格莱殿。 现在的路飞, 一见到了厉害的海贼比他的小迷地见了他还要激动。 明天, 现在就开始训练我们, 可以吗? 我要变得更强, 我要做艾斯和萨伯的船长, 我要成为海贼王。 不要在那自顾自说好不好, 我都还没有答应。 你这都自己开始安排上了, 莫利亚很是无奈。 求求你了, 海贼师父。 路飞抱着莫利亚小腿的手更近了几分。 莫利亚当然是不乐意, 并且她也没有娇人的天赋, 这必须把凯老师从新世界拉过来才行。 不, 莫利亚正要拒绝, 马其诺却是拉了拉她的胳膊。 如果可以的话, 就交他们两下子, 就是了, 拜托了。 人情已经是还不完了, 还不如多欠上一些, 到时候一起偿还上了。 既然如此, 那好吧。 一日,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 科尔波山上一片空地上, 三道身影已经早早地出现在了这里。 要想打出刚才那一拳, 首先要做出两点, 一是, 肌肉要松紧有致, 二是, 血液要加速流动, 初学者则先集中一点, 能熟悉了再凝聚一片, 甚至覆盖全部。 莫利亚把话说完, 看了看眼前的两人, 只觉得, 好声和差声一目了然, 艾斯一看就是听进去了。 而陆飞则是不断地偷描艾斯, 有样学样, 却是话虎不成反类犬。 莫利亚本来就没打算教导这两个家伙, 毕竟未来很可能还是敌人, 但转念一想, 如果因为这个, 而惧怕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 那还说什么, 称王称霸? 再者, 就是枕边风的加持, 随便教导几招应付一下得了。 一转眼已经是, 来到了中午, 这就到了实战的时间。 早晨是联系对身体的控制力, 中午时间则是进行实现, 下午也是挨打时间, 也就是练习的闪避能力。 莫利亚利用银银果实的能力, 直接制作出了人类僵尸, 以及动物僵尸对两人进行攻击, 当然下达了点到为止的命令。 好帅啊, 我要学这招。 陆飞看到莫利亚凭空制造出了十几个僵尸, 顿时两眼放光。 她可最喜欢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了。 下一刻, 她就想要跑过去抱住莫利亚的大腿, 死皮赖脸也要学。 结果, 却是被艾斯一把拦了下来。 陆飞, 你学不会的, 这是恶魔果实的力量。 恶魔果实是什么? 恶魔果实就是。 艾斯解释完后, 陆飞又是一阵惊叹。 好厉害啊。 看着正在合力对抗一众僵尸的二人, 莫利亚打了个哈欠, 躺在了草坪上, 嘴里还吊着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草棒。 结果, 这一举目望天, 却被一道身影遮住了视线。 碎花长裙随风飘扬, 幸而被一双玉手死死按住了, 这才没有将地上的人盖住。 他们两个怎么样啊? 马其诺提着东西, 走了过来, 里面是为陆飞艾斯准备的午餐, 有肉, 牛奶煎蛋, 以及三明治, 同时还有一些好酒, 这些当然不是给两个孩子吃的, 而是另有其人, 都很努力地有在练习。 莫利亚从马其诺手中接过免费的午餐, 没有客气什么, 直接开吃。 远处的二人还在无暇顾他, 专心致志地应付着战斗。 给孩子们留一点, 待会我再给你做。 马其诺发现自己做的三明治莫利亚一口能吞好几个, 这才觉得是小瞧了莫利亚的饭量。 莫利亚没有说话, 吃了两块三明治, 赞叹地擦了擦嘴, 不得不说, 味道确实不错, 不让吃这个, 那也只能吃别的了。 吃什么? 你还带了其他食物? 马其诺私下打量了一下, 并没有发现有什么所谓的食物。 下一刻, 他只觉身体一清, 紧接着身体就来到了空中。 别闹了, 孩子们还在呢? 马其诺先是愣了一下, 思考了一下, 这便明白了将要发生什么, 顿时脸颊发烫, 晕红如烟熏。 没事, 他们一时半刻还结束不了。 紧接着, 身影就消失在了空地, 进到了丛林之中, 最后一道身影被放了下来。 四个脚印慢慢变成了三个, 三个脚印最后又变成了两个。 就这么不知道过了多久, 陆飞和艾斯已经是气喘吁吁, 浑身也是已经湿透了。 艾斯, 我好饿啊, 我们休息一会吧。 我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陆飞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喘着粗气。 艾斯同样也是, 满头是汗, 不过比陆飞好上一些。 那就休息一会。 艾斯擦了擦额头的汗珠, 转过头去, 僵尸们也很在同一时间停止了攻击。 目光瞥向了远处的空地, 艾斯眼中充满了疑惑。 他人呢? 那个, 是为我们准备的食物? 他正思寸间, 陆飞已经是闻着香味连滚带爬地跑了过去, 随即就是大块朵頤起来。 艾斯快过来, 这里有肉, 还有面包。 没有过多的犹豫, 艾斯也走了过去。 正在兄弟二人快要吃完东西之时, 刚才待在这里的人这才出现在眼前。 看到来人, 艾斯疑惑地询问道, 你们到哪里去了? 马奇诺瞬间脸颊羞红, 双手压着绣花长裙, 白皙的腿也是病得紧紧的, 低着头没有说话。 莫利亚话里有话道, 和你们一样, 我刚刚也去练习了一下武装色霸气, 具体来说是在进行软件硬化。 艾斯有些不大相信, 似乎明白些什么。 不过, 他却没有点破。 就这样, 日复一日, 转眼间已经快过去有半个月。 已是到了莫利亚将要出航的日子, 他还要去双岳村寻找那传说中的铸刀匠。 这半个月, 艾斯可谓是进步神速, 已经可以碰巧施展双色霸气, 也算是半只脚踏进了门槛。 这也并不算什么, 毕竟他曾经无意识释放过霸王色霸气。 只是路飞这么长时间下来, 依旧是稀里糊涂的, 一点进展都没有。 师傅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莫利亚也没有义务在帮他。 风车村港口处, 站着三四个人, 似乎是在送行。 真的不一起走吗? 莫利亚问了一句, 不了, 这里是我从小长到大的地方, 我并不想离开这里。 马其诺低着头道, 随即将一个很大的包裹向前推了推。 我知道, 你很有钱, 什么东西也不缺,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一些东西, 我自己做的, 你不要嫌弃。 怎么会? 莫利亚接了过去, 开口笑了笑, 待我哪天征服了世界, 或者有能力将你连通这里一起带走, 我就过来接你。 嗯, 我等你。 本来还打算有更亲密的举动的, 奈何旁边有着两个小电灯泡。 下一次见面, 我绝对不会败。 盯着莫利亚, 艾斯目光坚定地道。 好, 我等你。 莫利亚笑着道, 下次在大海上见面, 我会在船上先为你举报一场盛大的宴会。 你的海贼船呢? 莫利亚话来没有说完, 陆飞探出个脑袋打断了她的话。 我怎么还没看到有船来? 已经来了。 莫利亚看向远处的巨大黑影, 恐怖三围帆船已经到了。 咦? 怎么? 怎么会有一座移动的岛屿? 莫利亚没有解释, 她就喜欢别人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只见远处一只巨大的海龟向着岸边游来, 看到了莫利亚的身影, 用着她火红色第四条腿拍打着水面, 似乎是在打招呼。 这只海龟正是金蛋索夫的火腿, 此刻已经长到了数米。 莫利亚轻轻一跃就落到了火腿的背上, 后者接到人立马向着恐怖三围帆船移动。 好帅啊! 陆飞瞬间又被这乌龟吸引了注意, 眼中满是星星。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 这应该就是一艘海贼船。 艾斯突然盯着天空道。 艾斯, 你在说什么啊? 这不就是一座会移动的岛吗? 任凭陆飞小脑瓜子怎么想, 也想不到有那么大的船。 你抬头看天上, 那是什么? 是什么? 陆飞闻言抬起头来, 看了一会儿, 突然道, 是海贼骑。 嘿, 真小气, 也不带人家去他的海贼船上看一看。 陆飞生起了闷气, 感觉错过了一个亿。 别生气了, 等以后有机会, 下次见面的时候就可以上去看看了。 马其诺看到陆飞气呼呼的, 不由得出言宽慰道。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话说另一边, 莫莉亚仪上船接应的就来了。 火腿一见那人连忙爬上岸, 在其腿边用脑袋蹭蹭。 这段时间你干嘛去了? 霍斯曼狐疑地问道, 随即他鼻子嗅了嗅, 顿时感觉不对味了。 有狐狸精的味道? 当然是谈生意去了, 不然还能怎么? 莫莉亚信口胡周, 心里补充是谈了几百亿的生意。 好呀, 没想到, 你既然是这样的莫莉亚, 我现在算是看透你了。 霍斯曼双手抱胸, 阴阳怪气。 结果是, 嚣张不过两秒。 莫莉亚直接捏着狗耳朵, 滴溜了起来。 嘶哦, 疼啊, 药坏掉了, 霍斯曼倒吸了一口凉气。 莫莉亚手往哪里拽她的身形, 就跟着往哪里。 你在狗叫什么? 你在狗叫什么? 莫莉亚笑着开口询问, 手上的力度也并不是很大。 松手, 耳朵可是很敏感的, 霍斯曼伸手就想去挠莫莉亚, 却被轻松地躲过了。 学几句狗叫, 我就放开你。 我告诉你, 休想。 望, 望望望, 望望望望。 莫莉亚这边才刚到船上, 屁股还没有午热, 电话虫便响了起来。 不如不如不如, 咔恰。 莫莉亚接通了电话虫, 电话虫立即开始了拟态, 最终变成了红色虎杀鱼人模样。 是鱼人泰格。 兄弟,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泰格见电话虫也呈现了莫莉亚的模样, 立即开口询问。 莫莉亚告诉泰格, 自己现在正在东海处理一件小事。 莫莉亚笑着问了一下, 伤势如何了? 等我前往新世界, 就去接你。 劳烦兄弟挂念, 现在强势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电话那头, 众多余人之中, 泰格坐在板凳之上, 活动了一下肩膀。 现在我和一些兄弟们正在相拨地群岛。 他们正想着到时候, 和你一起去新世界大干一场呢。 听到这话, 莫莉亚也是很高兴, 这么长时间的努力终于算是没有白费, 由于人们的助力, 只会让月光海贼团的势力更进一步。 相拨地群岛吗? 莫莉亚似乎已经知道泰格和愚人们现在在哪里了。 果然, 不出莫莉亚所料。 那个, 听小巴的人类朋友雷利说, 她的一个后辈似乎得罪了兄弟你。 泰格犹犹豫豫地, 开口问道。 是, 她截的我的海贼船, 打伤了我的船员, 现在正被我关押在船上。 莫莉亚如实相告, 毕竟就算她不说, 雷利也应该告诉她了。 是这样的, 雷利先生想让我告诉你, 世界政府在前几天派遣海军前往亚马逊百合, 有意要授予往下七五海, 岛上人以其外出不再为由。 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解释了一下, 泰格这才步入主题。 雷利先生告诉我, 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你能释放汉库克, 他愿意答应你任意一个条件。 莫莉亚皱眉沉思片刻, 泰格因为雷利对愚人很是照顾的原因, 想来后者想要其帮忙也不会拒绝。 如果是其他人的话, 我会毫不犹豫地拒绝。 莫莉亚默然扮想, 这才道, 不过泰格你都开口了, 这件事你就放心好了。 二人又是寒暄了几句, 泰格这才心满意足地挂断了电话, 海贼王左右手的面子都不给, 但是却给他这个朋友面子, 他还是很受用的。 恐怖三围帆船之上, 莫莉亚走到城堡内的一间房间之中, 这里正是关押着汉库克的地方。 汉库克存在着自主的意识, 莫莉亚通过死者行军也不能完全将其控制住, 即便待在身边也不是那么安全。 不过, 就那么将其放走, 着实有些可惜, 莫莉亚可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 事到如今, 只能动用那股力量了。 开门! 莫莉亚低声吩咐了一句, 下一刻周围的墙壁就像是活过来了一样, 大门和墙上的字画, 甚至地毯都变得张牙舞爪。 主人回来了! 主人回来了! 大门应声打开, 视线中出现梳着激发式的女人依旧是那么风华绝带, 与周围的景物显得格格不入, 她只是坐在就像是一处景观赏心悦目。 很快, 借助那股力量, 她就会变得更加完美的艺术品了。 第164章邪恶面, 双月跟三郎。 莫莉亚与汉库克一见面, 前者就已经感受到了有些不善的眼神。 毕竟现在可以说是敌人, 能够好了才管。 莫莉亚显然也不是见了女人就走不动的人, 尽管汉库克生得国色天香, 邪念是个正常男人也都会有, 但却也不会就此化为欲望的奴隶。 可恶的男人, 你想要把妾升官到什么时候? 汉库克眼中闪过一丝厌恶之色, 现在的他被带着海楼时的手铐和镣铐, 不仅裹食能力被压制住了, 就连动起来都困难, 更别提想要反抗。 反抗的话, 首先要问问体内的那股神秘力量同不同意。 想要我放了你? 可以。 莫莉亚也没有转弯抹角, 你要将这个东西拿着。 莫莉亚说着, 先是将汉库克的镣铐取下, 随即将手中一个像是石块一样的东西递了过去。 汉库克虽然很不乐意, 但现在人在屋檐下, 犹犹豫豫豫的还是接下了。 那是一个八边形, 上面雕刻着老虎, 不过给人的感觉确实很怪, 因为这老虎是两个上半身连接在一起的。 这是阴阳双虎。 莫莉亚给汉库克的东西正是虎符咒, 它能使持有者因阴阳分离, 并将阴阳两面分开成善恶两人。 果然, 在汉库克接触到虎符咒之后, 就如同施展了隐分身之术一般, 凭空就生出了与之一模一样的人。 之所以虎符咒没我快在莫莉亚手中时就分裂, 那是因为莫莉亚戴着黑色的手套, 这是她一贯的着装。 虽然是分成了两人, 体型和外貌也是一模一样, 但仔细发现, 又会发现有些地方不同。 一个看起来柔柔弱弱的, 切生生地打量着四周, 另一个则是巴布的鼻孔看人, 傲慢无比, 此刻也是惊讶地看着彼此。 莫莉亚打算是想要将汉库克的偏善良一面留下, 将偏邪恶的汉库克送回去霍霍。 此刻偏善良的汉库克并没有被束缚, 而偏邪恶的一面则是被锁住了, 快把切生放了, 与其就这么将切生关在这里, 还不如借助切生的力量征服世界。 汉库克偏邪恶的一面翘着二郎腿, 无比高傲的道。 莫莉亚一下愣在了当场, 这片邪恶的一面倒是挺有野心啊。 你想要得到什么? 莫莉亚突然有些改变主意了。 只要你愿意为我做事, 金钱与名利以及乐趣我全部都可以给你。 成交! 邪恶面汉库克想了想, 答应了下来。 虎符咒分裂成二人也没有超出一个人的范畴, 就比如说是邪恶的一面, 其实也就是因为缺乏善良而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 偏善良的一面做事优柔寡断, 就算是踩死一只蚂蚁都可能懊悔半天, 而另一面则是利益至上, 什么对自己有利他就怎么做? 你怎么能和敌人合作? 善良面汉库克不可置信地看向自己的另一面。 我才不想和你这种唯唯诺诺的圣母在一起, 我只想要自由, 征服世界, 这才有趣。 你, 善良面汉库克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一时间, 莫莉亚觉得还是邪恶的一面更容易操控, 只要利益给够, 一切都可以谈。 妾身现在想要什么? 这位汉库克一副自来熟的样子, 直接对着莫莉亚道, 现在快去给妾身准备食物, 要用最好的食材, 妾身以后什么东西都要用最好的。 莫莉亚嘴角抽了抽, 这究竟是我事还是你是阶下球? 这反倒命令上我来了。 还有, 将你这里最好的酒拿来, 怎么能没有酒吗? 啊这, 这竟然还是个酒鬼。 周围服侍的僵尸将目光投向莫莉亚, 以寻求她的回应, 莫莉亚点了点头, 让他们下去了。 我现在想要把你们送回女儿岛, 你们感觉怎么样? 莫莉亚试探性地问道。 好啊好啊。 不怎么样, 前者是善良的汉库克, 后者自然是另一面。 妾身才不要回去, 整天待在那里, 无聊死了。 可是那里有我们的亲人啊。 听到有人竟然忤逆自己, 尽管是自己的另一半, 邪恶汉库克也准备动手, 教训对方一下。 而善良汉库克则是连连后退, 表现得很是懦弱。 见这一人两面就要打起来, 莫莉亚忙将他们拉开。 还是和先前的想法一样, 莫莉亚将邪恶的汉库克留了下来, 至于另一半则给送了回去。 虽然过程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 结果也不同, 但好在留下了一个很强的打手。 经过十多天打探, 月光海贼团也是确定了双月村 及西摩志基村的位置, 岛屿很偏僻, 与外界沟通也很少, 所以一般很少有人知道。 只是在恐怖三维帆船之前, 一艘龙头的巨大帆船 已经停靠在了海岸边上。 莫莉亚一眼就看出了 这是革命军的座驾, 温特·格拉玛号。 不过莫莉亚也并没有感觉有什么, 毕竟她和革命军 也没有什么利益上的冲突。 温特·格拉玛号显然也不是什么空船, 在发展月光海贼团的 恐怖三维帆船之后, 立即开始了汇报。 莫莉亚等人也是带着少数几人 下船登上了岛, 登岛之后便开始打听目的地所在。 与此同时, 一心到场。 一群少年还在道场之中 拿着木刀对木桩横批树砍, 看样子都是一些初学者, 动作看起来杂乱无章。 树墙之隔的一处房间内, 道馆的主人双岳庚四郎 正和革命军的几位领头人相对而坐。 这次真是帮大忙了, 我们本来是打算前往戈亚王国, 但因为种种原因就先到了这里, 打算顺便筹备点粮食。 听到对面之人的话, 双岳庚三郎眯着眼睛, 笑着道, 你们的事迹我也听说了一些, 想法很好。 我这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也只有一些粮食能拿得出手。 这份恩情我们记下了。 正在他们交谈之时, 突然有个小屁孩屁颠屁颠地跑了进来。 老师, 外面有人要找双岳家主。 文言, 双岳庚四郎站起身来, 对着革命军的猪卫道, 各位贵客, 稍等片刻, 我去去就回。 说着将推拉门关上, 跟着报信的孩子向着外面走去。 莫里亚等人一番打听之后, 便很容易地找到了一星道馆, 在通到了院子里正在练剑的学童后, 不多时便有一人从院内走了出来。 那人戴着一副圆框眼镜, 给人一种文质彬彬的感觉, 扎着辫子。 服饰也和这个世界的人有些不同, 不知道诸位找谁。 看到莫里亚等人之后, 庚四郎很是客气地问道。 双岳庚三郎。 莫里亚没有转弯抹角, 直接开门见山。 听到这个名字, 庚四郎的毛子不自主地收缩了一下。 他不知道为什么有人知道这个名字。 沉默两久之后, 庚四郎吸了口气, 回道, 家父年事已高, 如今闭门谢客, 不见外人。 替我转告一下, 就说月光莫里亚, 又要是相告。 你将这句话, 原封不动地告诉他, 至于见不见, 那就看他怎么说了。 莫里亚并没有因为庚四郎的这一句话, 就白忙活一场, 原路返回, 还是要争取一下的。 那好吧, 我这就让人去通告家父。 庚四郎虽然对莫里亚的行为很不满, 但见对方气势都很不凡, 于是也没有强硬地赶人走。 几位先随我来, 家父暂时不在道馆之中。 说着, 庚四郎邀请众人进入房间之中, 并且上了茶水, 继而吩咐弟子传达消息。 阁下是一位剑士, 看到莫里亚腰间佩戴的两把刀, 正提着茶壶倒茶的庚四郎, 像是很随意地问道。 算是吧。 莫里亚想了想到, 虽然他所学颇杂, 但是还是精于剑术。 当然这个回答委婉一些, 直接承认反而不美。 庚四郎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看到莫里亚将腰间长短, 两把配刀放在了桌上, 于是来了兴趣, 可以让我看一看你的刀吗? 见庚四郎从始至终对他们还算客气, 莫里亚也没有拒绝, 没问题, 只不过那把短刀不建议你去触碰, 小心被他伤到。 庚四郎笑着点了点头, 小心翼翼地将斩月拿在手中, 因为斩月无翘, 前者能够非常仔细地观察到刀的每一个部分。 寒光闪闪, 杀气凌厉。 好刀? 庚四郎端向片刻, 连连赞叹, 一时间对莫里亚也是客气了遇到。 能驾驭如此名刀的人, 那必定不是什么简单人物。 庚四郎放下斩月, 正想观察一下八房, 但就当他的手将要接触到八房之时, 陡然间停了下来, 继而又收了回去。 那, 这把刀还是不看了吧? 八房有翘, 庚四郎并不能透过剑翘看到里面, 但只是方才的近距离接触, 一种莫名的心悸感以及死亡的气息顿时油然而生。 看样子邪性还很足, 有强烈的排他性。 莫过多久, 一个一心道管的弟子跑了回来, 在庚四郎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 家父邀请你们去后山一续。 庚四郎将事情大致说了一下, 继而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莫里亚也没多做停留, 在那传信弟子的带领下前往后山。 出奇的是, 庚四郎并没有跟着一同前往。 说是后山, 其实也就是靠海的一个山坡, 准确来说是一个海石崖。 隔着很长一段距离, 莫里亚便发现, 崖边坐着一个身形勾楼的老者, 此刻他正拿着鱼竿, 嘴里叼着一个烟斗, 巴唧巴唧地吸着。 如果不是事先知道, 谁有会将这个风竹残年的老者 和传说中的刀匠双月跟三郎联系在一起。 听说, 你们有事找我, 赶快说吧, 不要影响我钓鱼。 跟三郎听到身后的动静, 没有回头, 砸吧砸吧烟嘴, 吞云吐雾。 我有意将所用的配刀进行改造, 前段时间找到了能够锻造两块刀的工匠万代夫人, 她说只有能够锻造大块刀及其以上的工匠才能完成。 莫里亚将此行的目的说了出来, 万代吗? 庚三郎似乎陷入了回忆, 两久之后思绪才回到现实。 你走吧, 我现在已经不再断刀了。 老人家, 不如你再考虑考虑。 莫里亚接着道, 如果你愿意帮我铸刀, 我可以让你双月家不至于断了香火。 按照原著, 庚三郎唯一孙女的双月古伊娜会在不久后摔死。 莫里亚不介意用这事来换取一些利益。 但也是莫里亚考虑不周。 莫里亚想法是如此, 但听到庚三郎的耳中就变味了。 在她耳中, 莫里亚就是像在说, 老头子, 你也不想你的儿子和孙女有事吧。 结果, 还就阴差阳错地戳中了庚三郎的软肋。 她大可一死了之, 但是儿子和孙女他可不愿意因着这种事而出现意外。 把刀拿过来我看看。 庚三郎放下鱼杆, 将烟枪还未燃尽的烟草倒在了地面上。 莫里亚将八房放到了庚三郎面前, 还未开口, 庚三郎已经拔刀出鞘。 这, 莫里亚正想阻止, 但发现庚三郎将刀拔出来之后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这才放下心来。 八房竟然没有排斥, 当真是有些奇怪。 好生诡异的妖刀, 我平生阅刀无数,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 即便是无上大块刀也没有给过我这种感觉。 庚三郎将刀放在阳光下仔细打量着, 一边打量一边倒。 如果我猜得不错, 你是想让这把刀变得更大更长一些, 从而用起来更加顺手。 庚三郎现在很是疑惑, 刀都是会自己选择主人的, 没想到这刀竟然那么贪心。 莫里亚点了点头, 庚三郎说的确实就是他所想的。 不过, 我并不介意将这把刀重新锻造, 这样只会让刀里面的力量流失掉, 到时候也不过是一个锋利的刀具罢了。 庚三郎两八方龟翘放在了地上, 目光眺望着远方道。 莫里亚正欲开口问该怎么做, 庚三郎直接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册子, 扔给了莫里亚。 将这本册子交给万代家的小姑娘, 到时候她就会告诉你方法了。 第165章碰面, 七星剑的传说, 莫里亚接过庚三郎手中的小册子, 翻阅了一下, 里面记录着后者几十年间的锻造心得。 狂浪! 似乎看出了莫里亚的不解, 庚三郎将两把刀扔到了众人面前。 莫里亚捡起两把刀, 拔刀出鞘, 仔细观察起来。 这刀看起来好像是那么一回事, 也很锋利, 但莫里亚也算是用刀的行家, 只是短暂地接触, 她便知道这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刀具罢了。 这是…… 莫里亚疑惑。 两把钝刀。 庚三郎解释道, 随即勾搂着身子, 不服老实不行的呀, 现在的我也只能锻造出这种破通烂体了。 说话间庚三郎又是猛烈地咳嗽了几声, 似乎身体并不是很好。 莫里亚看了看眼前, 好像一阵风就要给吹走了一样的老人, 顿时也就明白了。 现在的庚三郎差不多已经是半只脚踏入棺材了, 而锻造又绝非一事, 无论是对精神还是体力都是极大的考验。 庚三郎也不是故意推脱, 也确实因为上了年纪, 既然她说万代夫人可以, 那么应该不会出错。 想要一次性锻造神兵戾气的话, 在这之前, 你们最好准备两种材料, 因为你只有一次机会。 庚三郎背着手道, 还默等莫里亚追问, 他便将两种东西说了出来。 一种是原汁金醋, 另一种则是被称为永不熄灭之火的炎之精, 前者还有流传的地方, 后者即便是我也是听说相传及其稀有。 原汁金醋莫里亚倒是没听说过, 只是这炎之精怎么感觉那么熟悉。 船长, 炎之精的话, 我们好像是有那么一个拉斐特出言提醒道。 拉斐特这么一说, 莫里亚也是想起来了, 当初清剿约翰船长的宝藏时, 似乎有这么一个东西。 念及此处, 莫里亚的手在虚空中抓了抓, 不一会儿, 一块通体赤红的石头便已是出现在了手中。 庚三郎也是一愣, 他也只是一说, 没想到还真就有人直接拿出来了。 姜炎之精放在手中, 仔细打量了片刻, 庚三郎也没见过这东西, 也只是从仙人的直言片语以及书中得知此处, 看样子应该不是假的。 将这东西收起来吧, 记住锻造用刀之时, 千万不要让其惊火, 否则想要携带他就难了。 姜炎之精一一不舍地换给了莫里亚, 庚三郎叹息一声, 如果早让他见到这东西, 估计都可能打造出无上大块刀, 他也算是不枉此生了, 实在可惜。 那原至金簇。 莫里亚话还没有说完, 庚三郎已经打断道, 地图, 有吗? 见庚三郎想要地图, 拉斐特在怀里摸索了几下, 将几张地图铺开, 从中拿出了一张东海部分海域的地图, 原至金簇在各地都有分布, 我也只是知道距离这里不远的一个地方有这东西。 庚三郎一边说着, 一边手指沾了一点烟斗里的烟灰, 在地图上的一处地方涂了个黑点。 拉斐特接过地图, 发现是在一个名叫阿斯卡的岛屿附近, 于是暗自记了下来。 好了, 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 现在你们也该放过我这个老头子了吧。 庚三郎语气平淡地道, 庚三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也没有藏着掖着, 莫利亚也是看在眼里。 见着老头实在很是上道, 于是便决定帮他一把, 可能在莫利亚眼里之时随口一说, 但是在双月家可是天大的事。 既然我的事算是结束了, 那么答应你的事也不能实言。 莫利亚道, 你的孙女会在不久有一场劫难, 想要化解。 莫利亚越说越感觉不对劲, 总感觉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就如同江湖骗子一般。 唯一的解决方法, 就是她15岁之前, 随身佩戴着你送给她的大块刀和道义文字。 庚三郎刚开始还是不幸的, 直到莫利亚将细节都说了出来。 你,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庚三郎眼里写满了疑惑, 她此前从未见过这人, 对方又怎么知道那么多细节? 莫利亚没有解释, 打了个响指, 只见后山的墓地之中, 急到身影显现, 只是瞬息间又消失不见。 做完这一切, 莫利亚便领着众人离去了。 她来东海的墓地算是完成了, 只留下庚三郎待在原地风中凌乱。 刚刚发生了什么? 通灵! 还有这种事象? 虽然不愿相信, 但刚才陡然间出现的几道身影是错不了的, 都是前段时间村子里去世的人。 另一边, 庚四郎也是刚刚送走了革命军的几人, 在道馆门口驻足停留了两久, 不知道在想什么。 也就在刚才, 她已经从革命军的口中得知了莫利亚的身份, 这不听不知道, 一听吓一跳, 没想到竟然还大有来头。 也怪不得随身携带如此不凡的名刀。 这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庚四郎心里闪过一丝担忧。 双越村, 港口处, 革命军的一众人向着船上运输僵尸, 干部们也正在岸边指挥着。 月光海贼团的众人从后山回来之后, 也没有再回到道馆, 而是直接离开。 就这样, 两队人马在港口相遇了。 莫利亚的目光在运送的东西上打转, 结果这一看不打紧, 把革命军的众人给看过来了。 为首的自然是革命军的首领多拉格, 后面跟着的是伟大航路加东西南北四军的军队长。 目光在革命军众人身上扫过, 最终停留在了唯一的女人身上, 县东军军队长贝罗贝蒂。 她的穿着不能用烧来形容, 只能说是超级烧。 革命军的众人走进了之后, 对着多拉格点了点头, 莫利亚便直接开口询问向她身边的贝蒂。 没想到, 革命军里面竟然有这么美丽性感的小姐。 不知道小姐参加革命之前, 花名叫什么? 贝蒂的烈焰红唇叼着烟, 听到莫利亚前半段话还算受用, 毕竟是个人都喜欢被人夸奖, 更何况是一个女人。 然而, 当听到后半句时, 贝蒂明显就是一愣, 紧接着就是无比的羞愤, 这家伙竟然暗讽她是婊子。 语言艺术被她玩明白了属于事, 骂人都不带一点脏子。 莫利亚也是从霍斯曼嘴中知道了一些 关于她与革命军之间发生的事情, 莫利亚这花枪的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 她也只是穿的性感暴露可一点, 但绝没有说得那么不堪。 沉默了一会儿, 贝蒂突然发出一阵声响,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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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顿时, 这动静一下子就吸引了全场所有人的注意, 不仅是月光海贼团惊讶地看向她, 即便是革命军也是向其投去了惊恶的目光, 这怎么一言不合就学狗叫? 一听这动静, 莫利亚瞬间就吓得不敢吱声了, 长时间和霍斯曼混在一起, 莫利亚已经可以听的懂犬课动物的语言了, 见莫利亚半天都不回话, 贝蒂都快急哭了, 你倒是问我为什么学狗叫啊? 你倒是问啊, 结果, 莫利亚像是见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直接吓成了哑巴, 贝蒂, 你这是做什么啊? 南军军队长林德伯格一脸疑惑地问道, 终于有人问起了, 贝蒂这才解脱式的解释, 我是在世界政府的狗对话, 啊? 林德伯格一下子就梦了, 贝蒂也是一下子反应过来了, 立即指着莫利亚道, 我是在说他, 不是说你, 莫利亚扭着头, 对着身后的人道, 这地方真不错呢, 与世隔绝, 两田美池, 有机有犬, 倒是个适合生活的好地方, 啥? 卡里布和克里布还没搞清楚状况, 是啊, 听说, 这里原本是一群山贼的地盘, 后来来了一群武士, 胆走了山贼, 由此建立了这个村子, 拉斐特就像是莫利亚肚子里的蛔虫, 莫利亚这一开口, 他就立马接话, 一唱一鹤, 好似捧根, 看到莫利亚假装没听到, 将其无事的样子, 贝蒂气的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莫利亚暗讽贝蒂世纪, 贝蒂也是按麻莫利亚, 是世界政府的狗, 虽然后者是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莫利亚先生, 先前我们之间发生了不快, 在这里, 我带贝蒂向你说声抱歉, 多拉格亚低声音道, 贝蒂还想说什么, 也被前者给打断了, 现在革命军还在初期, 对抗世界政府和海军力量本就悬殊, 在这个节骨眼上, 在得罪一个不俗的海贼势力, 显然这是非常不明智的, 莫利亚笑了笑, 贝蒂的所作也不过是口舌之快, 也没有触碰到莫利亚的底线, 更何况, 月光海贼团也和革命军没有什么利益冲突, 也没必要咬住不放, 见莫利亚似乎并不在意的白白手, 多拉格又道, 希望莫利亚先生, 不要将西摩至基村无辜的百姓卷进来, 其实他们也并不知道我们的身份, 革命军之所以来找莫利亚, 显然不是为了主动过来打招呼, 因为他们的身份是藏不住的, 并且运输粮食也被对方看了得一清二楚, 如果捅到了世界政府那里, 世界政府自然不会拿革命军怎么样, 但是为革命军补充粮食的双岳村村民可就遭殃了, 多拉格也摸不准莫利亚性格, 传闻是一个极其残暴的主, 就怕到时候脑袋一热桶到世界政府那里, 这个你不用担心, 双岳家帮了我大忙, 于情于理, 我也没有打报告的理由, 莫利亚自然不会闲地去给世界政府通风报信, 她巴不得这个世界越乱越好, 革命军作为一股新兴的势力, 极大程度地分散了世界政府的注意, 也是七五海制度实行的一个重要因素, 狡兔死, 走狗喷, 这个道理莫利亚还是懂得, 当世界政府没有了头疼的敌人, 枪口自然就对向了他们这群听调不听宣的七五海, 多拉格也是松了口气, 七五海虽然名义上是世界政府的下属, 但其实各怀鬼胎, 这种情况看样子是属实的, 革命军还在运输着粮食, 月光海贼团众人已经乘船回到了恐怖三维帆船, 恐怖三维帆船自然是不缺口粮的, 但是想要吃得丰盛, 每一顿都想换个口味, 那自然还是要补充食材的, 三维帆船才驶出双岳村一段距离, 贝尔梅尔便带着两个女儿脱家带口地上了船, 此刻的纳美才刚满八岁, 莫利亚自然不是对她有狠行的想法, 只是偏向于利用她的天赋, 偌大的海贼团只有一个航海士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大海上航行什么人员都可以将就, 但航海士必不可少, 纳美对天后的把握即便是金狮子都称赞不已, 莫利亚又怎么可能拒绝又有才有粉雕玉琢的小萝莉, 数天后, 恐怖三维帆船航行在海面上, 船上的一片空地, 莫利亚躺在空地晒着太阳, 远处一群十来岁的小姑娘聚在一起打球, 纳美那小家伙最近学得怎么样? 莫利亚对着身边拉菲特问道, 纳美妖? 拉菲特诡异地笑了笑, 再过一段时间, 我都快不知道要教她什么了, 她是一个天才, 我说的事情从来不需要说第二遍, 拉菲特由衷地称赞着, 对于莫利亚给她分配的这个弟子, 她还是很满意的, 甚至感觉即便是她年轻时都有所不如, 那就好, 莫利亚点了点头, 纳美很优秀, 这并不奇怪, 另外, 罗宾小姐偶然间发现了小纳美对于账目方面的天赋, 现在已经开始将一部分的权限交给了她, 是不是? 这狠罗宾, 莫利亚笑了笑, 心里这么想着, 罗宾巴不得做起甩手掌柜, 她也对钱不感兴趣, 似是看出了拉菲特的顾虑, 莫利亚道, 不必担心, 先让她处理一部分看看, 见莫利亚对那美莫名的信任, 拉菲特也没有在说什么, 而是话题一转, 还有就是, 刚刚打听到了关于阿斯卡岛上的消息, 怎么样了? 有原制惊醋的消息了吗? 拉菲特摇了摇头, 将知道的消息说了出来, 惊醋的消息还没有, 只不过打听到了一则传说, 关于无敌之剑七星, 无敌之剑, 第166章被诅咒的妖刀由枪划掉, 阿斯卡岛上一家四面透风的饭店, 之所以说是饭店而非餐厅, 因为它远远达不到那种程度, 后者无法形容那种简陋模样, 岛上的居住点就像是一个原始部落, 也没有什么娱乐设施, 但是此刻店里确实客人不少, 一个个腰间佩戴着刀剑或者火枪, 他们也并非此处的居民, 而是听到了关于阿斯卡岛的传说, 想来寻求传说中的宝藏, 相传,阿斯卡岛上有神明赐予的三枚宝玉, 以及象征力量的不败之剑七星剑, 拉斐特一边用纸巾擦了擦嘴, 一边说道,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便要登岛看看了, 老板再来一盘,连骨肉款, 还有海猪肉汤也要来满满的一大碗, 两道身影坐在桌边摇头晃脑, 手里拿着叉子, 又结绿地戳着眼前的空盘, 看到桌子上落着的空盘子, 店老板都有些汗流加倍了, 按理说, 外面的厨师手艺完全不可能和哲普带领的厨师海贼王 以及火山料理加福来, 之所以下馆子, 首先是尝尝特色的美食,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给船上的厨师们放个架, 莫莉亚眯着眼睛皮笑肉不笑地盯着身边地两个锅灶的家伙, 这半天就只听到他们说话了, 一边继续和拉斐特讨论着事情, 一边用筷子夹着自己身前盘子的肉片送了过去, 闻着香味, 立马就有嘴巴前来迎接, 老大,我也要, 我也要, 这一下只顾着吃了, 自然也就安静了, 莫莉亚按照自己当真是个天才, 原置惊促的事情先放到一边, 听拉斐特说的七星剑以及宝玉的故事后, 莫莉亚便准备阻止人手进入岛屿之中寻宝, 当莫莉亚等人还没有到达阿斯卡道上时, 负责放哨的人们已经是发现了他们, 快躲到后山去, 海贼来了, 村子里的人们听到声音, 立即带上了值钱的东西, 向着后山的丛林之中跑去, 显然, 这里不是第一次遭受海贼入侵了, 在村子中央, 图腾的前面, 一个蓝头发的少女抱住了一位老人的腿, 婆婆, 我们快走吧, 海贼叫来了, 拉克斯, 快带玛雅走, 我要和村里的战士们殿后, 那头发, 有些花白的老人勾搂着身子, 拄着拐杖道, 她是村子里最年长的人, 名叫做伊莲莎, 组织着村里各种祭祀活动, 也可以说是祭司, 此刻她站在队伍之中, 也算是有个心理安慰, 能够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 玛雅, 跟我走吧, 说话者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壮汉, 此刻手里握着一把大刀, 她是村子里最强壮的战士, 名叫玛雅的少女还想要说什么, 便被拉克斯拉着向着后山跑去, 海贼们距离村子还有多远, 伊莲莎抬头问向放哨的人, 大约还有一千多米, 他们看起来走得并不快, 伊莲莎眼中充满了疑惑, 刚刚就差不多这距离, 现在还是那么远, 这群海贼合着是来散步来了, 走得比乌龟爬得多慢, 你们也赶快下来吧, 最好不要和那群亡命徒交手, 只要试试交战必定会造成死伤, 村子本来可以更大, 人也可以更多, 就是因为一则传说导致经常有海贼来到这里骚扰, 他的儿子儿媳也是在某一次的海贼袭击中丧生, 对于海贼他们自然也不可能说有什么好感, 伊莲莎话音刚刚落下, 身后传来了一道询问的声音, 老人家, 你们这是打算去哪里? 当然是去后山躲避, 伊莲莎后之后觉得反应过来, 紧接着就是满脸的惊恶, 这个声音是无比的陌生, 绝对不是村子里的人, 你是, 伊莲莎刚回转过头, 紧接着就是吓了一跳, 只见他的身后凭空出现了几道声音, 呼呼呼, 你们跑那么快做什么? 刚刚还没吃饱, 现在又饿了, 刚刚要你留在那里, 你又要跟着, 东西都吃干净了, 留在那里干什么呀? 是, 海贼, 伊莲莎眼神中, 写满了惊恶, 甚至可以说是惊恐, 可以这么说, 不过我们却和一般的海贼不同, 只是想和你打听一下七星剑, 莫莉亚还算客气地问, 问事情最好是找一些年长者, 知道得多, 七星剑,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伊莲莎星道, 还说和其他海贼不一样, 不也是为了那东西来的吗? 你确定不说吗? 莫莉亚又问了一句, 那只是一个传说, 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宝玉和七星剑, 只是一个故事而已, 伊莲莎家族世代都有阻止七星剑的使命, 虽然没有见过七星剑, 但是却知道其是真实存在的, 莫莉亚没有和这个嘴巴很严的老太太多费口舌, 直接和拉斐特使了个眼色, 后者瞬间心领神会, 静止走到了伊莲莎的面前, 你们要做什么? 伊莲莎有些惶恐, 总觉得这群家伙有些诡异, 这时, 其他村里的战士也是围了过来, 并且让莫莉亚等人放开伊莲莎, 只是眨眼的功夫, 便没有能够到反抗的人, 呵呵, 看这里, 拉斐特旋转着手中手仗, 伊莲莎寻声望去, 眼神却陡然变得迷离, 七星剑在什么地方, 拉斐特剑催眠已经奏效, 便出言询问, 在, 伊莲莎就像是行尸走肉一般, 当拉斐特问起之时, 指了指一个方向, 继而迈步走在了最前面, 莫莉亚这次是带了不少人手, 这样的话, 也省得一点一点地找了, 阿斯卡岛上有着丰富的古建筑, 说明这里很久之前便有人居住, 并且规模也远非现在可比, 古建筑中还有一些不知通向何方的暗道, 不过很窄很小, 很不适合进入, 就是, 这里了, 最终在伊莲莎的带领下, 莫莉亚一行人在一处洞穴停了下来, 即便是白天洞穴里面也是漆黑一片, 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 火, 一群人面面相去, 继而摇头, 好像并没有人想到带火, 就在此时, 黑暗中突然闪过一缕火光, 紧接着出现的是罗宾一张清冷的脸颊, 什么叫专业, 这就叫专业, 洞穴里并不是很大, 属于光线好一眼就能看到镜头的那种, 但是一群人硬是没有找到所谓的七星剑, 也就在莫莉亚怀疑是不是这老婆子语言的真实性时, 罗宾的声音却是从不远处响了起来, 船长, 我, 这里好像写着什么东西, 莫莉亚文言大喜, 将蜡烛半大小的火种拿在手中, 自己俯下身子在旁边掌灯, 让罗宾看得更加的仔细, 罗宾盯着石头上刻着的文字, 嘴唇捏如着, 却没有发出声音, 因为上面的文字也并不是很多, 没过多久罗宾便已经是获悉了相关的信息, 罗宾指了指地上的石板, 道, 这下面压着什么东西, 至于是什么, 罗宾似乎也并不知道, 但按理说应该就是所谓的七星剑了, 莫莉亚直接指头插入石缝之中, 只是稍微用力, 直接将数米长的厚厚石板先飞出去, 火光照耀之下, 一把剑身上刻满奇异花纹的长剑躺在里面, 之所以成之为剑, 那是因为它是双刃, 与平常所见的刀有着不同, 虽然这个世界刀剑不分家, 可以相互称呼, 至于这把剑, 应该就是无敌之剑, 七星剑了, 正当莫莉亚想要将七星剑拿出来之时, 这时洞口突然传出了一道娇滴滴的声音, 不要碰那东西, 众人回首望去, 却见是一个十来岁年纪的小姑娘, 一旁还跟着几个身强力壮的大喊, 如果让这把邪恶之剑激活的话, 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彻底地陷入黑暗, 这把剑已经被种下了诅咒, 千万不要让它重回人间, 被诅咒的剑吗? 莫莉亚听到这话, 更加觉得有趣了, 妖刀之所以被称为妖刀, 那是因为使用者是无法驾驭之人, 就比如妖刀鬼彻与研磨以及鬼哭, 莫莉亚才不相信这个, 只见她直接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将七星剑拿了起来, 放在眼前仔细打量了一下, 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出奇的地方。 你, 还好吧? 那小女孩结结巴巴地问, 当然, 洞穴里漆黑一片, 莫莉亚也没再接着打量, 将七星剑挂在了腰间对着小女孩以及几个村民道, 以后, 你们就说村子里的宝物被我们月光海贼团拿走了, 估计以后也没有什么人愿意再来这里。 小女孩与其他人面面相去, 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向着一连杀跑了过去, 婆婆, 你怎么样了? 东西到手, 拉斐特打了个响指, 一连杀也便悠悠行转过来, 茫然地看向四周。 莫莉亚还以为这刀有多邪性呢? 结果也就普普通通, 不免有些失望。 只是她不知道的是, 这把剑还尚且在沉睡状态并没有被激活。 洞穴之中, 玛雅已经将事情告诉了祖母一连杀, 后者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这样也好, 被他们拿走, 到时候即便那把被诅咒的剑苏醒, 也和我们无关了。 几个时辰后, 莫莉亚等人离开了阿斯卡岛, 出现在了附近的一个镇子上。 老大, 我们打探到了关于金石的消息了。 阿布萨罗姆喘吁吁地来到了莫莉亚休息的地方, 看到桌边放着一些水果和零食向嘴巴塞了几个, 这才接着到。 刚刚我在打听消息的时候, 有个名叫丹玛罗的家伙主动找上了我, 说是他那里有我们想要的东西。 喝口水, 休息一会。 莫莉亚给阿布萨罗姆倒了一杯果汁, 待会把它带过来吧。 阿布萨罗姆连连摆手说不用了, 手拿着杯子便一溜烟跑没影话。 不一会儿, 阿布萨罗姆就将人带了回来。 是一个大富贤贤的胖子, 长相也有些粗狂, 属于普普通通的类型, 放在人群之中都不一定能找出来。 不过, 莫莉亚总感觉这人有些面熟, 似乎是在哪里见过。 你手上有原质精促? 莫莉亚开门见山地问道。 有, 当然有。 你想要什么我, 这里都有。 丹玛罗对着笑脸, 赶忙地接话道。 有多少? 莫莉亚又问, 打算出什么架? 丹玛罗想了想, 用手笔划了一下。 如果真有那么多的话, 估计锻造一件兵器也是绰绰有余了。 丹玛罗想了想, 突然伸出了五根手指, 五, 五, 五千万吗? 虽然也不少了, 但是还可以接受。 五百万贝利, 你看怎么样? 丹玛罗试探性地问道。 五百万? 那么便宜? 莫莉亚以为这种可遇不可求的东西, 应该很贵。 没想到, 竟然这般的便宜。 嗯, 丹玛罗一听, 顿时就有些汗流加倍了。 这个, 这是因为金醋在我们这里很常见吗? 东西多了自然就不贵了。 哈哈。 丹玛罗打着哈哈, 看似表面云淡风轻, 其实内心已经是慌的一批。 这样吗? 莫莉亚点了点头, 总觉得这家伙有些底气不足的样子。 难道是已经发现了她的身份, 怕要价太高被杀人越祸? 越想越有这个可能, 对于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家伙, 如果能够结识一位大人物, 那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丹玛罗暗自捏了把汗, 差点就漏陷了, 巧舌如簧, 这才化险为宜, 早知道这东西那么贵重, 就多要点了。 谈拢了价格,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莫莉亚也从丹玛罗手中得到了所谓的原质金醋。 金石颜色有些偏灰暗, 看起来平平无奇, 卖相级便是比普通的水晶都不如, 但是一个是看的, 一个是用的, 也没有什么可比性。 看这家伙似乎挺伤到的, 莫莉亚正准备给她个旗子之类的, 也算是对她的回报, 结果交易完成之后, 就再也没见到对方的人影。 既然对方不在意这些, 莫莉亚也没有再强加给对方。 恐怖三围翻船, 翻船调转方向, 直接向着伟大航路而去。 而在大海的另一个方向, 一艘小船上, 一个人正看着手中的钱喜不自惊。 他的名字, 由枪划掉的丹玛罗·布拉克。 第167章主刀, 夭于永恒之火。 双子甲, 在月光海贼团前往东海的这段时间, 布鲁克一直待在这里, 陪伴着拉布。 他们已经有50多年没见了, 自然是有些说不完的话。 在这段时间的相处, 距禁拉布显然情绪变得稳定了起来, 鱼也不像原来那般的暴躁。 考虑的怎么样了? 是待在这里, 还是和我们一同出海? 莫莉亚对着布鲁克询问道, 如果她想留在这里, 莫莉亚也不强求。 优惑或或或或, 还真是让人难以抉择呢。 布鲁克发出了她标志性的笑声, 只是短暂地笑了一下, 只是片刻布鲁克辨证色道, 大人对我有恩, 了解了我的遗愿。 我不能事情完成了, 就忘掉当初的答应下的事情。 莫莉亚微微一笑, 也不想先前那般面无表情了。 你都这么说了, 那么我也不瞒你, 如果你想要和我们一起走, 我同样有办法将拉布一起带上。 不, 莫等莫莉亚把话说完, 布鲁克摇了摇头, 新世界太危险了, 并且无风带有着许多体型巨大的海王类, 到时候,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已经开始在新世界着手组建海贼团的据点, 到时候就将拉布安置在那里, 也不用让他参加战斗。 莫莉亚说明了一下自己的想法, 他准备用收集来的黄金, 加上采购一些名贵木料, 组建一艘巨大的移动战舰, 然后在上面建造世界第一的娱乐城。 反正他现在有七五海的身份, 到时候世界政府明面上也不好阻拦。 这样吗? 布鲁克思索了片刻, 这也不失为一种好的办法, 这样也就能和拉布朝夕相处了。 但真到了分别的时候, 陪伴拉布多年的库洛卡斯倒有些不舍了。 双子甲下, 灯塔前的海面上, 莫莉亚看着送行的库洛卡斯 以及不断叫着的拉布, 觉得有必要成全一下他们。 于是, 他走上前去, 对着库洛卡斯道, 老头, 要上船吗? 你大可在我这里养老。 对于莫莉亚的称呼, 库洛卡斯气得直翻白眼, 他摆了摆手, 我都这一把老骨头了, 还想多活几年, 出海什么的, 还是交给年轻人吧。 先别忙着拒绝, 我也并非让你去和人打架。 莫莉亚解释道, 我这里还有一片秘密的绿色基地, 上面几乎没有人类踏足, 上面有开垦的土地, 到时候你就在上面种点花花草草, 安享晚年不也挺好。 莫莉亚所说的正是千年岛归的规备上, 那里环境自然不必多说, 上面也没有人居住, 只有小人族在上面生活。 库洛卡斯还想拒绝, 莫莉亚便让他先看过再回答。 盛情难却, 库洛卡斯只好乘船来到了前年岛归的背上, 这就是一个偏中小型的岛屿, 上面森林郁郁葱葱, 环境自然是好的不得了。 库洛卡斯到达岛上之后, 立即就被这世外桃源般的景象吸引了, 就像是人间仙境一般, 让他也很是心动。 当看到大片大片种植着蔬菜水果的土地, 他已经开始幻想以后的生活了。 没有一个老头会拒绝这样的诱惑, 在老年生活中有一块地, 种种瓜果蔬菜, 自己自足每天看着它们慢慢长大, 这是非常享受的生活。 这里也是有区别的, 一种是在地里刨石一辈子, 磕在骨子里的记忆, 如果没有地就会觉得生命中缺少了什么。 至于那些没中过地的, 则纯纯就是兴趣使然, 再加上有些好奇。 很显然, 库洛卡斯属于后者。 那, 库洛卡斯正想说什么, 莫莉亚却是笑着道, 不知道老头你听没听说了, 上了贼船可就不好下去了。 罢了罢了, 库洛卡斯摇了摇头, 我去收拾收拾东西, 反正我年纪也不小了, 也没有什么想做的了, 再哪都一样。 哦, 对了, 突然又想到了什么? 库洛卡斯问道, 你们应该每天都有最新报纸的吧? 报纸可是他每天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 每天泡上一杯茶, 沐浴着阳光, 看上一份报纸, 无比惬意。 当然, 最终, 恐怖三围帆船跨越无风带, 直接从东海进入了伟大航路。 不过这次与以往不同, 因为有拉布的存在, 这一路上吸引了好几头几百米的海王类, 也信而月光海贼团众人, 加上蓝猩猩以及狮鬼大军, 生生堆出来一条路。 所以说, 之所以没有人抄近路走无风带那都是有原因的, 不仅仅是没有风那么简单, 进去可谓是九死一生, 至于生还者, 也是冥王雷厉这种一高人胆大者。 伟大航路, 万代磨刀房。 万代夫人拍着大腿毫无风度地大笑着, 就这, 还原至金醋? 不过是一堆废料而已, 就连锻造农具都没人用。 莫莉亚额头上抱着井字, 但也不是说因为万代夫人的笑, 而是被那个名叫丹马罗的黑心商人给骗了。 不能说商人, 可能这个身份都是假的。 一时间, 莫莉亚突然想起来了什么, 两道身影逐渐地重合到了一起。 她想起来那家伙是谁了? 原著中就是她假扮草帽招兵买马, 如果不是海军的介入, 还真就让她得逞了。 想要回去也需要浪费极大的人力物力。 莫莉亚将耕三郎给她的小册子转交了万代夫人, 后者起初还不以为意, 只是敷衍地翻了几页。 但当她看了一下上面的内容之后, 立即坐姿都端正网, 态度也来了180度大转变。 这东西是谁给你的? 万代夫人有些激动地问, 能够有这种见解的刀匠, 必定不是什么无名之辈。 一个老头叫做双月耕三郎。 莫莉亚如实回答, 双月, 双月吗? 万代夫人喃喃自语着, 怎么? 莫莉亚总感觉这里面有什么故事? 没什么, 双月, 她是家父的一个至交好友。 万代夫人摇了摇头, 从怀里套出一个烟枪, 含着烟嘴就开始点火。 这动作就和前登三郎如出一辙。 莫莉亚皱了皱眉, 她说了, 只要将这东西交给你, 你就可以帮我铸刀。 万代夫人身体侧躺着, 一身华丽宽大的服饰, 加上特殊的发际, 与何之国的装扮有着七八分的相似。 嗯, 砸吧砸吧几口烟枪, 万代夫人吐了几口烟圈, 对着莫莉亚问道, 东西都带来了吗? 莫莉亚只拿出了颜织精, 少了一样。 就在此时, 莫莉亚突然想到, 这东西作为黑市商人头头的基伯森, 应该能弄到, 于是打算掏出电话虫询问一下, 原汁惊醋是吧? 我这里倒是有一些, 如果万代这里有, 那也不用费功夫去找基伯森了, 估计对方应该在新世界相隔甚远。 你听我说完啊, 只有一些, 想要锻造你能使用的刀型是远远不够的, 正说话间, 万代夫人眼睛不经意扫过莫莉亚腰间的几把刀。 等等, 那把刀, 可以给我看一下吗? 听到万代夫人突然询问, 莫莉亚是一头雾水, 但还是将三把刀拿下来放在桌子之上。 我也不知道, 你要的是哪一把, 自己看吧。 万代夫人说的, 自然不是先前就见过的展阅和八房, 她的视线定格在了莫莉亚不久前才刚到手的七星剑。 只见万代夫人先是将七星剑放在眼前仔细地打量了片刻, 纸目轻轻抚摸着剑身, 就好像是抚摸自己的孩子一样。 紧接着就上演了令莫莉亚瞠目结舌的一幕。 只见她突然伸出了舌头, 在剑身上轻轻地舔尸了一下, 金银丝线在空气中拉得老长。 这, 莫莉亚瞪大了眼睛, 合适吗? 唾液都粘在上面了。 刀, 砸了, 已经成了二手货。 万代夫人舔尸完了健身之后, 一脸的沉醉, 像是在回味一般, 闭着眼睛。 果然和我所想的不错, 这把刀就是用原质金醋打造而成, 并且还是品质极好的金石。 万代夫人两久之后, 睁开眼睛, 指着刀身对莫莉亚刀。 莫莉亚盯着万代夫人恢复正常的脸颊道, 是怎么知道的? 我的舌头可以分辨出刀的材质, 以及进行了多少种工序。 如果给我足够的时间, 锤打了多少, 吓我都能。 听到这话, 莫莉亚一时之间, 不知道如何回答。 本来以为是一个实力派, 没想到还是一个天赋型。 这要是以后找了男人, 什么都藏出来了, 还有什么隐私可言。 思绪回到现实, 莫莉亚又问, 那现在该怎么办? 万代夫人将七星剑扔到桌上。 当然是, 就用她回炉重造了。 当然, 在这之前, 你需要获得她的认可, 成为这把刀的主人。 要怎么做? 莫莉亚有些搞不懂, 不知道认主还要做些什么。 你怎么那么笨呀? 伸手。 万代夫人拉过莫莉亚的手掌, 从怀中套出一把不是很长的匕首, 在上面划了一道口子。 滴血认主。 莫莉亚嘴角不由自主地抽了抽, 认主就认主, 也不用划开那么大一道口子吧。 下一刻, 只见莫莉亚的血滴在了七星剑上之后, 剑身之上, 原本黯淡无光的纹路陡然间绿光大胜。 狂暴的戾气即便没有将其拿起, 依旧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 莫莉亚将七星剑拿起来, 顿时一股莫名的杀戮欲望直冲天灵带。 有那么一瞬间, 莫莉亚的毛子都变成了血红色的。 不过, 尽管如此, 在使用了吟吟果实的莫莉亚来说, 这种程度还先不起什么风浪。 毕竟即便是一千个影子塞进体内她的精神都没有崩溃, 这点程度对她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只是片刻, 莫莉亚的情绪就趋于稳定。 很可以吗? 万代夫人眼中闪过一抹赞赏, 问道, 感觉怎么样? 莫莉亚直觉的身体里有一股火焰在燃烧, 不过却不会感觉到痛楚, 相反的, 还会感觉很舒服, 好像是治愈身体的各部位。 这一瞬间, 仿佛之前所受的伤在这一刻都痊愈了。 莫莉亚一念一动, 七星剑的表面上直接燃烧起来绿色的火焰, 有种焚尽万物的冲动。 快把火熄了, 我这房子可都是木头建造的, 别到时候一把火给我烧了。 万代夫人感受到了刀身之上传来的灼热, 吸了口烟道。 七星剑在手中一阵旋转, 再次回到桌上之时, 火焰已然熄灭。 妖刀, 妖火。 这刀不仅带有火焰属性, 并且还能治愈使用者, 也当真是把好刀。 莫莉亚撤回前沿, 刀留下, 人可以走了, 一个月之后来拿东西。 万代夫人打了个哈欠刀, 莫莉亚总感觉不靠谱, 有了被欺骗一次的经验, 于是问道, 你有几成把握? 九成九, 这个你大可将心放到肚子里。 万代夫人道, 先前没有答应, 你我便有五成以上的把握, 只是重新锻造, 而不伤原刀的属性, 这并非儿戏, 因为她只有一次机会, 因此并没有答应你。 现在, 我已经转换了思路, 现在这种办法, 对刀的属性影响极小。 刀自身的妖火, 加上言之精的永恒之火, 好期待成品啊。 不只是她期待, 莫莉亚同样满怀期待, 到时候这把刀会是什么品级? 无上大块刀十三弓, 还是大块刀二十二弓? 思绪回到现实, 万代夫人这么说, 莫莉亚也就放心了, 也没有问是什么办法, 估计到时候就算说了, 她也不一定明白。 刀成之后, 也是时候前往新世界了。 将船只停靠到了香波地群岛附近, 这里距离万代磨刀房也并不远。 莫莉亚先是迎接了带着一种愚人战士, 而来的愚人泰格, 又向雷厉提了自己的要求。 对于月光海贼团的部分成员, 进行为期两年的特训。 现在她手下的一部分干部, 还尚且不会使用霸气, 想要进军新世界, 起码也要打好基础。 诚然, 凯多的棍棒式教育更好, 但是首先能承受的, 诸那一记雷鸣八卦。 莫莉亚与泰格探讨了一下建造第二代诺亚方舟的可行性。 最终拍板建造一艘上万米的巨轮, 分上下两层, 上面作为明面上的娱乐场所和海贼团驻地, 下面则是愚人族七夕的地方。 莫莉亚先是联系上了地下帝王之一的基伯森, 从其手中购买了大量的名贵木材, 又汇集了世界各地的优秀船将着手打造世界第一巨轮。 然而, 想象是很美好的。 一个月过去了, 动工是不可能的, 就连图纸还没有画好。 一个月时间, 唯一的收获就是刀, 筑好了。 第168章两年, 筹谋。 海元历1512年, 大航海时代14年后, 此刻天已大亮, 勤劳的人们已经吃过了早饭, 开始忙碌起来。 东海, 风车村, 卖包的海鸥已经站在了一处篱笆之上, 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 没过多久, 一个头顶长着一对白色恶魔脚, 脑后的头发扎成马尾边的小女孩跑了过来。 见小女孩靠近, 海鸥用嘴巴从身上挂着的袋子里, 雕出一份报纸。 女孩从口袋里拿出一些细碎的坚果样物, 连带着一些钱, 诺, 吃吧。 海鸥也没有客气, 显然是老相识了。 吃了几口之后, 海鸥叫了几声, 便震翅飞到了天空。 小女孩手里拿着报纸, 虽然还认不全字, 但是却可以看报纸上的图片。 知嘎, 清晨的酒馆之中还没有什么人。 此刻酒馆的老板娘正在整理着柜台上的东西, 顺便将桌面都擦得干净地发亮。 妈妈, 这里是今天的报纸。 女孩将报纸放到了桌面之上, 以及则爬到了柜台前的座位之上。 我想去报纸上的游乐园玩, 不过那么豪华的游乐园应该很贵吧? 那当然了, 这种游乐园什么的, 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以及贵族才能去的地方。 老板娘一边说着, 一边接过了报纸, 先是扫了一下标题, 然后她就愣在了原地。 两久之后, 眼中闪过了一抹欣慰之色。 她摸了摸女儿头上紫色的头发, 道, 以后有时间了, 再带你去。 可是, 不是说, 只有贵族和有钱人才能去吗? 女孩有些疑惑地问, 因为你是特殊的, 到时候他们也不会收钱的。 老板娘细心地解释道, 突然想想到了什么道, 先别想那么多, 来先把你的剩饭吃了。 我吃饱了, 我要出去玩, 我要和陆飞哥哥玩海贼游戏, 不吃饭哪里也不准去。 好吧, 新世界某处, 数只海龟牵拉着一艘近万米的巨大战舰在海面上低速行驶着。 这里正是月光海贼团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建造的黄金巨船, 由名贵的木料建造, 同是外面都镀着金。 倒不是不想用纯金打造, 只是这样根本就不能漂浮在海面上。 船上坐落的城市由莫利亚起名目光之城, 它本意取月光之城, 只是听起来不够霸气, 目光及最后一抹日光, 目光之后便是月光普照之时, 由此革命。 此刻, 巨船内部的港口已经快要停满了, 这里面什么人都有, 有海贼, 有富商巨骨, 王公贵族, 同样还有一些便衣海军, 政府官员。 并且地下帝王们也收到了邀请, 货币领域的高利贷之王, 杜·费尔德, 娱乐领域的欢乐街女王, 斯图西, 情报领域大新闻, 摩尔刚斯, 运输领域深层海流, 乌米特, 仓储领域, 隐秘师, 基伯森。 六大地下帝王, 却唯独缺少了杀手领域的帝王。 斯图西和基伯森算是老相识了, 前者同事还负责探查情报的任务, 能够来这里并不奇怪。 乌米特负责运输, 来这里也是为了寻求合作的可能, 毕竟来来往往, 货物和人都需要船只。 至于摩尔刚斯, 莫利亚花了大价钱买了他几个新闻的头版, 也没什么利益上的冲突, 来这里也算给个面子。 之所以突然来了那么多人, 也不仅仅是宣传到位, 还有就是安全保障。 这艘船上绝大多数地方都有监视的电话虫, 以保证登船者的生命及财产安全。 同样最吸引人的噱头还是人娱乐园, 各色的美人鱼届时会表演节目。 船上也分为了各个区域, 也各有专门的负责人, 巴卡拉负责赌场, 佩罗娜负责游乐园, 霍斯曼负责小吃街。 阿布萨罗姆自建负责管理温泉以及澡堂, 不过被莫利亚否决了, 她被任命为保安大队长。 其他人倒是不用管, 但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 还是要招待的。 至于欢乐街女王, 地位非同一般, 需要莫利亚亲自招待。 准备冲击八星级的酒店总统套房内, 司徒西此刻脑子里是一片空白。 这个牲口, 如果是正面, 上下, 她倒还能控制住, 只是从后面一下子感觉差点一口气没缓过来, 脑袋里嗡嗡的。 云收, 雨歇, 莫利亚将娇小的人抱到了大腿上, 让她侧坐着, 自己的胳膊则充当她的依靠。 上面这次, 有什么指示吗? 莫利亚左手的手指向上指了指, 另一只手绕过了叶下, 不知道在做什么。 司徒西脸颊有些微红, 强壮镇定的正色道, 上面说, 作为王下七五海的一员, 你必须暗示上交部分所得, 不要想着耍什么花样。 这是看到, 莫利亚的娱乐呈见起来, 眼红了。 不过, 就已是明确规定。 七五海们除了必须接受世界政府的强制召集, 以及向政府缴纳一定的所得外, 平时可以自由行动, 完全不受政府干涉。 想让我交钱也可以。 莫利亚一本正经道, 你回去告诉他们, 交钱可以, 但必须承认这里是一个合法的地带, 并且让允许世界政府的官员以及海军到这里消费。 当然天龙人也可以, 但必须遵守船上的规定。 这简直就是无理的要求, 停下。 司徒西话音未落, 便已是戛然而止。 那哪有这样的好事? 我做不做这七五海又有何意义? 不仅不被认可, 还要按时将巨额的利润上交。 莫利亚冷笑一声, 白嫖, 想都别想。 这回将这话转告给上面。 现在可以放我走了吗? 司徒西委屈地想哭。 这事可真难做。 似乎想到了什么, 她又接着道。 借用一下浴室, 我去清洗一下。 到时候被他们发现了, 那可真就完蛋了。 其实不惜, 也没事的。 反正都已经干了。 变态! 这两年发生的事情很多, 莫利亚暗中操控的赏金猎人杀手 以及雇佣兵组织、工会。 这段时间是发展迅速。 这也直接冲击了原本杀手领域 帝王多拉格、皮埃克罗的地位。 顶层的一间办公室、 鸳鸯狱之后, 莫利亚看了一会波尼斯传来的文件, 以及在世界各地安插的眼线传来的消息。 这上面大多都是一些琐事, 无关紧要。 但上面却有一则消息引起了莫利亚的注意。 是在新世界发现了火烈鸟号。 也就是说, 唐吉赫德家族去了新世界。 这段世界, 莫利亚也打探到了一些消息。 唐吉赫德家族在从军火生意上赚得盆满钵满。 他们的物美价廉至于供货商。 已经有可靠的消息, 就是来自于河之国。 也就是说, 唐吉赫德家族是为凯多的百兽海贼团出售武器。 是时候做决定了。 莫利亚揉了揉太阳穴, 靠在了座位之上, 看向挂着水晶灯的天花板。 布鲁布鲁布鲁。 桌上摆放的电话虫突然发出了声响。 莫利亚响了一下, 接通了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新朵莉的声音。 Boss, 你那边边忙吗? 我有件事, 想和你说。 新朵莉吗? 现在也不是很忙。 演唱会结束了。 莫利亚问道。 演、 唱会还没有开始。 只是我有个朋友, 想要见你。 新朵莉突然支支吾吾起来。 朋友? 西海的朋友吗? 莫利亚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新朵莉的家乡。 目光之城第一次对外开放, 西海的人过来也实属正常。 不, 不是, 那个, 他, Boss, 你也见过他。 新朵莉似乎有什么心事。 莫利亚虽然很想问问到底是谁, 但一想着马上就见到了, 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直接让他到酒店的顶楼来找我。 有什么事, 可以当面和我说。 莫利亚语气温和道, 似乎感受到了莫利亚的情绪, 新朵莉也才放下心来。 咚咚咚。 没过多久, 正在偷过窗户看向外面蔚蓝海面的莫利亚听到了敲门的声音。 进。 莫利亚话音落下之后, 门外之人似乎是犹豫了一下, 片刻之后这才打开门走了进来。 那人一进来, 首先看到的是精美且奢华的一屋子装饰品, 只觉得这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华丽的东西。 紧接着目光转移, 最终锁定了那一手俯窗目光远眺之人。 大人, 他怯怯地叫唤了一声。 莫利亚似乎像是没听到, 那人瞬间有些局促不安起来, 战也不是做更不是。 其实莫利亚在他进来的第一时间就知道了, 但是故意没有回过头来。 两久之后, 莫利亚才收回目光, 坐在了松软的座位之上, 打了个哈欠, 似乎是提不起一丝兴趣。 你来做什么? 莫利亚态度并不是很好, 甚至可以说透露着一丝厌恶。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德雷斯罗萨王国的二公主, 维奥莱特。 此刻他像是精心打扮了一番, 衣着庄重而不失华丽, 人哪尊贵不失娇媚。 大人, 维奥莱特念入着嘴唇, 半天才开口, 只是他才一开口就被莫利亚打断了。 大人, 我可承担不起, 我只是一个海贼, 受不起这个称呼。 莫利亚游记得当初维奥莱特的表现, 毫不遮掩对海贼的鄙视, 就好像他身为王女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高贵。 扑通。 维奥莱特二话不说, 直接扑通一声跪倒在了地上, 由于穿着长裙并且布料也不是很厚, 可能一下膝盖都红了。 大人, 原谅我那时的无知, 现在我绝对没有对你一丝的不敬。 维奥莱特态度可谓180度大转变, 就算是性格似乎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由原来的平青色张扬变得成熟内脸。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才导致了前后转变如此之大。 看到维奥莱特一下子就跪下了, 莫利亚也没有让他起来, 只是神色缓和了一些。 说吧, 什么事? 我不信这是你的良心发现与幡然醒悟。 莫利亚盯着他道, 这一刻似乎知道了一些什么。 以多佛朗明哥为首的唐吉赫德家族, 通过轨迹占领了德雷斯罗萨王国, 囚禁了我的父亲, 杀害了大量的王族, 维奥莱特陈述之前发生的事情。 我想请你出手。 这个我有什么关系? 就算唐吉赫德家族把你们都杀光了, 那也是世界政府来管这件事。 莫利亚冷笑道, 他说的也确实没错, 这确实和他没有任何瓜葛。 维奥莱特此刻真是后悔的肠子都清了, 一个七五海多佛朗明哥几天时间就可以让王国一主, 并且世界政府都不敢插手。 他当初没给外界所传比多佛朗明哥还要抢许多的莫利亚留下好印象, 是多么的不明智。 这一刻, 他才知道当初自己在对方摆出的优越感, 是多么的可笑。 我可以给你钱一百亿, 只要你帮我们夺回国家, 钱都是你的。 维奥莱特道, 如果不是实在没办法, 他也不会来找莫利亚, 在他认识的人当中, 似乎也只有钱者有这个能力。 一百亿, 还真是有钱啊。 莫利亚突然拍着桌子, 笑了起来, 你看这整个目光之城都是我的, 你觉得我会缺那一百亿? 维奥莱特这一下就不说话了, 从他上船之后, 一路所看到的仿佛置身到了黄金之箱, 也确实不像缺钱的样子。 如果没事了, 就自行离开吧。 王女, 不站在, 你连公主都不是, 只是一个王国的公主, 什么都不是。 莫利亚接着道, 你在别人眼里可能高贵, 但在我眼里, 不你都不配被我注视, 如果不是因为心夺力的缘故, 你以为能出现在这里吗? 维奥莱特感觉尊严 在这一刻见她的什么都不剩下了, 也确实如她所说, 王国公主不过是普通人而已, 没什么可说到的。 嘻嘻嘻嘻, 我还是第一次, 我可以把她给你。 一阵嘻嘻嘻嘻的脱衣声之后, 紧接着华丽的舞裙 落到了地面之上。 小麦瑟的肌肤上 镶嵌着几颗玛瑙宝石。 莫利亚盯着她, 有一丝丝的惊恶, 紧接着便恢复了平常, 一本正经的道。 本作向来不尽女色。 第169章 德雷斯罗萨 大战将起 对于维奥莱特莫利亚 可以说没有啥好感的, 就那一丝不挂的黑皮, 还不如直接去找巴卡拉, 那个直接白给, 还不要一点回报。 至于没有好感, 是一回事, 立规矩,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维奥莱特倒也不至于 莫利亚这么做, 只是下马威 还是要有的, 不给点颜色瞧瞧, 有些人 还真就不知道 自己姓什么了。 莫利亚看了看, 不得不说 维奥莱特的身材 还是有料的, 还挺得挺, 该翘得翘, 也怪不得能和 多福朗明哥 传出绯闻。 穿上衣服, 没必要坐见自己, 身体是自己的, 没有人会替你珍惜。 莫利亚一手扶额, 摆了摆手, 一副很头痛的样子, 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事成之后, 想要赖账的话, 你知道后果的。 大人, 你是答应吗? 维奥莱特原本 毫无光彩的眸子 陡然间闪过一抹亮光, 有些忐忑地 将裙子提了上去, 遮住了身体。 莫利亚没有说话, 算是默认了。 反正多福朗明哥 肯定是不能留的, 一方面是因为 罗的缘故, 加上多福朗明哥 又与凯多狼狈为奸, 而莫利亚与凯多 又是生死之仇。 再加上小人族的缘故, 如果东塔塔王国传来消息, 估计现在在莫利亚麾下的小人族 也会坐立难安。 干脆趁此机会 卖三个人情, 除掉一个祸患, 之后便衍生了好几个版本。 小人族得到消息, 是莫利亚为了他们 而去找多福朗明哥算账, 告诉罗的, 则是为了替他报仇。 在开幕活动结束之后, 莫利亚便召集了 月光海贼团的全部干部, 以商讨前往德雷斯罗萨的事情。 由于多福朗朗明哥身份的特殊性, 最终决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在世界政府反应过来进攻 唐吉赫德家族。 同样是王下七五海的一员, 但是多福朗明哥 却有着另一重身份, 天龙人。 同样拿捏着 世界政府的一些把柄, 到时候 如果被世界政府知道了, 估计会被阻止, 更甚者可能还会派遣强者前去助阵, 到时候难度流要大大加强了。 数天之后, 世界权力中心盘古城内。 在司徒西将所见所闻 以及莫利亚的条件转达之后, 五老星们开始关于此事件的话题。 月光海贼团 怎么就会愚人族扯上了关系了? 这个消息真是令人头痛。 那四兽狼圣用中 只游了揉太阳穴, 像是头不是很舒服。 让政府和海军的人去那里消费。 真是一个无礼的要求。 沃丘利盛插着手道, 不过, 感觉这是道真的可行。 抛开可以给我们带来巨额报酬不说, 同样可以起到监视作用。 这样, 就算海军和我们的人出现在那里, 也不会引起太大的注意了。 高个子的马兹圣发表了不同的见解。 毕则圣点了点头, 表示说得很有道理。 萨坦圣则是沉默不语, 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话。 正在此刻, 房间的门被敲响了, 得到许可之后, 一个世界政府的高级官员有着紧张的道。 是他, 他传来消息了。 德雷斯罗萨领海, 恐怖三维帆船停靠在了海边, 连接内外海的大门打开, 一艘, 接着一艘的运尸船, 直接冲到了沙滩之上。 一个个僵尸诗鬼, 从破败不堪的船之上, 跳了下来, 其场面堪比, 末日丧尸片。 啊, 僵尸们大声地嘶吼着, 就像是一只只索命的恶鬼一样。 叫什么叫, 悄悄地进村, 哦不, 悄悄地进城。 作为僵尸总指挥的阿布萨罗姆, 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对着一众僵尸施则道。 哦, 知道了, 好色部大人。 在这一群僵尸的眼中, 竟然是闪过了一抹不屑。 什么好色部, 是阿布萨罗姆? 阿布萨罗姆吐槽道。 好的, 好色部大人。 砰砰砰砰砰。 快去报告, 多福朗明哥大人。 一群唐吉赫德家族的底层成员, 看到这一群跟死了没埋一样的家伙, 直接开火射击。 只是一群人, 刚想去通报或者是掏出电话虫, 黑压压的一群僵尸就扑了上去。 有的僵尸用刀, 有的僵尸用枪, 有的直接张着大口, 直接就要啃。 怎么回事啊? 这群家伙怎么打不死? 唐吉赫德家族的一些成员大惊失色, 无论他们怎样攻击, 最后也只是在僵尸们的身体上留下几个弹孔而已。 如果不够鲜小的话, 说不定脑袋还会骂骂咧咧地开口。 尽管月光海贼团突然袭击, 但在一段时间之后, 唐吉赫德家族依旧是收到了消息, 但此刻僵尸大军已经是攻入了城中。 城中的民众一阵恐慌, 四散奔逃, 今生间叫着。 王之高地, 王公之中。 联系完世界政府与凯多之后, 多夫朗明哥召集了全部干部。 他的神色无比的凝重, 没有平日里对待他人的那种猫捉老鼠的细血之色。 根据外界消息, 现在的莫利亚已经稳坐七五海之手, 相信不久便会前往和之国与凯多再次决战。 多夫朗明哥此刻也是隐隐猜到了莫利亚的目的, 先不说其他, 这必定和他与凯多的合作脱不了干系, 因为这二人有不共戴天之仇。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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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夫,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画牢托雷波尔开口道, 此刻唐吉赫德才刚刚夺取德雷斯罗萨, 还没有享受这胜利的喜悦便遭此劫难。 多夫朗明哥坐在主座上, 下面是两位最高干部托雷波尔和毕卡, 至于迪亚曼蒂早已成了某人的刀下之鬼。 给我一点时间, 可能还有机会, 现在的我还不是他的对手。 多夫朗明哥见识过凯多的实力, 可以说根本没有机会。 而莫利亚又与凯多大战过一场, 先不说结果, 如果让他去, 估计这件事也不会传出来, 人就没了。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待世界政府的调解, 世界政府的人现在已经在路上了。 多夫朗明哥皱着眉头道, 巴法罗尼带着卑鄙舞, 莫奈以及沙唐先离开德雷斯罗萨岛, 其他的干部随我去迎战月光海贼团。 少主, 我们, 莫奈还想说什么, 却被多夫朗明哥打断。 你们留下也没有用处, 即便是留下, 也绝对不是对方干部的对手。 趁着现在战乱从空中离开这里, 起码还能为家族留下一丝机会。 其他人可能不知道, 但是作为地下世界隐藏帝王的多夫朗明哥消息, 还是很灵通的。 对于月光海贼团的干部们也都有一些了解, 那些干部无意不是万里挑一的佼佼者。 如果真打起来, 兵对兵将对将, 到时候可能真的是针尖对麦芒。 对了, 紫罗兰到哪里去了? 布置好了一切, 多夫朗明哥扫视了一圈, 却并没有发现维奥莱特的身影不由地开口问道。 下面的干部面面相去, 然后都摇了摇头。 这个女人。 多夫朗明哥脸色阴沉, 目光也变得不善起来, 似乎感觉这家伙在做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 另一边, 莫利亚已经带着月光海贼团的干部们濒临城下, 这时怀中的电话虫突然响了起来。 布鲁布鲁布鲁, 是世界政府打来的, 这个结果眼上打来的又有什么好事? 莫利亚对巴卡拉挥了挥手, 在她耳畔说了几句, 就把电话虫交给了她。 她则是躲得远远的, 才不想听到世界政府那些家伙的声音。 咔恰! 电话接通之后, 那边的人刚要开口, 便听到电话里传来一道女声。 您好, 你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请核对后再拨打。 Sorry, Fan number you the outdoor as no Texas. 那边人一下子就猛了。 这是什么情况? 还默等她反应过来, 电话早已挂断。 莫利亚已经是可以猜出了世界政府的打算, 无非是想要去停战, 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月光海贼团众人一字排开, 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德雷斯罗萨城中。 周围的居民这才明白骚乱的缘由, 皆是大惊失色, 因为月光海贼团可是图成的前科。 在僵尸巢之后, 干部们登场之时, 唐吉赫德家族成员直接放弃了抵抗, 因为这根本不是他们能够参与得了的战斗。 多福朗明哥现在人在哪里? 莫利亚抓住一个唐吉赫德家族的小喽喽问道。 我, 我不知道。 那人摇头, 还想再说什么, 只见柏梗直接旋转出了一个惊人的角度。 那么, 你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了。 说着莫利亚又抓住一人, 那人顿时脸色大变, 还没等到莫利亚回答, 便指向了一个位置。 算你识相。 莫利亚一抬手, 那人便是被抛飞出去。 在月光海贼团打听下落之时, 唐吉赫德家族的干部们已经从王志高的出来, 并且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 这种程度的对战, 多福朗明哥也不是傻到一个一个派出去送死, 还不如集中兵力决一死战。 最终, 两队人马在王志高地下的斗兽竞技场外碰面了, 顿时每个人都在对方的身上扫视着, 有些好奇, 同样火药位也很足。 服服服服服。 多福朗明哥发出独特的笑声, 此刻的他一头的黄毛打着耳钉, 戴着墨镜, 相当的非主流。 月光莫利亚, 不知道你带人来这里到底是为什么?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过节。 没有过节? 那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而已。 莫利亚语气不善道, 首先你纵容手下奴役贩卖我手下的小人族, 就是就是, 赶走这个大坏蛋。 莫利亚的话还没有说完, 几个小人族就跳到了他的肩膀之上, 对着多福朗明哥进行最严厉的语言攻击, 不过善良的他们也想不出什么恶毒的词汇。 小人族叙叙叙叙控诉了多福朗明哥一阵后, 莫利亚接着道, 其次是, 从打算做凯多马前卒之时就应该想到了后果。 我知道, 还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吗? 莫等莫利亚解释, 多福朗明哥指了指, 在莫利亚身侧的特拉法尔加罗。 此刻特尔法尔加罗已经16岁, 经过数年的成长也是有所改变, 但是多福朗明哥依旧是一眼认出了他。 莫利亚没有回答, 也算是默认了。 罗, 你当真是要背叛家族了吗? 你知道背叛的后果的, 并且你以为他是真心想要帮助你的吗? 不过是贪图你的果实能力而已。 多福朗明哥低声道, 并且语气中带着威胁与警报。 从克拉先生生死之时, 我的目的就是向唐吉赫德家族复仇。 罗的眼神里充满了仇恨。 我不管他人是为了什么, 只要能杀死你, 为克拉先生报仇,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看来我猜得不错, 那件事你已经知道了。 多福朗明哥阴沉着脸, 那件事同样是他一生之痛, 他的亲弟弟没想到竟然会背叛他。 莫利亚没有将维奥莱特的事情抖搂出来, 并且已经没有那个必要了。 正当多福朗明哥话音落下之际, 知道这件事没法善终的了, 只见他的手指微微地拉动了一下。 下一刻, 莫利亚的手已经是出现在了罗的头顶上空, 只见他攥着拳头似乎在握着什么。 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搞小动作。 你是当我不存在吗? 话音落下, 莫利亚将手摊开, 里面什么都没有。 当然这只是一般人的视角, 感知力强的人已经可以看到或感知到一道精英的丝线。 寄生线! 多福朗明哥依靠线线果实开发的能力, 先将数十条线散布在空中, 之后像流星羽般坠落并插入到对手身体里, 从而操纵他们的肢体动作。 一旦被操控便极难摆脱, 只有见闻感知力超强之人, 才能提前发掘, 像白胡子海贼团三番队队长钻石奥兹都中招过。 刷! 看来, 你是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莫利亚刷的一声拔刀出鞘, 顿石绿色与赤色火焰如同两道火蛇一般, 盘旋在刀身之上。 自从锻造完成之后, 还没有用它来实战过。 刀, 都快生锈了, 今天就拿你开刀吧。 刀身之上双色符纹闪动, 顿石一种炽热感充斥着周遭, 仿佛要将这一切都化为灰烬。 这是一把自带火焰建议的刀。 人们自觉地离得远了一些, 温度实在太高, 只怕稍不留意便会被气灼伤。 大战, 一触即发。 准确来说, 已经开始了。 第170章战多夫朗明哥, 大将来袭。 炽热的刀握在了手中, 莫利亚披着海军的大厂, 就这么站在多夫朗明哥的面前。 莫利亚算是七五海中身高最高者, 即便是用了优化压缩了身体, 此刻也和三米多的多夫朗明哥差不多。 两人相对而视, 两方的干部们各自离开, 迎战各自的对手。 远处建筑之后, 穿着宽大袍子的维奥莱特看向 正在和多夫朗明哥对峙的莫利亚。 心里按道这家伙, 莫非是银枪辣枪头, 中看不中用吗? 她的心里, 难免有些忐忑不安。 如果搬来的旧兵一点, 用处都没有。 那到时候, 她与她附加的处境, 就危险了。 我可是很赶时间的, 如果在世界政府, 赶到之前没解决你, 那么可就不好玩了。 莫利亚, 有些戏谑, 俨然没有把多夫朗明哥放在眼里。 如今的她, 确实有这个资本。 即便是两年前的她, 遇到多夫朗明哥也是丝毫不处。 多夫朗手指拉动着, 似乎在操控着什么东西, 此刻她也是做好了防御的下姿态, 以应对莫利亚随时都有可能的进攻。 当她听到莫利亚所说的话, 顿时有些惊骇, 这家伙怎么知道, 她联系了世界政府。 多夫朗明哥脸色有些难看, 这样一来, 她拖延时间等待世界政府调解的想法, 是彻底落空了。 由不得她多想, 莫利亚的攻势悄然而至。 纵火之鬼! 莫利亚一刀麾下, 烈火无物自燃, 在砖石铺设的街上熊熊燃烧。 多夫朗明哥不敢大意, 立即牵动手中的丝线。 只是莫利亚的火焰建议在她的前面形成了一道几米的火墙, 之后便没有了动静。 也就在多夫朗明哥疑惑之际, 紧接着一道道身影凭空出现在了火墙的另一侧, 之后便迅速向她冲来。 一个个浴火的尸鬼向着多夫朗明哥横冲直撞, 根本就是抱着同归于尽的想法去的。 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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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夫朗明哥五指画肘, 如同砍瓜切菜一般, 烈焰尸鬼的残骸便已经散落一地。 在处理完尸鬼之后, 多夫朗明哥的脸色瞬间就是一变, 立即分开手掌, 两掌之间交织着无数的丝线。 下一刻, 莫利亚的刀已经当头劈下, 方才的小鬼也不过是转移注意力而已。 丝线与刀刃裹挟的强烈能量冲击一起, 只是片刻, 前者便承受不住, 寸寸断裂。 噼里啪啦! 狂暴的能量在这一瞬席卷四面八方, 多夫朗明哥乘着斩机被抵消大半之时, 飘飞空中, 继而落到了已经化为废墟的建筑之上。 而原地的莫利亚身后, 有些黑色披肩的大肠被气量冲击地不断抖动。 多夫朗明哥蹲在废墟之上, 目光死死地盯着莫利亚, 但是却并没有立即反击。 服服服服服! 不得不承认你有点实力, 但如果想要以这种实力向那位复仇的话, 还远远不够看。 至于多夫朗明哥嘴里说的是谁, 莫利亚自然知道是谁。 只见她也不恼, 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小沙漏, 对付你, 何必动用权力? 十分钟足矣。 如果超过十分钟, 算我输。 如今的多夫朗明哥还太过年轻, 实力比一些精英中将要强, 但皇妇级别是远远达不到的。 莫利亚将沙漏随手扔到了一块石头之上, 多夫朗明哥文言额头不自觉地倾惊抱起, 她感觉到了莫大的羞辱。 而就在王对王的同时, 月光海贼团与唐吉赫德家族的干部们也都没有闲着, 各自挑选了自己的对手。 结果, 真正打起来, 这才发现双方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看到周围的景象, 多夫朗明哥怒气更盛, 气势也是瞬间大盛, 原地只留下一道残影, 本体已是来到了莫利亚的身前, 陡然就是一脚踢出。 朴实无华的一击, 上面覆盖着武装色霸气, 一脚踢出, 裹挟着恐怖的气势。 面对多夫朗明哥的攻击, 莫利亚稳如泰山, 没有一丝的慌张, 不过也没有三心二意, 也没有多舌, 在任何的战斗, 之上傲慢和大意都不该存在。 不疾不虚的将刀在身前一横, 同样一记武装色硬化, 与之碰撞到了一起。 这一击看似平淡无奇, 但真正碰撞到一起, 就会发现是大错特错了, 在接触之后, 便有一股恐怖的能量倾泻而出。 这两股气息瞬间交汇, 恐怖肆虐的气浪铺天盖地, 气浪之中晴空霹雳, 只是并非普通的闪电, 它的颜色而是红黑色。 霸王色,霸气! 多夫朗明哥的霸王色霸气这才发出, 便觉得一股更加强悍的霸王色霸气直冲而来。 轰隆隆。 当这两股气势骤然碰撞在一起时, 陡然发出了一声震天动地的轰鸣, 仿若天要塌下来了。 躲在不远处的维奥莱特扶着墙面, 这才堪堪站稳, 心到这真是两个披着人皮的怪物。 这幅景象对于平常人来说, 就是几十年难得一见的奇景。 这两股霸王色霸气的相互碰撞, 随之而来的是恐怖的异象, 天空中似有无数黑红雷霆不断炸链。 不错, 霸王色霸气能够运用到如此程度。 相比于多夫朗明哥的有些权力以赴, 莫利亚就显得轻松许多, 只听他话锋一转道, 不过, 即便是一个凯多都把你吓成这样, 你又有什么称王之姿? 说着莫利亚手上骤然发力, 而后只见多夫朗明哥的脸在地面上摩擦出火花, 向着后面不断移动。 刷! 多夫朗明哥再也承受不住, 直接抛飞而出, 之后重重地砸在了箭筑之中, 一连将几个箭筑撞断这边堪堪止住。 解决了吗? 不远处, 霍斯曼与范奥卡并肩而行, 前者的受找症抓着一个气球一般的脑袋, 他的身体无力地在地面之上擦出长长的血痕。 是唐吉赫德家族的干部, 抱抱果实能力者, 古拉迪乌斯。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即便是他玩得再花也起不到丝毫的作用。 只是范奥卡一人便可不费吹灰之力地将其击败, 更别提两个人一起动手。 不远处, 轰鸣声一阵接着一阵。 恶狼正在将身前的石巨人一拳砸得粉碎, 石头巨人再次凝聚, 迎接他的又是一拳, 看起来就像是杂地鼠一般, 前者玩得不亦乐乎。 其他干部也是站作一团, 乌尔基对战的是水水果实能力者皮克、 巴杰斯和拉奥基、 马哈拜斯对阵奥兹。 值得一提的是, 卡里布和托雷波尔的战斗, 两个人打架, 上演了一出巧克力和奶昔的水乳交融。 我终有你, 你终有我。 建筑接连倒塌, 阎尘四起, 多佛朗明哥的身影也消失在其中。 噼里啪啦? 远处的废物之中一阵声响, 自然而然的, 注意力也就集中在了那边。 可就在此时, 莫利亚的身后陡然窜出一道身影。 小心! 维奥莱特惊叫出声, 淡化一出口, 他就后悔了, 情急之下, 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巴。 霍斯曼寻声望去, 上下打量了一下维奥莱特的身段和脸蛋, 眼中不由地闪过一丝不悦。 他和发奥卡也都看着呢, 但是并没有出言提醒, 那是因为根本就没必要。 维奥莱特一提醒, 远处多福朗明哥的脸瞬间阴沉下来, 果然还是对他太好了, 不应该留下这个祸患。 不过, 现在提醒已经晚了。 哈哈! 不曾想莫利亚却是大笑出声, 紧接着在那道身影手掌降下的同时, 一道黑影直接按住他的脑袋, 重重地压在了地上。 那身影瞬间化成了一团丝线。 隐奇线? 是多福朗明哥将细状丝线一圈一圈的缠绕并紧密结合, 来制造出油线所构成的分身人偶, 有的时候会有出其不意的后果。 隐隐果实的能力吗? 这时, 多福朗明哥也从废墟中站了出来。 刚才那一击让他受了点小伤, 但影响不大。 我现在还有一件事想问你, 多福朗明哥抹了一下嘴角的血迹, 迪亚曼蒂是你杀的吗? 相信当时在北海, 没有人有这个能力, 也只有你。 见多福朗明哥似乎猜测出了什么, 莫利亚也没有隐瞒。 迪亚曼蒂是我杀的, 本来我只是想拿东西, 只是他死缠着不放, 并且知道了我是谁, 那就留不得了。 刷! 当得到确切消息的, 下一刻, 多福朗明哥脸上的杀意骤然暴胜, 身形几经闪动, 五根手指成瘦爪状, 向着莫利亚骤然一挥。 五色线! 随着多福朗明哥的手掌落下, 五根近乎透明且比刀刃, 还要锋利数倍的细状丝线, 瞬间切根下, 袭向了莫利亚的身躯。 这些细小且透明的丝线普通人, 可能以肉眼难以察觉, 但是熟练运用剑纹色霸气的, 莫利亚怎么可能察觉不到? 只见他直接横刀身前, 一道火焰斩击迸射而出, 妖火之牙! 嗡! 绿色的妖火, 骤然射出, 仿若一条绿色的火龙一般, 张着大口向着多福朗明哥迎了过去。 所以, 看到这火焰袭来, 多福朗明哥不闪不闭, 五根手指继续挥落。 嗡! 火焰骤然被切散, 紧接着, 五条细小的丝线也与莫利亚的刀碰撞到了一起。 多福朗明哥的丝线可以很轻松地斩断钢铁, 切在人体上, 其后果可想而知。 吱嘎吱嘎! 一声尖锐的声响之后, 莫利亚的刀和五条线接触到了一起。 这短暂的接触之后, 多福朗明哥的眉头也是舒展过来了, 突然感觉莫利亚也不过如此。 讲无赖线! 见一时间难分胜负, 多福朗明哥挥动另一只手掌, 瞬间, 五根近乎透明宛如落叶爬的叉状丝线骤然降下, 看似普通, 实则尖锐异异常, 前者想要以此来贯穿莫利亚的身体。 什么一个沙漏的时间, 感觉牛皮都快吹上天了。 多福朗明哥感觉此刻她的外号可以送给某人, 她才是真的小丑。 莫利亚没有应接这招, 而是趁其注意力分散之际抽身而退, 迅速拉开了一段距离。 看到莫利亚向后退却, 这就是一阵猛攻, 超级脚鞭! 手掌中喷出数十条近乎透明的细状丝线, 之后瞬间交织一起, 形成一条宛如白色巨蟒的线柱。 面对如此一击, 表情也没什么变化, 双手持刀向上漠然一挥。 刷! 这一道脚鞭, 只是眨眼的功夫, 便是与莫利亚挥出的斩机拨贴在了一起。 周围的建筑也被这剧烈的碰撞震得面目全非, 可以看出战斗余波的强烈程度。 看了看, 已经快要见底的沙漏, 莫利亚缓缓解下了腰间的斩月。 道, 是时候结束了。 斩月握在手中, 顿时一股严丝合缝的感觉, 袭上心头, 仿佛刀柄上的每一道纹路都和手掌紧密结合一样。 虽然用新锻造的刀击败多夫朗明哥不成问题, 但没有老火技斩月刀用起来顺手, 施斩起来威力也更大, 虽然没有了火焰之力, 但是斩机却更加的纯粹。 月龙沦尾, 直接拦腰斩断, 仿佛是要将空间都一分为二一般, 向着多夫朗明哥横扫而去。 这也并不是单纯的月之乎西法的运用, 而是月牙天冲与前者的结合, 其威力可想而知。 似乎是感受到了威胁, 多夫朗明哥的脸色瞬间一变。 珠网强, 成百上千的丝线相互交织, 最终形成了下面巨大的大蜘蛛网, 丝线之上覆盖着武装色霸气, 是原本就具有很强防御力的丝线更加坚硬。 刺了! 莫利亚挥出的巨大斩击斩在丝线之上, 发出金属的焦鸣之音, 紧接着便是刺耳的声音响起。 一声震天动地的轰鸣, 一股恐怖的气浪将多夫朗明哥脚下的青砖石板都先飞了出去, 只留下光秃秃的地面, 只见地面也开始军裂, 并且迅速蔓延。 巨大的斩击波剧烈摩擦着珠网, 火星四射中多夫朗明哥额头的冷汗直冒, 显然此刻他已经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 咔嚓! 最终在多夫朗明哥惊恶的目光当中, 珠网寸寸断裂, 前者躲闪不及, 直接被巨大的斩击击中了身体。 一声闷哼, 被斩击裹鞋抛飞的多夫朗明哥鲜血直流, 直到撞断了几座建筑之后, 这才停了下来。 废墟中的他衣服已经是破败不堪, 浑身都是伤口, 早知道虽然莫莉亚挥出的是一道斩击, 但是斩击之中确实附带着无数的月牙斩击, 每每都能造成意想不到的结果。 胜负已分了。 远处, 唐吉赫德家族的干部与成员们都是目自欲猎, 没想到他们的少主这么快就败下阵来, 一时间感觉天都要塌了。 对方只是略微出手, 便已是结束。 一时间, 一些唐吉赫德家族的成员们纷纷丢下武器, 当场投降。 与之相反的是, 月光海贼团的众人也是一副理应如此的模样。 刚刚好, 莫莉亚将沙漏拿了起来, 最后一点沙子刚好落到了下面, 于是将其收了起来。 已经躲到远处地维奥莱特, 发动着邓邓果实的能力千里眼, 查看着战局, 当看到结束之前的一刀时, 一瞬间感觉似乎有那么一丢丢小帅。 与此同时, 新世界的海面上, 一艘军舰正迅速地向着德雷斯罗萨驶来。 虽然只是一艘船, 其分量却丝毫不爱一支舰队群, 因为上面有着一位本部大将坐镇。 第171章还债, 黑万责法。 多夫朗明哥败了, 唐吉赫德家族的一些干部们, 有的却还在苦苦支撑。 但最终, 还是难逃战败的结果, 或早或晚而已。 莫莉亚这边才收拾战局, 略微轻扫了一下战场, 没过多长时间, 而王之高地的一道身影, 已经是悄然而至。 是拉斐特。 船长, 据唐吉赫德家族的成员所说, 除开现在出现的干部们, 唐吉赫德另有一男三女四位干部, 但整个德雷斯罗萨都探查过了, 并未发现他们的身形。 拉斐特道, 应该是在我们登岛的第一时间, 就从反方向逃走了, 其中一位是转转果实能力者, 听说具有飞行的能力。 莫莉亚文言点了点头, 她也确实发现少了几人, 一时之间也想不太全, 只是知道之中有一个她想要找的人。 算了, 以后总会再见到的。 莫莉亚摆了摆手, 跑了也就跑了, 无伤大雅。 见莫莉亚也没有计较, 拉斐特又将唐吉赫德家族 存放在王之高的德雷斯罗萨各处的财宝 都罗列账目, 交给莫莉亚过目。 莫莉亚只是瞅了一眼, 发现数目倒也不少。 收起来吧, 相信不用多久, 世界政府的人闻这位就来了。 莫莉亚笑了笑道, 到时候我们就拿出一部分的一部分交代上去, 也算没让他们白跑一趟。 这件事之后, 世界政府肯定要找他算账, 至于多福朗明哥留着死掉更有价值。 即便是世界政府来了又能如何? 个人恩怨前者也不好干预。 拉斐特暂时也先离开了, 毕竟还要处理一些事情, 也就在这时, 莫莉亚感受到了身后不远处的一道身影 缓缓靠近, 于是也是转过头来。 只听他道, 怎么? 这么迫不及待地想要上交报酬了? 说吧, 你们利库一族将一百亿藏在哪里了? 维奥莱特见莫莉亚发财了多福朗明哥, 便赶紧地跑了过来, 向要和继续莫莉亚谈当初的事情, 主要是战后事宜的处理。 那个, 一百亿的话都在王之高地里, 多福朗明哥没藏起来, 应该很容易就找到。 维奥莱特低声下气道, 唯恐哪句话不合适, 得罪了莫莉亚。 嗯, 你是说, 那一百亿在这之间已经在多福朗明哥手里了? 似乎知道了什么, 莫莉亚的语气瞬间变得不善起来。 我也没说, 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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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哄。 莫莉亚攥紧拳头, 用力向着身侧一挥, 顿时一阵音爆之声响起。 数十米的高楼在一段时间之后, 也轰然倒塌。 维奥莱特瞬间就吓得不敢说话了, 这还是人吗? 多福朗明哥手中的东西, 本就是我的。 莫莉亚语气冰冷道,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三天之内凑过一百亿, 否则刚刚你也看到了, 自然也能灭掉你利库王族。 听到莫莉亚说灭掉利库一族, 维奥莱特立即脸色一白, 差一点一个没站稳直接摊在地上。 如果先前还抱有一丝侥幸的话, 此事那一份侥幸也是已经荡然无存。 三天时间? 我上哪里去找一百亿? 你就是给我十天时间, 我也凑不够那么多钱啊。 维奥莱特是欲哭无泪, 利库王爱民如此, 根本没有什么积蓄, 那一百亿还是受多福朗明哥威胁 从国民手中要来的, 现在再要的话, 就算愿意给, 也是凑不出来了。 我不管这些, 我只要钱。 莫莉亚语气平静到, 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于是她接着道, 凑不出钱是吧。 要不这样, 你去卖吧。 到时候, 把你包装一下, 什么王国公主, 绝世五级, 到时候还怕没有人光顾。 维奥莱特文言如遭雷击, 只是想象了一下, 就是一阵后怕。 到时候不仅给利库一组抹黑, 想想自己千金之躯, 这生意也只是暂时的, 到了不新鲜了, 突然想到了什么, 维奥莱特强达几分精神, 对着莫莉亚道, 那么, 大人, 你觉得, 我能值多少钱? 莫莉亚看着维奥莱特决绝的眼神, 心到这家伙不会是, 真的有这个打算吗? 他也只是细耍一下对方, 仅此而已, 至于那一百亿, 慢慢还也就是了。 见对方这么问, 莫莉亚当然是不知道, 但是, 有一个人却是知道的。 莫莉亚对着远处的一人招了招手, 那人以为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手上的事情还没解决就跑了过来。 老大, 什么事叫我? 阿布萨罗姆一头雾水, 不知莫莉亚意欲何为? 我就是想问你一下, 莫莉亚脸不红心不跳道, Girlship的姑娘都是什么家伙? 不曾想, 阿布萨罗姆却是没有回答莫莉亚的问题。 老大,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会去这种地方? 我可是本分人, Girlship是什么东西啊? 没听说过。 说着, 阿布萨罗姆还看了看维奥莱特, 尤其是在美女面前怎么可能失了风度? 莫莉亚, 装, 继续装, 莫莉亚瞥了她一眼。 那好,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么下次我可就不给你单独拨款了。 下次也别借着打探消息的名义, 问我要钱了。 别啊, 阿布萨罗姆忙道, 老大你也知道的, 我也只是去那里打探情报而已。 其实, 我告诉你, 这个女人是使用了邓邓果实的眼力人, 你想什么都可以被知道, 所以就剩下你和我, 还藏着掖着干什么? 听到莫莉亚的话, 阿布萨罗姆大受震撼。 这是, 真的, 是了。 阿布萨罗姆也突然想起了两年之前, 莫莉亚在德雷斯罗萨的遭遇。 想到这里, 阿布萨罗姆也就不装了, 普通的也就几千贝里, 贵点的, 比如说船上的花魁, 我上次去的地方要二十万贝里。 莫莉亚点了点头, 表示知道了。 老大, 难道说, 阿布萨罗姆黑黑坏笑起来, 意思也很明显了。 莫莉亚白了他一眼, 忙你的事, 去, 我是会去那种地方的人吗? 阿布萨罗姆狐疑地看向莫莉亚, 猥琐一笑, 走了。 阿布萨罗姆说的时候, 维奥莱特自然也是听到了, 一百亿和二十万, 是五十万贝。 这, 大人, 我不愿去那种地方, 如果可以的话, 我愿意侍奉大人, 用这种方法, 慢慢偿还债务。 维奥莱特可怜巴巴道, 紧接着脸上又浮现一抹决然。 如果你不答应的话, 你就杀了我吧, 反正我死了之后, 利库一族是生是死, 又和我有何干系呢? 好, 我就先答应你, 不过, 我却要收一部分利息, 剑都这样了, 莫莉亚也是剑好就收, 实在逼急了鸡飞蛋打, 什么都捞不到。 维奥莱特听对方答应了, 这才算松了口气, 也不管有没有利息了, 反正都是管不上。 与此同时, 和之国, 鬼岛, 囤囤囤囤囤囤囤。 偌大的大厅之中, 一个身材及其高大魁梧的身影坐在主位上, 正在大口地灌着酒水。 此人正是百兽海贼团的总督, 凯多。 凯多大哥, 让我去吧, 就这么等待下去吗? 在凯多的侧前方, 一个麻花便身形同样魁梧高大的家伙开口道, 看起来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在莫莉亚出现在德雷斯罗萨岛之后, 多夫朗明哥便第一时间通知了凯多, 但是过去了那么长时间, 百兽海贼团却是按兵不动。 就算现在过去也已经晚了, 以后会有机会的。 凯多喝的微醺将酒葫芦放在了地面之上, 擦了擦嘴角的酒水道。 杰克似乎有些不愿意, 他就是能用武力解决就用武力解决, 鲁莽的性子让他一刻也等不了。 杰克, 你不是他的对手, 就算去了也是送死而已。 一旁的大看板之手, 静语气平静地出言提醒道, 相比于杰克, 他的性格比较沉稳, 同时有勇有谋。 十三年前, 他的同伴被我们杀死了, 如今, 他重新招募了一些优秀的部下, 还真是有些期待, 希望不会像上次那么弱。 凯多突然大笑了起来, 相信不久他就会自己找过来, 没必要大费周章地过去找他, 说不定到了事发之地, 他已经离开了。 说着尽兴之时, 凯多又是灌了几口酒, 之后将葫芦悬空, 原来室里面已经没有酒了。 酒喝完了, 拿酒来。 凯多吆喝了一声, 瞬间如红中般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着。 推拉门被打开, 一个高挑的身影款步而入。 那人身高即便是比之凯多, 也是之高不低, 是一个性感妖媚的美女, 头上盘着发际, 肌肤圣血, 白皙的双肩露在外面。 最熏熏的凯多也不由得多看了一眼。 凯多大人, 让妾身来为你倒酒。 那女人款步走到凯多身侧坐下, 拿出一个瓷碗, 咕噜咕噜地倒着酒。 好好好。 凯多端起酒碗一饮而下, 顿觉无比地舒畅, 带一碗酒见底了, 他才对着那女人道, 女人, 你叫什么名字? 妾身, 叫做黑色玛利亚。 德雷斯罗萨岛上, 唐吉赫德家族的事情已经是解决了。 多夫朗明哥真正的嘴脸也被公之于众, 利库一族重回王座。 维奥莱特的父亲, 也就是利库三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才刚退位不到一个月, 结果不知道因为什么情况, 又被推举成了国王。 被蒙在鼓里的利库王用为数不多的积蓄, 款待了月光海贼团的众人, 只觉得这群人是大大的好人。 德雷斯罗萨再次恢复到了往日的景象, 只是人们不知道的是, 街道上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玩具, 有的看起来有了灵智一般, 行为举止格外的奇怪。 没有人能记起这是什么的东西, 包括莫利亚也记不起来了。 次日, 天蒙蒙亮, 王之高的王宫之内, 莫利亚也是早早地醒来了。 在他身侧一个女人正在拿着纸, 和笔画着什么东西。 莫利亚瞥眼一看, 是将五万改成了四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表情也不自觉地变得有些古怪起来。 也不是很多, 一天捡一次, 一百年也就差不多了。 当然, 这其中不包含一个月那几天。 还有, 维奥莱特叹了口气, 这次不包括利息, 可能换了几十年本金没有变, 全还利息了。 起床了, 该去见那个老头子了。 莫利亚毫无避讳道, 听说她想要见我, 这次就给她个面子。 维奥莱特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自己的父王在她嘴里就变成老头了, 念及至此。 她想着如果有一天被父王知道了, 该怎么办? 很可能就像姐姐一样, 从此不再出现在他人的面前。 嗯? 维奥莱特突然感觉脑袋里似乎少了什么。 她能记得姐姐斯卡莱特, 也能记得外甥女蕾贝卡, 唯独记不起姐姐的男人是谁。 不管她如何地想, 也记不起来, 仿佛本来就不存在这个世界一样。 到最后, 维奥莱特直接不响了, 也就在这时, 突然传出了一阵敲门之声, 紧接着就是侍女的声音响起。 公主, 国王陛下让你打扮一下, 陪她去见一下拯救王国的七五海先生。 维奥莱特一听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这都坦诚相见一晚上了, 还用见什么剑? 但这话也不能说出来, 维奥莱特指得不嫌不淡地回了一句。 嗯,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维奥莱特正想对莫利亚抱怨几句, 却发现早已经是人走被窝两, 后者早已经是不知所踪。 德雷斯罗萨港口, 一艘军舰最终停靠在了岸边, 从上面下来了一众海军, 也就为首一人年龄稍大, 其他人看起来都比较年轻。 老师, 我们似乎已经来晚了, 战斗已经结束了, 盯着正在修理房屋的人们, 一个留着波浪卷长发的女海军道, 月光海贼团的船只还没有离开, 说明对方还在这座岛上。 为首的年长海军道, 你们过去打听一下消息, 看看月光海贼团的人现在在哪。 老师, 月光海贼团的家伙据说凶残异常, 会不会因为海军欲言又知道, 我们的这次任务只是传达世界政府的意思, 并不是与月光海贼团开战。 而且有我在, 不用害怕, 这也可以算是实习的一部分。 年长海军颇为自信地说着, 他不是别人。 世界政府最高战力海军本部大将, 黑万责法。 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 这才出现在了这里。 第172章斯卡莱特, 挥破。 本来责法是带着这一船的海贼精英实习生, 前往新世界的一座岛屿, 抓捕一些名不传精准的小海贼。 陡然发生了月光海贼团与唐吉赫德家族开战的事情, 世界政府于是暂时派遣他来消停战争, 如果是一方胜利, 则将另一方的人积压, 搞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责法一番打听之后, 这才知道了月光海贼团被国王招待的事情。 虽然现在他对海贼深恶痛绝, 但是也该分得轻轻重, 并没有到十年后那般, 不仅对海贼格杀勿论, 并且对海军也是彻底失望。 这次多亏了七五海月光莫利亚先生出手, 我代表利库一族以及德雷斯罗萨的全体民众向您表示感谢。 利库三世就差把感谢写在脑门上了, 此刻对待莫利亚以及月光海贼团的众人那可是相当的恭敬。 我与你也没有什么关系, 之所以帮助你利库一族也是因为你们善待东塔塔族的缘故。 在这种场合, 莫利亚当然不可能输与维奥莱特私下里的交易, 这次宴会之上也有东塔塔族参与, 正好也可以收拢东塔塔族的人心。 尽管这群家伙早已经认定莫利亚是值得信赖的伙伴, 见钱也没有, 礼物也找不出什么合适的东西, 唯一有的就只有表示敬重与感谢。 维奥莱特, 这位是世界政府授予的七五海莫利亚先生。 利库三世还以为两人不认识, 给两人介绍着, 这位是我的二女儿, 维奥莱特。 利库王也从报纸上以及传闻中知道一些消息, 对方似乎对美色并不感兴趣, 且月光海贼团不乏美女, 也没见与其眉来眼去, 这才敢让自己现如今唯一的女儿, 第一顺位继承人出来。 维奥莱特不情不愿地站起身来, 走了过去, 只是感觉走起路来都需要别人搀扶的模样。 维奥莱特, 你的脚怎么了? 利库三世不由的有些疑惑, 昨天傍晚还好好的, 怎么就过了一晚上就成了这副模样? 维奥莱特白了幸灾乐祸的某人一眼, 当然不可能说出实情, 于是信口胡周到, 昨天寡蹭到了, 现在伤口还有些红肿。 利库王不已有他, 莫莉亚点了点头示意, 继而还是先前那副样子, 在外人面前非常的高冷, 息字如今。 突然想到了什么? 莫莉亚随口问了一句, 二女儿? 那应该还有一个大女儿了? 利库王为言一顿, 她是不善撒谎的, 犹豫了半天, 这才开口道, 大女儿名叫斯卡莱特, 多年前因病去世了。 话音还未落下, 利库三世眉头皱了皱, 她知道, 斯卡莱特其实并没有死, 只有因为什么原因, 但这个原因, 她是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来了。 也就在此时, 王国护卫军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在利库三世耳边说了几句, 顿时后者的脸色就变得不太好看起来。 海军? 以前向他们求助的时候, 不知道跑到了什么地方, 现在事情解决了, 又屁颠屁颠跑过来了。 但德雷斯罗萨, 毕竟作为世界政府的加盟国之一, 也不能将海军拒之门外, 现在利库三世的处境有些尴尬, 此刻她正在设宴招待一群海贼, 而海军这时候登门造访。 莫利亚在海军们登岛后不久便已经得到了消息, 刚才那卫兵尽管压低了声音, 但又怎么可能瞒不住感知力超强的莫利亚? 不要太自作多情了, 他们不是来找你的。 莫利亚与其平静道, 海军这个时间过来, 知道战斗已经结束了之后, 铁定不是帮多福朗明哥报仇, 而是将多福朗明哥置于死地。 七五海一旦被政府抓到机会, 就会被政府除掉, 即便是拥有一些特权的多福朗明哥也不例外。 莫过多久, 莫利亚便见到了太潜而来的海军。 不过, 她却有些意外, 本来以为会是赤犬黄元清智三人其中之一。 没想到竟然来的是旧时代的海军。 黑万责法。 此刻的责法手臂也没有断, 看起来也没有后世那般苍老, 虽不至于巅峰, 倒也不至于走两步就气喘吁吁。 视线瞥向身侧的一些年轻海军有几道熟悉面孔。 他们是责法最新带的海军吗? 这也就说明责法距离断手不远了, 之后便渐渐被仇恨充斥, 最后彻底黑化。 不知道责法大将来这里有何贵干? 莫利亚揣着明白装糊涂的。 对待海贼, 责法态度自然不会多好。 月光莫利亚, 别在我面前装模作样。 我也不想和你多废口舌, 赶紧把人交出来。 见责法一上来火药位就那么大, 莫利亚自然也不可能示弱。 你是在叫我做事? 就算我不交出来, 你又能如何? 你? 责法一时间也想好说什么? 背对的哑口无言, 半天才到, 如果你不把多夫朗明哥交出来, 世界政府将剥夺你的七五海权利, 届时将会重新通缉你。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莫利亚的声音传出, 但是身影已然消失在了原地。 下一刻, 她的身形出现在了以为年轻的女海军身侧, 首似乎要碰到了她的脸蛋。 你说我如果将这些细皮嫩肉的海军全部杀死, 然后将多夫朗明哥交出去, 并且赔偿一些财宝。 你觉得, 世界政府会为了这些海军找我算账, 还是将此时压下去稀释宁人? 其他的实习海军是一脸的震惊, 他们都没有发觉莫利亚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他们面前的。 当听到莫利亚的话之后, 原本就震惊的脸上更是写满了惊恐与惊惧, 一时间动都不敢动了。 哼, 责法左臂覆盖着极致的武装色霸气, 眼见莫利亚似乎要对她的弟子动手, 攥起拳头向着莫利亚一拳打出。 这一拳只是纯粹的物理攻击, 在责法使用了武装色映化之后, 却是携带了一股恐怖的气势。 莫利亚不敢大意, 同样是一记武装色霸气, 攥起拳头直接赢了上去。 以莫利亚的和责法两拳碰撞的位置为中心, 瞬间一股狂暴的能量倾泻而出, 震慑的周围人都觉得呼吸短促, 激进窒息。 这就是责法老师的真正实力吗? 海军本部最高战力果然恐怖。 好强。 没想到那家伙竟然能和责法老师暂时平等秋色。 周围的一众海军急忙躲到了一边, 生怕两位强者交手。 他们这群小卡拉米被殃及无辜。 就这么僵持了一段时间, 最终两人各退一步,暂时分开。 不得不说, 责法能凭借着体术与非同寻常的武装色霸气 成为海军大将, 自然也是有过人之处的。 莫利亚后退几步, 只觉得整条胳膊有些发麻, 虽然很不想承认, 但如果只是单纯的武装色霸气 加体术的对战, 他败下阵来也只是时间问题。 就这么僵持了一会, 莫利亚手已经握住了刀柄。 正当他准备抽刀大干一场之时, 责法却是率先开口了。 你有什么条件? 尽管说出来, 我会转告给上面。 对于莫利亚, 责法可能不拒, 但是此刻, 他却带着一群的实习海军, 这不得不让他考虑这些因素。 并且莫利亚说的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也没必要以此来赌政府的良心。 条件? 没有什么条件, 只是单纯的看你们不爽。 赶紧带着多福朗、明哥滚吧。 莫利亚语气不善道, 先不说他有什么条件。 就算他想要的东西, 世界政府又怎么可能会给? 多福朗、明哥交给海军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了。 毕竟此刻的多福朗、明哥被捡去了影子, 已经发挥了他的最大价值。 到时候, 世界政府也没理由因此剥夺他的七五海身份。 相反的, 肯定还会为了维护政府与海军的尊严给多福朗、明哥加上一些罪名, 以此来打击威慑一些海贼和步伐之徒。 责法盯着莫利亚, 尽管他现在很气, 但是却也不好发作, 只得带着多福朗、明哥离开了。 至于唐吉和德家族的其他成员, 无足轻重的角色, 莫利亚没说给, 责法也没有。 责法带着多福朗、明哥暂时离开了。 海军本部同时也派遣了一些海军前来接应。 多福朗、明哥对于世界政府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送走了责法之后, 世界政府的电话也是打通了。 莫利亚上缴了一部分所得, 世界政府也没有揪着这件事不放。 他们甚至对莫利亚有些感谢, 毕竟多福朗、明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天大的隐患。 只是世界政府总感觉, 月光海贼团似乎壮大得有些快乐, 隐隐有种比肩新世界三大海贼势力的感觉。 本来建立七五海的意图是为了稳定局势, 但现在看来, 事情似乎向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了。 而在这几天之后, 报纸也将这件事做了一个报道。 总的来说就是, 元七五海、多福朗、明哥侵占世界政府加盟国德雷斯罗萨王国, 世界政府派遣海军以及另一位七五海前往围剿, 最终将多福朗、明哥抓获并剥夺其王下七五海的职位。 一时间, 不知道实情的民众还在赞扬着海军, 海军的威望也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另一方面, 一些海贼则是安麻莫利亚是世界政府的狗, 却不知道自己只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欺骗了。 德雷斯罗萨、王之高地、皇宫。 当莫利亚看到当天的报纸之时, 脸色也不是很好看, 世界政府是懂报道的, 功劳全揽自己身上了。 莫利亚莫名有些烦躁, 揉了揉太阳穴, 对着旁边的丽人道, 今天我没有什么兴致, 你自己看着办吧。 那人也没有说话, 手掌抹撒着结实的肌肉, 没过多久便顺势埋进了对方的怀里。 不知过了多久, 感觉到了一丝异常, 莫利亚的身体一僵。 维奥莱特唇瓣在对方脸上啄了一下, 以为是其故意为之, 坏人, 这又是什么招式? 莫利亚感觉有些不自在, 尽管已经知道了, 她还是没有制止。 不一会儿, 房间之外, 一个粉红头发的女人, 目光夹杂着错愕与震惊。 她没想到, 竟然会看到这么一幕。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维奥莱特的姐姐斯卡莱特。 听说父亲利库三世, 因为一个海贼的缘故, 重新登上了王位。 担忧父亲和妹妹的她就混进了皇宫之中, 结果刘看到了令她瞠目结舌的一幅画面。 两久之后, 斯卡莱特的眼眶有些红了。 痛心, 除了痛心, 还是痛心? 似乎在这一刻, 她什么都明白了。 她就知道海贼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一定是对方拿这件事逼迫她妹妹就范的, 一定是。 此刻她的妹妹没有一丝反抗, 反而感觉很享受, 那一定就是假象, 只是在演戏讨好某人而已。 毕竟她妹妹小的时候就喜欢骗人。 莫莉亚皱了皱眉, 应该可以了吧? 不行。 你想要赖账不成? 到时候怎么算? 维奥莱特可没有莫莉亚那般感知力, 此刻发生了什么也是浑然不知。 莫莉亚满头黑线, 心到你姐现在还正在看着呢。 听到两人的对话, 斯卡莱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这两人肯定存在着什么交易, 她妹妹自然而然就是受害者。 莫莉亚叹了口气, 树玉静耐和风不止, 也没有管那么多, 反正也不会少块肉, 干脆拿起报纸翻看了起来。 斯卡莱特人都妈了, 本来以为只等一小会, 结果这一等就是几个时辰, 站在外面此时腿都有些妈了。 如果不是扶着东西, 可能双腿发软瘫倒在地了。 估计对方身上有几个毛发 都快速地一清二楚了。 最终, 维奥莱特在房间里休息, 莫莉亚走出了房间, 之所以没有直接走窗户, 她知道对方一直在门口等着她。 果然, 在莫莉亚刚走出房门之时, 便被斯卡莱特拦住了。 等一下, 我有事要和你谈谈。 第173张坏消息, 金狮子。 斯卡莱特衣着很是平常, 穿着一件很朴素的长裙, 虽然是面色也不是很好, 但依旧是难掩其精致。 多夫朗明哥控制了德雷斯罗萨之后, 便大肆抓捕利库一族的人, 斯卡莱特从此过着东躲西藏, 衣不果腹的日子。 好不容易找到一些粮食, 自己还不舍得吃, 因为他还有一个六岁的女儿雷贝卡。 莫莉亚见到斯卡莱特, 虽是两姐妹, 但是和维奥莱特无论是相貌还是发色都不一样, 前者是小麦色的肌肤, 五官立体感比较强, 有种野性之美。 而后者则是肤白貌美大长腿, 看起来就非常的通情达理, 秀外惠中。 莫莉亚没有说什么, 跟着斯卡莱特来到了一间空房之中。 什么事? 说吧, 我还有事要做。 莫莉亚打了的哈欠, 尽管美人在前却也是提不起什么兴趣。 你, 和维奥莱特, 是什么关系? 斯卡莱特嘴唇捏入了半天, 有些不好意思开口, 但又不得不问, 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之后, 最终还是问出了口。 什么关系吗? 莫莉亚略做思考道, 你刚才不是都看到了吗? 还能有什么关系? 斯卡莱特文言脸颊晕红, 脑海又浮现了不久前的画面。 你到底是拿什么要挟我妹妹, 才让她那般服侍你? 斯卡莱特脸颊还是有些滚烫。 她硬着头皮道, 我希望你可以放过她。 要挟? 莫莉亚摇了摇头, 我才没有要挟她, 是她自己选择这么做。 不然我和利库一族无情无辜, 为何要帮助你们? 说着莫莉亚从怀中掏出一个小册子, 递给斯卡莱特。 诺, 这是她自己亲笔写下的欠条, 你自己看。 斯卡莱特半信半疑地 从莫莉亚得手中结果那小册子, 看了看上面写的东西, 数字四万九千九百九十五, 上面还有些一些字迹, 也确实是她妹妹的自己。 不过是五万贝里而已, 只要和父亲大人说一声, 到时候自然就给你了。 斯卡莱特不明所以, 这要是五万块的花确实不多, 普通人家也拿得出来。 莫莉亚尽管有些难以启齿, 但还是指了指刚刚划去的数字, 道, 这是刚刚减去的一次, 还剩四万九千九百九十五, 如果还钱的话也可以, 需要九十九亿九千八百万。 怎么会那么多? 斯卡莱特先是被那么多钱震撼到了, 紧接着就是反应过来, 刚刚说的是什么? 陡然间她似乎也是知道了什么, 顿时脸颊就更红了。 这都是什么和什么? 莫莉亚也不管她脸红不脸红到, 总之我要说的就只有这些, 具体的事情你可以去问维奥莱特。 说吧, 莫莉亚转身欲走, 斯卡莱特却是快走两步, 跑到了莫莉亚面前, 张开双臂挡住了对方的去路。 不许走, 我还有事情告诉你。 斯卡莱特也不好意思去问维奥莱特, 在她心里, 妹妹已经承受了太多, 莫必要再次去无情揭开对方的伤疤。 见莫莉亚似乎不大打理自己, 斯卡莱特只得长话短说道, 求求你, 放过我妹妹, 她是未来国王的继承人, 将来要继承王位, 所以她和你是不可能的。 斯卡莱特说的也算是事实, 为了保证血脉的纯正, 贵族必须与贵族进行通婚。 她已经和其他人有了孩子, 所以已经失去了继承王位的资格, 继承王位的资格就落到了维奥莱特身上。 如果后者与海贼有了孩子的话, 那么到时候事情传出去, 利库三世之后, 利库一族就与王位无缘了。 莫莉亚面色有些不善起来, 这女人都饿得肚子咕咕叫了, 还觉得自己身份是多么高贵呢。 斯卡莱特也确实好长时间没吃东西了, 这次进入王宫, 一方面是打听父亲和妹妹的消息, 另一方面就是外出找一些吃的。 如果你愿意离开我妹妹, 我愿意替她偿还债务。 像是做了什么决定一般, 斯卡莱特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之色。 那好, 你妹妹答应我的出手费, 一百亿, 现在一分不许少地拿给我, 不然的话, 你知道后果的。 听到莫莉亚的话, 斯卡莱特莫名地有些恐惧。 我, 拿不出那么多钱, 斯卡莱特支支吾吾到, 就算是把她买了, 就连百分之一都不够。 我可以认为, 你是那我寻开心吗? 莫莉亚手拍在墙上, 将斯卡莱特逼到墙角, 俯视着她, 冷笑连连。 斯卡莱特低着头, 脸颊晕红如霞, 有些扭扭捏捏, 咬着嘴唇道, 我愿意替维奥莱特偿还那四万九千九百九十五, 我希望, 你能够离开我妹妹, 以后, 不要再打扰她。 她心里想着, 维奥莱特将来要继承王位, 不能和海贼油染, 而她则就没有那方面的顾虑。 现在斯卡莱特, 也是独自一人拉扯着孩子, 就连孩子的父亲都不知道是谁, 就算被别人知道, 也影响不大。 请, 完全也不讨厌。 与此同时, 一艘看起来很是特殊的船只停靠在了德雷斯罗萨的港口。 之后, 一人便从船上飘了下来。 那人身体成气体壮, 头上有着羊脚, 穿着浅蓝色大衣, 看起来很洋气, 显然并不像是普通人。 那人一边在空中飘着, 一边道, 区区几个海军, 竟然想要抓住本天才科学家, 修罗罗罗罗罗。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快被莫利亚调成撬嘴的凯撒。 原本偷偷贩卖一些军火, 加上政府拨付的一些项目款, 凯撒倒也过得滋润。 只是前段时间走私的渠道被世界政府发现并叫停, 加上莫利亚在电话里许诺的好处, 趁着也还没有被发现, 凯撒直接借助瓦斯果实偷偷跑了出来。 想着投靠了多福朗明哥之后, 以后有大把的票子, 到时候上花船一天换一个, 星期天直接把船上的所有姑娘都包了。 此刻凯撒刚逃脱海军的追捕, 也没有时间获悉外界的消息, 只是根据莫利亚给他的生命卡而确定方向。 在前段时间, 他从报纸上看到多福朗明哥似乎在德雷斯罗萨岛, 如今到了岛上与生命卡指引方向一模一样, 这也坚定了他的想法。 只是凯撒不知道的是, 在他航行的这段时间, 现在这地方已经变天了。 不过登上了德雷斯罗萨岛之后, 凯撒并没想想的正事, 而是打算小找个地方快活快活。 德雷斯罗萨的田地里一下接着一下, 锄头重重地落到了地里, 又高高地抬起, 劳动者挥洒着汗水, 却是乐此不疲地耕耘着。 日头渐渐下移, 最终在像挖好的坑中撒下种子之后, 一日的劳作也就结束了。 这一切都结束以后, 德雷斯罗萨, 花田, 一间小屋内。 小罗里·雷贝卡看着母亲带回来的陌生男人有些害怕, 夺到了斯卡莱特的身后, 探出个脑袋, 窃窃地看向男人。 莫利亚看着这瓷娃娃般的小女孩, 脸蛋几乎和后视无异, 只是有些稚嫩, 至于身材, 当然这才六岁大的孩子, 怎么可能发育那么快? 妈妈, 她是谁啊? 雷贝卡抱着斯卡莱特的小腿, 抬头问着。 斯卡莱特的脸突然有些火辣辣的, 不知道该说什么, 犹豫了半天, 雷贝卡叫叔叔, 这是叔叔给你带的好吃的。 莫利亚也觉得小女孩和佩罗娜小时候一样可爱, 虽然后者现在也很可爱就是了。 在斯卡莱特的准许连带鼓励之下, 雷贝卡最终从母亲的身后走了出来, 从莫利亚手中接过糖果和点心, 当当然这东西都是斯卡莱特提前准备好的。 雷贝卡发现眼前之人看起来有些高了, 也不怎么说话。 孩子的父亲莫利亚出言询问道, 斯卡莱特文言揉了揉太阳穴, 努力回想着, 半天后道, 记不清了, 实在不知道他。 突然想到了什么, 斯卡莱特连忙解释道,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我并不是那样的女人, 我的记忆中只有你一个, 我实在是记不清了。 莫利亚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是随口一问而已, 果然还是女人敏感一些。 只不过, 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时同去裹食的能力, 只要被能力者化作玩具, 就会失去关于变成玩具之人的所有记忆。 莫利亚将雷贝卡抱了起来, 挤出一抹微笑, 从今以后, 我就是她的父亲, 可不可以? 斯卡莱特脸颊又红了, 心到从刚才几个时辰之前, 不就已经是了吗? 似乎是知道某人想歪了, 莫利亚又补充道, 我说的是名义上的, 以后雷贝卡就是我的干女儿。 说着, 莫利亚又不知道从哪里变出来一个宝石项链, 给雷贝卡挂在了脖梗之上。 能够被莫利亚单独保管的东西, 自然也不是什么廉价货色。 雷贝卡没有啥反应, 抱着小点心就往嘴里色, 她实在太饿了, 也缠这东西太久了。 斯卡莱特有的时候, 感觉就像是没啥主见一样, 别人说什么她都是硬着, 此刻她看着那闪烁着亮光的宝石。 尽管她以前是公主, 也没见过这种昂贵的东西, 见对方给自己的女儿戴上, 心里莫名有些开心。 莫利亚摸了摸雷贝卡的脑袋, 又捏了捏她软软的脸蛋。 道, 叫干爹, 干爹我带你去游乐园玩。 斯卡莱特总感觉哪里怪怪的, 但看到这样一幅温馨的画面, 突然间有些心里一暖。 原来, 即便是残暴的海贼, 也有温柔的面, 剧烈的反差, 反而有种别样的吸引力。 于是, 看向雷贝卡的眼神也多了几分鼓励。 雷贝卡将点心眼到了肚子里, 有些懦懦地喊了一声, 干爹。 这一声, 让人感觉灵魂都被洗涤了一般。 之后, 莫利亚便带着雷贝卡将一切儿童阶段的娱乐项目都体验了一遍。 迷你海盗船, 摩天船, 过山车, 旋转木马以及在沙滩玩沙子等等。 反正是能玩的不能玩的都玩了一遍。 果然玩是孩子的天性。 肉眼可见的, 雷贝卡的话也多了, 叫启程呼来也不是那么僵硬。 这个年龄的孩子就是这样, 可能成年人想要拉近关系, 需要长时间的相处, 但是小孩子往往一包零食, 一个玩具, 就可以让他们变得非常年人。 夜幕降临, 灯火如豆。 雷贝卡还在抱着莫利亚的胳膊, 不住地道, 但爹, 我还想听海盗冒险故事。 再讲一个吗? 不讲了, 不讲了。 莫利亚连忙道, 这么晚了, 也该休息了, 再讲你妈妈就不高兴了, 她可不想让你当什么海盗。 那好吧, 那么久明天再讲, 雷贝卡有些小失落, 只是她现在都没有反应过来, 为什么这个家伙都和他们挤在一起? 月上中天, 感觉到了身旁之人砰砰的心跳声, 以及俯上身体的手, 莫利亚又给她丢了回去。 压低声音道, 你做什么? 孩子还在呢? 唇瓣凑到了耳畔, 轻声道, 我可以很笑声的。 莫利亚不理会她, 侧过身子背靠着对方去睡。 铁打的身子也经不起这般催争。 斯卡莱特显然不想放过她, 她心里在想, 宁可委屈了自己, 也绝对不能让对方霍霍妹妹。 而她说话对方又很可能不听, 以及也没办法管对方, 也没有那个实力。 所以聪明的她, 想了一个法子, 面对这种事情, 如同治水一般, 遗书不遗堵。 一日, 斯卡莱特强撑着身体在厨房里, 准备早餐, 嘴里还不断地嘟囔着什么。 如果谁在她面前提医书不遗堵这个词, 那么她一定是有病。 在浩瀚的大海面前, 一切都是屠楼。 莫利亚这时, 已经起来增加与两把刀的羁绊, 旧刀咸熟新刀生涩, 现在还不能熟练地驾驭两把刀。 不过这也是时间问题, 估计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 双刀流也不是问题。 斯卡莱特的厨艺也确实不错, 虽然是最简单的早点, 做出的味道也确实比一般味道好处不少。 布鲁布鲁布鲁, 也就在莫利亚江州里面的红色颗粒状物 都挑到自己碗里的时候, 怀里的电话虫却是突然响起来了。 是拉斐特打过来的, 海贼团里也只有她统领各项事务, 负责和各地的探子联络。 船长, 刚刚收到了一个坏消息, 电话那头, 拉斐特犹豫了片刻道。 换消息, 莫利亚看了看视线透过来的母女二人, 给了他们一个眼神, 让二人不必管她。 莫利亚将一碗的红耳坠送进口中, 走到了门外道。 具体发生了什么? 我们的真言方舟在是非阶段遭到了变故, 被一个神秘人给劫持了。 拉斐特接着又补充道, 据传回来的消息, 对方有金色的头发能够在空中飞。 金色的头发? 还飞? 符合这两个特征的人。 难道是, 瞬间一个名字就浮现在了莫利亚的脑海。 金狮子, 使鸡! 第174章北海, 病泱泱的神秘人。 如果真如所说的那般, 估计就是金狮子无遗了。 事情有些棘手, 这也是算莫利亚遇到过的, 屈指可数的强敌了。 毕竟对方可是一个人单刷海军本部的存在, 即便对战上战国和卡普两位也能打上三天三夜。 虽然富商出逃, 但实力也应该不会太差。 也没有太多时间准备, 和斯卡莱特母女告别之后, 莫利亚直接带着几名海贼团顶兼战力, 乘着一艘不是很大的船只前往事故发生之地。 据说事情发生在东海与伟大航路交接处, 真言方舟是用黄金箱, 箱多拉一部分黄金打造, 是个人都知道这是个好东西。 而真言的建造地就在空岛, 因为上面有些许多的空岛被, 可以尽可能快速地收集好原料。 空岛位于东海和南海之间, 中间隔着无风带, 莫利亚现在位于新世界, 距离伟大航路前半段的空岛有着相当远的一段距离。 从新世界回到伟大航路是很困难的, 除非事先收集好足够的镀膜原料, 并且船只镀膜也要时间。 这个结果眼上也不好去向世界政府申请, 并且还要等待审核审批, 确定没有危险才通过。 至于通过西海前往南海, 那更加消耗时间, 估计两大海域都要从头到尾都要走上一遍。 唯一可行的就只有前往北海, 继而乘坐文斯默克家族的蜗牛船, 直接翻越红土大陆前往东海。 两年前, 文斯默克家族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前往东海, 然后攻打东海的一个王国。 起初佳治也只是屈服于莫利亚的淫威之下, 但当前者习惯了莫利亚的不死僵尸军队之后, 感觉都有些离不开了。 不死的僵尸, 可是比有血有落的克隆人士, 兵强太多了。 在每次的灭国屠城战争中, 都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前段时间, 加上月光海贼团打败了唐吉赫德家族, 如今唐吉赫德家族在北海的产业, 也大多被波尼斯建立的工会吞并。 工会对外公布只是杀手赏金猎人组织, 只要给钱便悬赏人物, 不过一般人不知道的是, 同时工会还有对外租界雇佣兵, 雇佣兵这块则是交由了文斯默克家族全权打点, 毕竟他们是老牌的雇佣兵家族, 有些一些关系网老客户。 在和加之短暂地联系了一下之后, 对方自然也是同意派遣蜗牛船来协助莫利亚, 原先他还想着什么时候摆脱莫利亚的控制。 但自从前段时间听闻称霸北海, 甚至风头盖过文斯默克家族的唐吉赫德家族被一锅端了, 顿时他就老实了。 起码就这样也没有不好, 起码也能过过称霸北海的影。 莫利亚等在便在靠近红土大陆的一座岛屿上等待着蜗牛船的到来, 据家族所说, 最快也得需要一天时间才能到达。 月光海贼团的众人登岛之后, 正好赶上了岛上的集市, 一时间周围叫卖之声不绝于耳。 金苹果, 新鲜的金苹果, 吃一口可以多活一千年。 某摊位上, 老板拿着金灿灿的苹果, 卖力地吆喝着, 但是光顾之人寥寥。 客人, 要不要来一个金苹果, 只要五百倍里。 见到莫利亚几人走近, 那老板立即上前招呼道, 莫利亚摆了摆手, 心里同时吐槽, 也只有笨蛋才会相信。 咦? 这, 这是, 真的吗? 霍斯曼双眼冒光, 仿佛是发现了什么宝贝。 莉莉也从毛茸茸的胸口探出了脑袋, 揉了揉心松的睡眼, 同时伸了的懒腰。 哇哦, 我们巨人族最多也就能活四百年, 吃一口就能多活一千年, 这种果子该多么好吃啊。 吃一个苹果岂不是要多活几十万年? 想到这里, 莉莉立即变成了新兴眼, 眼里充满了期待。 莫利亚一手符合, 原来笨蛋竟在我身边, 并且一下就是两个。 其实这东西啊, 是我从某个遗迹里挖出来的, 只有这一刻, 一般人我还不卖给他呢。 卖苹果的老板还在那里自卖自夸, 吹嘘着这东西多么多么好。 霍斯曼突然问了一句, 就这一个的话, 你怎么知道吃掉它能活一千年? 啊? 这个, 那个, 是这样的, 在拿到这颗苹果之后, 连同这上面的说明书我也给捡到了, 上面就写着吃了这个苹果能活一千年。 那老板脑筋一转, 就想到了一个借口, 说着又补充道, 不信的话, 我可以把那张纸拿给你。 只见那老板冲进了路边的店铺内, 不一会儿, 老板就走出了来, 一边向口袋里塞着什么东西, 一边将纸条送过去。 莫利亚也不紧地投去目光看了一下, 好家伙, 这墨水都还没有干, 不得不说这真是个人才。 还真是哎。 霍斯曼拿过那张纸条和粒粒一块打量着, 上面果然写着那几个大字。 莫利亚叹了口气, 这世界上怎么有这种憨批, 还一下就来了两个, 甚至一点都没有怀疑的就相信了。 不过这上面写的是吃一个, 而不是吃一口, 霍斯曼目光投向了莫利亚, 很快又收了回去, 只是就只有这一个到底分给谁吃好呢? 如果只能一个人吃的话, 我宁愿不吃了, 自己一个人孤独地活一千年, 某些人不在了, 那一定很煎熬吧。 话音落下, 霍斯曼放下了苹果, 眼里竟是闪过一丝忧郁之色。 莫利亚心里吐槽, 这家伙是不是脑子里缺根弦, 一下子又变得深奥起来了。 老板建筑熟的鸭子就要飞了, 恨不得给自己来上几大嘴巴子, 当初怎么一时手欠写了个错字? 其实啊, 刚刚说只发现了一个是我骗你们的。 其实我发现了一筐金苹果, 这么好骗的大飞扬, 怎么可能就让它这么跑了? 现在只要十万贝利, 十万贝利你买不了吃亏, 十万贝利你买不了上当。 老板一看对方又来了兴趣, 顿时就越说越起劲了。 老板, 你真是良心商家呢。 嘿嘿, 那当然啊, 两位要撑多少? 都要了。 老板大妾! 欢迎下次光临, 下次你还有啊? 呃, 没了没了, 说顺嘴了。 没有再继续看下去, 再看下去就要长脑子了, 酣病毒一会就顺着空气传播过来了。 莫利亚也没有揭穿老板, 凭本事赚钱, 有什么不好? 这可比拿着碗要钱的人强多了, 并且买的也不贵, 有点良心淡不多。 不一会儿, 撑完苹果的霍斯曼两人闻着气味就追上了大部队, 前者拿着金灿灿的苹果炫耀式的地香莫利亚, 想吃吗? 莫利亚不理会她, 突然意味深长地拍了拍二狗子的肩膀。 这东西吃了之后, 长寿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这东西吃了之后补脑, 你需要多吃一点补脑子。 可不是吗? 吃一嵌长一智, 吃了这个果子之后, 什么变化没有? 明白被骗了, 脑力加一。 霍斯曼显然没有理解莫利亚话中的含义, 一边哼哼唧唧, 心里道, 这家伙就是极度我的才华。 没有理会她, 霍斯曼则是抱着一个果子, 就放在手里, 就像是什么宝贝一样, 也不舍得吃, 偶尔舔两下。 很甜? 都能够让人活一千年, 甜一点怎么了? 这很合理。 可是, 快到达目的地酒馆之时, 烈日照射之下, 黄金苹果竟然慢慢地化了, 原本的黄金外皮送花了一部分, 里面的就只是普通的苹果。 霍斯曼急得干瞪眼, 莫利亚等人则是不厚道地笑了。 莫利亚拿过一个苹果, 上下打亮了一下, 阴阳道, 呦, 不愧是我们家狗子, 当真是慧眼是猪, 一眼就看出来这是麦芽糖做的, 而不是涂的染料, 无毒无害, 挺好的。 再说, 再说, 我可就要咬人了。 则则则, 霍斯曼还想去找回去, 却被莫利亚拦下了, 别去了, 我看这东西很不错, 你这不就变聪明了一点吗? 还说, 还说, 霍斯曼抱胸生起了闷气, 莉莉在他不断起伏的胸口上啃着苹果, 虽然他也被骗了, 但最后又不是他付钱。 扑通, 就在眼看就要到酒馆了, 结果前面的道路上突然有人从马背上跌落了下来, 莫利亚等人头都没转就走了过去, 幸亏不是落在了正前方, 不然就是踏着那人过去了, 一个路人而已, 就算落马又没有要帮助的义务。 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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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没有公德心啊, 这可是个老人家啊。 霍斯曼看着直接走过去的几人, 不由得吐槽着, 然后上前那位落马的老年人。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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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救了。 那人呼了几口气, 大有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 整个人看起来也冰泱泱的, 只见他抬起头来, 第一句就是, 这位大姐, 虽然很感谢, 但是我, 还是要纠正一下, 我才十八岁。 大姐, 十八岁? 那没事了。 霍斯曼直接松手, 那人脑袋再次撞到了地面之上。 这十八岁? 反过来, 说八十岁都有人信, 一副死了没埋的模样。 霍斯曼拍了拍身上, 从对方的身上迈了过去。 你们等等我啊。 那人, 卧西, 无情。 这时, 听到那人的病泱泱的声音, 莫利亚却是突然地止住了步子, 并且转过头去, 打量着刚刚落地的那人。 等等等等, 麻烦一下好心的大姐帮我一下, 我是一个病人, 上不了马, 帮帮忙, 我待会有东西给你。 那人的声音再次传了过来, 霍斯曼却不太乐意, 毕竟她是第一次被人成为大姐, 多么不礼貌地称呼, 再怎么说也得称呼小姐姐。 但毛皮族骨子里的善意, 不允许她袖手旁观。 最终, 霍斯曼走上前去, 将落马的那人再次扔到了马背上。 那是一匹长腿的淡蓝色的马, 她有一个遮住眼睛的白色棕毛, 看起来正直壮年, 高大威猛, 很是强壮。 谢谢你, 你是一条好人。 那人正想说一些感谢地话, 突然求生欲驱使着她改变了用词, 说着她又从怀里掏出了一篮子红彤彤的苹果, 这个给你。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紧生, 霍斯曼本能地后退一步, 这次她是学聪明了, 我不要, 我可没有钱给你。 这次就算, 你说吃了能直接升天我, 也不会给你钱。 那人一愣, 脸上写满了惊恶, 这家伙怎么吃了之后, 有可能升天, 莫非这是传说中的天命之女? 这些苹果也不值什么钱, 我也不会收你这个好心人钱的, 就当作为刚才帮助我的报酬了。 那人病泱泱地道, 声音越说越气小, 好像没有力气了一样, 快拿过去给你的同伴们一起尝尝吧, 里面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 见对方亲口说得不收钱, 心想着白条的东西, 不要白不要, 于是乎, 霍斯曼便将一篮子苹果收了下来, 那人趴在马背上, 背后不知道背着什么东西, 对着身下的马儿有气无力地道了一声, 撞撞, 咱们走吧, 只是, 那人正欲驱赶着马儿走的时候, 莫利亚却是突然出言叫出了她, 等一下, 听到莫利亚的叫停声, 瞬间那人神色莫名地变得紧张起来了, 但也只是持续了一阵, 很快的, 那紧张的神色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只见她趴在马背上转过脑袋, 脸贴在马背上, 半死不活道, 大人, 你叫我, 第175章读Q, 扶摇倒, 莫利亚走到了那病泱泱的神秘人身前, 接过了那个果篮子, 定睛看着里面红彤彤的苹果, 继而她在里面一阵挑选, 最终拿出来两三个放在了那人的身前, 这几个你自己留着吃, 其他的我们就笑纳了, 看到莫利亚递过来的苹果, 那人神色有些不正常起来了, 这遇到的不是善茶, 竟然能将她隐藏在其中的炸弹苹果, 全部挑选出来, 莫利亚也自然是认出了这家伙的身份, 有死神之称的毒Q, 在身为医生的同时还是一位入恋师, 现在也就比十年后年轻十岁的样子, 她的变化倒不是很大, 只是身下的马儿变化大一些, 现在的马看起来炯炯有神, 也很强壮, 配得上壮壮这个名字, 这也倒算正常, 毕竟马和人没法比, 可能再过十年就成了老马, 有气无力的样子也不像是装出来的, 我牙口不好, 还生着病, 吃不了这东西, 毒Q有气无力地拒绝着, 哄, 正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道爆炸之声, 紧接着就叫一个人被炸得外焦里嫩, 浑身漆黑, 发生了什么? 刚刚有一个老头给了我们两个苹果, 我吃了, 他也吃了, 但他吃了之后, 苹果就爆炸了, 这一切都被莫莉亚等人与毒Q听到了, 月光海贼团的人们顿时面色不善地向着毒Q靠拢, 势必教训这个狠角色, 很真是不幸哪, 毒Q说着, 但不知道是在说那位被炸弹炸死的人还是自嘲, 哗啦啦, 话音落下的同时, 毒Q直接向着身后扔出了一篮子炸弹苹果, 在抛制空中的同时, 苹果四散开来, 轰轰轰, 这苹果和先前的不同, 只是到了空中便爆裂开来, 顿时火药味弥漫, 烟尘四敌, 毒Q当然不认为仅凭这几个苹果, 就能将莫莉亚等人打败, 在苹果爆炸, 制造混乱, 同时遮挡对方视线的同时, 毒Q侧马奔腾, 速度和先前走几步退两步的懒散模样,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只是当毒Q准备跑路之时, 却见烟尘弥漫的眼前陡然间出现了一道身影, 正好挡在了了他的必经之路上, 刷! 见避无可避, 毒Q骑着撞撞, 直接就撞了过去, 在冲过去的同时, 只见毒Q从身后的黑色背包中取出一把长长的镰刀, 此时此刻, 还真有几分死神的味道, 不过, 几乎在同一瞬间, 莫莉亚的手已经是捏在了镰刀的刀刃之上, 不管毒Q怎么用力也是再难以动分毫, 见此情形, 毒Q也不由得额头有汗液层层而下, 不知道是活动之后劳累所致还是其他, 虽然接下来随时将毒Q撂倒在地, 但是莫莉亚并没有这么做, 这家伙一副病入膏肓的模样, 谁知道这一下子摔在地上会不会出点内伤什么的, 莫莉亚也是起了稀才的心思, 作为黑团的首席传医, 那自然不是什么泛泛之辈, 并且即使医生又是入恋师, 那么阴间这简直和恐怖三维帆船的风格太契合了, 以后莫莉亚制造出了什么僵尸, 也可以让他美化美化, 至于黑胡子, 现在还不知道躲在哪个鸡脚嘎拉里, 相信没有得到那想要的东西, 那家伙也不会出现在世人面前, 使劲薅了, 即便毒Q用了两只手, 还是和先前一个样, 前者的脸上也不免露出焦急之色, 因为他能够感受到身后几股气息已经悄然而至, 并且还有几把枪瞄准他的脑袋, 只要那人愿意, 他的脑袋绝对会立即喷射斗花, 住手, 莫莉亚叫住了围攻过来的几人, 自己手上的力道也收了几分, 毒Q顿觉压力骤减, 也没有再向莫莉亚进攻, 而是将镰刀收了回来, 他知道对方并没有杀死他的打算, 并且那眼神有些圣人啊, 你也看到了, 我们我们想要抓住你, 应该不是什么男神, 莫莉亚看了看将毒Q包围的众人道, 我对你很感兴趣, 要不要加入我们? 咦? 霍斯曼惊疑一声, 你怎么想的, 怎么会想要让这个家伙上船? 不仅仅是霍斯曼, 其他人, 拉斐特以及范奥卡都是皱了一下眉头, 因为这家伙病泱泱地, 给人一种时日无多, 半截入土的感觉, 到时候不知道有什么用处, 愿意为您效劳? 出乎意料的是, 毒Q竟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了, 阿卫, 你们才第一次见面啊, 这次相遇早已是命中注定, 虽然嘴上是这么说, 但是心里在想什么, 只有他自己知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野心, 范奥卡眼中闪过一丝惊奇, 这家伙似乎有什么共通之处, 这是解药, 毒Q像是泪瘫了一样, 趴在马背上, 两只手无力地搭拉着, 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来一瓶药剂, 什么解药? 众人都还有些不解, 毒Q却是已经解释到, 尽管毒素在你们这些家伙的体内造不成太大的影响, 但疼痛应该是免不了的, 另外, 我的镰刀是脆过毒的, 说着毒Q看向了莫莉亚的手指, 后者抬手发现手指末端确实有些黑色印记, 符合中毒的表现, 什么时候? 众人这这才意识到了眼前之人的不简单, 这家伙看起来实力平平, 一副半死不活的模样, 原来竟然还是一位高手, 神不知鬼不觉的下毒, 在场的人竟然没有发现, 羞羞! 霍斯曼吸了吸鼻子, 这才后知后觉得到空气里有毒, 莫莉亚笑意更盛, 这家伙确实挺不错的, 没有什么犹豫, 莫莉亚从毒Q手中接过解药, 船长小心拉菲特心思缜密, 他担心着说是解药的东西, 实则是更为猛烈的毒药, 莫莉亚接过那瓶药剂, 摇晃了一下, 对着毒Q问道, 你也听到了, 这会是毒药吗? 毒Q盯着莫莉亚, 但没有回答, 似乎还在期待着什么, 在毒Q的注视之下, 莫莉亚将瓶子悬在空中, 喝了一些, 那感觉渗入骨髓的苦, 毒Q眼中闪过了一丝赞许之色, 这份胆色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不出意外, 在药液下毒之后, 莫莉亚手上的毒没多久, 便解开了, 众人这才相信毒Q的话, 一个字, 甜, 莫莉亚地点了巧手以盼的霍斯曼, 酷甜, 要多喝, 真的吗? 霍斯曼赶忙结果喝了一口, 顿时宛如僵尸吃大蒜, 毒Q的加入是这一路上为数不多的收获了, 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因为小岛并不是很大, 迎新仪式也没有多大规模, 只是在酒馆多点了几个菜, 备上了一些酒, 也算是正式入伙了, 毒Q看起来病痒痒的, 但喝起酒来那可是一点都不含糊, 胃口也让人瞠目结舌, 这反差不是一心半点的大, 数天后, 乘坐着杰尔玛66的蜗牛船的莫利亚等人来到了东海, 根据生命卡的提示, 目标已经尽了, 生命卡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这说明现在对方很安全, 与此同时, 天空之中, 浮游岛, Strong World, 岛上坐落着一座庞大无比的监狱, 这监狱也是前段时间金狮子用能力临时建造的, 里面关押着一个大家伙, 寂静的监狱之中, 脚步声游远极近, 扑扑扑扑, 吵死了, 金狮子对着一旁呵斥一声,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金狮子又静下心来问道, 那家伙怎么样了, 同意了吗, 金狮子的副手兼传印帝哥走到金狮子面前道, 史迹老大, 还没有, 我是实在没办法了, 脑脚心的法子都用了上, 那家伙根本就不肯松口, 怎么可能啊, 你没有提我的名字吗, 金狮子摸了摸下巴问道, 说了啊, 人家根本不理会这个, 看来需要我亲自出马, 说着金狮子和印帝哥走进了洞窟之中, 里面漆黑一片, 在金狮子进去的瞬间, 两侧的火把也开始燃烧起来, 瞬间里面就变得光亮无比, 当视线获得聚焦的时候, 里面的景色也随之映入眼帘, 只见一个头生双脚, 嘴里长出长长獠牙, 皮肤成淡绿色的巨人躺在里面, 他的四肢被海楼石死死禁锢住, 正是世界上唯一的古代巨人族, 奥兹, 此刻金狮子眼中闪过一丝垂涎之色, 前段时间他驾驭着船只在空中飞行, 陡然间竟然发现了另一艘飞船, 这当然引起了金狮子的注意, 结果就是他不仅收获了一艘飞船和附带的一些船工, 同时还有一个让他无比渴望得到的家伙, 如果这家伙能够为他所用, 到时候再加上研究所谓的从而IQ, 借助变异猛兽的力量来制造暴乱, 统治世界, 只是对方似乎已经名花有主了, 无论他怎么挥锄头, 就是挖不到这墙角, 不管是威逼利诱, 纷纷不起作用, 我的大宝贝, 我来看你了, 金狮子笑意盈盈道, 这话说的, 尽管奥兹已经被海楼石束缚住了, 浑身用不上力气, 此刻也是汗毛炸力, 不知道, 你是怎么得到响雷果实的, 竟然那么的巧合, 金狮子笑着拍打着奥兹的大腿, 庞大无比的身躯, 配上速度最快的果实, 不得不说, 这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如果只是直线地自动的话, 响雷果实要略逊于闪闪果实, 但是弯曲移动的话, 显然是前者更胜一筹, 金狮子也是费了好大的力气, 这才将奥兹抓住, 如果不是奥兹想要营救被金狮子控制的黄金船, 那么即便是后者的巅峰时期也不可能抓住, 老大给我吃的, 他给我吃我吃了, 奥兹很坦诚道, 一如既往的憨后, 同样是一根筋, 认定了一件事, 谁说都不好使, 金狮子嘴角抽了抽, 张口闭口都是那个人, 搞得他都感觉有些不爽, 你知道我是谁吗? 金狮子很不爽地问, 我管你是谁, 和我又没有什么关系, 奥兹威胁道, 快把我放了, 不然的话, 老大来了, 有你好看。 金狮子突然朗声大笑了起来, 从奥兹口中的直言片语中, 他也知道了对方老大是谁, 现在风头正盛的月光海贼团船长, 只不过, 他打心底里是瞧不上的, 在他眼里, 曾经败给了凯多那个小鬼, 这有什么好怕的? 我可是金狮子啊, 即便是罗杰我, 都不会给他面子。 金狮子想起了曾经的往事, 眼里闪过一丝黯然, 紧接着又恢复正常, 怎么样? 要加入飞空海贼团吗? 到时候, 我可以和你分享整个事件。 默兴去。 奥兹不屑一顾, 然后就不搭理金狮子了。 金狮子气得嘴角抽搐, 但是又无可奈何, 毕竟雷霆巨人, 这对他有些致命般的吸引力。 这可是功成灭国战中的神器, 一个运国奥兹就让人牢记了几百年, 这雷霆奥兹即便是比运国奥兹都要强上百倍。 哼, 等我将那家伙的脑袋踢过来给你, 你就知道我金狮子了。 金狮子冷哼一声, 双手抱于胸前, 脚下双刀插入地面, 发出一道一道的金属焦鸣之声。 也就在同一时间, 金狮子的面色突然一变, 因为他已经感知到岛上突然多出了几道陌生的气息。 在感知当中, 一道身影与其他几人分开, 速度极快向着这边来了。 也就在他的感知锁定对方的时候, 只感觉那道模糊的身影身上散发着强大的气场。 隔着那么远的距离都能感受这狂暴的气息, 这究竟是何许人也。 岛上, 一道身影像是飞起来一般, 一步就跳出了几十米远, 在丛林中穿梭着。 周遭的飞鸟和走兽也被其散发的气息震慑得四散而逃。 是凯多? 但, 那家伙可不用如此多此一举, 并且也不可能那么灵活。 能给他这种感觉的, 金狮子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白胡子, 不过只是一瞬间就被他排除掉了。 这显然不是, 首先也很强没错, 但是远远达不到几年前那去见白胡子的那种感觉, 并且他与白胡子同传公事多年, 对其的气息也很是了解。 那会是谁? 在金狮子在思考之时, 那气息已经越来越近, 最终在一处停了下来。 来了吗? 哒哒哒哒! 金狮子面色凝重, 双腿下面的刀点着地面, 发出清脆的声响, 他的身影也向着洞口, 缓缓靠近。 同一瞬间, 两股气息交织碰撞到了一起。 第176章战金狮子, 浮咒显微。 两股强大气息碰撞到了一起, 仿佛就像是来自两个方向的狂风, 谁都是不服谁, 强大的风压直接让地面都开始不断地站立。 感受到了逐渐靠近的那股气息, 莫莉亚活动活动手脚, 脚步踏前握住了斩月的刀柄, 深呼吸了一口气。 武装色霸气缠绕在斩月之上, 那浓郁的黑色瞬间弥漫到了整个刀身。 刷! 一刀挥出, 黑红色的半月形斩机横向扫射而出, 在几十米的洞窟之中, 直接向着金狮子锁在位置迸射而去。 与此同时, 金狮子也是察觉到了那凌厉无比的斩机波, 一只腿点地, 另一只腿猛然踢出, 一记竖形半月形斩机与莫莉亚的斩机相交。 砰! 整个建筑都在颤抖着, 石块和尘土在这巨大的爆炸声响中落了下来, 在两道斩机相交之下, 洞中便产生了一道强劲的气流, 经久不息, 也缠绕了霸王色霸气嘛。 感受到斩机的余波震荡, 金狮子的脸色也是凝重了几分。 很快, 神念相交已久的两人终于是见面了。 莫莉亚也是见到了这位传说中的海贼, 只见他双腿绑着剑, 以剑替代腿, 脑袋上插着个船舵, 金色的头发垂直到腰腹, 像头熊狮一般, 不怒自威。 可能也是因为船舵的关系, 导致了他头上有些地中海。 当金狮子见到了莫莉亚之后, 也是一阵惊恶。 这和想象中的不同, 莫想到这股气息竟然来自于这个家伙。 这才过了十年, 就变化这么大了吗? 是时候好好审视这个世界了。 我名叫金狮子,是个海贼,小鬼。 我想你,不用我过多地解释了吧。 莫莉亚嘴角抽了抽, 她现在三十岁, 在比他大出一辈的金狮子面前, 年龄确实小了点。 非空海贼团船长, 曾与海贼王罗杰和世界最强男人 白胡子齐名的传说中的大海贼, 推进成历史上第一位逃脱的海贼。 你知道的,倒是挺多, 只是你说错了, 金狮子纠正道, 我认可罗杰的实力, 但是海贼王的称号我不认可, 另外老子才是世界最强男人, 不是白胡子。 莫莉亚没有反驳什么, 虽然打心底里, 她是感觉现在的金狮子 并非白胡子的对手。 因为她伤得实在太重, 也只能凭借果实能力, 近身肉搏的话, 两把绑在腿上的刀根本承受不住, 将会输得很惨。 先前金狮子也是见识到了莫莉亚的实力, 此刻她并没有急着动手, 而是邀请刀。 刀法不错, 要不要做我的手下? 到时候我们联手征服世界, 我就是世界之主, 你地位就仅次于我。 金狮子这么想着, 她刚刚已经感知到了, 对方似乎还有一些实力不俗的同伴, 并且如果莫莉亚加入她麾下的话, 奥兹自然而然就搞到手了。 莫莉亚抬起斩月, 缓缓举过头顶, 随即骤然落下。 So! 金狮子抬腿挥刀, 有些失望道, 看来你不是很珍惜这个活着的机会。 世界不是你许诺就可以征服的, 更何况要做世界之主的是我。 我想要得到的东西, 怎么可能让别人夺得头彩。 莫莉亚冷笑一声, 金狮子, 你还是老了, 只有将死之人才会沉浸在过去的辉煌当中。 想要做什么, 首先要靠实力说话。 大言不惭! 金狮子眼中闪过一丝怒意, 她也是被莫莉亚的话给实打实地气到了。 口气那么大, 我倒要看看, 你凭什么那么盲目自信? 说吧, 金狮子的身形直接漂浮起来, 只是眨眼睛已是来到了莫莉亚的身前。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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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芒一闪, 剑出如龙, 金狮子直接整个人化作了刀柄, 下半身则是刀刃, 就这么直直地刺了过去。 呛! 莫莉亚直接抽出刀来, 两把刀的刀刃切割在了一起, 发出刺耳的声响, 同时摩擦出一团虎花。 就这样摩擦着, 莫莉亚正打算顺着刀刃一路向上切割金狮子的右腿, 就在这时金狮子的另一只腿却是动了。 嗡! 一道嗡鸣之声响起, 金狮子的左腿直接滑向莫莉亚的脖梗。 几乎是同一时间, 后者身子瞬间厚仰, 下一刻, 一道灵力的斩鸡直接在莫莉亚额头的脊脚之上滑过, 一听一声巨响, 身后的无数古术巨木被斜着斩断。 莫莉亚手上骤然发力, 利用力量上的绝对优势将金狮子直接甩飞出去。 只是在空中的金狮子只是翻了跟头, 下一刻又是原路返回, 凌厉的刀尖对着莫莉亚就是一阵猛刺。 金狮子双刀一阵猛戳, 如璀璨的群星一般从空中降落而下。 因为要应对对方腿上的两把刀, 莫莉亚直接用刀身迎了过去, 而并非接触面积较小的刀锋。 当! 当当当! 猝猝火花在二人眼前闪现, 金狮子浮在空中双脚挥出残影, 而的莫莉亚速度也是极快的, 每次都是都挡住了金狮子的攻击。 剑对方似乎滴水不漏, 再这么下去也只会被消耗体力。 金狮子直接抽身后退, 漂浮到了半空之中。 斩波! 随即他便我用脚上的剑踢出一道巨型剑气, 如同浩月当空, 骤然而落。 月龙沦尾! 莫莉亚挥刀而斩, 范围巨大的横批只冲而上, 强大的气势似乎是要横扫面前的一切, 那巨大且迅速地半月斩机就像是月亮, 附带的小行猿月刃就像是繁星点点, 众星捧月直冲而去。 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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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道斩机波互相切割, 一股难言的声响响彻天空, 最终在僵持两久之后, 两道斩机轰然崩散, 爆出一道恐怖的气浪, 向着四面八方席卷。 原本就被殃及无辜的树木更是再遭劫难, 这次直接是连根拔起, 干干净净。 剑术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了吗? 确实挺不错的。 不过,这招你又是如何应对? 说着,金狮子单手抬起, 随即猛然一握。 狮子威,闭诀! 轰隆隆! 大地瞬间震动开来, 像是被掀起了一样, 无数的石块土块逐渐地分散合离, 聚拢成了几座足以遮天蔽日的 狮子模样的山体, 山体就仿佛是活着的狮子一样, 全部扑向了正中央的莫利亚。 金狮子俯视着莫利亚, 我是吃了飘飘果实的飘服人, 任何非生命的物体, 只要被我接触都可以被操控, 那么,去死吧。 就在大地合拢, 几乎要将莫利亚吞灭在里面之时, 直接莫利亚的身体直接飘飞而起, 直接急速飞向了空中。 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 金狮子瞪大了眼睛, 这怎么说飞起来就飞起来了, 也没有什么翅膀, 就像是也吃了飘飘果实一样。 但, 也只有莫利亚知道是怎么回事。 吐浮咒! 昆浮咒! 急飞行! 第177章 火力全开, 神秘尸体 斩播! 诸华弄月! 浮游岛的上空, 两人在空中依旧在激斗着。 金狮子很疑惑莫利亚到底为什么能够飞起来, 但转念一想, 这应该是恶魔果实的能力, 错不了了。 斩击过后, 金狮子再次大手一握, 只听轰隆隆的一声, 狮子山再次拔地而起, 向着空中的莫利亚撕咬而去。 跃破灾窝。 狮子山聚集周遭之时, 莫利亚甚至都没有动, 周身顿时产生无数的巨大的漩涡撞刃风, 斩击轨迹上还有着无数的圆跃刃, 只是在狮子山靠近的一瞬间便被撕裂的粉碎, 化成了尘土, 洒落地面。 不用挥刀便可释放斩击。 特殊的剑技吗? 金狮子有些惊骇, 他还是第一次剑指凭借意念便可操控斩击。 事情变得好像更有趣了。 金狮子突然大笑一声, 如果是一个菜鸟, 三两下被他解决了, 反倒觉得有些不痛快。 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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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子! 牵切骨! 金狮子腿刀连斩, 踢出多道足以粉碎山岳的巨大斩击波, 并且还是附带了霸气。 对于莫莉亚, 他也没有小觑, 毕竟对方给自己的感觉很不一般, 如果大意可能会死。 降岳, 连面! 斩岳在身前挥出树道残影, 紧接着无数挫杂交错的斩击便犹片连面, 形成了一道密集的斩击网, 无数的圆跃刃荡荡样空中, 炫彩夺目。 两股斩击交汇, 在空中撞击, 激起一团气浪, 爆炸而开。 空中激战的两人, 也是引起了岛屿上其他人们的注意。 一处山丘之上, 范奥卡用枪瞄准天空中的两人, 通过自带的望远镜观察着。 怎么样啊? 对方到底是谁? 霍斯曼疑惑地问道。 范奥卡将枪收了起来, 面色有些凝重道, 虽然有一些细微的差异, 但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 对方应该是金狮子。 金狮子? 知道的不知道的都是愣了一下。 那可是传说中的大海贼啊, 与海贼王罗杰白胡子齐名的巅峰海贼,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霍斯曼是视线极好的, 不用借助望远镜便可以观察到正在激战的两人, 只是他并不知道金狮子, 还以为是织毛皮族呢? 我们要不要, 范奥卡正要询问是否抓单位哦? 却听拉菲特道, 我们先去解决金狮子的其他手下, 单打独斗金狮子, 能不能打得过船长, 还尚未可知。 金狮子在十年前越狱时丢掉了双腿, 为了挽回一丝颜面, 世界政府也是特意报道了这件事。 别人不知道, 但拉菲特确实记得的, 如果是巅峰时期的金狮子, 那还要担心一下, 现在就没有那种必要了。 也就在他们出现在金狮子的宫殿外之时, 早已有人在这里宫后多时了。 只见飞空海贼团的船一兼科学家印第哥 还有大猩猩史卡雷多站在了宫殿外面, 身后还跟着几百上千名海贼。 他们都是飞空海贼团的下属海贼团, 都是仰慕金狮子的威名, 自愿加入前者的麾下。 他们好像是月光海贼团的主力, 西海第一狙击手独眼霍斯曼的魔鬼, 警长拉菲特, 东海的音乐范奥卡。 有人似乎认出来了几人, 有些惊骇的道。 但一想到背靠的大树是金狮子, 似乎也没什么好怕的了。 喀勒喀勒, 你们就是史基老大说的几个, 摸上倒来的几个小虫子吗? 印第哥发生特有的笑声, 竟然没有将拉菲特几人放在眼里。 小虫子? 几人也是被印第哥给气笑了, 他们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称呼。 史卡雷多的目光在众人身上扫过, 当发现毛皮族的霍斯曼时, 顿时就是一愣, 紧接着就是粉色淘心眼, 嘴里嘟囔着兽语, 一般人还真听不懂。 这种目光使得霍斯曼一阵恶寒, 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 拉菲特正要出手, 这时独皮尔却是骑着撞撞走上前去。 这个家伙, 交给我吧。 独皮尔有气无力地道, 随即默等他人回答, 他便骑着高头大马迅速拉近距离。 见对面有人冲过来了, 飞空海贼团的其他海贼顿时四散开来, 从两边杀向了其余人。 壮壮! 独皮尔叫了一声, 紧接着身下的高头大马 直接伸出了两个翅膀扑散了起来。 独皮尔连同着壮壮直接来到了半空之中。 莫利亚几人能够来到这浮游岛, 壮壮可谓是功不可没。 哗啦啦! 独皮尔依旧是同样的招式, 一篮子苹果直接向着印第哥 以及身后的众人倾泻而下。 虽然人们不知道为什么掉下来那么多苹果, 但是潜意识里不会认为这是好东西。 化学魔术? 印第哥从手套无数放出无数球体, 绿油油的球体向着空中直射而去, 就普通小型的鬼火一般。 哄!哄!哄! 爆炸苹果碰上了爆炸的球体, 顿时爆炸之声不绝于耳, 前者一部分也被爆炸的余波影响, 纷纷爆炸开来没有剩下。 印第哥咧嘴一笑, 本以为是什么厉害招式, 现在看来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炸弹而已。 只是, 念头初起便感觉周遭爆炸所产生的烟雾 似乎有些不对劲, 因为烟雾绿油油的。 刚开始他还以为是自己的化学爆炸球体造成的, 但渐渐地他就发现不对了。 烟尘散发出刺鼻的味道, 让他感到有些熟悉。 这时不远处, 史卡雷多直接锁定了目标, 一个野蛮冲撞就冲击了过去。 霍斯曼嘴角抽了抽, 寿掌钻成拳头, 静静地等待着猎物送上门。 距离迅速拉近, 见时机成熟, 霍斯曼一拳挥出, 重重地打在了史卡雷多的脑门之上。 强调一下, 老娘可不喜欢大猩猩啊。 另外, 你以为老娘听不懂你说的话吗? 好色猩猩。 被这强烈的一击打中脑袋, 史卡雷多直接眼睛和嘴唇在凸, 身形都别着一拳头打了矮了不少。 霍斯曼的拳头收回来的同时, 史卡雷多直接颓然地瘫软在了地上。 印第哥也没有其他的精力关注其他地方了, 他发现自己的身上 还有周围的手下身上都长出了绿色的军斑。 中毒了! 是Death Green。 印第哥大惊失色, 这种毒会使人体器官功能迅速地退化。 毒Q在空中有些无力的声音传来, 在宫殿的周围我发现了这种毒素, 就拿来用了, 看样子效果不错。 周围人已经开始哀嚎, 印第哥也感受到了来自五脏六腑的剧烈痛楚, 顿时冷汗沉沉而下, 他有些疑惑, 这毒似乎比他想象中发作的还要快, 并且威力也更大。 情绪很快就平静了下来, 印第哥从怀中掏出了一小瓶东西, 毫不犹豫地拧开瓶盖喝了下去。 这是解药, 他这些年一直早就这种植物, 对于这东西的作用以及毒性都很是了解。 在解药下毒没多久, 体表的绿色菌群便停止了蔓延。 印第哥还没有松一口气, 顿时腹中的刺痛感便再次席卷全身。 那吃的那是解药吗? 毒Q的声音从上空传来, 忘了告诉你了, 这不可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毒, 你就算吃了也没用的。 见两大主力只是一瞬间就被解决掉了, 飞空海贼团的其他小罗罗们顿时乱作一团。 这就是飞空海贼团的干部吗? 不能说弱, 只能说真的很弱, 拉菲特笑着道。 他这边还没有动手, 两位干部就被解决了。 其他的虾兵蟹将也树到胡孙散, 跑得一干二净。 浮游岛, 天空中。 狮子威, 水卷。 金狮子单手一握, 岛上的湖泊之水迅速汇聚, 紧接着凝聚成狮子模样, 悬于空中, 紧接着, 如同陨石一般, 齐齐朝着莫莉亚杂落。 莫莉亚面色淡然, 灰刀准备利用斩击波将其正面击溃。 就在这时, 她脚下, 石头土块聚合在一起, 隆起成了狮子山, 朝着她吞没过去。 下一刻, 莫莉亚似乎像是放弃了抵抗一般, 只是并没有任何的反应。 没想到吧, 到此为止了。 金狮子大笑一声, 紧接着就叫水狮与吐狮直接将莫莉亚吞没。 嗯? 金狮子的笑声戛然而止, 因为也就在莫莉亚被吞噬的一瞬间, 那股气息却神奇地消失了。 兄弟, 天满仙月。 也就是在这疑惑的一瞬间, 莫莉亚本体已经是挥动着斩月, 以一种要斩断一切的气势, 一下释放出无数的强烈斩击。 满天的银白色斩击如同一条条白色长龙, 呼啸着直接向着金狮子撕咬过去。 不好。 金狮子感知到身后传来的一股异样, 心中顿觉惊骇, 知道这一招威力极大, 如果硬接下架是非常不明智的, 于是他整个人在半空中侧身, 试图避开这一击。 只是, 他却低估了这股斩击, 那并非纯粹斩击, 在巨大的斩击之中却伴随着无数的圆月刃。 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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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金狮子躲过那道斩击以后, 无数的圆月刃紧随而至, 前者脸色一变, 惊骇之余, 想要挥剑打散了一部分, 同时施展武装色, 霸气进行抵挡。 但仍有一部分斩向了金狮子, 虽然没有将其击伤, 却也是斩断了半边的金色长发。 我的头发! 看到不受控制, 从空中飘荡而下的金发, 金狮子顿时怒火中烧。 原本莫利亚的所在位置渐渐清晰, 金狮子的视线也瞥了一下, 只见那里只有一道黑色的影子。 银银果实! 既然是银银果实, 他也没听过银银果实可以赋予能力者飞行的能力啊。 想不通, 金狮子也就不想了, 他现在只想让眼前的小鬼付出惨痛的代价。 念及至此, 金狮子直接挥动腿上的鹰石和枯木, 缠绕着霸王色霸气的赤黑色斩继如瓢泼大雨一般, 防不胜防。 防不胜防, 那就不防了。 莫利亚的身影又奇迹般消失了, 影子瞬间被切割成了碎片。 影子替死鬼! 虽然现在双幅骤加持, 速度也是比原来高出一个档次, 但是, 显然没有和影子互换来得快与方便。 见到斩机被轻松化解, 金狮子瞬间气急败坏地冲向了莫利亚。 Soul! Soul! 两人在空中不断地碰撞。 下面, 几个人正在湖边的巨石后面观战。 我们就这么看着, 会不会不太好? 真的不需要我们出手吗? 发奥卡推了推眼镜, 有点跃跃欲试的样子, 他想看看一枪能不能打中金狮子。 这座岛都在对方的控制之内, 如果贸然行动暴露了位置, 到时候也只会给船长添乱而已。 拉斐特解释道, 那仿佛山岳一般的湿山湿海, 可能拿莫利亚没有办法, 但是对于他们几个来说, 可很是头痛。 发奥卡和其他人又向霍斯曼投去了目光, 似乎是询问他的意见。 他可是老娘选中的男人, 怎么可能会在这里办? 霍斯曼说着, 将一个苹果啃干净了, 拍着胸口, 我吃完了, 还有吗? 没有了, 没有了, 这次是真的没有了。 迷你版莉莉委屈巴巴, 头摇得像波浪鼓一般。 那好吧, 实在太无聊了, 我都想下水洗个澡了。 霍斯曼伸了的懒腰, 一有所指道。 你不是昨天才刚洗过吗? 莉莉急了。 怎么? 不行啊。 霍斯曼笑着反问。 我给你还不行吗? 要吃什么? 莉莉不情愿道, 这可是他囤了好久的东西呢。 莉莉是食用了迷你果实的小小人, 可以将触摸到的东西变得很小很小, 因为他就像松鼠一样囤了很多东西, 东西放在盒子里, 盒子又藏在厚厚的毛发当中。 就这样, 一看就是一天。 莉莉看了看, 自己囤的东西欲哭无泪, 这还就只有一箱子水果了, 再次就真的什么都不剩了。 天空中, 两人都是有些累了, 也不打算藏着掖着了。 金狮子突然摊开双手, 随即附近的树座岛屿, 直接向着这边呼啸而来。 似乎看到了急速靠近的岛屿, 岛上藏匿着的海贼们纷纷脸色大变, 惊恐和绝望的神色浮现在他们脸上。 不好了, 完蛋了, 使鸡大人要动用那招了。 复巢之下午完卵, 他们知道只要发动之后, 估计这几座岛屿估计就都要被摧毁掉了, 这那么高的高空, 就算掉下去也是死的不能再死了。 有人大喊着仕途让金狮子停止下来, 但后者本来就是没拿这些家伙当回事, 死了重新招募也就是了。 看来这就是你的极限了。 是时候做个了断了, 莫利亚见状心绪没有太大变化, 此时此刻也该动用那股力量了。 在金狮子的注视之下, 只见莫利亚缓缓抽出腰间的另一把刀。 死者兴军, 八方! 莫利亚拔刀出窍的一瞬间, 一道黑色身影浮现并且摊开了双手。 漂浮空中的金狮子顿时觉得一股强大的吸力将它向着一个方向吸去。 金狮子的感知瞬间锁定了目标, 只是对方并不像是一个人, 而是一具尸体。 并且对方竟然有着一双骇人的紫色眼睛。 第178章 拜金狮子 果实的重生 紫色的眼睛加上那一圈一圈的纹理, 看上去绝对是非常骇人的。 就算是找遍这个世界, 也绝对找不到另外一个人。 因为这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 轮回眼, 仅仅是最原始最基本的轮回眼, 不过这也够了。 这正是莫利亚这两年来挂机所得其中之一。 虽然是轮回眼, 但是却并不是轮回眼的全部能量。 即便是两年的挂机, 莫利亚也不过是获得其中几股力量。 而现在所施展的便是轮回眼中的。 天道。 而刚刚所施展的便是轮回眼天道的能力。 万象天鹰。 而莫利亚得到这份力量之后, 便将其分给了被她操控的尸馗一生。 有些东西并不是越多越好, 东西多了容易砸而不惊。 而一生在之前又是吃了重力果实的重力人, 这个能力也正好与之契合, 再合适不过。 感受到身体陡然间不受控制, 金狮子顿时大惊失色, 也由于一生的干扰。 这也使得原本向着这边移动的岛屿暂时停了下来。 金狮子不由地加强了对自身的控制, 以及能够轻易操控几座岛屿的能力, 想要就这么将它吸过去, 也是不大可能的。 但最起码也能起到重要的干扰作用。 这是什么力量? 金狮子在上空稳住了身形, 心有余悸地看向一生, 同时心底也是警惕暗生。 当金狮子的视线再次回到莫利亚身上之时, 顿时又是一惊, 因为她也在莫利亚身上看到了那双圣人的眼睛。 当金世界拥有这双眼睛的就只有莫利亚, 其他根本不是人而是尸体。 这个能力算是和莫利亚完美地结合了, 也不用费劲地挑选尸体, 只需将眼睛分享给八方所操控的尸魁。 现在莫利亚拥有六到七三, 其中两个已经应用到了尸体之上, 剩下一个暂时也没有合适的人选。 莫利亚这个本体也尚且无法使用。 轮回眼可以分享视线, 也就是说, 现在的莫利亚已经是有了三双眼睛, 如果将来凑齐了, 这将是多么强大的存在。 而这轮回眼唯一的缺点也和八方所操控的尸魁相同, 控制的尸体数越多, 那么分散的精力也就越多, 这便会大大的削减操控者的实力。 正在此时, 地面上的一生开始发动能力, 地面上的一切物体, 砂石胶土, 全部向着半空蔓延而上, 向着金狮子的所在方向聚集。 仿佛是金狮子自带吸引力一般, 研石与尘土越聚越多, 渐渐地形成了一个圆形。 地暴天星! 停下! 我让你们停下! 金狮子张开双手, 对着周围的聚集的东西一声大喝。 果然, 在其全力施展了飘飘果实能力之后, 周遭的东西便停止了移动, 全部被定格在了原地。 仿佛这一瞬间, 时间就像是停止了一般。 这究竟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 这家伙, 究竟是什么人? 此时此刻, 金狮子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纵横大海几十年, 还从来没有遇到如此棘手的能力。 金狮子暗叹一声, 他如今双腿近断, 头上还有一个船舵, 再加上与莫利亚你来我往大战了一天, 已经是耗费了大量的体能。 倘若是他巅峰时期, 即便是大战上个三天三夜, 也不会像现在这般体力不支, 有些狼狈。 刚才无数碎石聚集过来之时, 便可第一时间躲避开来。 思绪回到现实, 金狮子不由地心生警惕。 他发现, 莫利亚的气息消失了。 莫利亚动了, 并且是调动了的全部体能。 曾经能与海贼王齐名的海贼, 即便落到了这么个模样, 实力依旧是不容小觑。 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可不能就此错过。 莫利亚深吸一口气, 调整气机, 以求月之呼吸法的极致与斩肌的完美。 月红, 孤流月。 莫利亚握住斩月的双手, 用力挥动, 瞬间银白色的斩肌光波, 宛若九天之上的残月轰然坠下, 璀璨耀眼, 滑破空间发出刺耳的声响, 仿佛空间承受不住这股力量, 而因此发出道道悲鸣。 月之呼吸最大事, 一击挥出, 天地色变, 仿佛烈日在这一刻也暗淡了几分, 洒下的光线也苍白了几分。 下面的地面也被空中斩击波所散发的 灵力剑气所切割, 从而产生了一道道裂痕, 并且向着远处延伸。 金狮子自然也是感到了这股力量的恐怖, 直接放下了对周遭的防备, 因为只要莫利亚冲过来, 不过是同归于劲罢了。 金狮子一道斩波挥出, 但不可撼动莫利亚分毫。 在莫利亚冲过来的刹那, 金狮子用劲全力操控着一座岛屿骤然砸下, 自己则是退到岛屿之后。 轰隆, 一声仿佛要把耳膜震碎的炸响在空中响起, 那座岛屿直接被灵力的斩击一分为二, 被一分为二的岛屿仿佛被抽干了力气一般, 重重地砸在了下面的岛屿之上。 此刻的金狮子表情也是相当的精彩, 惊恶不甘无数情绪交织在了一起。 永别了! 金狮子! 莫利亚低沉的声音响起, 气息也越来越近。 老子可是金狮子! 金狮子并没有认命, 而是用尽全力瞬间挥出了无数斩机, 从而做最后的决断。 狮子! 万切骨! 又是一道乍响, 众人纷纷地投去了目光。 在这一一道汗天洞地的巨响过后, 仿佛这一刻, 整个世界都变得寂静了。 靠近爆炸位置的所有东西, 在这一刻都是被碾作积焚。 半空之中产生了巨大的蘑菇云, 将两人笼罩其中, 让人们不知道此刻到底结果如何。 一道身影急速坠下, 直接冲出了烟尘, 跌落在了地面之上, 留下了一道剧烈的声响。 呼! 终于是都结束了。 烟尘散去, 莫利亚的身影屹立于天空之中, 身体上的衣服都被斩鸡切割成了布条, 也免不了有一些伤口, 不过也不是很重。 也就在金狮子坠地的同时, 周围围着的岛屿, 连带着此刻下方的岛屿, 都是瞬间向着下方的大海落下。 岛上那些因着金狮子的威名, 而加入其麾下的海贼们眼中, 都是满满的惊骇之色。 岛屿下沉了, 也就是说, 史基大人竟然。 这些海贼一脸的不可置信, 在他们眼中金狮子, 就是堪比神明般的存在, 呼风唤雨, 无所不能。 而现实, 这下沉的岛屿, 只能说明一件事, 那就是能力者, 死了或者是失去意识。 无论哪一条, 这都说明, 那个与海贼王罗杰, 世界最强男人, 白胡子齐名的金狮子, 败了。 下方, 月光海贼团的众人, 也是表情各异。 霍斯曼和莉莉, 正在争夺最后一箱水果, 暂且不论。 拉斐特挤出一抹诡异笑意, 不愧是他选中的人, 未来必定不可限量。 届时, 他也算是海贼团资历最老的家伙了。 发奥卡和独皮微微点了点头, 心中暗道这都是命运的安排, 才让他们幸运地上了这么一艘贼船。 一座接着一座岛屿, 从高空坠落而下, 海面在这一刻不断地晃动, 震荡不停, 波涛起伏。 莫莉亚深呼吸一口气, 压住身体上的, 不是向着金狮子锁在位置, 缓缓靠近。 当走到金狮子身前之时, 这才能感觉到, 对方散发出的微弱呼吸, 已经是很虚弱了。 但是以这个世界的恢复力, 只要放任, 不管或者得到一定的救治, 不需要太长时间, 便又生龙活虎了。 不过, 显然莫莉亚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如果让对方逃脱, 届时的报复, 将是无比惨痛的。 这么说, 我还要感谢你的最后一击, 倘若没有那最后的抵抗, 我可能就见不到活着的你了。 也不在乎金狮子, 能不能听得到, 莫莉亚依旧自顾自说着。 说话间, 一手已经抚向了腰间的八方。 死了多么可惜, 不如为我所用的好。 话音未落, 莫莉亚手中的八方 直接对准金狮子的心脏重重而下。 没有受到任何抵抗, 刀尖直接插入了胸口, 刺进了心脏。 只听一声闷哼, 八方之上便涌现出了密密麻麻的皱纹, 就仿佛是数以万计的蚂蚁大军一般, 迅速蔓延到了金狮子的全身。 是金狮子没错了, 不过却是走地鸡金狮子, 正能凭借两把刀走路, 尸体是不具备果实能力的。 尽管如此, 莫莉亚也觉得这算是最好的结果了, 毕竟金狮子的剑术同样不错, 也算是一部俗的战力。 并且, 莫莉亚起初也并没有将金狮子计算在内, 都是全力以赴的战斗。 如果到时候不用尽全力, 想着留活口的话, 可能最后躺着的就是她。 也就在莫莉亚收下金狮子的尸馗没多久, 过来。 恭喜船长击败了名震大海的金狮子。 拉斐特笑道, 莫莉亚摆了摆手, 小小地谦虚了一下, 不过是行将旧木的老人罢了, 巅峰实力实不存一, 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虚伪的男人, 嘴角都快裂到后脑勺了。 霍斯曼顿时就开始了阴阳怪气, 不过, 显然她就是脱光了衣服去戳马蜂, 耳朵传来的痛楚不多时就让她原形毕露, 最后发出了反祖的叫声。 奥兹和真言方舟上的一些船匠也在莫莉亚和金狮子激战过程中被解救出来, 可能是因为金狮子起了爱财之心, 万星并没有人受伤, 此行也算是圆满结束。 船长, 在你们战斗的时候, 我也打听到了金狮子的意图, 他们正在研究一种叫做IQ的植物, 这种植物可以让动物的战斗力进行制的飞跃, 金狮子则是想借助变异动物的力量制造混乱, 并且借此完成称霸世界的目的。 拉斐特继续道, 我也去周围的森林探查了一下, 发现这些被改造后的动物确实有着不错的战力, 我们是不是该? 独Q也是点了点头, 他对独花独草也有一定的研究, 这种植物无疑是个宝贝, 并且十分稀有, 估计在别的地方很难再找到。 如果我们用不到, 不如干脆趁机一把火烧掉。 如果这东西要是落到敌人手里, 这事情就变得不好办了。 拉斐特说着又补充了一句, 这也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倘若这东西落到比如海军手里, 海军里面不乏一些厉害的科学家, 到时候后果简直是难以想象。 文言莫利亚也是皱了皱眉头, 似乎是在思考如何处置这些东西。 这时, 吉尔玛66的蜗牛船也是缓缓地靠近了过来, 刚才看到天空之中有东西不断落在海面之上, 加之便指挥着将蜗牛船开得远远得了。 此刻看到战争结束, 再次转了回来。 他没想到, 莫利亚将要对战的人竟然是金狮子, 早知道他就不来了。 不过过程是糟糕的, 结果是好的。 莫利亚赢了, 他也能从中捞点好处。 吉尔玛66的蜗牛船浩浩荡荡荡而来, 自然也是引起了莫利亚的注意。 但是, 他依旧是愁眉不斩。 就算是吉尔玛66的蜗牛船来了也没什么用, 现在唯一的方法是怎么将这座岛屿运走。 不然的话, 这凭空出现的岛屿肯定会引起海军的注意。 届时如果莫利亚不让他人登岛, 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样, 也正在莫利亚一筹莫展, 准备带上一些种子或者移植一些植物碰碰运气之时。 这是耳边却传来的一道惊异之声。 咦? 这是什么东西啊?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众人寻声望去, 之间莉莉正在看着眼前的箱子一脸的迷茫。 怎么了吗? 众人同样是一脸的迷茫, 不明所以。 你们看, 莉莉指了指箱子, 叫众人过去。 几人将脑袋都凑了过去, 紧接着不约而同的都是一袋。 只见箱子里存放着各色的水果, 而在这其中, 有着一个形色都与先前所有不同的果子。 只见那果实的形态和普通苹果的大小相仿, 只是表皮呈现鲜灰色, 并且果皮上面还布满了螺旋花纹。 竟然是一颗恶魔果实? 第179章飘飘果实一主, 回归。 螺旋花纹的果子静静地待在箱子里, 众人一脸的迷茫同时也有着一起惊喜。 这颗果实的能力又会是, 不仅仅是一个人这么想, 众人都有着这么一个猜测。 拉斐特, 你知道这是个什么果实吗? 莫莉亚转头对着拉斐特问道。 拉斐特迟疑了一下, 仔细上下打量了一番, 以确保准确无误。 两久之后, 拉斐特微微摇了摇头道, 虽然不知道, 但是觉得有些熟悉似乎是在哪里见过。 思索间, 他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厚厚的册子。 这是恶魔果实图件, 是沃尔夫那份的复印件。 拉斐特翻开一页, 里面全都是恶魔果实的图样, 以及它们的名称和能力。 恶魔果实的种类实在太多了, 当然即便是那么厚的图件, 也不可能完全记录。 不过一些强力的恶魔果实, 总会被喷特殊的关照。 尽管此刻众人的心中, 已经大致猜出了这个果实的能力。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确定一下的好。 毕竟这东西, 每个人都只能吃一个, 如果吃了什么用处没有, 反倒多出一个怕水的弱点。 在翻阅了数不清的叶数之后, 最终在图件的超人系一栏, 找到了想要的答案。 超人系恶魔果实, 飘飘果实。 果实能力者, 可以摆脱重力在空中飞行, 且可以操控触摸过的飞生命体, 并用其能力让其漂浮起来。 莫利亚将果实拿了起来, 还食一粥。 你们有谁要吃吗? 众人摇头, 谁嫌病长了, 要吃第二颗恶魔果实。 莉莉吃的是迷你果实, 毒Q吃了病病果实, 范奥卡吃了。 总之几乎所有人都是能力者。 最终, 众人的目光投向了 还没有反应过来的霍斯曼。 你们看我做什么啊? 我又不吃。 霍斯曼投摇得像波浪鼓一样。 莫利亚起初也没打算让她吃恶魔果实, 但那也只是没有遇到合适的果实而已。 如今遇到了极为变态的飘飘果实, 如果食用那实力定然是突飞猛进。 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莫利亚将恶魔果实递过去, 并不是强行逼迫她吃, 而是寻寻善用。 也只有这种办法最有效果。 你是不是太小瞧人了? 我是那么容易满足的人吗? 霍斯曼不屑一顾, 脸也撇向了一边。 等找到奥布鲁之后, 设宴三天三夜。 莫利亚话还没没有说完, 霍斯曼的瘦耳朵动了又动, 顿时脸上充满了讨好之色。 嗨, 我还真就那么容易满足, 那么就一言为定了。 奥布鲁, 这是每个厨师向往的奇迹之海, 传说这片海洋拥有四大海域的所有食材。 自然而然的, 这里也就成了吃货的天堂, 成了每个吃货向往的地方。 那我呢? 那我呢? 莉莉也探出了小脑袋, 当初她的父亲也提到过奇迹之海的故事, 从那之后, 她做梦都想到达那里。 莉莉这次可是我们的大功臣, 到时候肯定要最先招待。 莉莉闻言顿时喜笑颜开, 蹦蹦跳跳地手舞足蹈。 莫利亚感叹吃货真的容易打发, 只是画的大饼都能把它们喂饱。 霍斯曼拿着飘飘果实, 果实还没有一半手长大, 咽了口口水, 总感觉这东西长得有些瘆人。 只看样子, 感觉不像是那么可口。 一口闷, 别浪费了。 莫利亚以一种过来人的口吻说道, 说不定吃一口没反应呢。 霍斯曼瞪了莫利亚一眼, 一口咬向了果实。 嗯, 语, 入口之时还没有什么反应, 直到那股味道在味蕾上爆炸, 霍斯曼眼里含泪, 差点没有一口吐了出来。 她本就是, 是味觉灵敏的, 此刻差点一下没缓过气, 差点送去见她太难。 不能说难吃, 是非常的难吃。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深有感触。 三天三夜都亏了, 要五天五夜。 霍斯曼一边讨价还价着, 一边强忍着恶心将果实消灭殆尽。 但霍斯曼将果实全部吃掉之后, 莫利亚有些期待地问道, 怎么样了? 感觉身体有什么变化? 哪有什么变化? 咦? 霍斯曼惊异一声, 一股异样袭上心头。 未知的力量, 充斥四肢百骸, 有了飘飘果实的能力加持, 十多天的路程直接只剩下了灵头。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 几座岛屿便出现在了德雷斯罗萨岛的上空, 只不过这么高的空中, 一般人也难以察觉。 之所以回到德雷斯罗萨, 是因为干部们一部分还在留在岛上, 并且黄金聚传目光之城也在这附近的水域。 广阔的大地上, 一片金黄色的向日葵花海, 随风摇晃, 淡淡清香, 充满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一片祥和与宁静被一道推门声打破了。 莫利亚低头走了进去, 木屋不是很大, 她一下就看到了正在洗菜的斯卡莱特。 你回来了? 斯卡莱特只是抽了一眼莫利亚, 用毛巾擦了擦沾满水珠的手。 戴手擦干之后, 她款步走到莫利亚身前, 将后者身上的大肠解了下来, 抱在了怀中。 莫利亚微微点了点头, 以作回应。 饭还没有做好, 你先在客厅里坐着等一下。 说着, 斯卡莱特抱着大肠准备放在不远处的衣架之上。 莫利亚确实拉住她, 疑惑道, 我这才刚从外地回来。 你这就叫我过来? 难道是? 斯卡莱特停下了步子, 上下打量了一下莫利亚, 佯装镇定道, 你离开有半个多月了吧? 闻言, 莫利亚想了想, 确实有半个多月了, 于是点了点头。 不行, 这都过半个月了, 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 你没有去王宫吧? 斯卡莱特像是有心事一般, 又问了一句。 没有, 我才刚到这里, 你就让我告诉, 我有重要的事情告诉我, 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你又不告诉我。 莫利亚有些疑惑, 同时有些埋怨的意味。 没有, 那就好, 斯卡莱特闻言也是放下心来了, 她哪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只是找一个理由, 不让她和妹妹维奥莱特有接触的机会。 你该不是, 莫利亚盯着斯卡莱特的眼睛, 想要从中看出些什么? 我没有, 我不是, 别瞎说, 我才没有骗, 斯卡莱特目光闪躲, 手忙脚乱地摆脱对方的双手。 你该不会是想我了吧? 莫利亚表情古怪, 你怎么那么黏着啊? 这才过了半个月诶。 斯卡莱特一时语色,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脸颊也在此刻被挑拨得有些红了, 很不服气地暗脆一口, 不过她也没有反驳。 这段时间, 少了一个人, 确实也觉得过得不够充实, 当然这不仅仅是某一方面。 情道深处自然浓, 一道浓石怎忍设, 一时间两道身影就变成了一道, 两颗脑袋的距离也缓缓地拉近。 干爹你来, 妈妈, 你们在做什么? 就在这时, 李坚一道稚嫩好听的声音响了起来。 雷贝卡揉着心松的睡眼, 穿着睡衣, 抱着莫利亚送给她的等身布娃娃盯着二人。 此刻斯卡莱特还在点着脚尖, 听到女儿的声音一下子差点一个没站稳倒在地上。 幸而被某人拖住了后腰, 这才勉强站定, 但这是被女儿看到, 还是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只是, 你妈妈眼里进了沙子, 莫利亚信口胡周道。 是这样吗? 雷贝卡信了一点, 但不多。 见状, 莫利亚连忙拿出一个袋子, 在雷贝卡眼前晃了晃。 雷贝卡, 看这是什么? 雷贝卡先是眼神中有些疑惑, 紧接着反应过来之后, 脸颊上浮现惊喜, 是城堡积木。 被这么一打岔, 先前的事情瞬间也就被气抛之脑后了。 莫利亚叹了口气, 也坏刚才太投入了, 竟然没有发现, 这也和对方并没有恶意有着很大关系。 最终, 再配小孩子玩了一天的积木, 这事才算是应付过去了。 一日, 莫利亚从清早起来一直挥剑到赏雾, 这并不是简单的挥剑。 挥坎批次, 每一个动作看起来都是那么的朴实无华, 但每一个动作都是千锤百炼的结果。 直到最后, 她静下心来, 感受万物的呼吸, 倾听万物的声音, 渐渐地周围的遍地花海也变成了黑白之色。 渐渐消失, 最后天地一色, 仿佛这里只有一个人, 她不断地挥剑, 在她身前仿佛有一个影子, 化解着她的一个接着一个的招式。 呼! 莫利亚呼了口气, 身上已经被汗水淋湿, 她干脆将外套脱了下来, 露出结实的肌肉。 反正这地方那么隐蔽, 我不会有什么外人。 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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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也在这一刻表示了不满, 莫利亚便向着向日葵、 花田的深处走去。 此刻, 斯卡莱特正哼着小曲, 在木屋外面的绳子上挂着刚洗干净的衣服。 斯卡莱特, 雷贝卡去哪了? 这时, 一道声音从身后转了出来。 斯卡莱特听到一股陌生的声音, 回过头去, 却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人。 她才刚挂好一个衣服, 那道声音又响了起来, 斯卡莱特再次回头, 只见远处莫利亚的身影游远极近。 也就是, 在莫利亚出现的一瞬间, 那声音戛然而止。 莫利亚眉头也皱了皱, 有些疑惑, 是一只老鼠吗? 你呀, 就不能让我省点线。 斯卡莱特见浑身是汗的莫利亚, 有些美好气得到, 你就不能早点过来, 现在我都把衣服洗完了。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是斯卡莱特还是拿过了莫利亚的衣服。 莫利亚笑了笑, 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温馨之感。 嗯嗯, 雷贝卡, 两久以后, 斯卡莱特红着脸, 突然想到了什么, 问道, 你刚刚说什么? 雷贝卡去哪里了? 莫利亚不明所以, 哦, 我没说什么呀。 雷贝卡现在正和一群小孩子在儿童游乐园玩呢, 这个你不用担心, 估计完够了就会被人送回来, 这个你不用担心。 斯卡莱特面带疑惑, 那刚才说话的到底是谁? 难道真的是出现幻听了? 别! 你这一身汗, 脏死了, 斯卡莱特推开莫利亚的胸膛, 洋装嫌弃道。 莫利亚松开手, 不过确实牵起了对方的手, 我现在就去洗一洗, 不过需要你来帮我。 我还有事, 只需要一会。 远处, 花田的一颗向日葵下, 一个单脚的玩具士兵站在那里, 静静地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它并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玩具, 它有自己的意识, 此刻看到这一幕, 它只觉得心里很不适滋味。 这位单脚的玩具士兵不是别人, 正是被铜锯裹石变成玩具的居鲁士。 在多福朗明哥攻占王宫之时, 他第一时间将妻子斯卡莱特和女儿留在家中, 自己孤身一人闯入王宫。 不过, 却被变成了玩具士兵, 当他再回到家中之时, 发现家中有被搜查过的痕迹, 妻女也不知所踪。 最终, 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 他终于是找到了妻女的下落, 结果就看到了这一幕。 莫利亚, 她也是见过的, 在两年前曾经与其大打出手, 不过最终却是惨败。 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 不过, 居鲁士也并没有想着责怪斯卡莱特。 他知道, 这并不是背叛, 因为自己此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记忆都被抹除了。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唐吉赫德家族的一名干部。 等等, 刚当他们说要去做什么, 玩具士兵突然脸色大变, 随即一蹦一蹦地向着木屋跳去。 结果就是, 是他考虑不周了。 孤男寡女共处一事, 怎么不发生点什么? 房间之中, 莫莉亚呼的神石一动。 不知为何, 他总有一种强烈的被窥似之感, 面色顿了顿, 他已经发现了那股感觉来自哪里。 一个玩具, 那没事了。 最终, 玩具士兵也没有打断二人, 眼睁睁地看到事情到达最后一步, 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已经没必要了, 这种时候冲过去, 不过是被当成玩具拍得粉碎而已。 对方的实力他可是见识过的, 即便是人形也显然不是对手。 现在他要做的就是好好活着, 等待终有一天恢复自由之身, 到时候斯卡莱特对他的情谊依旧不会改变。 当下要做的事, 不知过了多久, 莫莉亚和斯卡莱特从外面回到了客厅。 莫莉亚的无感是很好的, 他在茶几上发现了一个陌生的东西。 你专程去买的吗? 莫莉亚拿着一包未知之物对着斯卡莱特道, 还挺贴心地选了超大号。 我, 我没有买这东西啊。 斯卡莱特先是一愣, 紧接着看着那东西, 脸蛋红红地道, 你要用吗? 我才不用这东西, 我喜欢。 那如果, 没有如果, 我养得起。 第180章凯撒, 大妈的邀请函。 这些天, 莫莉亚也感受到了同伴之外的特殊情感, 确实挺不错的。 不过, 也不能就此想要这么安逸舒适地逮着这里。 用尽废退, 如同逆流里的船只, 不进则退。 届时, 现在所有的, 都守护不了。 是时候, 离开这温柔乡了。 只是自从回到德雷斯罗萨莫莉亚, 就没再见到出去撒欢的阿布萨罗姆, 电话虫也没联系上。 到最后, 也只能利用生命卡寻找。 德雷斯罗萨岛也就那么大, 找起来也不是很难。 德雷斯罗萨, 恋爱大街。 莫莉亚暗自咋舌, 阿布萨罗姆这个骚包, 竟然来这么有情调的地方。 手里的生命卡偏转的幅度, 渐渐小了起来。 这也说明阿布萨罗姆, 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果然莫莉亚在一个偏僻的巷子中, 听到了那道熟悉的声音。 瓦斯蒂诺, 我知道附近有一家不错的酒馆, 听你说还没有住的地方, 给我回海贼团。 你不是说你研究的武器很厉害吗? 相信老大一定会欢迎你的加入。 阿布萨罗姆的声音响了起来, 似乎是在和什么人说话, 看样子应该是刚认识。 不用了, 不用了, 虽然很感谢你帮我买单, 但是我已经和其他人有约在先了。 名叫瓦斯蒂诺的那人委婉地拒绝着。 其实, 瓦斯蒂诺只是他的一个化名而已, 他的真名叫做凯撒。 从上岛到现在, 他一直在这个阁楼中度过, 甚至可以说他半个月都没有下床, 也许是在海军的实验室内憋坏了, 所以这半个月来外面的消息, 也没有传到他的耳中。 这阁楼是德雷斯罗萨的一个贵族夫人的住所, 里面的软件印化工程师也并不是专业人员。 他们都是附近的一些居民, 大约有十来个人左右, 有还没嫁人的, 也有嫁了人的, 有的还有未婚夫, 他们有两个共同点, 一个是姿色不俗, 另一个则是缺钱。 阿布萨罗姆两人一摇一晃地挤出了门, 他们俩都是这里的常客, 这地方也就那么大, 抬头不见低头见, 一来二往, 也就混熟了。 凯撒之所以拒绝阿布萨罗姆, 很显然, 他还不知道对方口中的老大是什么人, 不然的话, 他也一定会货比三家。 毕竟他可不是什么好人, 什么承诺根本就不打紧, 归根到底还是他看不上普通的海贼。 阿布萨罗姆和凯撒勾肩搭背地刚走出那阁楼, 正要分别, 前者无意间撇到了一道身影, 顿时, 酒已经是醒了大半, 就像是贪玩晚归的小孩子, 被家长找到时表现的那种局促不安。 老大, 我, 阿布萨罗姆擦了擦脸上以及脖子上的唇印, 一时间手足无措,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怎么不接电话? 莫利亚双手抱于胸前, 面无表情道。 阿布萨罗姆顿觉压力山大, 他还是第一次见莫利亚露出这副严肃的表情, 顿时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 喝醉了, 刚刚才醒来, 阿布萨罗姆像是做错了事的孩子, 低着头, 支支吾吾道。 这么长时间联系不上你, 我可是很担心的。 莫利亚没有再板着脸, 宽慰道, 你这, 也该知道, 酒色伤身, 年轻人要懂得节制。 阿布萨罗姆感觉自己的的心都要化了, 感动的也是一塌糊涂。 心里暗道, 无论是海贼团加入了多少人, 莫利亚果然还是没有变。 我知道了, 老大, 阿布萨罗姆连忙点头称是, 心里想着, 回去之后一定要好好修炼已经掌握的双色霸气, 到时候也好给对方一个惊喜。 这, 凯撒突然感觉这道声音是无比的熟悉, 似乎是在哪里听到过。 胡帝, 他想到了什么, 从怀里掏出一张生命卡, 生命卡在手中一动不动, 这也就说明对方就在身边。 这时, 莫利亚也是注意到了躲在阿布萨罗姆身后的那人, 只见那人背对着他, 鬼鬼祟祟地让人生意。 凯撒? 莫利亚只是通过几个标志性的外形便认出了对方的身份。 我不是, 你怨错了, 我是瓦斯蒂诺, 修罗罗罗。 凯撒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戴上了一个圆框眼镜, 并且贴上了一个假胡子。 听到这标志性的笑声, 莫利亚不想认出来对方都难。 瓦斯蒂诺不就是凯撒的另一个名字吗? 咦? 你怎么知道? 凯撒直接惊讶地表演起了炎意, 两只眼睛突出来就好像蜗牛的触角。 算你识相, 竟然能够认出本天才科学家。 修罗罗罗, 莫利亚也没解释什么, 凯撒见被认出来也不装了, 直接摊牌了。 话说, 你怎么会有多福? 嗯? 凯撒作为世界数一数二的科学家, 智力当然也是不差的, 只是这一瞬间他就想明白了, 从一开始就是你。 你一直在冒充多福朗明哥? 莫利亚文言不置可否, 也算是默认了。 他从一开始, 确实也是想让多福朗明哥来背锅而已。 如果事情败露, 以凯撒的性子, 说不定什么都给抖搂出来了。 阿布萨罗姆看了看凯撒, 又看了看莫利亚, 一时间像是明白了一些什么。 这家伙竟然是当初那个偷偷倒卖武器的科学家, 他和对方接触了那么长时间, 竟然没有发现。 加入月光海贼团, 你想要钱和其他东西, 我都可以给你。 莫利亚对着凯撒抛出了橄榄枝, 凯撒也算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了, 能够一定程度上提升军队的实力。 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一,接受邀请, 二,同意邀请。 凯撒? 没有立即回答, 凯撒指了指问向阿布萨罗姆。 阿布, 他就是你说的船长。 此刻他已经可以确定了。 如果在对方麾下, 也不错, 毕竟是一位和多福朗明哥同等级别的大海贼, 可以满足他的需求。 现在他也不过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而已。 阿布萨罗姆点了点头, 又毫不吝啬地夸赞了一番, 便劝着凯撒加入, 以后也可以结伴叹花。 凯撒早已经有了加入的打算, 此刻也不过是借颇下驴。 阵阵有词道, 那我便给阿布你这个面子。 如果让人造恶魔果十smile和加之的人造人大军相结合, 那么这将会打造一支强力的能力者军队。 莫利亚带着两人正准备回去, 然后准备出航, 回到曙光之城。 几人行至了恋人大街, 周围都是热恋的情侣, 有的甚至当街热吻, 看起来很是开放。 也难怪德雷斯罗萨岛有爱与寄情之国的称谓。 这时, 对面突然有一道人影向着这边缓缓而来, 白色袍子盖住了身体, 分布清性别, 更别提看清楚对方的面貌。 眼见着并排而行的三人, 对方竟然也没有让路的意思, 竟然就这么静止走了过来。 距离越来越近, 阿布萨罗姆也是发现了对方, 正要出手阻拦, 却见对方身形异矮, 像是早有预料一般, 敏捷地躲过。 刷! 而后, 只见那人从袖中拿出了一把血量的匕首, 直接对着莫莉亚的脖梗挥去。 眼见就要碰到莫莉亚的脖梗, 就在距离还有不到五厘米的时候, 那匕首确实突然停了下来。 莫莉亚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也没有出手的意思。 你就不怕我自己没有停下来, 直接滑到你的脖子吗? 一道女声突然想了起来。 就算是距离为父的时候, 想要刺杀我的概率也是几乎为零。 莫莉亚表情如常问道, 你这是要做什么? 如果没有事, 我们就要出海了。 那人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脸色一红, 暗脆了一口, 心里说着变态。 她, 正是与莫莉亚有树西之欢的德雷斯罗萨二公主, 维奥莱特。 你都回来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不去找我? 维奥莱特眼里有些忧怨的抬头, 看向莫莉亚。 你知不知道德雷斯罗萨王国的女人对爱情十分地投入, 如果那个男人被表现得冷淡或者背叛了他们, 他们就会报复以至于杀死所爱之人。 阿布萨罗姆本来还想对维奥莱特出手, 一听这话, 立马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看样子有瓜吃了。 结果, 下一刻莫莉亚瞅了瞅他, 没有说话, 但是意思传达到了。 阿布萨罗姆有些恋恋不舍地带着凯撒离去, 这一出好戏也是没看到。 手放在维奥莱特的肩上, 保持了一段距离, 现在你我互不相欠了。 你自由了, 因为有人已经替你偿还了债务。 莫莉亚还算遵守承诺, 既然答应了某人, 那就应该履行。 什么? 有人偿还了, 维奥莱特先是一愣, 紧接着就询问道, 那个人是谁? 莫莉亚摇了摇头,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维奥莱特感觉事情有些不同寻常, 对方有所隐瞒, 必定有什么事不想让他知道。 这一刻, 把对方当成自己的东西。 你不告诉我, 我自己看。 说着, 维奥莱特发动邓邓果实的能力, 打算自己看清楚事情的始末。 莫莉亚面色一变, 顿时有些不善起来。 女人, 难道你忘了, 我曾经告诉过你。 就当莫莉亚的手就要碰到维奥莱特的时候, 只听后者毫不畏惧道, 你大可, 直接动手杀了我, 到时候可能一失两命, 你可别后悔。 闻言, 莫莉亚立马就止住了动作, 悬在半空的手也是收了回去。 你, 一时间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只得将事情前一后果告诉了对方。 事情的一切都捋清了之后, 凭什么? 当得知一切的维奥莱特并没有感谢他姐姐斯卡莱特, 而是一脸的愤怒之色。 为什么我就要按着别人的意思来活? 为什么我一定要嫁给其他贵族, 继承王位? 维奥莱特声音不小, 莫莉亚直接将他带到了一处偏僻的地方, 听他继续说。 他自己倒是先和喜欢的人走到了一起, 又生下了孩子。 现在又要抢走属于我的东西。 莫莉亚只得作为一个倾听者, 不好发表自己的意见, 虽然他也感觉斯卡莱特并不是什么坏女人, 也不知道是什么心理, 看样子似乎是对斯卡莱特抛弃王族身份颇有微词, 毕竟他姐姐这一撂挑子不干了, 压力自然而然给到了他这个老二。 现在, 你告诉我, 我和姐姐, 你到底选哪一个? 维奥莱特锐利的眼神盯着莫莉亚, 询问道。 莫莉亚总感觉这事情的发展有些不对了, 他不是那个坏人吗? 现在债都给他免了, 结果对方还不愿意了。 显然, 姐姐和妹妹选谁都不合适, 虽然他更喜欢斯卡莱特的温柔体贴, 如果选择了, 看维奥莱特的架势, 估计也会给他搅黄了。 所以, 两久之后, 莫莉亚一本正经的道, 小孩子才做选择, 当然是全都要。 你…… 嗯, 嗯, 别在这里, 有人, 数个时辰之后, 已是傍晚, 晚霞已经出现在了天空中, 莫莉亚这才如释重负地回到了船上。 解决这种事的办法很简单, 周主的多了一个人喝不下, 自然就知道分享了。 莫莉亚这边才刚回到船上, 拉斐特已经是赢了上去。 船长, 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 有人送过来了一份邀请函, 上面写着有你亲戚。 拉斐特将一个信件模样的东西递给了莫莉亚, 后者接过之后打量了一下, 只见信封的正中央是一个戴着礼帽, 留着粉色卷发, 抹住口红的骷髅头, 是Big Mom海贼团的标志。 莫莉亚接过信之后, 拆开了信封, 查看了里面的信息。 上面的内容不多, 只过了一会就浏览完了。 船长, Big Mom他, 拉斐特有些忧心忡忡, 欲言又止。 莫莉亚摆了摆手, 不必紧张, 只不过是一个邀请函而已。 这封信确实是Big Mom传来的, 上面的内容则是邀请莫莉亚 去参加他在一周后举办的茶话会。 也就是说, 这封信是茶话会的邀请函, 也可以说是是请减。 不过, 莫莉亚却觉得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她与Big Mom并无交集, 信中对方这么急切地想要邀请她过去, 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第181章2B蛋糕岛, 既然Big Mom都邀请了, 那自然也没有不去的道理。 对于Big Mom, 莫莉亚也是不处的, 未来想要, 称霸世界的人怎么肯定会惧怕 一个地方的土皇帝。 准备一些不值钱的糕点作为礼品, 莫莉亚就带着左右护法出发了, 当然也可以称之为卧龙凤厨。 毕竟这茶话会对她来说无甚特别之处, 她也不需要在会上结交其他人。 那么些茶话会对莫莉亚来说就是吃饭的地方, 带上两个吃货血赚不亏, 起码也能吃回本。 一日, 小型的海贼船已经补充了普通人好几年的口粮, 莫莉亚便带着两人驾船向着Big Mom的属地而去。 虽然没有航海事, 但是在飘飘果实的加持之下, 除非有什么特大的海上暴风雨, 其他海流特殊海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数日之后, 经过长途跋涉, 三人终于到了托特兰王国, 及万国。 本来路程能再快一些, 但是这两个家伙走了一路吃了一路, 如果不是因为赶时间, 这两个家伙可能赖在这步走了。 巧克力岛, 蛋糕岛, 坚果岛, 糖果岛, 这简直就是吃货的天堂。 这俩人在路上大吃特吃, 莫莉亚则是对着平静的海面无数次挥刀, 影子也同时不断地训练着, 他感觉到了急迫感, 相信不久的将来便会有大事发生, 现在要做的也只有努力增强自身实力。 万国的一座岛屿近海, 莫莉亚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海, 陷入了尸神当中, 不知道在思考着什么。 你的影子在尼尔, 自动人形回来了, 正在结算中。 脑海中的声音将他拉回了现实当中, 一个属性面板也随之浮现眼前。 收益, 剑翼1811加51816, 剑豪八剑。 收益, 体能1521加81529, 饿鬼缠身, 初级加100, 怪胎6接。 收益, 月之呼吸MAX。 收益, 武装色霸气, 剑纹色, 霸。 特殊收益, 次元碎片0加00, 未达到合成标准。 你的影子在尼尔, 自动人形世界挂机, 并且给你带回了泛用战斗型机器人, 2B。 莫莉亚还没有反应过来怎么一回事, 只见影子的怀里, 就抱着一个女人, 准确来说。 是女机器人。 那人, 有着一头白色短发, 戴着大大眼罩, 身着哥特式连衣裙, 脚上穿着黑色大腿袜, 和黑色过西长靴。 肉肉的绝对领域, 绝对非常的吸睛。 莫莉亚, 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上次带回来最离谱的东西, 也就是人形地气虚左。 这下好了, 直接带回来一个活人, 是人造人。 不过, 这是不是走错片场了? 二游联动也就罢了。 这可是, 这个机器人到底能有什么用, 也就长得好看了一点, 可能还没有安装孕育系统。 半天过后, 也不知道对方到底睁没睁开眼睛, 但身体却是动了。 二B, 莫莉亚总感觉哪里怪怪的, 有种骂人的感觉。 二B扫射了周遭之后, 眼神盯向眼前之人。 我很抱歉, 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请重新说出你的诉求。 有那位了, 是很礼貌不错, 但是有一股子人工智能的位。 这时, 脑海中叶传出一道声音, 是来自系统的, 泛用战斗型机器人以恢复出场设置, 以清除原世界记忆。 最后, 也就在茶话会开始的前半个小时, 这才看看道场。 以后你的代号就叫做二B, 知道了吗? 文言二B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接下来需要我做些什么? 莫莉亚摆了摆手, 我没有需要让你去做的, 接下来按你的想法随意怎么做都可以。 好的, 明白了, 我会陪在你身边, 保护你, 直到最后一刻。 二B一本正经的道。 莫莉亚不以为意, 这个世界的强者平山断海都在平常不过, 作为机器人的二B着实没有什么用武之地。 等等, 似乎想到了什么? 我可以摘下你的眼罩吗? 莫莉亚突然问道, 二B依旧是那副波兰不惊的模样, 用他那成熟的嗓音道, 当然可以, 我的目的就是为你服务。 说着, 二B将他的眼罩缓缓地摘了下来, 眼睛缓缓睁开, 海蓝色的好看毛子, 长长的睫毛, 以及淡淡的粉色眼影。 如果戴上眼罩, 给人英姿萨爽地考虑的话, 那么摘下眼罩那一双桃花眼, 显得更加妩媚动人。 当然, 莫莉亚的意图也不是为了看对方的眼睛那么简单。 两久过后, 二B蓝色的毛子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紫色且具有一圈圈纹路的眼睛。 这是通过轮回眼能力改造的结果。 而他所获得能力, 修罗道, 经过轮回眼的改造, 现如今不仅能够发射导弹攻击, 还能将手腕发射出去远程攻击。 这招式一般还是不要使用的好, 毕竟用起来不大美观。 时间紧迫, 莫莉亚也没有很多时间来欣赏二B身上的每一个硬件。 这边, 海贼船已经在蛋糕岛的港口停了下来。 此刻茶话会已经差不多快要开始了, 将改造后的二B留在船上, 莫莉亚则是登上了岛。 蛋糕岛, 此刻正是一片喧嚣热闹的场景。 茶话会, 茶话会, 妈妈的茶话会要开始了。 蛋糕岛上的花草树木甚至大门都被Big Mom 以浑浑果实赋予了生命, 这时候都在一口同声地嚷嚷着, 手舞足蹈着。 倒是和莫莉亚在恐怖三维帆船城堡中制造的僵尸 有一曲同工之妙。 在这座岛屿的中央是Big Mom的休息的地方。 此时许多黑暗地下世界的帝王们正粗拥在一起, 在众人的注视之下向着宴会场地走去。 这里面不免有一些老熟人, 莫莉亚甚至在里面看到了波尼斯的身影。 其实, 她已经提前获写了消息, 毕竟工会对外宣称的负责人是波尼斯, 能收到Big Mom查话会的请柬也实属正常。 但高岛城堡之中, 一道身影匆忙地向着最深处跑去。 妈妈, 妈妈, 那家伙竟然真的来了, 而且就只带了一个人, 那身影的主人不知道由于跑得太快, 还是太过紧张, 差点直接在Big Mom年前绊倒。 正躺在沙发之上的Big Mom文言睁开了双眼, 咧嘴一笑, 妈妈妈妈妈, 她终于是来了, 她带来的是。 Big Mom话音落下的同时, 那人已经连忙回到, 是一个体型庞大的毛皮族, 看样子应该是狼毛皮。 毛皮族, 我没有问你这些。 Big Mom顿时兴趣缺缺, 有些不高兴了, 缓了一会儿, 她的情绪稳定了一些, 眼中闪过了一丝贪婪, 那家伙无论如何也要弄到, 没想到那个种族竟然还没有绝技。 第182章茶话会, 灵魂拷问。 进入宴会内部需要经过一扇大门, 此刻大门紧闭着, 在她前面有着两道身影。 是Big Mom海贼团的淡淡男爵和波克穆斯。 地下世界的帝王们已经搜完了身, 先她一步走进了大门。 莫莉亚带着霍斯曼走进之时, 却被拦了下来。 抱歉, 你不能将武器带进去, 可以放在我们这里保管。 淡淡男爵拦住了莫莉亚, 按照惯例道, 并且还表示在进入会场之前需要搜身。 莫莉亚闻言确并未有听从, 表情平静道。 我的这几位伙计陪伴在我身边多年, 我不想把他们救在这里, 这是每个参会者都要遵守的, 希望你能够配合。 淡淡男爵的脸色变得不是很好看起来。 一旁的波克穆斯正打算摘下墨镜, 露出自己得痘痘言恐吓一番, 但当看到霍斯曼之后, 立马就愣了一下。 这里既然也有一只毛皮族, 顿时他感到莫名的有些亲切起来, 于是和霍斯曼寒暄客套了起来。 既然如此, 那么这什么所谓的茶话会不参与也罢。 莫莉亚说着就要转身离去, 霍斯曼和波克穆斯两个同族似乎还挺聊得来。 前者见莫莉亚要走, 也忙活地跟了上去。 淡淡男爵也没想到竟然会是这种情况。 对方既然说不参加, 就不参加了。 到时候传出去茶话会不就成了笑话? 你要离开? 你难道没听说过, 收到妈妈邀请函不参加邀请函的后果? 淡淡男爵眼看对方要走, 直接搬出了Big Mom。 上一个因为遇到了海上漩涡, 而没有参加妈妈茶话会的家伙。 虽然后来, 他也写信告诉了妈妈当时发生的情况。 之后那人还是收到了他情人的头颅。 淡淡男爵本以为莫莉亚听了这事, 能识去地将武器交出来。 哪成想, 莫莉亚却是笑了起来。 你是在威胁我? 实话告诉你, 你是真的威胁到我了? 莫莉亚声音已然冰冷至极, 以一种常人所察觉不到的速度, 直接拔出佩刀。 刷! 一道灵力斩机直接划破虚空, 空间震荡间, 直接向着淡淡男爵击射而去, 以一股摧枯拉朽之势, 将沿途之物进阶碾为积粉。 淡淡男爵大惊失色, 他甚至没有反应过来, 斩机已然到达了身前, 并且以这种程度的斩机, 即便是有所抵抗, 也不过是屠楼。 哄!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身影直接出现在了二人中间, 直接在其身前出现了黑白相间的盾牌状武, 将莫莉亚随手挥出的斩机, 进阶格挡在外。 那人身材魁梧, 体格健硕, 那黑色的东西是武装色映画之后的结果, 而白色的则是对方的果实能力, 诺诺果实的制造物。 淡淡男爵也是惊魂未定, 刚才那一击他也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 如果不是卡塔库利出手, 估计他这一下半条命就搭进去了。 莫莉亚面色不善地盯着场中 Big Mom海贼团的几人, 不管这是你的意思还是Big Mom的意思, 大可一世, 我保证只要我身边人少了一根汗毛, 夏洛特家族便有百倍千倍的人为此丧命。 卡塔库利神色冷峻, 并未立即收回诺诺, 果实制造的盾牌, 猴结滚动, 对着莫莉亚道。 宴会就要开始了, 既然不愿意接受检查, 就到此为止, 先进去吧。 这…… 淡淡男爵还想说什么, 却被卡塔库利直接打断了。 这是妈妈的意思。 淡淡男爵一听是Big Mom的意思, 瞬间就不作声了, 他之所以那么按部就班地进行检查, 也不过是怕到时候惹得Big Mom不高兴, 他对Big Mom实在有些恐惧。 下次如果再让我听到有人拿我的身边之人来威胁我, 我必定让他伸手一处。 莫莉亚将展月收回腰间, 带着乡下来的没见过世面的土狗, 过了阻隔内外的大门。 待会,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吧。 莫莉亚对着被无数的甜点迷的眼花缭乱的土狗道。 知道知道, 克制一下, 不能给你丢脸。 霍斯曼连忙点头, 表示自己一切都懂。 不, 你什么都不懂。 莫莉亚笑眯眯道, 待会你只管吃, 也不会给我留脸。 莫莉亚已经打好了算盘, 反正Big Mon海贼团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点心供应, 吃一点点怎么了。 再说了, 到时候这土狗实在出了洋相, 假装不认识也就罢了。 另一边, 蛋蛋男爵依旧是惊魂未定。 咔嚓咔嚓。 看到卡塔库利笔直地站在那里, 蛋蛋男爵正想说什么, 只见前者的糯米顿直接四分五裂, 直接崩碎。 卡塔库利的嘴角也是一出鲜血, 方才他一直也是强撑着, 此刻见对方走远了, 这才是不再硬撑。 卡塔库利, 你没事吧? 波克穆斯见此情形, 也是出言询问道。 卡塔库利依旧是冷酷模样, 希子如今, 没事, 刚才有些大意了。 蛋蛋男爵和波克穆斯有些惊骇, 他们可是知道卡塔库利实力的强大, 没想到即便强如对方也被震伤了, 尽管这有大意的成分。 但是, 卡塔库利不是能够预见未来吗? 难道说, 莫莉亚和霍斯曼一进场, 就各自分开了。 场中已经是人头涌动, 当看到莫莉亚到来之时, 一个接着一个目光地投了过去。 瞧那里, 是七五海啊, 是被邀请来的吗? 那种家伙, 竟然也被邀请了吗? 不会是自己没收到邀请, 主动跑过来的吧? 一时间, 众人也是窃窃私语, 这些人突然有种坐立不安的感觉, 是假装没看见, 还过去搭个话。 那个家伙, 怎么来了? 斯图西看到莫莉亚, 顿时表情有些不自然起来。 在斯图西打量她的同时, 莫莉亚也是看到了对方, 摆了摆手便走到了其中一桌坐下。 那片坐着的都是地下世界的帝王们, 莫莉亚于是挨着斯图西坐下了。 后者见状顿时就有些不自在了, 她就怕对方一不小心将两人的关系抖搂出去, 到时候一切也就都完了。 我和你熟吗? 斯图西故作陌生地对着莫莉亚道。 莫莉亚看没没有看她, 转而对着基伯森道, 上次还没有来得及感谢那批名贵木材, 等下次有空单独去我那里坐坐。 基伯森闻言笑着喝了口酒, 我也在娱乐城获得了几个不错的店铺。 那地段, 这段时间赚的钱比我在其他地方开设的店铺几十倍的利润还要高。 你, 见对方不搭理自己, 斯图西顿时就尴尬了, 只得暗自跺了跺脚。 莫莉亚和基伯森交谈了一些琐事, 但也仅限于此, 前者对商业部分知道的不多, 具体事务另有海贼团其他人负责。 至于坐在不远处的波尼斯和莫莉亚也是全程无交流, 假装不认识。 这时, 一道高挑的身影走了过来, 他的手里还端着一个盘子, 里面都是一些果汁。 Bitmon海贼团四江星之一, 果汁大臣夏洛特斯木吉, 炸炸果实能力者。 书役的赏金, 有一半都是腿。 各位来宾, 需要饮料吗? 在不远处, 像是靓一架样的东西上悬挂着被凝成麻花的不明状物。 今天有长着鼠头的鸭子, 同时交往了几十个男人的人女, 有些菜花头的乌龟。 大多数人都是点了一杯特殊的饮料。 也有的人有些对这股液体产生了怀疑, 所以没有点。 喝过饮料的的人, 顿时就是赞不绝口。 拿着高脚杯细细品尝饮料的斯图西突然身体一僵, 紧接着低下头看着自己鼓起的短裙, 又急忙地抬起了头, 生怕被别人看见。 斯图西脸红耳赤地盯着莫莉亚, 一手攥着酒杯, 一手开始和莫莉亚进行斡旋。 但无论她怎么用力, 也撼动不了, 她如同撼接在一起的手。 也没有人注意到, 这桌底下发生的一切, 场面陷入了一片热闹欢快的气氛当中, 人们也在相互认识和谈笑, 有的相互结交, 拓展人脉。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就当斯图西被杀得快要丢亏弃甲的时候, 突然她想到了一个办法, 既然防守不行, 那么直接以攻带手。 结果, 效果是异常地显著, 作怪的手力度瞬间大幅度削弱, 就当斯图西想要乘胜追击的时候。 咔嚓! 在城堡内侧的一扇门打开, 一个显得臃肿肥胖的身影, 紧接着一道身影一跃而下, 地面都为之颤抖了几分。 Big Mom来了! 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齐齐抬头看了过来。 众人视线之中, 夏洛特零零落到地上, 张开双手, 满目尽是点心, 我真的好开心啊。 大伙, 尽情地吃, 尽情地喝吧。 伴随着的招呼声, 在场的客人们都是一口同声地笑着回应, 之后便来到了县礼环节, 一个接着一个将自己带的礼品送上。 夏洛特零零看到众人都是捧着大大的礼盒顿时开心地像的孩子, 手舞足蹈地转圈圈。 当无意间撇到了一道身影之后, 夏洛特零零笑容收敛了一些, 向着那边迈步而去。 众人循着对方的视线看去, 直接那里坐着的都是这次会议身份最高的几人, 他们都是地下世界各个领域的帝王。 见夏洛特零零向着这边走过来了, 几人顿时站起身来, 并且拿出了自己准备的礼物。 司徒西也是站起身来, 他和夏洛特零零算是老相识了, 只是才站起来时, 只觉双腿一软, 又直接坐了回去。 而在这一过程中, 司徒西直接将桌上盛放果汁的被子打落在地, 让其中的果汁准确无误地落到地面之上。 这是怎么回事啊? 没伤到吧? 夏洛特零零表现出一丝关切, 顿时众人的目光就投到了司徒西身上, 后者只觉得脸颊火辣辣的, 并且竟然感觉莫名地有些刺激。 司徒西强作镇定道, 没事的零零, 只是坐的时间太长了, 腿有些抹了。 夏洛特零零正想表示怀疑, 却见司徒西站了起来道, 零零, 这是我准备的礼物, 希望你能够喜欢。 前者文言顿时展颜一笑, 连忙表示感谢。 司徒西见此, 暗自抹了把汗, 她刚才都有些汗流加倍了。 直到夏洛特零零出现在面前, 莫利亚这才站起身来, 将一个盒子拿了出来。 托特兰女王盛情相邀, 我很荣幸, 这是我准备的一些非常珍贵的点心, 即便是我, 也只弄到手这么一些。 欢迎欢迎。 夏洛特零零先是对莫利亚表示了欢迎, 听后者把话说完, 顿时来了兴趣。 哦? 究竟是什么样的点心? 终究是忍不住诱惑, 夏洛特零零直接将盒子打开了。 顿时香气肆意, 这东西正是鱼人岛生产的点心。 这时候, 鱼人岛与月光海贼团联心密切, 点心也是通过后者的渠道进行售卖。 嗯, 好好吃。 夏洛特零零将点心放到口中, 顿时唾液分泌开来, 拖着大脸盆, 一脸的幸福与陶醉。 远处趁着人们视线都在夏洛特零零身上的时候, 迅速将周围挤住的食物消灭掉的霍斯曼和莉莉闻着那熟悉的味道, 撇了撇嘴。 这东西天天吃都快吃腻了。 妈妈妈妈, 真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点心了。 能收到这种礼物, 我很开心。 终于, 将送的点心吃了大半, 夏洛特零零终于是收住了嘴。 随即话锋一转, 有些审问的意味道。 趁着高兴, 我也想问你, 听说你海贼团里有一个古代巨人族, 奥兹。 莫莉亚文言不禁冷笑, 果然不出所料。 这家伙邀请他, 肯定是打他船上巨人族或者古代巨人族的主意。 你即使知道了, 又何必再来问我? 莫莉亚一瞬间就变得不怎么客气了。 既然对方都这么问了, 说明就已经知道了, 毕竟夏洛特家族在情报获系方面还是顶尖的, 隐瞒也没有什么用处。 既然真的有古代巨人族, 魔人族血脉, 那事情也就好办了。 我的王国正缺少这一种族, 傲自我要了。 你, 同意还是拒绝? 夏洛特灵灵的话中蕴含着不容拒绝的意味, 并且说话间, 眼中红光大盛, 周围的灵魂也是蠢蠢欲动。 是妈妈的灵魂拷问, 只要对方感到一丝恐惧就会被瞬间抽走灵魂。 人群之中, 有人认出了夏洛特灵灵发动的招式。 只是, 一阵微风吹过, 风平浪静。 同意还是拒绝? 夏洛特灵灵又问了一句, 他不幸就一个小小的七五海, 竟然能够抵挡他的灵魂皱纹。 结果, 依旧对方依旧是无动于衷。 这一刻, 周围是无比的安静, 仿佛落下一根针, 周遭的人都能听到声响。 小丑! 莫莉亚鸡翘的声音就在这安静异常的环境中迅速传播着, 落到了每一个人的耳中。 顿时, 周遭更加的安静了, 人们鸦雀无声, 瞠目结舌, 张大了嘴巴, 却说不出话。 他们都有一个念头。 完了, 第183章, 对刀, 百兽王话。 莫莉亚本来参加茶话会的目的, 也不过是堵住他人之口, 她也不是接到邀请函并不敢去。 玩影子的小子, 你说什么? 莫莉亚说的话, 夏洛特玲玲自然也是听到了的, 此刻后者非常的愤怒, 这还是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遇到不仅不给她面子, 而且当众把她的老脸打得啪啪作响的家伙。 我是说, 某些人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小丑。 对于气势大盛的夏洛特玲玲, 莫莉亚丝毫不拒。 我想再要告诉你的是, 你没有资格说, 从实力的角度出发, 对我的所作所为, 指手画脚。 在夏洛特玲玲霸气外泻, 将要锁定之时, 莫莉亚同样也是霸气外放, 瞬间两股霸气相互汇聚。 轰隆隆。 当这两股气势, 骤然碰撞在一起时, 陡然发出了一声震天动地的轰鸣, 瞬息间, 天空忽明忽暗, 仿佛闪电焦鸣。 这是纯粹上的霸王色的冲突, 来自王者与王者之间的较量。 噼里啪啦。 两股霸王色霸气的相互冲突, 产生了肉眼可见的异象, 空气中仿佛被撕开了黑色的裂口, 闷雷之声在空中炸响。 在这一瞬间, 仿若天地动荡, 虚空破碎。 也不知道是否受到两人的较量影响, 原本多云的天气, 此刻突然阴风呼啸, 黑云低垂。 但高岛周边大海也是波涛汹涌, 惊涛拍案。 感受到那股丝毫不属于他的霸王色霸气, 夏洛特灵灵的表情不由变化, 心中也有些惊骇。 没想到, 这个被他看不上眼的小小七五海, 也会使用霸王色霸气, 并且这威力, 竟然还程度不低。 在这激烈的霸王色交锋之中, 普通人甚至一些实力底下的人们, 在观看对战之时, 只是受到了余波波及, 此刻已经是两眼翻白, 口吐白沫地倒地不起, 留下的也只是一些实力出众之人。 夏洛特家的其他人此刻都是有些惊愕, 没想到这个家伙竟然能和妈妈硬碰硬。 咔嚓! 咔嚓! 摩尔刚斯已经是神情激动地, 不断地按下了快门, 口中还念念有词, 这可真是大新闻啊, 明天的新闻头版有了, 估计能够大麦特满。 基伯森也是不嫌失大的, 在一旁笑着, 像是看到了什么好戏一般。 他没想到, 莫利亚实力成长如此之快, 心里不仅暗自想着, 如果这次对方能平安回去, 一定要加深商业合作关系。 至于司徒西刚从洗手间出来, 久看到了这一幕, 不由得心里暗叹, 正是让人头痛的家伙。 如果对方是一个平庸之辈, 他也不会情愿让对方白嫖。 哄! 一声巨响之后, 激烈碰撞的霸王色霸气, 总算是落下可为目。 气浪顿时席卷了整个会场, 桌子板凳直接被掀飞到了空中。 莫利亚和夏洛特灵灵自始至终都没有移动半分, 依旧是待在原地。 强大的气浪裹挟着二人, 顿时白色和黑色两个披风, 各自向后飘飞, 看起来都是气场十足。 几十年了, 你是第一次让我感到如此愤怒的家伙。 夏洛特灵灵盯着莫利亚, 突然一声呼唤, 拿破仑, 我在, 妈妈。 一道声音瞬间从沉睡中苏醒, 只见夏洛特灵灵头顶的帽子就像是活过来了一样, 在空中一阵旋转, 紧接着准确无误地落到了她的手中。 既然如此, 那么你就去死吧。 说着, 一阵呼啸声中, 直接握住拿破仑, 直接向着莫利亚砍了过去。 莫利亚自然不可能坐以待毙, 直接抽出了腰间的斩月, 对方实力不容小觑, 莫利亚直接施展了月之呼吸食入之行迎了上去。 都是, 一刀, 黄豹的能量余波向着弹高岛的四面八方荡开。 大气撕裂, 一分为二。 但高岛此刻也是一阵颤抖, 仿佛随时都有可能因此轻负。 场上的众人纷纷后退, 只是远远的观望都觉得心惊胆寒。 看呐, 天都解开了啦。 快离开这里, 再继续下去, 我们都要完蛋了。 这实在是太过强悍, 实在是一般人穷极一生也无法到达的高度。 电闪雷鸣, 狂风呼啸, 无形的能量波碰撞到了一起, 相互攻法。 一时间也分不清谁占上风, 只看得势均力敌, 平等秋色。 至于高低, 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 彻底打起来了。 在京剧的人群当中, 地下世界的帝王们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也就在此时, 人群之中一到身影手里拿着手杖, 突然伸着舌头, 笑了起来。 他是夏洛特林林的长子, 夏洛特·佩罗斯·佩罗。 糖果波浪。 佩罗斯·佩罗手杖一挥, 顿时生出一股紫色糖浆, 那糖浆距集成沼泽撞向着, 莫利亚呼啸而去。 他很聪明, 此刻莫利亚正全心全意地应付着战斗, 如果从背后给伤那么一击, 估计也就胜负一分了。 结果就是他忽略了一件事。 哄! 咔嚓! 只听一声脆响, 佩罗斯·佩罗手中的手杖寸寸断裂, 他颤巍巍地摘下头顶的帽子, 只见上面多出来一个拳头大的洞。 一道身影也是由远处传来, 紧接着就见一道身形正在向着空中弹着手中的弹珠。 如果你再敢打扰他的战斗, 下次穿过的就是你的脑袋。 佩罗斯·佩罗心中大害, 这位是谁? 什么时候出现在这里的? 良久有人才认出, 这是月光海贼团的人。 卡塔·库利也不由得毛子收缩, 他也喜欢用手指发射糖豆, 发射的糖豆能够有子弹的速度与力量, 但很显然, 和对方比起来, 他则是显得有些业余, 威力也不能同日而语。 一时间, 竟然有一副当官万夫莫开的气势。 夏洛特家族其他的众人也不敢轻举妄动。 不过, 夏洛特家族的其他人不动, 不代表霍斯曼也一直和他们这么陷入僵持当中。 百兽王化, 狮子威! 一股狂暴的力量从霍斯曼的腰间涌向全身, 紧接着他的银白色毛发顿时蔓延生长, 甚至长过了腿弯。 除了毛色不对, 其他的地方倒真的是像急了一头狮子, 不过, 像的却是毛发茂盛的雄狮。 只是这狮子狗里狗气, 称之为狮子狗也不为过。 今天, 站得痛快。 霍斯曼兽童扫视着众人分开抱在一起的双拳, 直接按在了蛋糕岛的地面之上。 轰隆隆。 只听一声巨响, 紧接着蛋糕岛直接拔地而起, 并且形状也开始发生改变。 一头接着一头的狮子直接从岛屿的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一时间人们都愣住了, 尤其是下落特零零。 这是飘飘果实的能力。 难道说, 第184张万简, 全力一击。 这整座岛屿都发生变化, 而造成的巨大震动当然引起了对战二人的注意。 下落特零零当然知道这颗恶魔果实的上一任主人是谁, 因为他们曾经都同属于一个海贼团。 洛克斯海贼团, 他怎么会使用飘飘果实的能力? 你们? 下落特零零盯着莫利亚, 似乎是在询问。 不过, 这都动刀动枪了, 莫利亚显然不会理会这家伙。 问什么就要回答什么, 这拿他当什么了? 那我倒要问问你,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的问题? 二人收刀, 各自向后退了一段距离, 在缓了一下之后, 两人再次拔刀激烈地斩到了一起。 拿破仑与斩月并没有直接接触, 而是似乎中间仿佛隔着一个无形的墙壁, 将二者阻隔。 尽管威利皆是无比的霸道, 但是刀身却为损伤分厚。 另一边, 霍斯曼已经操控着整座岛屿飘向高空, 并且岛屿之上群兽乱舞。 大地不断地震颤, 像是被掀起了一样, 无数的破碎建筑逐渐地分散合离, 聚拢成了几座足以遮天蔽日的百兽模样的山体。 那些震动就如百兽的咆哮, 将夏洛特家族的人们团团围住。 霍斯曼飘在空中, 就像是百兽之王一般, 指挥着岛屿的石兽进行着攻击。 一次又一次地进攻, 让夏洛特家族的众人感觉像是面对山岳一般, 无法将其撼动。 四江星加上其他实力较强的家伙, 虽然也攻击不到飘浮在空中的霍斯曼, 但同样也能够自保, 不至于被瞬间击败。 热风拳 夏洛特家族四子欧文利用热热果实的能力, 加热自己的拳头和周围的空气化为一阵热风, 将其向这边的一个狮子头一拳轰碎。 欧文本就是暴脾气, 此刻就算想动手, 却是也找不到出手的机会, 不由得更加的愤怒。 就这样不敢露面算什么本事, 有种你下来啊, 有种你上来啊。 以霍斯曼的性格, 激将法显然对他不怎么管用。 此刻的蛋糕岛当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边爆炸声还未结束另一边又开始了。 夏洛特林林和莫利亚已经是交手了求个回合, 也并未分出什么胜负。 莫利亚也能够感受到这天生破坏者的实力, 虽然长时间打下去不借助外力胜的概率不大, 但是他还有许多杀手锏并没有用。 如果是主场作战的话, 那么赢得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两人只是短暂的交手, 蛋糕岛已经是快要承受不住了, 周围的建筑早就已经变成了废物, 再这么继续下去, 蛋糕岛能不能够存在, 也是未知数了。 妈妈, 快住手啊。 再这么下去, 蛋糕岛就要被彻底摧毁掉了。 躲在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建筑后面, 夏洛特家族的几名成员开口道, 给我闭嘴, 烦死了。 夏洛特林林文言不由地怒斥道。 也就在这时, 蛋糕岛直接发生偏转, 整个岛屿开始倾斜起来。 莫利亚也是差点没有站稳, 但是凭借着符咒之力, 她直接飘到了空中。 普罗米修斯, 咒斯。 夏洛特林林在将要落下之时, 直接喊出两个名字, 顿时一团火焰与云朵, 直接从沉睡中苏醒。 妈妈, 我们来了。 雷云咒斯直接接住了下落的夏洛特林林, 普罗米修斯也陪伴在后者左右, 随时听从其调遣。 威国。 站住了脚跟的爪下, 洛特林林一甩手中的拿破仑剑, 顿时一道, 巨型剑气冲击波向着莫利亚锁在位置, 呼啸而去。 那斩击波范围极广, 速度极其迅速, 常人难以躲避。 月牙天冲。 莫利亚抽刀猛斩, 顿时一同等规模的巨大斩击直接硬了上去。 这是斩月刀与月之呼吸的结合, 也并非单纯的月牙天冲可比。 噼里啪啦。 两道斩击波互相切割, 发出刺耳的声响, 仿佛耳中有电流之声, 瘟鸣作响, 将到斩击如同双色的残月, 彼此发出耀眼的光芒, 最终奇奇崩散, 爆出一道恐怖的气浪, 向着四面八方席卷。 莫利亚在气浪向着身边席卷的同时, 又是一刀划破那碍眼的烟尘。 结果, 就发现刚才还在那里的夏洛特林林此刻, 已经不知所踪。 糟糕! 莫利亚按道不好, 对方的真正目的恐怕并不是她, 而是另有其人。 果真, 只见夏洛特林林直接乘着宙丝向着霍斯曼方向俯冲而去。 莫利亚此时想要过去支援已经是为时已晚。 小心! 听到莫利亚的声音, 霍斯曼本能地回头, 就见夏洛特林林正气势汹汹地向着她这边杀来, 并且距离已经很近了。 她本能地想要后撤, 却听夏洛特林林已经咧嘴一笑道, 妈妈妈妈, 现在想走已经太晚了, 你的灵魂我收下了。 说着, 后者已经是打动了, 准备直接抽取对方全部的寿命, 不过, 当她发动能力的时候, 整个人又呆了一下, 没有反应, 怎么会? 老太婆, 你到底要干什么? 霍斯曼对方举止异常, 一时间也摸不着头脑。 咦? 夏洛特家族的成员连带着部分参会人员, 此刻都是下巴掉了一地。 他竟然称海上霸主之一的Big Mom为老太婆, 这不会是在做梦吧? 而且, 对方竟然也没有被抽去灵魂。 百兽之威, 施咬! 霍斯曼单手一握, 大地震战, 无数岛上建筑形成的狮子头, 汇聚在他深周, 下一刻, 宛如陨石一般, 齐齐朝着夏洛特灵灵方向下落。 夏洛特灵灵待在原地没有动, 震荡中, 石头土块聚合在一起, 隆起成了狮子山, 朝着他吞没而去。 不是他没有发现, 而是此刻他太愤怒了。 莫里亚也就罢了, 这个毛皮族, 竟然也对他没有丝毫恐惧。 今天, 我就会让你为所说的话付出代价。 说话间, 夏洛特灵灵气势瞬间大变, 身后的披风也反重力地向着飘飞。 他现在已经被愤怒充斥, 表情也变得扭曲恐怖。 下一刻, 普罗米修斯开始慢慢和拿破仑融合。 快跑, 慢慢失去理智了。 下方的人看着空中的夏洛特灵灵, 顿石面露金巨之色。 霍斯曼正打算发动飘飘果实的能力, 却见一道身影挡在了他的身前。 退后, 这里交给我。 说着, 莫里亚已经握住了斩月的刀柄, 对准了正在汇聚力量的夏洛特灵灵。 斩月的形态也在这一刻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 一股可怕的威压自刀身之上倾泻而出, 直冲天际。 万简! 第185章消息, 新的皇帝。 夏洛特灵灵突然眸中红光一闪, 紧接着一抬手, 普罗米修斯和拿破仑立即会议, 前者突然张开了大嘴, 将后者直接吞没。 何其? 紧接着, 只见两者的形状都发生了变化, 剑身之上熊熊烈焰燃烧着, 剑身也变得凶神恶煞, 轻面獠牙。 强大的气势即便是几十米开外的莫利亚有感受得清清楚楚, 不过她现在并没有闲下来的心思管这些。 只见莫利亚手中的斩月刀刀锋对准了下落特灵灵, 浑身气势大盛, 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节节攀升。 那荧光营绕周身, 漫过头顶, 直冲天际。 厚厚的云层也被这强大的气息直接戳出一个大窟窿。 此刻聪明的人已经躲得远远的了, 这还未交手便已是如此恐怖, 现在不跑呆会定然被轰得扎都不胜。 皇帝剑, 破坏刃。 下落特灵灵一声大喝, 紧接着手中的合体之剑挥出了一道金黄色的光柱, 向着莫利亚二人所在直射而去。 那金黄色激光光柱激射而出, 虽然距离地面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狂暴的能量在沿途的地面上留下了可怖的痕迹, 足足有半米多深。 与此同时, 斩月的形态开始慢慢转变, 由原来的形大而成的外形变成了一把看样子普普通通的钛刀, 通体为黑色, 虽看起来小巧玲珑, 但是握在手里却觉得严丝合缝无比衬手。 天所斩月。 莫利亚见风所指, 顿时一股灵力的斩机倾泻而出, 顿时天地仿若一色, 周遭的人们直接眼中白茫茫一片, 满目苍茫。 斩机拨大道直接覆盖了弹高岛的城堡上空, 如同满天的海浪一般, 直接向着迎向那威力同样不容小觑的激光炮。 两道威力巨大的剑光互相相互冲击, 弹高岛的城堡轰然崩塌。 地面被切割成无数碎石, 在强大的气浪裹挟之下, 向着四面八方抛飞而出。 这一次并没有相互切割太久, 紧接着气浪翻滚, 遮天蔽日, 仿佛整个岛屿都被包围在了其中。 爆发的气浪之中, 满天的残月降落而下, 重重地打在了夏洛特玲玲的身上。 看样子是莫利亚的斩机更胜一筹。 不过, 莫利亚却是知道, 她也没占到什么便宜。 莫利亚的斩机虽强, 但是被激光炮抵消之后, 威力大减, 对夏洛特玲玲也起不到什么致命伤害。 两久之后, 在高空强风的吹动之下, 两人现出了身形。 夏洛特玲玲地有着非常强韧的身体, 防御力极其强大。 即便是莫利亚如此强大的招数, 也仅仅是在对方身上擦破了点皮而已。 另外, 还带着一些红痕。 尽管如此, 也使得夏洛特家族的人们大惊失色。 妈妈, 竟然受伤了。 不远处, 摩尔冈斯不断地拍着照, 并且脑海已经开始思考, 明天的新闻头条到底起什么名字比较好。 除了斯图西和摩尔冈斯, 其他人神色则不是那么好看了。 多恐惧袭上了他们的心头。 空中的夏洛特玲玲此刻也是惊讶万分。 没想到, 莫利亚的实力竟然如此之强。 她也不是什么蠢人, 早知道对方有如此实力, 她也绝对不会出手。 毕竟这里是她的地盘, 并且茶花会上多数都是自己这边的人。 到时候蒙兽巨大损失的也是她。 莫利亚抽出了死者, 行军八防, 顿时死气弥漫。 她准备发动轮回眼的力量。 到时候, 如果集齐六道之中的出生道, 修罗道, 只能用地暴天心加上上飘飘果实将其封印起来碰碰运气。 夏洛特玲玲是浑浑果实能力者, 对灵魂生命之类异常的敏感。 当莫利亚拔出腰间那把古朴的刀的同时, 强烈的死亡气息也让她隐隐感觉有一丝怯场。 也就在此时, 突然一名夏洛特家族的成员突然发大声地对着大妈喊道。 妈妈, 不好了, Turt传来消息。 他们发现了海军的军舰。 Turt是一种侦察船的名字, 位于托特兰王国岛屿的海岸或附近, 以监视和摧毁进入万国海域的船只。 夏洛特玲玲文言就是一愣, 紧接着心中盘算, 如果再这么打下去, 到时候不管结果如何它都吃亏, 并且蛋糕岛可能因此人间蒸发。 小子, 你也听到了, 虽然我也很想和你打下去, 但是你想让海军最后占了便宜吗? 夏洛特玲玲正好借颇下驴道, 这样既不失了体面, 又能及时止损。 莫利亚同样也是权衡了利弊, 先不说有海军从哪里获悉了消息, 想来御棒相争于人得利这个消息。 只是现在夏洛特玲玲还有它存在的意义, 世界政府之所以成立七五海, 也是有抗衡新世界几位海贼皇帝的意思。 不说能不能打得过, 就算真将其击溃了, 到时候这片大海的局势也就打破了, 外部敌人消失了, 那么内部的敌人自然而然就出现了, 更何况莫利亚和世界政府还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盟友。 届时, 世界政府随时都有可能背后捅刀子, 最起码也要和凯多决战以后, 以避免多线作战。 你想打就打, 想停就停, 说得倒是轻巧。 莫利亚虽然无心恋战, 但也不是什么软柿子, 别人想捏就捏, 想停战也可以, 先赔偿我一笔精神损失费。 你, 夏洛特玲玲还没有经历过现在这种情形, 自然是有些愤怒的。 权衡再三, 思虑良久。 她才道, 待会你, 可以从宾客送来的礼物中挑一件自己喜欢的。 箭台接也给了, 莫利亚也是不再过多纠缠, 即使送给夏洛特玲玲的礼品, 那自然是贵重的, 但是却并未在意, 她也不缺这点东西, 都是借口。 莫利亚打了个口哨, 引起了已经飘到远处的狗子的注意, 示意她将岛屿放下。 后者这才将已经满目疮疑的蛋糕岛放到了大海之上。 岛上尚且, 还有意识的人们顿时也是松了口气, 如果再继续打下去, 估计他们要把命都搭上去。 某个角落, 司徒西这边才刚把电话虫收起来, 就看到了这一幕。 这才刚汇报完战况, 怎么就不打了? 倒是打呀。 倒不是她刚才通风报信。 大妈的茶话会, 其中不乏海军的耳目, 在冲突爆发的第一时间, 便将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被传达了出去。 后来世界政府获悉到消息之后, 这才向司徒西问起此事。 总之这场茶话会下来, 死伤惨重, 但高岛几乎就要剩下一块地皮了。 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已经开始挑选东西。 白嫖的东西, 不要才不要。 三子大夫和四子欧文站在远处, 后者双手抱于胸前骂骂咧咧。 能不能快一点? 没完没了是吧? 这个这个, 霍斯曼在堆积如山的盒子里翻找了一会, 递给了莫利亚一个不大不小, 做工精美的盒子。 里面放着一颗表皮之上充满螺旋花纹的果子, 竟然是一颗恶魔果实。 就外观来看, 这颗恶魔果实的种类片超人系的可能性较大。 首先是自然系价格偏高, 并且Big Mom海贼团的人也大多都是超人系。 只是这盒子里的东西不知道别人送的, 还是Big Mom海贼团从别处的来的。 莫利亚将东西悄无声息地收了起来, 欧文和大福都没有问他选的什么东西, 似乎对这里的东西也不甚在意。 他们现在巴不得这家伙挑完东西, 赶紧滚蛋。 茶话会算是失败地收官了, 一些人甚至有去无回, 但是却没人敢多说什么, 下次如果还收到邀请, 也是会来的, 毕竟来还有可能活着, 不来就彻底完蛋。 至于霍米兹生物损失的更多, 夏洛特家族的成员们由于受到了包裹, 最多也就受了点轻伤。 摩尔冈斯怀揣着那一张张照片, 满载而归。 他知道, 只要这个消息传出去, 到时候必定震动大海, 甚至影响世界的格局。 数日后, 王夏七五海月光海贼团总督月光莫里亚单刀附会, 与新世界地海贼女皇地下洛特林林挥刀对砍的照片传遍了整个大海。 而摩尔冈斯的报纸的标题则是海上第四位皇帝的诞生。 一时间, 大海都沸腾了。 世界震动。 莫里亚还在欣赏沿途的风景, 消息已经是传到了黄金娱乐之城。 哼哼, 不愧是船长, 这才离开了这么长时间, 就制造了这么大的新闻。 拉斐特拿着海贼团里几乎人手一份的报纸, 笑着道, 夏洛特林林的实力是当时无庸置疑的, 否则也不会让世界政府忌惮, 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 估计前往河之国也就不远了。 在其不远处的一个地方, 巴卡拉正翘着二郎腿, 眼睛盯着图片上的人, 渐渐眸子深处就浮现了粉红色的桃星。 真是, 越来越吸引人了呀。 巴卡拉胸脯剧烈起伏着, 就如同稀释因素一般, 满脸的迷恋, 思绪飘远间, 一只手摸了摸自己饱满的胸脯, 顿时感觉一股电流走窜全身。 东海, 风车村, 一个平常不过的小酒馆内, 一群人正在这里喝着酒, 聊着什么。 一个小童工正被迫工作, 坐在一旁擦拭着盘子。 而老板娘则是拿着报纸愣愣出神, 不知道在想什么。 马其诺, 见到路非那小子吗? 这时, 只听房门支嘎一声, 一个身材高大, 肌肉发达, 头发花白的老人走了进来。 当这道身影出现在酒馆内时, 顿时刚才不小的交谈声戛然而止。 酒馆内的客人顿时就是一脸的畏惧和惊恐。 海贼英雄, 铁拳卡普。 这, 我, 卡普先生。 马其诺一见来人, 仓促将手中的向着身后一藏, 有些不知所措。 你是说路非吗? 早上的时候, 在店里玩了一段时间, 不过已经离开了。 具体去了什么地方, 我也不太清楚。 卡普看了一眼马其诺没藏岩石的报纸, 叹了口气, 看了看正在老实地刷盘子的小女孩道。 他的。 马其诺使劲地摇头, 尽管他和卡普也算熟人, 但是毕竟对方是海军, 这种情况怎么可能承认。 头上的那一双脚, 太像了。 卡普声音不大, 他强迫你的。 马其诺眸子收缩了一下, 知道就算想要掩饰也是不可能了, 值得垂下头去, 没有, 我。 自愿两个字还没有说出来, 卡普却已经打断了他, 并且不容置疑道, 不, 你是被迫的。 马其诺瞬间也是知道了对方的用意, 于是也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报纸我也看过了, 他已经是海上的第四位皇帝了, 不过, 他越是出名, 你们就越危险。 卡普又是长长地叹了口气, 但愿不会有那么一天, 我们也不图他什么, 只希望维持现在的生活, 平平安安地过完一辈子就行了。 马其诺摸了摸女儿紫色的头发道, 叫爷爷。 那女孩怯怯地看着卡普, 轻轻地唤了一声。 卡普顿时笑了起来, 心里却是想着, 有些人可是什么手段都能用得出来。 月光莫利亚吗? 这下, 这片大海又要不安宁了。 伟大航路后半段, 新事件, 某片海域, 一艘挂着海贼骑的海贼船, 正在大海上迅速航行着。 船上的人正在喝着酒, 开着宴会。 他这群海贼过着悠闲惬意的日子, 也没有人来打扰。 因为他们是新世界最大的海贼势力, 白胡子海贼团。 而白胡子海贼团船长, 爱德华纽盖特, 更是被誉为世界最强男人。 哗啦! 一只新闻鸟从天而降, 一份新闻报纸从天而降, 准确无误地落在了甲板之上。 正端着一盘饮料的厨师兼四番队队长萨奇弯腰捡起了报纸, 一只手打开了报纸随意地扫了一眼几个大字, 紧接着连忙将饮料放下, 仔细地阅读了起来。 萨奇你这是在干嘛? 慌慌张张的。 马尔科拿过一杯饮料, 喝了起来。 喂, 马尔科, 你看一下报纸。 马尔科文言拿着饮料凑了过去, 看完以后, 神色恶然。 马尔科从萨奇手中结果报纸, 向着远处喝酒的白胡子大声道, 老爹, 最新的报纸出来了, 竟然有人要把老爹你和这个家伙一起称为海上皇帝。 与此同时, 世界各地也是上演了同样的一幕。 也就从这时开始, 月光莫利亚带领的月光海贼团才引起了世界各地的关注。 四皇并立的格局已经渐趋形成, 人们也开始期待不久的将来, 这其中的两大海贼团有些不共戴天之仇, 相信不久的将来将会发生一场惊世的大战。 186张姊妹, 果实的消息。 数天之后, 黄金目光之城到了。 在第一时间, 上面的人已经通过监控看到了他们, 于是便有人开着抄跑前来迎接。 你这一路上就没住过嘴, 走到哪里吃饭哪里, 总有一天会吃成一个大胖子。 莫利亚说着, 盯着对方肚气上一块一块的肌肉, 发现这都快比她的还要多, 反而有种别样的感觉。 你懂什么? 吃进肚子里的食物都转化成了能量。 霍斯曼吞下一个点心, 意犹未尽地摸了摸肚子。 你拿那么多东西挺累的吧? 别客气, 我帮你拿着。 霍斯曼说着就要忙活着走上前去, 结果莫利亚手中的点心, 后者退后一步躲开了去。 想都别想, 这是给其他人准备的, 让你拿着点心就相当于猴子看守盘桃园。 莫利亚一下子就识破了她的阴谋诡计, 不给她奸计得逞的机会。 欠! 霍斯曼一脸的不屑, 好心荡成驴肝肺, 老娘还不稀罕呢。 两人并肩而行, 坐上了超跑, 动力龟一阵黑羞黑羞, 超跑一溜烟就跑进了城里。 见莫利亚没打理自己, 霍斯曼又凑过去问, 真的不用我帮你拿着吗? 莫利亚撇嘴道, 你是狗吧? 老婆本都快被你吃干净了。 嘿, 你怎么不早说? 我感觉自己完全可以胜任。 霍斯曼拍着胸口保证, 我拿你当兄弟, 你竟然想给我生孩子? 莫利亚扁了扁嘴巴, 我可不想生一我小傻狗。 别拦着我, 我要咬死他。 霍斯曼嘴上说的凶, 实际上也不过是一个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此刻驾驶座上, 美女接待员不知道说什么好, 一共就三个人, 她还在前排开着车。 还真是应了那句话, 会咬人的狗不叫。 超跑迅速行驶着, 莫利亚突然在道路两侧的人群之中, 发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霍斯曼走到一半, 消了气之后, 正想找莫利亚搭话, 结果半天得不到回应。 侧过头去一看, 只见一个黑乎乎的大影子正坐在旁边。 这家伙又跑哪里去了? 说着, 便趁着影子不注意偷摸地将爪子探了过去, 结果就被影子无情地打落了。 霍斯曼哼哼唧唧, 不放心谁呢? 我就是小小地试探一下。 另一边, 繁华的街道之上, 一个粉色头发的妙龄少妇正在牵着自己女儿的手, 在路边停了下来。 他们停在了一个套圈圈的摊位前, 毛绒玩具, 还有一些活物, 那些很可爱的小动物脖子上都有一个绿油油的圆圈。 一些小孩子在父母的陪同下正在透着圈圈, 虽然能头中的次数寥寥, 甚至一些老员工还会自己躲开, 但跪在参与, 这些人都不差钱, 就是图个开心。 老板是一个身材不高, 有些肥胖的老板, 戴着礼帽和一个单矿眼镜。 他名叫布里德, 其实还是一位训手师。 布里德此刻已经是笑得合不拢嘴了, 贵族富人家的钱真好赚, 这可不比当海贼赚得多。 布里德手里数点着钞票, 暗自心想, 等赚够了钱就赶紧跑路, 因为他属于是违法摆摊, 也只是他刚开始营业没多久, 也没有人管。 估计以后他赚了钱也会有人眼红, 到时候估计也会嫌弃他影响世荣, 会驱赶他离开。 你好, 麻烦问一下, 一个圈多少被裂? 布里德耳边突然传来一道好听的女声。 他转过头去, 只见一个女人正领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 很有礼貌地询问。 五十个圈三万被裂, 一百个圈五万被裂, 不单卖。 布里德上下打量, 发现这两人看着穿着不是多么的华丽, 但也不见得多差, 看样子也不会像什么穷人家的孩子, 毕竟能上这艘船的人非富极贵。 这样呀, 能不能便宜些? 看雷贝卡期待的小眼神, 斯卡莱特于心不忍, 摸了摸自己的钱包, 虽然有一些, 但并不多。 想了想这次的目的,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布里德却是不耐烦起来, 去去去, 不买不要站着地方耽误我做生意, 我以前还听说有的, 有钱人越有钱越抠门, 起初我还不信, 见到你, 我现在是姓王。 他以为对方是有钱人, 但太过精打细算, 准确来说是抠门, 自然而然就对其失去了好感, 如果是一个破破烂烂的家伙, 说不定他免费让对方玩几下也是可以的。 斯卡莱特摇了摇头, 也没有解释, 妈妈,我不玩这个了, 上次佩罗娜姐姐带我去玩了其他好多东西, 比这个好玩多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雷贝卡小小年纪就已经具备了出色的察言观色能力。 斯卡莱特摸了摸雷贝卡的脑袋, 道, 以后不要总想着缠着人家玩, 别人总有厌倦的时候, 到时候让人当面说出来就不好了。 雷贝卡满眼的疑惑似乎是听不大懂, 但开始点了点头, 你就是老板是吧? 就在这时, 斯卡莱特突然听到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正是脑海之中挥之不去的那人。 你怎么来了? 斯卡莱特询问道, 他来到船上之后, 打听到了对方外出有事, 于是才在外面等待。 毕竟他们之间的身份似乎也见不得光, 让他说出来也不太好意思。 布里德盲中偷闲地点了点头, 莫利亚于是按正常手续拿了一百个圈地向了满眼惊喜的雷贝卡。 干电。 现在, 雷贝卡已经是叫得非常顺口了, 连忙跑了过去, 莫利亚到手就将其抱了起来, 前者巴基一声奖励了一个大水印。 莫利亚微微笑着, 你和妈妈怎么来的? 雷贝卡乖巧的回答, 是姨妈找人带我们过来的。 雷贝卡的姨妈? 维奥莱特吗? 就在这时, 布里德也是插嘴了。 你是她丈夫吗? 不是我说, 日子也不能太会过, 该省省该花花。 看对方说叫起来了, 莫利亚也只是默然以对。 明白了, 回来我会好好教导一下她的。 说着莫利亚看向了斯卡莱特, 道, 来这里怎么不告诉我? 就算我不在, 找到海贼团的干部, 也自然有人招待你们。 我也不想麻烦别人。 斯卡莱特摇了摇头, 还有就是, 她也是个脸皮薄的, 拉不下这个脸。 到时候, 怎么和人家说? 说我是你们老大的地下情人? 到时候, 只是眼神都可能让她羞愧死。 她堂堂一国公主, 虽然现在不是了。 莫利亚将雷贝卡放下, 对方忙不迭跑过去, 投着圈圈, 留下二人序话。 这艘船都是你的吗? 斯卡莱特有些打量了一下四周, 都没有见过这么豪华的建筑, 建筑都是杜金的, 金碧辉煌。 也可以这么说, 是我们海贼团的产业, 也可以说是我, 闷的。 莫利亚中间停顿了一下, 似乎是在思考什么。 斯卡莱特听到我们两个字, 顿时脸颊发烫。 你的就是你的, 还说什么我们? 尽管如此, 她还是莫名有些开心,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莫利亚没有说话, 而是瞥了一眼斯卡莱特平坦的小腹, 只是一瞬间就收回了目光。 女人的第六感也是很可怕的, 尽管莫利亚动作很快, 但目光还是被其捕捉到了。 斯卡莱特顿实修的都不敢抬头了, 她都还没做好准备。 不远处, 布里德目光盯着莫利亚, 总感觉对方很是熟悉, 总感觉在哪里见过对方。 所以在两人聊天的时候, 她也是竖起耳朵听了些直言片语, 但是只是一些细碎的信息, 已经让她惊讶得无以复加。 这艘船的主人就在她的眼前, 结果她不仅没有向对方交地租, 还捣售了对方的钱。 布里德想到此处, 没有来有些惊恐。 现在过去肯定不合适, 现在最好就是在那个小女孩身上下功夫。 莫利亚走上前去, 此刻雷贝卡正抛出一个圈圈, 似乎是想要套一个玩偶兔子, 结果圈接触落地之后, 直接滚到了一旁的空地。 这边还没有说什么, 布里德已经满脸对笑地开口道, 恭喜恭喜。 说着她已经将那玩偶兔子抱了出来, 送到了还在蒙圈之中的雷贝卡手中。 不是没有套中吗? 莫利亚疑惑地开口, 布里德已经汗流加倍了, 求生欲驱使着她道, 只要圈碰到就算。 这也可以吗? 莫利亚心到这么适合良心商家呀。 接下来, 只要是眷落到十厘米之类就算。 诺, 拿好了, 这个扔到场地外了。 也有也有, 这是再接再历讲。 就算是再怎么过度理解, 此刻也知道其中有古怪了。 虽然大人感觉到了不对, 但是雷贝卡得到了想要的玩偶, 开始开心的。 莫利亚也开始打量起了这个眼力静不错的家伙, 总感觉是在哪里见过。 对方通过动物脖子上的绿色圈圈似乎可以操控动物, 因此让套中的圈圈也会被动物们摇晃掉。 你似乎知道我了。 莫利亚压低声音道。 大人, 我, 布里德还想说什么, 却是被莫利亚打断道。 行, 我知道了, 这件事, 你做得不错, 去海贼团驻地登记一下吧, 以后你就是其中的一员了。 这, 你不愿意? 愿意愿意, 当然愿意。 布里德连连点头, 并且表示感谢, 没想到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混上了编制, 当真实命运女神赶着喂饭。 莫利亚带着母女二人渐渐离去, 布里德被一道声音拉回了现实。 老板, 刚刚那个圈碰到了玩具熊, 碰着不算。 那刚刚不还说触碰到就算吗? 刚才是刚才, 现在是现在。 莫利亚回到海贼团驻地, 将从Big Mom海贼团那里得来的恶魔果实交给拉斐特, 让其帮忙查询一下这颗恶魔果实的能力。 这颗果实显然出现的次数比较少, 所以恶魔果实图鉴让并未出现。 但是, 莫利亚却从中发现了另一颗恶魔果实, 那能力和不久前见到的几乎一模一样。 宠物果实! 划分两头, 莫利亚也知道了斯卡莱特前来的目的。 借钱? 至于为什么要借钱? 那是因为世界政府要收取天上金了。 而德雷斯罗萨的国库里的钱, 先是被唐吉赫德家族霸占, 后又被月光海贼团从其手中拿了去。 一日, 天降破晓。 一间卧室内, 斯卡莱特的手轻轻抹撒着对方腹部的肌肉, 依偎在对方怀里。 直到对方睁开了眼, 他才喝气如蓝道。 现在总想了吧? 你要求的我都做了, 我还要带钱回去。 如果七天后, 交不上天上金, 德雷斯罗萨王国便会被取消加盟国的身份。 我再考虑考虑。 莫利亚已经打算给了, 只是找个理由让对方多待几天。 你是不是又? 斯卡莱特欲言又止。 什么话? 就问问这叫什么话? 就在此刻, 房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推开, 一道身影突然走了进来。 紧接着, 那人就是一阵冷笑。 昨天就来了, 也不知道说一声。 如果不是新夺利告诉我, 我看, 可能还要再多等上几天, 等你们两个彻底温存够。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斯卡莱特的妹妹, 维奥莱特。 维奥莱特, 你怎么? 斯卡莱特突然拉过被子向着, 遮住自己。 这一幕被他妹妹撞了个阵阵, 让他有些无地自容。 姐姐你不用解释, 我已经知道了。 维奥莱特有些不悦, 尽管上次已经给他打了预防针, 只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这件事, 是我引起的, 就让我来承担这一切。 维奥莱特盯着如胶似漆的两人。 姐姐, 你已经嫁为人妇, 如果传出去。 斯卡莱特还没有说话, 只觉身边剑兽的臂膀已经显示不干了, 远处传来妹妹的惊呼声。 你干什么? 放开我, 把手拿开。 只见刚才站在远处的妹妹已经悬在了空中, 高跟鞋一落地便被丢到了床上。 来都来了。 斯卡莱特刚想说什么便被堵住了嘴巴。 吴恩, 待他快要窒息, 大口呼气, 缓过来刚要说话之时, 传来一股热流。 你不是说什么都听我的吗? 就这一次。 听到这话, 斯卡莱特身子立即就软了。 莫利亚尝完了之后, 又尝了尝旁边巧克力味的。 姐姐斯卡莱特的含蓄, 妹妹维奥莱特的热情。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只知道天边有好看的火烧云。 放在床头的电话虫传来一阵声响。 两边的胳膊各压着一颗脑袋, 影子过去接通了电话。 船长, 那颗果实的能力查到了。 第187张兵出河之国, 暗流涌动。 时光荏苒, 转瞬即逝。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转眼间已是几个月过去。 目光之城中, 一间装饰很朴素的房间内, 此刻房间之内正有两人, 一男一女。 斯卡莱特靠着床直起身子, 喝了一口味道嘴边的海鱼汤。 不用那么麻烦, 我自己来就行, 我可没有那么娇怪。 斯卡莱特喝了一勺汤, 正准备坐起身来, 却被一只大手按了回去。 女人, 你真是自作多情, 我又不是为给你喝的。 身前的男人言语间有种不容拒绝。 斯卡莱特一下子耳根都有些发红了, 他知道身前的男人是爱面子的, 但他也能够感受到来自对方的关心。 能被这么无微不至的服侍, 对方甚至放下了架子, 那么他现在做的这一切都值了。 你真的要去吗? 汤喝完了之后, 又将鱼肉吃了个干净, 斯卡莱特这才嘴巴咸下来。 早在一年前就已经有这个打算了, 只是还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 现在也是时候动身了。 莫莉亚将东西收了起来, 摸了摸身前之人的肚子。 你要小心, 要是你, 斯卡莱特话一出口, 就感觉不对劲了, 立马止住不再继续说下去。 莫莉亚却是笑了, 我可不是海贼王罗杰, 安心等待我平安归来。 斯卡莱特点了点头, 又问道, 为什么要说海贼王罗杰? 莫莉亚摇了摇头, 却没有说明原因。 这事房门突然从外面被推开了, 穿着一袭紫色长裙的维奥莱特走了进来。 莫莉亚也随即站起身来, 对着维奥莱特道,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维奥莱特却是拦在了对方的前面, 道, 我也要和你一起去。 你知道, 我实力的, 到时候也可能对你有所帮助。 就你那两下子, 还是留下来保护你姐姐吧。 那可是百兽凯多, 太危险了。 莫莉亚摇了摇头道, 正如刚才所说, 莫莉亚已经早早地筹备着, 与凯多决一死战了。 早在几个月前便已经派遣人手, 前往世界各地盗取强者的尸体, 以此来扩充兵力。 维奥莱特见莫莉亚没有答应, 他也没有再提, 对方是比多福朗明哥还要强出无数倍的家伙, 到了那里, 确实充满了危险。 那你可不许有事, 还欠着49340,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维奥莱特义正词言道, 莫莉亚一听好家伙, 这属于狮子多了不咬人了, 现在总感觉弓手之势悄悄地发生了改变。 当真是, CX如魔刀之石不见其损, 日有所亏。 莫莉亚没有回答, 缓步向外走去, 一定要回来, 到时候,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恐怖三维帆船之上, 此刻已经是人头涌动, 这也说得不够准确, 因为这里大多数都是具有生命的尸体。 放眼望去, 就仿佛是尸海一般, 看不到尽头。 此刻月光海贼团的干部们已经是全部到齐了, 他们站在了僵尸们的高台之上, 这些人正在默默地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 莫过多久, 是尸体的欢呼声中, 莫莉亚落到了高台之上, 接下来她要将这数万的尸体大军层层细分, 到时候不至于乱成一团, 没有一点秩序。 对于十二番队队长的任命名单, 你们有意义吗? 莫莉亚对着干部们开口问道, 序号并不是代表着排名, 而是按照确定加入的时间顺序, 并没有高低之分。 干部们文言纷纷摇头, 表示没有什么意义, 于是莫莉亚便将结果公示了出来, 以及接下来的工作。 第一番队队长透明人阿布萨罗姆, 统兵一万, 坐镇后方, 负责维护后方的秩序, 保证娱乐城的运行。 第二番队队长魔鬼, 巡警拉菲特, 统兵八千。 第三番队队长施发的卡里布和剑血的克里布, 兄弟二人。 第四番队队长独眼霍斯曼。 第六番队队长巨大战舰, 圣湖安厄郎。 第七番队队长魔人后裔小奥兹。 第八番队队长怪森乌尔基。 第九番队队长音乐范奥卡。 第十番队队长冠军巴杰斯。 第十一番队队长死神独Q。 第十二番队队长比格布鲁克。 另有后勤保障部队由弗莱和哲普负责。 海洋部队提克斯棉金剑以及泰格带领的愚人族, 凯撒和加智的人造人和人造恶魔、 果实联合军团、 传宫汤姆等众多传宫。 除去阿布萨罗姆一支部队留下, 其他部队全部前往和支国。 至于能够成为反对队长的人都是战斗员, 到时候一定要参与战斗的。 队长共分12人, 编号者11000, 狮鬼73000, 克隆人3000, 使用Smile果实成功获得能力的克隆人50人。 莫利亚自从被摩尔冈斯刊登之后, 处境便有些微妙起来, 世界政府本来找他来平衡局势, 结果到最后将谁搅得越来越浑。 也自从上次月光海贼团变成了各方关注的重点, 如此大规模的聚集兵力, 当然也是第一时间引起了各方的注意。 如此大规模的清朝出动, 那么目的很显然只有一个, 那便是复仇。 莫利亚也没有遮遮掩掩, 即使复仇那便要来得轰轰烈烈。 如果利用卑鄙的手段获取了最终的胜利, 那到最后也不见得多光彩, 复仇感也来不了那么强烈, 死去的亡灵同样得不到威解。 海元历1513年, 大航海时代15年后, 月光海贼团向百兽海贼团下达战书, 约战雨和之国灵后, 一时间舆论哗然, 世界震动。 人们知道这一刻或早或晚都会到来, 只是没想到竟然来得那么快。 海军本部马林泛多, 此刻一群海军精英军官正坐在同一间屋子内, 在他们的最前面是一个嗓门声音很大的海军, 虽然那人官职比在座的海军都要低, 但他说起话来却是铿锵有力, 中气十足。 他便是专门负责开会的开会王布兰纽, 此时40多岁, 说实话年龄也不小了, 想要晋升, 估计得多开几次大会。 可能一些人不知道不知道14年前发生的事情。 那么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布兰纽贴上了两张悬赏令, 分别是百兽海贼团总督百兽凯多 和月光海贼团总督月光莫利亚。 14年前, 10年27岁的月光莫利亚已经带领着新人海贼团 月光海贼团总恒星事件, 最后为争夺和织国与凯多的百兽海贼团发生激战, 最后死伤惨重, 最后月光海贼团只有船长一人幸存。 布兰纽说着, 在两张悬赏令中间画了个圈, 随即在里面写了两个字死敌。 这两个人的矛盾不可调和, 后者韬光养晦14年, 也是隐忍了14年, 如今卷土重来, 定然是不复当年那个初出茅庐的矛头小子, 估计应该是一场极为惨烈的大战。 会议室内的一些海军们点了点头, 十多年前的事情, 他们确实大多数并不知晓。 此刻, 海军元帅战国也在会场之中, 他正皱着眉头, 似乎是有什么让人头痛的事情。 月光海贼团发展得太快了, 是时候废除对方七五海的身份了。 再继续放任不管, 到时候一定是养虎为患, 正好借着这个契机将两方人马一网打尽。 至于到底派谁去好呢? 最起码也要有两个大将级别实力的人, 才能趟这趟浑水。 会议结束之后, 战国叫住了一名海军道, 让库赞来我的办公室, 另外给新世界的波鲁萨利诺传令, 让他等待消息, 等待着海军本部派遣的舰队到达以后再去。 是, 那海军连忙应下, 随即离开了。 新世界, 鬼岛? 凯多坐在宫殿的地面之上, 两根黑色的长胡须飘飘抖动, 而在他的面前正放着一封战书, 上面有些月光海贼团的标志, 此刻那书信已经被打开了, 看样子他已经知道了里面的内容。 没有到那么快就来了吗? 挺自信的吗? 有趣有趣。 凯多看完信上的内容不怒返笑, 发出他那独特的笑声。 凯多先生和治国一手难攻, 届时我们只需要派遣一部分人手, 守住通道, 到时候就算对方带多少人来都无济于事。 凯多身侧大看板之手的静开口道, 并且我看了几个月前的报纸, 对方可是和Big Mom交过手的, 现在实力应该不弱。 咕嘟咕嘟咕嘟。 话音落下, 凯多拿起酒葫芦, 咕噜咕噜地灌了一气, 随即开口道, 就算来了又如何, 这次可不会像上次那般大意了, 一定要让这小子有来无回。 把杰克和奎英他们叫过来, 我有事情要和他们说, 对了, 把那五个家伙也一并叫过来吧。 与此同时,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是满怀着期待, 不知道这场大决战的结果。 世界政府, 海军, Big Mom海贼团, 白胡子海贼团, 革命军都是关注到了此事, 因为这是影响世界格局的战争。 话分两头, 月光海贼团此刻如同天上的大雁, 排列整齐地在天空飞行着, 数量太多, 以至于一时半刻也数不清楚。 少说也有几百艘海贼船, 在海贼船后面还有漂浮的岛屿, 就这么浩浩荡荡地向着和织骨而去。 旗舰上, 莫利亚握住手中的展月, 展月的形态随她的意念发生了变化。 这倒没有刀吃了恶魔果实那么离谱。 而是莫利亚将从大妈那里得来的果实喂给了二臂。 塑形果实 在《知言骗语》的记载之中, 这颗恶魔果实可以让食用者融入物体当中, 从而改变物体的形态进行攻击。 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脚下的地面。 而莫利亚则没有循规蹈矩, 她让二臂使用了这颗恶魔果实之后, 并没有让其操控地面之类, 而是让其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 这正好可以配合莫利亚的影子集合地来使用, 不管它变得多么的庞大, 都会有一把为其量身打造的衬手兵器, 这也很大程度地提高了她的战斗力。 现在到哪里了? 莫利亚对着操控舰队飞行的霍斯曼道。 现如今干部们都在旗舰的甲板之上, 一个个都是有些期待, 他们此刻对未知充满了好奇, 不知道对手到底如何。 别问我啊, 我只管飞, 至于起飞点我知道, 经过哪里落到哪里, 这我就不知道了啊。 霍斯曼一本正经的道, 这飞行轨迹, 听起来倒有一种某大国导弹的感觉。 莫利亚一拍脑门, 多此一举了属于事。 这时拉菲特拿出了一份海图, 在上面打量了一会儿, 凑到莫利亚身前倒到。 船长, 这个范围是我们现在的位置, 估计应该还需要一天时间, 我们便可以到达和之国。 第188章0后, 大决战。 海源历1513年, 大航海时代15年, 普普通通的一天。 这一天, 和之国的居民依旧是照样一天的忙碌, 交通闭塞与事隔绝的他们也不知道外面的消息。 何之国? 妈妈, 看, 天上有飞船。 花枝都街道上, 一个小女孩对着身边的一个妇人道, 别跟着傻子一样丑来丑去, 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飞船? 那一定是一只。 那妇人抬头之后, 整个人都棱在了原地, 嘴巴张得大大的, 大道都可以吞下一个鹅蛋。 这一天, 九里, 西美, 花枝都三地的居民都看到了这百年难得一遇的奇景。 几百艘战舰从头顶飞过, 甚至岛屿也在空中飘飞, 黑压压的一片, 隐天蔽日。 他们的飞行速度不慢, 整齐华一, 像是出征的军队。 和之国的居民纷纷抬头看天, 不知道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这简直几百年一次的天象还要壮观。 在和之国居民的目送之下, 大舰队最终停在了北方目的, 零后随即便是有序地停靠在港口。 如果开战的话, 其实最合适的地方是百兽海贼团的驻地, 鬼岛。 不过, 之所以选在零后, 那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舰队过境之时, 这么一个消息自然而然地传到了和之国, 现任将军黑探大蛇的耳中。 花枝都, 黑探大蛇的将军府中装饰得极其豪华, 并且守卫众多, 即便是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被察觉到。 此刻的宅邸深处, 大厅之中, 主座之上却只有一人, 只是身边却是有五六个阴阴艳艳艳。 他们都是从和之国各地, 甚至他触雾色的美女, 一个个都是紫色不俗, 此刻一个个躺在黑探大蛇的怀中撒娇, 有的还在给黑探大蛇捏肩锤背。 颇有姿色的美人和相貌丑陋体格臃肿的黑探大蛇, 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但是这些女人们, 还是一个劲地讨好这个丑陋的男人, 这便是权力的好处。 在黑探大蛇身前也几个小桌, 那里都是他的心腹手下, 桌上瓜果酒肉, 闪烁光泽, 香味飘散。 在席间, 还有舞女轻盈优美的舞姿工人欣赏, 令人陶醉。 只不过, 现在的黑探大蛇却是脸色铁青, 尽管美人再测他也提不起丝毫兴趣。 与之享受短暂的美好, 他还是更喜欢能够长脚下去。 也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推开房门, 从外面走了进来。 大人, 小子说他近来身体不舒服, 不方便来见大人。 说话之人是一个眼睛细长, 耳朵细长的高个子男性, 一身标准的武士打扮, 只是看起来不像是什么好人。 黑探大蛇半天没有回话, 似乎对这事不感兴趣, 只是自顾自地在那嘀咕着。 这可怎么办? 大人, 发生了什么事? 狂死狼走上去道询问道, 他知道黑探大蛇的性格, 贪恋全色, 现在怎么一下子一反常态, 对花魁小子的事情也漠不关心了。 刚才你可能没看到, 月光海贼团总督月光莫利亚率领麾下, 已经兵临河之国了, 要和凯多那家伙决意死战。 如果到时候, 凯多那家伙真的输了, 估计, 黑探大蛇没有把话说完, 如果对方打败了凯多, 肯定不会再让他这个凯多的合作者, 继续担任河之国的将军。 到时候, 他现在的一切都会失去。 狂死狼眼中闪过一抹一色, 这似乎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于是他继续问道, 和之国天险几乎没有人那么轻易地通过, 只要大人守住入口, 估计就算月光海贼团再厉害, 也不可能进入河之国。 他们已经到达河之国了呀。 黑探大蛇面如土灰, 你可能没有看到, 几百艘海贼船从空中飞过诶。 我让人专程去数了一下数量, 派了三个人数了三个数。 黑探大蛇越说心里是越糟糕, 抓耳挠腮, 不知道该怎么做。 但是痛苦却并不是相通的, 狂死狼不仅没有难过, 相反的, 他还有一丝幸灾乐祸, 他巴不得看到大蛇倒霉的一天。 毕竟他的真实身份是光月玉田的家臣, 赤鞘九人男二号人物, 传次郎。 这件事应该告诉日和大人, 传次郎如是想着, 准备找个理由再魂出去通风报信。 何之国, 灵后, 此刻地面之上乌鸦鸦的一片, 到处都是数不尽的僵尸大军。 莫利亚和一众干部们正坐在一个四面透风的破庙之中。 人们无不神色凝重, 即便是莫利亚同样也是如此。 众人在灵后建立了一处灵园, 祭奠了一下十四年前在此处牺牲的月光海贼团同伴, 以让在天之灵得以慰藉。 之后, 灵后大帝一片寂静, 虽有数万的军队驻扎在此, 却是死一般的寂静。 这只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而已。 此刻世界各地都在关注着和知国发生的一切, 各方势力甚至动用了安插在百兽海贼团的间谍, 以输送这场战斗的消息。 来了! 就在同一时刻, 霍斯曼和范奥卡一口同声地道, 前者只是通过肉眼, 而后者则是使用了望远镜。 只见远处的海面之上, 一个接着一个的黑影向着这边靠近, 那是一个个船影。 毫无疑问, 那是百兽海贼团的船? 莫利亚神色不变, 握住刀柄的手更加用力了几分, 站起身来走到了众人的身前, 率先走出了那座破庙。 百兽海贼团的人来得很快, 不一会儿便开始陆续登陆。 月光海贼团按兵不动, 并没有趁着登岛阵型混乱之际发动进攻, 因为这完全没有必要。 传我号令, 全军列阵。 莫利亚一声令下, 顿时整个灵后地动山摇, 无数道黑影站起身来, 漫山遍野, 举目皆是。 哦哦哦。 在莫利亚命令落下的同时, 数万人, 僵尸大军当即珊瑚海啸一般的呐喊, 叫喊声盘旋在灵后的上空, 经久不衰。 即便是一和之隔的花之多的人们, 都听到了那步步衰的呐喊声。 当即脸色大变, 本来以为对方要杀过来了, 结果发现其实并没有, 这才算是放下了心来。 轰隆隆。 天空之中突然间乌云滚滚, 紧接着就是雷声大鸣, 仿佛天边有人在肋骨一般震聋发聩。 在这满天的乌云之中, 一道巨型的黑影在其中游走不定。 不多时, 一头身姿雄剑, 四足找彩云, 青涩龙铃闪闪发光, 并且散发出道道震汗咆哮的身影, 渐渐露于天际。 那道影子只是在空中浮现, 临后地面之上的人们便感受到了强大的压迫感。 新世界四皇之一, 百兽凯多。 到了, 人群之首, 莫莉亚握住刀柄, 迎向了那双如灯笼一般的巨大眸子, 四目相对, 隔着山川遥遥相望。 哄, 天空之中突然红光大闪, 只见那青龙已经是张着血盆大口, 狂暴的能量在其嘴前凝聚。 龙之热熄, 其触及范围甚至翻盖数公里, 威力十分害人, 能瞬间将一座山头蒸发殆尽。 竟然是见面就出杀招。 莫莉亚意念一动, 瞬间强大的斥力凭空而出, 紧接着远处的山头开始渐渐被拉长, 随即便被移为平地。 那山头直接仿佛一道道无可撼动的石门, 只是片刻间便已经是挡在了那狂暴的热熄之前。 没有太多的语言交流。 大战。 由此拉开续。 第189章短冰相接, 大混战。 三道巨大石门从天而降, 落在了那炽热的热熄之前, 龙之热熄在第一第二道石门中间开了一个大洞, 不过也仅此而已, 并没有冲破最后一层的防御。 凯多只是微微地惊乐了一下, 但也没有当回事。 如果真的就那么容易解决了, 反倒有些不正常了。 莫莉亚看着云端看似呼风唤雨的凯多, 正打算与龙形态的对方一决高下。 只不过, 念头初起, 凯多周遭一阵烟雾缭绕, 紧接着就变回了人形态。 他似乎并不认为莫莉亚的实力有多强, 所以觉得人形态将对方击败也不成问题。 用龙形态那纯属大炮打蚊子了属于氏。 双方人马的距离逐渐拉近, 几乎也就几十米的距离就要刀刃相见。 杀! 十数万人的大军请客间便如同亮谷潮水一般, 冲撞到了一起, 一时间血肉喷溅, 肢体横飞。 百兽海贼团冲在最前面的自然是凯多, 只见他挥舞着手中的狼牙棒, 空间震荡间带动的气流, 直接将几十人冲飞出去, 之后重重地落在地上。 莫莉亚这边, 满天的月牙斩机萦绕周身, 所过之处, 百兽海贼团的人们进阶被灵力地斩机切割术段。 渐渐地, 围首的两人渐渐靠近, 狼牙棒和斩月刀皆是磨刀祸祸。 正在距离逐渐拉近之时, 莫莉亚身后一个同等模样的影子 直接进去了她的身体, 瞬间, 莫莉亚身上的气息暴涨。 雷鸣八卦! 凯多手中的缠绕闪电的狼牙棒猛然挥出, 雷声轰鸣之中, 向着莫莉亚的方向猛然挥出。 其威力极其强大, 并且速度也同样害人, 雷电淬炼身体, 以至于近乎达到瞬移的速度。 吃掉自己影子后的莫莉亚感知 也不知道增长了多少倍。 而且就在凯多向着这边冲过来的同时, 她的眼睛已经变成了紫色。 月龙沦尾。 在凯多的狼牙棒挥至身前的同时, 莫莉亚挥动手中的斩月, 顿时剑气通天, 仿佛是手里握住的是一把光剑。 轰隆隆。 一道雷鸣般的炸响, 顿时狼牙棒和大刀便碰撞到了一起。 说是碰撞到了一起, 其中两股相吃的气机相互碰撞, 从中隔开了一段距离。 死了! 死了! 两道气流互相冲击, 周围空气之中一道道仿若闪电的东西一阵乱窜, 斩机如同红黑色的丝带一般交织一起, 噼里啪啦的一阵作响。 周围的僵尸兵和百兽海贼团地, 人们顿时这两股霸道的能量冲击波飘飞出去, 地面也开始寸寸断裂, 向着远处蔓延。 也就在此时, 两大海贼团的干部们也开始交手了。 一道带着火焰的黑影突然浮现在天空之中, 紧接着如同一颗天外陨石从天而降, 飞掠而下, 只是没有直接落到地面之上, 而是在低空急速飞行。 张开的双翼就如同两把锋利的刀刃, 直接冲进湿群密集之处, 顿时降落点的僵尸大军死伤大半。 虽然他们本来就已经死了, 那黑影正是三大灾害之首, 严灾境, 动物系, 龙龙果实, 古代种, 无耻翼龙形态能力者。 只是在近所向披靡之际, 突然感受到了一股莫名的危机感。 下一刻, 一道黑影以一种极快的速度掠近, 静正想要飞到空中, 却见对方四脚着地, 一个弹跳直接飞起来了, 并且那速度比飞行的速度还要快。 哄, 仿佛是一颗对空炮弹一般, 那黑影直接撞了上去。 紧接着, 静直接重心不稳重重地栽到了地面之上。 而那个直接栖身而上的家伙, 正是使用了飘飘果实的霍斯曼, 加上他原有彪悍的身体素质, 速度极其敏捷。 在静落到了地面之上的同时, 他也是利用飘飘果实的能力在空中稳住了身形, 即便是落到了地面之上, 也不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 因为地具百兽王化, 可以为他提供强大的恢复能力。 可, 可, 凶重砸入地面的并竟没有受太大的伤, 早在坠落到地面上的一瞬间, 他就发动了武装色霸气, 加之他那那强横的体魄, 比一般钢铁还要坚硬得多。 静缓缓化作人形, 从烟尘气浪之中走了出来, 望向悬浮在空中的霍斯曼。 这家伙, 黑色头盔之下的双眼盯着空中的那人, 静心里这么想着, 能够漂浮在空中, 这是食用了恶魔果实吗? 如此实力, 难道说, 你就是月光海贼团的二把手? 霍斯曼鼻孔看人, 闻听静的话, 顿时大言不惭。 不错不错, 多说几句, 这话我爱听。 静满头黑线,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不要点脸, 当真是毛皮族的美德, 是一点没有遗传上。 你就是百兽海贼团的三灾吗? 有了大量关于你们的消息。 现在, 我已经做好了完全的准备。 听到那毛皮族在那自言自语, 静一时间不知道还说什么好。 是了解了关于百兽海贼团, 但不多, 不然也不会问这么白痴的问题。 有那么一瞬间, 静都不想和这家伙继续战斗, 如果不是对方实力过于强悍, 可能就让杰克那家伙来了。 与此同时, 小傲兹正在和汉灾杰克战在战成一团, 恶狼正在和百兽海贼团的编号者们纠缠在一起。 一载奎英被毒Q变成了一个大胖妞, 但依旧很丑, 看得周围的僵尸和百兽海贼团的人们一时间无心恋战, 纷纷而逃, 因为实在太过辣眼睛了。 在干部上, 显然月光海贼团的人数占优, 并且实力更强一些。 此刻百兽海贼团非六包尚未成形, 中层实力极为短缺。 哄。 莫里亚和凯多剧烈碰撞中, 两人僵尸半天之后, 都用尽最后一丝气力之后, 双双退后。 天空的云层在两人分开之时, 再也没有那道无形的气墙阻隔, 而慢慢地合拢到了一起。 这第一次的碰撞几乎分不出高下。 力气不错, 这十四年来你的进步很快吗? Soul。 凯多声音落下的同一瞬间, 身形开始急速发生变化, 身上也生出了鳞片, 是兽人形态。 只见他陡然一步踏出, 紧接着整个人瞬间跳到了空中, 仿佛化作了一道紫色闪电。 不过, 只有这种程度的话, 还远远不够看呢。 轰隆隆。 雷鸣电闪之中, 凯多挥动狼牙棒的身影, 自半空中降落而下。 降三世, 尹奈洛。 第一百九十张暗影模式, 尹龙的咆哮。 因为莫利亚吞掉了自身的影子, 虽然自身实力成倍增长, 无论是各方面都极大提升, 但是也失去了影子互换的能力。 不是莫利亚躲不掉, 而是他并不想躲, 他想堂堂正正地与凯多进行战斗。 月牙天冲。 翁。 在空气的翁鸣中, 莫利亚周身渐气纵横, 挥舞着手中的斩月, 狠狠地向着天空中的凯多斩去。 轰。 在刀雨棒碰撞瞬间, 震天动地的轰鸣之音传来, 在灵后的上空, 隐隐似有黑红色的雷电在闪烁炸响, 恐怖的气息席卷苍穹, 仿若两条巨龙盘旋升天直冲云霄, 天空上的乌云也被冲得瞬间四处溃散。 强大的气势, 直接使得空间在这一刻都发生了扭曲变形。 凯多在上, 莫利亚在下, 一瞬间上下仿佛分割成了两层。 不远处的大海, 原本已是风平浪静, 此刻顿时波涛云涌, 停靠在岸边的船只就如同是过山车一般, 起伏不定。 力大而成, 这是莫利亚的第一感觉, 不得不说, 这是她遭遇到的最强敌人, 比Big Mom给她的感觉更加的强烈。 毕竟现在的战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强大的压力骤增, 脚下的地面寸寸断裂, 杀石土快被强大的气息冲到了空中, 支撑地面的腿微微弯曲。 只是, 下一刻, 莫利亚手上骤然发力, 凯多感受到了狼牙棒上突然传来的大力, 夹之身前逐渐浓郁凌厉的剑气, 整个人直接顺势借力后撤, 只是一瞬间便被甩飞到了空中。 降月, 连面! 莫利亚不间断地挥动着手中的斩月, 连续进行挫杂交互的乱术无形斩击, 纵横交错的刃风夹杂着无数的圆月刃, 直接绘制出了一道斩击火力网, 将凯多笼罩其中, 必无可避。 几乎同一时间, 凯多将狼牙棒横于身前, 并且身体之上连带着武器之上有武装色霸气凝聚。 碰! 叮叮腔腔之身过后, 浑身武装色硬化的凯多灰棒破开缭绕的烟尘, 再次从半空降落。 硬抗莫利亚的一击并未对凯多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受过千次以上严刑拷打, 被判过足足几十次次死刑都没能将其杀死, 其身体素质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顶尖, 也只有同样是天生怪物的Big Mom能与之相提并论。 完全不痛不痒呢。 凯多发出她独特的笑声自天降落而下, 手中的狼牙棒凝聚着霸气覆盖着紫色闪电陡然砸落。 莫利亚抽身而退, 只是瞬间便已经落到了对方的攻击范围之外。 哄, 一声巨响之后, 方才脚下的大地瞬间如同蜘蛛网一般破碎, 凯多的身影也直接落到了其中, 不知所踪。 我会成全你的愿望。 莫利亚直接通过剑纹色霸气感受到了对方所在的位置, 直接拔刀竖斩。 感受到了那迅速逼近的气息, 凯多自然也不敢大意, 直接用力将身体和武器抽离了地面。 她发现, 这莫利亚邪护得很, 实力竟然发生了这的飞跃, 厉害得很。 碰, 碰, 碰。 二人的距离再次拉近, 各自手中的武器不断挥舞着, 一阵震气流的冲击声随之响起, 周遭雷电交加, 空间震荡。 每次的攻击都是地动山摇, 天地色变, 天空扭曲。 一阵接着一阵的嗡鸣声中, 将股气势不断地摩擦碰撞。 远处一块不慎健全的大石头后面, 像是围巾人装束的一个家伙手里拿着电话虫, 向外界传输着战况。 看到那撕天裂地的巨大动静, 那人没有来的一阵心慌。 他的实力不弱, 只不过一直在藏桌, 至于他的真实身份, 则是海军本部安插进百兽海贼团的间谍, 军衔还不低。 也信任双方海贼团正在火拼, 没有人有这个闲功夫来关注他。 和之国没有海外的电话虫, 通讯使用的是特有的田螺。 这电话虫自然也是偷偷摸摸带进来的。 胜负进展得如何了? 双方兵力大约有多少人? 电话那头传来询问的声音。 这才刚开始, 一时间还只是平分秋色, 分不出胜负。 那人压低的声音道, 人数的话实在太多, 一时半会也无法分辨。 保守估算月光海贼团也有上万人, 只是干部们的话, 月光海贼团要多一些。 对方文言半天没有回话, 本来还以为月光海贼团是弱势, 似乎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他们想不明白, 为何月光海贼团能够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不断壮大? 那些兵力究竟是哪里来的? 又是从哪里得来的那么多强者? 有月光海贼团的人发现我了。 传递信息的海贼间谍陡然间看到几个黑影, 向着这边袭来, 立即到。 注意保护好自己。 那边传来了一道消息, 便已是匆匆挂断了电话。 而在距离和支国, 尚有一段距离的一片海域, 数艘海军军舰破浪而行, 速度很快。 甲板之上, 一位海军军官挂断了电话虫, 向着正躺在躺椅上, 戴着眼罩的蓝散海军汇报着。 海军这次派遣了一位大将和一位准大将级别的战力, 一旦有什么可乘之机, 便要将两大海贼势力一网打尽。 海军本部最高战力之一, 海军大将亲自向上推了推眼罩, 仔细听完了下手的报告, 其实戴着眼罩也不影响, 只是显得敷衍。 我们现在到哪里可? 亲自打了个哈欠, 突然感觉鼻子有些痒痒的, 只是张开嘴巴半天没有打出来喷嚏又闭上了。 报告亲自大将, 我们现在距离和之国还有一天一夜的路程。 亲自身边的海军军官连忙打到。 哦, 可以再提提速, 不然这么长时间过去, 估计战斗已经结束了。 亲自说完终于是把那个喷嚏打了出来, 一时间觉得舒服多了。 那下属连忙乘势, 忙着下达命令, 亲自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将眼罩又扯了下来。 花分两头, 与此同时的和之国一边显得宁静, 一边则是地动山摇, 厮杀声, 刀剑的碰撞声, 枪炮的声音此起彼伏。 灵后的动静很大, 导致家在中间的花之都都能不时听到一阵响动, 因为大蛇并未将此事公布出来, 此刻人们都是疑惑灵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更有好奇者亲自前往查看, 但看到数万人厮杀的场景, 一地的残骸, 鲜血甚至开始渗入花之都与灵后之间的河流。 探查的人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可以说是一路连滚带爬的逃到花之都, 将此事公布给众人。 一传十, 十传百, 结果变成了不同的版本, 以至于整个和之国都人心惶惶。 战场之上, 杰克直接化成了猛马像向着对方直冲而去, 他不知道对方到底是吃了什么东西, 竟然拥有三十多米的身高, 但是速度却是快到肉眼无法察觉, 甚至见纹色霸气都感知不到。 直接抽出他几十米的大刀砍了上去, 奥兹的力气大到出奇, 即便是海军本部的巨人中将在他手下也支撑不了几个回合。 噼里啪啦! 雷光电弧之中, 电光果斜着刀刃, 猛地一挥轰向旱灾杰克, 与其硬生生地对撞到了一起。 奥兹本就实力强悍, 只是体型庞大, 容易成为火靶子, 但是使用了响雷果实之后, 实力更是迎来了质的蜕变。 再加上两年的教导, 响雷果实的加持, 武装色霸气还在入门阶段。 我要快点将你打败, 我还要去支援其他同伴。 说着, 奥兹敏捷的挥刀, 对着杰克一连竖斩, 打得对方节节后退。 你是什么人? 杰克施展着武装色霸气硬化表皮, 尽管如此, 他还是感到身体上的麻木感, 他也很少见到这么强劲的对手, 眸子略微收缩, 他沉声问着。 我不是人, 我是奥兹。 奥兹回答一声之后, 身体之上顿时电流涌动, 渐渐地包裹住了身体, 渐渐形成了一个雷电的巨人。 巨像杰克抬着头, 瞳孔微微收缩了下, 除去天上飞的, 这么抬着头看人, 他还真的没见过几次。 这家伙, 是和靖大哥一样, 是什么特殊种族吗? 莫等杰克反应, 奥兹巨大的手掌一握, 顿时一股电流便出现了在了他的手心, 紧接着电流直冲天际, 下一刻, 滚滚天雷自天空中降落而下。 轰隆隆。 万雷。 骇人的雷弧自天空中降落而下, 这是一个大范围的攻击, 唯一的缺点就是不是很准确。 虽然没有立即命中杰克, 但是百兽海贼团的一些成员被一些闪电劈中, 一时间浑身焦黑, 口中吐出黑烟, 死伤一片。 不过, 也误伤了一些月光海贼团的僵尸, 强大的电流, 直接让尸体人间蒸发了。 拉斐特一下, 解决了数个百兽海贼团的成员, 这是一道闪电自身前划过, 但被他很是轻松地躲过了。 公鸡注意一下目标, 奥兹。 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 奥兹摸了摸头, 不好意思地回了一声。 下一刻, 他直接引导着雷电劈向杰克。 杰克一看着雷电的威力不俗, 也没有坐以待毙, 直接跺了跺脚, 向着奥兹所在的方向冲了过去。 看来, 你还真的招揽到了一些不错的手下。 不过, 很快你将会再次失去他们。 凯多挥舞着手中的狼牙棒, 招架着来自莫莉亚的斩机, 二人一会儿刀棒相交, 一会儿又各自后退, 莫过多久又站成了一团。 莫莉亚表情不变, 无数斩机尽情挥出, 看似随意的斩机, 实则可以轻松将山头削平。 那可未必, 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说不定死去的, 另有其人。 趁着莫莉亚说话之际, 凯多已经是挥棒来到了他的身前。 刨雷八卦? 棒身之上的雷电更加地纯粹, 霸王色霸气也更为的精炼, 属于是雷鸣八卦的强化版本。 下一刻莫莉亚身上契机大胜, 剑一纵横, 挥起一刀就是赢了上去。 天锁斩月, 又是一阵仿若地震天崩火山喷涌的剧烈动静, 二人的武器之间仿佛有一股能量光团, 散发出恐怖的能量波浪, 震荡着空气, 撕裂着大地。 没想到, 和你战斗, 还真是享受呢。 凯多突然大笑了起来, 好像觉着这样的战斗, 非常的有趣。 鸣爹! 凯多挥舞着手中的铁棒, 一道柱形的棒器直接凭空而出, 以一种横扫一切的姿态, 直接扫向身前的一切, 包括身前的莫莉亚。 只不过, 下一刻, 莫莉亚身影却是已经原地消失了, 那道强烈的棒器直接从莫莉亚刚才的位置穿了过去, 之后重重地砸在了不远处的地面之上, 顿时一阵轰鸣, 强烈的爆炸, 直接将僵尸士兵连带着活人炸飞到了天上。 嗯? 凯多瞳孔茫然收缩, 莫莉亚竟然在她的眼皮子底下, 凭空消失了。 不, 并没有消失, 那股气息还在, 影子连雀闪? 暗影模式。 一瞬间, 一道黑乎乎的影子直接贴地而行, 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向着凯多的位置所在逼近。 莫莉亚竟然直接化成了一滩影子, 自身隐秘在阴影之中, 只有到达猎物身边才会显出身影。 影子转化成了人, 只是刹那, 莫莉亚直接使用全身的力气瞬间斩出。 很显然, 凯多也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招数, 有些大意, 猛然间一道斩机袭来, 来不得闪避, 实实在在地用身体扛下了这一击。 一道数米的巨大斩机直接击中了凯多的胸膛, 并且斩机并没有立即停下来, 而是携带着向后抛飞。 当凯多稳住了身形之后, 直接将那股斩机波及的粉碎, 它本来也是从空中落到了地面之上。 滴答滴答。 鲜血滴落在了地面之上刚才的那股斩机, 在其身上留下了一道不深不浅的伤口。 凯多抹了一把嘴角的血迹, 看向莫莉亚的眼神多了几分凝重。 不痛不痒吗? 现在呢? 莫莉亚虽然是很平静地说出口, 但听到凯多的耳中却是有一种别样的意味。 细血! 就像这样打败我! 还差得远呢! 说着凯多的身形开始变大了少许, 身体也变成了蓝色, 牙齿也变得尖了起来, 并且还尝出了一条长长的尾巴。 变身之后的凯多突然张大嘴巴, 顿时只见她的口中逐渐红光大盛, 并且是无比的炽热。 短暂的凝聚之后, 紧接着就是一道像是红色激光一样的 炽热光柱直射而出。 热熙! 不需要青龙形态, 她既然人兽形态便可释放如此恐怖的能量。 炽热的烈焰迎面而来, 只是莫莉亚却是不闪不闭, 只见她不慌不忙地倒吸了一口气, 脸颊一下变得鼓鼓的, 下一刻, 一种无形的能量在其空中聚集。 引龙的咆哮! 一团狂暴的暗影能量直接倾泻而出, 直接迎向了射来的热流, 只是瞬间便已是碰撞到了一起。 论强度, 论规模, 竟然一点都不不弱于凯多的热熙。 第191章 醉酒状态 泰坦与龙 嗡! 热熙与暗影飓风汇聚一起, 顿时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 仿佛两条赤黑巨蟒, 相互撕咬, 互相攻伐, 在这一过程中发出刺耳的响声。 几乎是没有多久, 这两道吐息越来越短, 最后只听一道轰鸣之声, 顿时就爆成了一股气团四散开来。 气团四散, 与之散开的还有一股恐怖的气浪, 将方圆几十米都笼罩在了气浪烟尘之中。 而在那爆发的气浪之中, 忽帝一道暗影团陡然破开了暗眼的遭遇, 向着正在原地的凯多鸡舍而去。 两相比较, 竟是莫利亚的影龙咆哮更胜一筹。 嗯? 凯多瞳孔猛的一缩, 眼中露出了一丝的不可置信, 他没想到, 自己能够将蒸发的热熙竟然被对方正面击溃, 并且对方还要强上一些。 正在交战的百兽海贼团成员们, 正看到这一幕, 他们本以为莫利亚被打得落荒而逃, 但没想到, 现实发生的一切, 也让这些人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凯多大人的热熙就这么容易被化解了,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怪物, 竟然也能从口中发出吐息。 在暗影能量团到达凯多身前的同时, 后者猛然挥动手中的狼牙棒, 瞬间将其击溃。 如果是龙形态的热熙, 可能威力就要大上一些, 不至于是现在这个结果, 半兽形态虽然身形更加的敏捷, 破坏力却要大打折扣。 刷! 正在百兽海贼徒的人们正在被眼前的一幕所震惊之时, 一道剑光已是划过了众人。 这么是战争啊, 三心二意, 可是会没命的。 拉斐特收刀入鞘, 刚才剑光所触及之人瞬间瞪大了双眼, 他们的身前鲜血喷涌而出, 只是片刻便已是有人颓然地倒在了血泊之中。 魔鬼巡警, 拉斐特。 有的人坚持到说了几个字, 便面带不干地扑倒在地。 拉斐特却是一脸的笑意, 根本对于这些死人临死前愤痕目光毫不在意。 如果能让那位成为海贼王甚至世界之主, 即便是使用一些阴损的方法也在所不惜。 相比之下, 这事也不过是小儿科而已。 如今的战场之上, 总体来说是月光海贼团占优。 虽然百兽海贼团麾下的普通成员 要比月光海贼团的僵尸兵要强上不守, 但是, 僵尸兵的优势在于缺胳膊断腿, 也能继续进行战斗, 并且还有重要的一点。 月光海贼团干部数量要多一些, 就像卡里布克里布这样的干部, 甚至找不到与之对应的干部进行战斗, 无奈到最后也只能拿着铁仙和锄头挥舞 像百兽海贼团的普通成员。 你不要过来啊! 不远处的一片空地, 一个蓝头发的女孩正在追逐着另一个粉色头发的女孩。 你个胆小鬼! 有种你别跑! 蓝头发的小女孩跑着跑着身形突然发生变化, 渐渐的粉嫩的肌肤也开始变得粗糙起来, 不多时便已经是变成了一条恐龙。 他竟然是动物系恶魔果实古代种的能力者。 从外貌上来看像是霸王龙, 只是从体型上来看要小上一些, 并且额头上还有着一块凸起, 是肿头龙。 竟然敢欺负我亲爱的弟弟, 你完蛋了! 润提一边大吼着, 一边向着在身前飘飞的佩罗娜追去。 哼! 润提的脚下能然一踏, 下一刻地面瞬间碎裂, 他整个人也一下跃至半空, 随即脑袋对准了佩罗娜的背影, 身形如同炮弹一样射了出去。 去死吧! 润提话音尚未落下, 脑袋便已经到达了佩罗娜身后的一米距离。 可正当润提的脑袋触碰到佩罗娜之时, 前者瞬间发现有些不对了。 哼! 润提的脑袋直接穿过了佩罗娜的身体, 想要再杀住车却已经为时已晚。 只见他瞬间脑袋插入了十几米的地面之下, 脑袋插在土里, 身子却是露在外面。 拔了半天, 终于这才将脑袋拔了出来, 有些惊恶与愤怒地盯着飘在空中的佩罗娜。 呵罗呵罗呵罗, 现在的我只是灵魂状态而已。 那么就看, 是你先发现我的本体在哪里, 还是我先在这里把你解决掉。 佩罗娜对着润提做了个鬼脸, 拉着眼皮吐了吐舌头, 这可将对方给气炸了。 消极幽灵。 幽灵状态的佩罗娜小手一挥, 顿时竖到白色的幽灵, 直接从其身体飘飞而出, 像是锁定了目标一样, 直接向着润提飞去。 这是什么鬼东西? 滚开啊! 润提大叫着, 虽然她的胆子不小, 但这白乎乎的幽灵飞过来, 还是让人有些毛骨悚然。 白色的幽灵, 就像是狗皮膏药一样, 怎么甩也甩不掉。 扑通! 在被幽灵穿过身体之后, 润提瞬间扑倒在地, 也在这一刻便回了正常人的形态, 我竟然喜欢自己的弟弟, 我不配来到这个世界上, 希望下辈子可以成为一条虫子。 听到润提的话, 佩罗娜在空中毫不厚道地无嘴而笑。 只是片刻, 润提便从消极中缓过神来, 怒不可遏地盯着佩罗娜。 你这混蛋, 你对我做了什么? 回应她的又是一记消极幽灵, 只是一处便再次匍匐在地。 佩罗娜的消极幽灵, 可能对非常消极的人, 亦或是能够熟练掌握霸气的人起不了什么作用。 但是对于像润提这样的家伙, 可以说是百事百灵。 看到自己将这个暴躁的肿头龙收拾得服服帖帖, 佩罗娜有些洋洋得意。 同时对于莫里亚那边的对战也有些担心。 似乎想到了什么, 佩罗娜突然鼓起了脸颊。 至于原因, 是莫里亚不允许她参战, 同样也没有任命她为反对队长。 她之所以出现在了还是偷偷跑来的, 这让她一直气到现在。 战场的另一边, 莫里亚已经是再次与凯多厮杀到了一起。 两个人可谓是个显神通, 花里胡哨且威力不俗的招式是一个接着一个。 虽然彼此都没有伤到对方, 但是周围的人和环境就遭殃了。 凯多不愧是肉身程度到达世界顶尖的家伙, 只是这半天的功夫, 胸前的伤口不再渗出血液, 并且渐渐地开始结痂。 多少年没有这种感觉了, 上一次还是十五年前, 光约玉田那家伙说话间, 凯多再次将莫里亚的斩机打退, 肆意地笑着。 越适合强者进行战斗, 凯多越有一种乐在其中的感觉。 莫里亚再次施展影之帘雀闪。 整个人就化作了一团黑影, 黑雾连绕间, 不见其人, 只见黑影之中的刀光剑影。 凯多不断地后退, 手中的狼牙棒或横获利, 不断地抵挡着莫里亚如同狂风骤雨般的进攻。 尽管凯多的速度并不慢, 甚至可以说是快到如同闪电, 但还是比暗影形态下的莫里亚慢上许多。 莫里亚的速度越来越快, 几乎快盗用, 肉眼察觉不到。 即便是凯多, 渐渐地也感觉到了一丝吃力。 金刚, 跌! 凯多的身形猛然后退, 而在后退的途中, 只见其猛的一挥手中的狼牙棒, 瞬间, 一道数米的紫色棒气击射而出。 莫里亚见凯多抽身而退, 正打算乘胜追击, 当看到无比凌厉的棒气之后, 便立即打消这个念头。 止住身形之后, 莫里亚用力握住刀柄, 一道同等规模的剑气便是迎了上去。 嗡! 嗡名声中, 进阶消散。 咕嘟咕嘟咕嘟。 也就在这时, 凯多突然解开了腰间的细带, 将酒葫芦拿到了手中。 仰头咕嘟咕嘟, 将葫芦中的酒水喝了个干干净净。 真是痛快! 凯多喝完酒之后, 将葫芦随手一丢, 不知是说的酒喝的痛快还是说的战斗的痛快。 莫里亚没有说话, 灰刀斩了上去, 只见对方晃晃悠悠, 步伐也变得凌乱了一些。 嗯? 莫里亚有些疑惑, 只觉得对方浑身都是破绽。 难得的机会, 也就当莫里亚灰刀的瞬间, 只见凯多身上的气息一下子就变了。 肉眼可见的, 凯多的身上鳞片的颜色开始变得更深, 气息也变得更加强盛了几分。 大威德, 雷鸣八卦! 莫里亚感受那道狂暴的气息顿绝不妙, 只是现在反应过来已经为时已晚了。 只见缠绕着霸王色霸气的狼牙棒直接挥到了她的身前, 这上面蕴含的能量无疑比普通的雷鸣八卦多出了无数倍。 无法利用斩阅抵挡, 莫里亚直接施展武装色硬化全身。 下一刻, 紫色的闪电直接重重地砸在了莫里亚身前, 她整个人也是直接被带飞出去。 这一招是所凝缩的闪电威力巨大, 被其击中甚至可以说是如同河豹, 只听一声轰鸣, 莫里亚便已是重重地落在了地面之上, 而她所落下之处瞬间形成了一道巨大蘑菇云。 一时间, 场中竞技无声, 也可以说被这一道巨响给盖住了。 船长! 莫里亚大人! 这突然的动静也是牵动了场中每一个人的神经。 受到如此威力的攻击也由不得他们不紧张, 这场对战就仿佛像棋一样, 任何一方的王没有了。 这么就算剩下再多的棋子也是输了。 百兽海贼团的众人突然有些兴奋, 佩罗娜正想赶过去, 距离有些远, 也看不不清局势。 霍斯曼见此情形, 脸色瞬间就冷了下来, 气质也仿佛变了一个人。 其实, 她并不是纯种的毛皮族, 而是毛皮族与人类的结合的产物, 因而会有一同, 一眼人同, 一眼兽同。 并且, 她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那就是她的身体里住着两个灵魂, 准确来说是两种人格, 一种偏瘦的憨态可居, 一种是偏人的敏感。 前者是主人格, 后者只有极少数时候会出现。 你的对手是我? 看到霍斯曼突然气势一变, 准备另一个方向而去, 静直接挡在了她的身前, 堵住了她的去路。 霍斯曼本就看到莫利亚受到重击而愤怒, 此刻静挡在有气没地方出的前者身前, 顿时就像是点燃了火药桶。 So! 静也是分神探查着凯多与莫利亚的对局, 可是这一不注意, 却见一道黑影直接出现在了她的身前。 紧接着, 一股大力将她扑倒在地, 还没反应过来, 砂锅般的拳头已经是招呼到了她的脑袋上。 让你拦我, 去死! 几拳下去, 静的头盔直接被打烂了, 帅气的容颜也暴露了出来, 只是眼前之人并没有在乎这个, 直接又是几拳重重地招呼上去。 静已经被打得满脸是血, 这才反应过来, 用尽全力将身上的家伙甩飞出去, 整个人仓皇地飞到了空中, 直到到了空中, 还有着一丝心有余悸。 而此刻气浪之中, 一道身影也是缓缓地站起身来。 莫利亚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再次回到了战场之上。 大意了, 莫利亚按住了一把刀的刀柄, 不过, 想这么轻松地打败我, 不要太一想天开了。 恶鬼缠身! 瞬间铠甲遍布全身, 身上散发的气息也随之提升了一个台阶。 万姐! 足下一踏, 莫利亚再次逼近了凯多, 两人再次站坐了一团。 看到莫利亚没事, 月光海贼团的众人这才送了一口气。 凯多虽然是喝了酒, 但是却有没有完全醉, 还存有意识, 不然的话也不会那么轻松地应付着莫利亚的攻击。 轰轰轰, 砰砰砰, 两人就这样, 从地面上打到空中, 又从空中打到地面。 每一次碰撞都是撕裂虚空, 震动天地。 人们此刻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两只披着人皮的怪物。 真是不爽, 难得的醉意都没了。 也不知过了过久, 凯多的眼神逐渐恢复清明, 盯着身前的莫利亚道, 是时候该结束了。 话音落下, 只见凯多身形一边, 一头几百米的蓝色巨龙直接冲天起, 冲入云层之后又迅速回返, 之后便盘旋在空中, 一双龙目注视着有些渺小的莫利亚。 呵呵, 正有此意。 莫利亚淡笑一对, 紧接着无数的丝线连接到了场中的僵尸身上。 一个影子, 十个影子, 五十个, 一百, 五百, 一千。 一道道影子被莫利亚吞入体内, 在影子进入身体之内的同时, 莫利亚的身体开始迅速变化, 变得与原来的样子截然不同。 但这一千个影子以后并没有结束。 五千, 一, 万, 万影。 那道身影在周围人吃惊的目光中慢慢增大, 直至定型。 零后, 一头参天的巨兽拔地而起, 那巨兽眼睛通红异常, 头上长着一对又粗又大的鸡脚, 浑身皮肤普通像是附着一层结实的铠甲一般, 浑身散发着恐怖无比的气息, 只是喘息的气流都能让人胆寒。 莫利亚只是一呼气, 顿时强大的气流便将周遭的尸体吹得飞起。 此刻的莫利亚就像是一个泰坦巨人一般, 下方的人仰视只觉得对方头顶着天, 可谓大到害人。 方才还庞大无比的巨龙, 在这一刻也不是那么大了。 第192章落幕 月之送葬 何之国, 灵后战场, 巨大的动静直接引起了场中所有人的注意, 毕竟陡然间出现了两到几百米的身影, 想装作没看见都难。 空中, 凯多看到身前那庞大的身影眼中不由地闪过一丝惊异。 万影, 已经可以做到这种程度了吗? 他记得12年前, 莫利亚也就只能承受1000个影子而已, 而现在, 竟然能够吞噬掉之前的10倍。 晦及万影之后, 再次打量周遭, 这一切都那么地渺小, 站在灵后, 可以清晰地看到隔阂相望的花之都, 就仿佛站在山峰之上, 百米长的巨龙也不过就像是粗一点的巨蟒。 又化! 莫利亚的手掌触碰到了身体之上, 下一刻, 因为吞噬影子而变得臃肿的身体, 开始渐渐变得匀称, 渐渐地变得就和原来的体格一样, 只是是增大了无数倍。 至于知道我到了哪种程度? 那就要看看你自己了。 莫利亚低沉沙哑的声音响了起来, 即便是压低了声音, 但此刻依旧是使得周围的众人鼓膜振战。 影之破坏炮! 轰隆隆! 莫利亚攥紧拳头, 对着凯多所在方向就是一拳挥出, 这一拳的强大, 无庸置疑。 要知道, 只是牵引的莫利亚便可一拳打碎一座岛屿, 万影的莫利亚这一拳的威力又是何其的恐怖? 只听一声扭曲空间的轰鸣音爆之声响起, 莫利亚的拳头就如同是一颗陨石, 产生极为强烈的缓扑空气之音, 速度也是不慢, 只是眨眼的功夫, 拳头已然落到了凯多的身前。 哄! 体型庞大的凯多躲避不及, 被这一拳实打实地打在了脑袋之上, 一时间火光爆发在两头巨雾之间, 下一刻, 蓝色巨龙身形倒飞而出, 重重地砸在了远处的山丘之上。 一脸撵平了数座山丘, 那身影才堪堪落下, 山峰断裂滑落, 所产生的尘埃烟尘将其身形掩盖其中。 人们的目光也被巨大的声响吸引了过去, 尤其是百兽海贼团的众人都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凯多大人, 竟然只是一拳就将凯多大人打飞了, 这究竟是什么怪物? 这一幕也瞬间重挫了百兽海贼团的锐气, 当然, 月光海贼团的也没有什么颓势, 毕竟他们大多都是僵尸, 而且多数都没有思想。 莫利亚盯着凯多落下的地方, 他当然不会认为凯多这么轻易地就败了。 果然, 下一刻, 巨龙直接破开了缭绕的烟雾, 腾空而起, 嘴里已经是酝酿着火焰。 热熙! 尚未散尽的烟尘中, 一团火柱直接将其前者破开, 向着巨大泰坦巨人直射而去。 影龙之息! 莫利亚就像是一个人形的怪兽一般, 只是张口间便是一团黑乎乎如同飓风般的冲击波直射而去, 瞬间便将凯多的热熙吞噬殆尽。 尽管莫利亚此刻的防御力即便被击中了也不会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但他也没有硬抗的必要。 吐熙, 他也有。 凯多眼见比先前黑色吐熙要强烈数倍的攻击向着这边袭来, 足下瞬间生出了燕云, 他也踩着前者直接躲避开来。 黑色的吐熙落到的地面之上瞬间出现而来一道深不见底的巨坑。 凯多也没有时间注意这些, 此刻他的神情凝重无比。 他没想到莫利亚会变得如此之强, 这已经早早地超出他的预期。 龙卷坏风? 凯多身体盘旋而起, 龙驱向陀罗般做出旋转的动作, 顿时周围的气流发生了变化。 随之, 无数道龙卷风将其包围其中, 周围沙石飞舞, 一些实力较低的人们也被吹到了空中。 动, 动, 动。 一地洞山摇间, 莫利亚直接迅速拉近与凯多的距离, 对周围的龙卷风视若无睹。 见莫利亚横冲直撞而来, 凯多直接张开了大嘴。 只不过, 这次并不是什么烈焰吐息。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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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之呼啸声中, 只见无数风刃蹦射而出, 就仿佛是剑豪挥出的一道道飞翔斩击一般。 在风刃击射而来的同时, 莫利亚的周身瞬间营绕无数的巨大跃刃, 跃刃们将前者团团围住, 护在其中。 跃破灾窝。 风刃在接触到跃刃之时, 只是一瞬间便被斩落。 凯多见此证准备收口转换攻击, 莫利亚却是到达身前。 只见莫利亚挥起入一艘军舰大小的拳头, 一记左勾拳, 一记右边腿。 一拳正中巨龙的面纹, 腿则是踢在了长长的龙躯之上, 至于踢到哪里, 难以分辨。 受到一记重拳之后, 巨龙的脸直接就凹陷了进去。 不过这也只是暂时的, 等凯多反应过来之后, 立即用身体缠住了莫利亚。 当缠住了莫利亚之后, 他立即将脑袋转到了莫利亚的后脑勺, 他是防备着莫利亚距离那么近, 释放吐息。 你完蛋了。 凯多见莫利亚被自己缠绕其中, 双手无从发力, 顿时得意一笑。 莫利亚用力拉扯着盘在自己身上的龙躯, 只感觉越拉越紧, 到最后以至于陷进了肉里, 以至于放不下手指。 凯多话音落下没多久, 莫利亚只觉身后红光大盛, 紧接着便是传来了炽热的感觉。 火焰渐渐营绕在二人的身体之上, 那火焰的威力丝毫不弱于之前的龙之吐息。 凯多竟然想着就这么烘烤致死, 甚至是直接融化。 哦? 是吗? 言语间, 莫利亚周身无数月刃营绕, 他再次施展月婆栽窝。 如此距离, 凯多可以说是直接用身体抗下了多有攻击。 虽然凯多是以防御力著称, 但是这也要分人。 只听一道隐隐约约的痛哼之声, 龙躯之上也留下了数道刀口。 但是凯多却没有就此松开莫利亚, 而是加大了火力。 莫利亚自然不会任由对方下去, 其温度渐渐地堪比岩浆, 即便莫利亚防御力再强, 也要承受不住了。 见来, 莫利亚意念一动, 瞬间腰间的佩刀发出一道清明, 紧接着斩月直接自行漂浮空中, 并且身形逐渐变大。 由原来的一米有鱼, 斩月直接自己确定了目标, 向着凯多的龙手直接斩去。 之所以斩月能够在空中肆意地飞行, 那是因为二臂佩戴了符咒, 这才在塑形之余操控斩月。 但就这么斩杀凯多, 很显然是不现实的。 在凯多被斩月分散了注意的同时, 莫利亚直接施展优化。 下一刻, 一个身形比之先前更为苗条的巨人出现, 只是瞬间便已是摆脱了巨龙的束缚, 并且他一手握住了刀柄, 对着身前的巨龙骤然斩落。 月龙转尾, 感受到头顶无比凌厉的斩击, 凯多感觉如果毫无防备地就承受如此一击的话, 估计真有可能交代这里。 用尽全身力气, 龙手之上汇聚着双色霸气, 就这么直接顶了上去。 哄, 尚未接触便是一阵巨响, 周围天空之中顿时电闪雷鸣, 黑红色的闪电充斥着天空, 就仿佛空间被撕裂出一道道口子。 在一段时间的碰撞之后, 一股恐怖的能量直接从两人之间爆开, 两人只是短暂地各自向后推了少许之后, 便又是碰撞到了一起。 如果此刻莫利亚吸收的是一万个强者的影子, 可能战斗已经结束, 只是这影子质量太过普通, 也就占了个量大的优势。 很不错, 不过, 我看你到底能坚持多长时间? 凯多现在是毫无保留, 有着和莫利亚交手的经验, 她知道对方的这个招式并不能一直使用, 只要拖到对方能力失效, 到时候就是她出击的时候了。 哼, 那就要看看你能强撑到什么时候了。 莫利亚说话间又是握住斩月, 一刀斩向凯多, 后者刚要开口, 见此情形指得将到了嘴边的话, 又咽了回去, 专心致志地进行战斗。 每一次碰撞, 仿佛整个和之国都随之震动, 临后, 此刻已经是没有一块好的地方, 到处都是尸体, 血液顺着河流注入了大海, 以至于瀑布都成了血色。 不远处, 和之国最为富饶的地方, 花之都, 此刻也是人心惶惶, 因为距离较近的缘故, 交战的动静传到了这里, 就仿佛是地震来袭, 一声接着一声的轰鸣, 让人坐立难安。 时间渐渐地推移, 渐渐地, 临后战场的局势, 渐渐地明朗起来了。 已经有的干部分出了胜负, 凭借人数的优势, 即便打不过, 也有人替补, 自然最后, 被打败的是, 百兽海贼团的干部。 最先战败的是, 润体姐弟二人, 他们被佩罗娜的幽灵, 耍得团团转, 直到最后, 也没有找到后者的本体在哪里。 第二个战败的是, 黑色玛利亚, 现在二十岁的她, 体型已经比场中所中, 除巨人族之外的所有人都要高大。 只是她的对手, 是迷你果实能力者, 莉莉, 恩斯特马克。 其小可以变成五毫米, 小到肉眼难以察觉, 大到十几米, 这使得黑色玛利亚对战起来, 毫无优势可言, 只有全程挨打的份。 不过黑色玛利亚, 却也能算是打败, 她是主动投降的,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被莉莉随口的一句话给吓到了。 莉莉无意间说出了她的绝招, 她能变小, 钻进对方的身体里, 然后直接变大, 将人称爆。 黑色玛利亚一听就投降了, 被打死倒不足为惧, 只是这种令人发寒的死法, 她可不想尝试。 至于其他干部, 一时间还分不清胜负。 哄, 哄, 此刻已是夜间, 昊跃千里。 莉莉亚和凯多继续激战着, 此刻整个零后战场已经被打得一片狼藉, 好的地方几乎没有, 这其中九成都是二人的战斗造成的。 凯多有些惊骇, 没想到莉莉亚竟然维持这种状态那么长时间, 竟然还没有要解除的意思。 怎么可能? 你为什么能坚持那么长时间? 凯多呼着气, 显然那么长时间的战斗已经将她的体力快要消耗光了。 哄, 那不过只是你一厢情愿罢了。 莉莉亚开口道, 不仅是凯多, 她的体力也是消耗了大半。 时间越久, 体内的影子愈发蠢蠢欲动, 需要分散一部分心神进行压制。 不过, 看样子, 你快坚持不住了吗? 凯多突然笑了起来, 不得不说, 动物系恶魔果实的恢复力着实有些恐怖。 打败你, 足够了。 莉莉亚眼神冷然道。 哄, 正在两人交战之际, 不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又一场战斗, 分出了胜负。 圆圆月亮高悬空中, 月光之下, 一道高大的身影破开了烟雾。 她的身上被长长的雪白毛发所覆盖, 如同身着银装一般, 在毛发裹挟之下, 是一只红红的眼睛。 毛皮族的真实姿态, 通常在满月条件下触发的月之狮子。 只见她的手里, 正拖着一个和其体型差不多的黑影。 靖。 凯多只是一瞥, 紧接着, 脸上便布满了震惊之色。 她没想到, 作为骑手下头号猛将的劲, 竟然会败, 是败给了一个。 毛皮族, 莫利亚嘴角微微上扬, 二狗, 这回可算是离大功了呀, 这倒没有出乎她的意料。 虽然看起来是个憨批, 但是实力还是有的, 加上百兽王化地气, 飘飘果实, 以及满月的月之狮子。 如果这要是再打不过, 可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陡然间, 莫利亚感受到了身前一股浓郁的杀气。 你是不是忘了? 你的对手是我? 莫利亚冷然开口。 你们都要死。 凯多眸中闪过一丝怒意。 无能狂吹。 莫利亚讥讽道, 既然如此, 也只能让你永远地闭嘴了。 说着, 莫利亚巨大的身影竟是飘到了空中, 只见其手中的斩月刀 划出了一个圆月状之后, 举过了头顶。 煞时间, 仿佛有无穷无尽的能量在其头顶凝聚, 建议, 一瞬间便突破天际, 在这一刻, 仿若白昼, 未有的凝重。 紧接着, 龙躯之上熊熊烈焰燃烧, 火光普照大地, 地面之上的人都快要被如此强烈的火焰融化。 蓝色的体表也渐渐地变成了红色, 仿佛这是一头天生的火龙。 生龙, 火焰八卦。 凯多一声怒吓, 随即踏云而上, 火龙大聚的头部凝聚着霸王色霸气, 其散发出的威力前所未有的强。 另一边, 莫利亚的斩机已然成形, 只见那仿佛要将天劈开的斩机骤然斩落。 月之颂葬。 瓮。 手中斩月斩落瞬间, 其散发的剑气仿若天上之月陨落而下, 散发出耀眼的白光, 划破虚空, 斩向龙手。 天地一色, 月光耀眼, 人们甚至无法与之对视。 刺耳的声音从高空中传出, 强风裹挟着闪电, 在夜空中格外地显眼。 两股冲击波相互冲击, 炸裂与轰鸣之声一阵乱响, 传彻云霄。 下一刻, 恐怖的气浪席卷四面八方。 哄。 只听一声巨响, 一道巨大的身影从高空中坠落而下, 重重地砸在了地面之上。 哗啦啦。 同一时刻, 灵后大帝再也不堪重负, 直接坍塌下去, 石头连带着泥土正不断地落到海中。 它裂开了。 尽管身形不稳, 摇摇欲坠, 但是此刻所有人都无比关注一件事。 到底谁是最后的胜者? 第193章退海军, 大河的消息。 河之国不远处的海域, 黑暗的海面之上灯火如豆。 那是数艘军舰上传出的灯光。 哇。 也就在他们已经距离很近的时候, 突然天空突然洒下洁白的月光, 顿时军舰之上的人们感觉视线都清晰了, 仿若白昼一般。 还没有等他们疑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 突然一条火红的巨龙冲天起。 人们这才看到了天空之中手握巨大光剑的巨人。 一时间,即是惊骇, 又是有些惊恐。 那是月光莫丽亚。 那么那条巨龙是百兽凯多。 有人认出了天空之中的两道身影。 轰隆隆。 巨龙与巨人碰撞到了一起, 顿时空间撕裂, 轰鸣之声响彻天际。 整个河之国似乎都在震动之中。 河之国周遭的海域顿时狂风大作, 海浪一波高过一波, 渐渐地有种要发展成海啸的趋势。 而距离不远的军舰们就遭了殃。 惊涛骇浪之中, 军舰在海面上忽高忽低起伏不定, 随时都有轻负的可能。 但好在, 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很久。 又是一道巨响传出, 紧接着就传来了山岳崩塌的巨大声响。 但与此同时, 先前席卷四面八方的恐怖气浪也随之消失。 似乎是胜负一分了。 两久之后, 周围也恢复了平静。 先前耀眼的白光也渐渐地收敛, 暗淡下去。 人们这才得以看清楚如今情况。 是凯多大人。 察觉到了那被击落的身影是凯多。 百兽海贼团的众人脸上都是写满了惊骇。 凯多的龙身在下落过程中渐渐地化成了人形, 之后便是重重地落在了灵后的地面之上。 在这一刻, 支离破碎的灵后大地再也支撑不住, 轰然崩塌, 伴随之轰隆隆地声响, 直接倾覆海中。 而凯多的身影也连同地碎石沉入海中。 由于正是夜晚, 具体情况并不能清楚地看到。 怎么会? 凯多大人怎么可能会败? 我一定是在做梦。 百兽海贼团都是一脸的难以置信之色。 他们的老大可是被誉为海陆空地表最强生物, 怎么会被人击落海中不省人事? 他们都不愿相信这个结果。 哦哦哦。 月光海贼团的众人连同僵尸见状, 顿时就是珊瑚海啸般的呐喊。 这一道呐喊, 也将思绪飘远的百兽海贼团众人拉回了现实。 明白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之后, 百兽海贼团的众人顿时肝胆剧烈, 也根本踢不起什么战役。 干部们大多已经战败。 如今, 作为精神支柱的总督凯多又被击落海中, 这一刻, 胜负已经注定, 他们就算是做抵抗也无济于事。 呼, 这算是赢了吗? 天空之中的莫莉亚长呼了一口气, 看到凯多失去意识地变成了人形态。 他喉头一甜, 顿时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坚持到现在, 似乎已经是极限了。 体内的一万个影子在蠢蠢欲动, 莫莉亚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看到战局已定, 莫莉亚不再控制体内的影子, 将体内的影子分到了地面上僵尸的身体里。 做完这一切之后, 他的眼皮感觉是无比的重, 不过却也并未因此失去意识。 几个会非干部的见状连忙迎了上去, 佩罗娜最先赶到, 只不过他也只能干着急, 因为此刻的他只是幽灵状态。 霍斯曼和拉斐特一左一右, 将莫莉亚带到了地面之上。 其他的干部们和僵尸大军则开始乘胜追击, 轻扫战场。 无疑, 这场战役是月光海贼团营了。 零后, 一半跌入了海中, 而在另一半的地面之上, 岩石之后的一道身影再次向着外界传输着信息。 是月光海贼团营了, 月光莫莉亚将百兽凯多打落在了海中。 这位小哥你好, 我能问一下, 你是在和谁进行通话吗? 在其侧后方突然传出了一道陌生的声音。 是, 嗯? 那名海军的安插在百兽海贼团的卧底本能地就要回答, 但只是一开口就反应过来了, 立即就是一脸的惊骇。 那人缓缓转过头去, 只见在他的身后, 一大一小的两颗眼珠子正在一眨不眨地盯着他, 并且还伸着舌头, 如同蟒蛇土性一般, 距离很近, 亲身经历只觉异常的渗人。 啊! 一声惊叫, 电话重落到了地面之上, 那人被这陡然出现的人影彻底吓到了。 007号? 发生了什么? 听到请回答, 发生了什么事? 电话那头传来紧张的询问之声。 海军? 身后之人笑着询问道。 再次听到这陌生的声音, 电话那头顿时就不说话了。 不是, 那海军卧底还没有把话说完就被打断了, 可嘿嘿嘿, 说谎之人可是要被活埋的。 你做好准备了吗? 是月光海贼团的事发的卡里布。 声音戛然而止, 电话那头也只听到了这么个名字,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卡里布的手掌捂住了那海军卧底的嘴巴, 手上的泥巴将其捂得严严实实, 以至于对方都有些喘不过气来, 即便是手脚并用也无法挣脱身前之人的束缚。 紧接着, 卡里布并没有如先前所说的那般将其活埋, 而是将其带到莫利亚身前。 老爷, 这家伙是海军安插在百兽海贼团的卧底, 刚才正在向外界传输的消息。 卡里布将那海军扔到莫利亚的身前, 对后者的态度与先前简直判若两人, 此刻满脸笑意。 莫利亚点了点头, 对着卡里布道, 先抓起来吧, 处理完百兽海贼团的事情之后再说。 说着, 莫利亚掏出一个电话虫, 是打给深海联合舰队的指挥官提克斯。 提克斯本就是一个经验十足的深海打捞人, 如今让其打捞沉入海中的凯多可以说是专业对口了, 应该不会费太太大功夫。 电话虫接通, 只是还莫等莫利亚开口, 那边已经传来提克斯慌慌张张的声音。 啊, 喂喂, 老大, 我正要打给你, 有海军他们向着这边来了, 有六七艘的样子, 只不过船上的人看不太清楚。 莫利亚闻言顿时脸色就不大好看了, 海军此刻派遣过来的肯定不是什么无名之辈, 这是想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等着坐收鱼翁之力。 而他此刻已经在先前与凯多的对战之中将体力几乎耗尽, 即便此刻海军派出一位大将都有可能将这只疲惫之师一网打尽。 似乎看出了莫利亚心中所想, 霍斯曼面色凝重道, 不需要你出手, 你安心休养, 剩下的交感我来解决。 闻言, 莫利亚也只是摇了摇头, 如果全胜时期的他说不定还真有可能抵挡一二, 不过对方也在先前与近的交战中耗费了大量体力, 事到如今也只能使用那个招式了, 只是那会对身体造成巨大的伤害, 不到万不得已是万万不能使用的。 扑吃, 扑吃, 就在这时, 远处两道身影游远极近, 是独匹和他的天马壮壮。 独匹似乎是听到了莫利亚的通话, 也知道如今的处境。 船长, 我倒是有办法让你暂时性恢复至全胜时期甚至过更强, 只是独匹有气无力的声音传出。 只是什么? 莫利亚和霍斯曼异口同声地问道, 独匹文言继续道, 只是强大的力量可能让人暴走, 并且具有严重的副作用, 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对身体造成极大的负担和伤害。 什么办法, 用就是了, 出了问题, 我也不会怪你。 莫利亚皱眉, 沉思片刻道, 不行, 霍斯曼立即表示反对, 用在我身上吧, 回来请我吃顿好的也就回复了。 拉斐特也不大同意莫利亚以身试险, 毕竟她是月光海贼团的支柱, 如果其出现了闪失, 到时候月光海贼团必定迎来土崩瓦解的命运。 你的心意我心灵了。 莫利亚盯着霍斯曼道, 她知道对方不想让其犯险, 无论如何, 到时候只要我没事, 一定会举办一场规模宏大的庆功宴。 你, 霍斯曼还要再说什么? 莫利亚却道, 这是船长的命令。 话到嘴边, 又不能说了, 咬了半天的嘴唇。 霍斯曼道, 你说什么大胡话? 你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有事。 莫利亚欣慰的一笑, 我们家的狗子也不是那么傻吗? 哼, 霍斯曼冷哼一声, 别过头去, 不再看他。 莫利亚也不再理会其他, 给毒Q使了个眼色, 后者顿时会议。 毒Q将手伸向了莫利亚, 嘴里还念念有词, 病毒传播, 亢奋之病。 刚开始, 莫利亚还没有什么感觉。 但渐渐的病毒开始蔓延之时, 莫利亚只觉得一股未知的能力在体内席卷游走。 紧接着, 他只觉得一股狂暴的能量直冲天灵盖, 甚至差点让其失去意识。 凭借强大的定力压制住这股力量之后, 莫利亚感觉这一刻浑身上下充满了使不完的力气。 并且有那么一瞬间, 甚至有极其强烈的杀戮欲望。 眼睛冲血发红, 差一点就会失去理智。 只是他毕竟压制一万个影子都可以, 这股欲望也很快地被其压制住了。 待身体各项机能已经是恢复至巅峰状态之后, 莫利亚飘在空中, 向着提克斯所在的位置而去。 此刻, 海军的军舰之上, 一名海军军官正在对着大将轻制抖。 报告大将, 负责联络的那名海军似乎被月光海贼团的人抓住了。 另外, 另外, 我们在周围发现了愚人和巨大海怪的踪迹。 轻制并没有立即回答, 而是站在甲板之上盯着远处的某个方向。 他, 来了, 什么来了? 那名海军军官一脸的疑惑, 看了看对方目光所及之处, 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到。 轻制却为解释, 这是一道金光闪过, 一道身披正义大厂的中年海军落到了炮筒之上, 来了吗? 波鲁萨利诺中将, 军舰上的众海军也认出了那道身影。 不过这些海军们还是疑惑, 到底是什么东西来了? 会让这次行动的两位长官如此的凝重? 不多时, 二人目光注视的地方几道身影游远即近, 正是月光海贼团的众人。 待离近了之后, 莫莉亚也算是看清楚了这次带队的海军到底是何人, 果然是不出他所料。 竟然轻制以及后世的黄元两位大将级, 倒还真是看得起他。 海军, 我不管你们是怀着什么样的目的, 我劝你们最后立即打消不该有的幻想, 不然不要怪我不顾念同盟关系。 莫莉亚顿时霸气外泻, 强大的威压铺天盖地, 将几艘军舰笼罩其中。 感受到这强大的气势, 二位领头人脸色也是微不可查地变了变。 这是一个大战过后之人该有的状态, 怎么感觉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月光莫莉亚, 首先在这里, 恭喜你打败了百兽凯多。 亲自一本正经的道, 我们这次也是执行上面的命令, 还望你将百兽海贼团残党交给我们海军。 莫莉亚不有冷笑, 还真是打了个好算盘, 不管哪一方失败都能将其抓捕, 如果两败俱伤那就一网打尽。 想要? 你们早干什么去了? 如今人被我抓住了。 你们就想不费一兵一族地要走。 莫莉亚, 脸色也是冷了下来。 现在给你们两个选择, 一立即离开, 二永远地葬身大海。 你可要想清楚了, 世界政府随时可以剥夺你七五海的身份。 刷! 我嗯。 亲自的话还没有说完, 莫莉亚直接抽出展月一刀皮下。 银白色的剑气散发出耀眼璀璨的光芒, 静直而去, 划破虚空, 发出一道震天动地的轰鸣。 随着剑气划过, 面前的茫茫海面赫然出现一道深深的沟壑, 之后的海面, 沟壑久久不合。 灵力的斩机经久不散, 一直持续到消失在视线之中, 不知其尽头所在。 军舰上众人顿时色变。 这一刀要是对方没有留守直接劈向军舰, 估计几艘军舰都要沉入海底。 真是好可怕呢。 波鲁萨利诺露出一脸猥琐的表情道。 你, 亲自半天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对方实力不降反声, 如果在这海面上交起手来, 到时候吃亏的也只会是他们。 他和波鲁萨利诺倒不会有事。 只不过, 这船上的海军估计是没命活了。 到最后, 亲自只得联系到了上面, 在两位最高将领的共同见证之下, 战国以及世界政府这才同意撤回来。 当然, 临走也带上了那位安插在百兽海贼团的卧底, 也算是此行的唯一收获了。 世界政府想象中的玉棒相争于人得利的计谋也没有实现。 在确定了海军已经确确实实地离去之后, 莫利亚再也承受不住身体上传来的异样, 只觉晕了过去。 再次睁开双眼, 已经不知道过了多少天, 只是环室周遭是在一座非常古典的建筑之中。 在他醒来没过多久, 拉斐特拉开门走了进来, 对着莫利亚道, 船长百兽海贼团的黑色玛利亚求见。 莫利亚表情淡然道, 我不是说只要是百兽海贼团的人一律处死吗? 只是他说有一件钥匙相告。 拉斐特解释道, 闻言, 莫利亚撕损了片刻, 道, 让他进来吧。 拉斐特只是出去了一会儿, 一道高大的身影便款步走了进来。 那人身材极其高大, 举手投足间, 妩媚撩人, 风情万种, 盘着长长的发迹, 身穿低胸露肩和服, 露出深深的事业线。 正是黑色玛利亚无疑了。 大人, 看在妾身主动投诚的份上, 饶妾身一命, 妾身可以提供一个可靠的消息。 黑色玛利亚跪坐在莫利亚身前, 搔手弄姿, 摇尾起怜。 莫利亚不为所动, 冷然道, 那要看看你这个消息的重要性。 黑色玛利亚嘴唇捏如了半天之后, 这才道, 妾身知道, 凯多的儿子, 大和少爷被关押在哪里。 大和? 第193章 黑色玛利亚, 大妈来袭。 和之国, 花之都。 在莫利亚昏迷之后, 便被霍斯曼等人带到了这里。 虽然不是很隐蔽, 但是里面却有着月光海贼团的数位干部共同把守, 以防心思不纯的人趁机行事。 宅邸的最深处, 莫利亚置着身子, 只觉得浑身酸痛, 使不上力气。 如果这放到以前, 估计没有多长时间就恢复如常, 这必定就是读Q所说的副作用了。 莫利亚正想坐起来身来, 因为黑色玛利亚实在是过于高大, 如今躺坐着, 却有一种仰视他人的感觉, 并且身前的两团巨物遮住了视线, 根本看不到对方的脸。 这般规模, 即便是莫利亚也是第一次见到, 估计里面都可以藏住一个普通人。 见莫利亚缓缓坐起来, 黑色玛利亚连忙上前搀扶, 察言观色的能力拉满了属于事。 虽然莫利亚还是疲惫期, 但是黑色玛利亚, 她只是动个念头就可以将对方解决掉, 因此对于对方的殷勤也没有放在心上。 当然, 黑色玛利亚也是这么想的, 就连她眼中不可一世的凯多大人都败了, 一百个自己也不是其对手。 只是一接触, 莫利亚的左臂便感受到了两团柔软, 并且是不断地摩擦着, 能够感受到有东西在上面划来划去。 并且, 黑色玛利亚的烈焰红唇在莫利亚尖尖的耳边吹着气, 似是挑逗, 后者只觉得一股体香萦绕鼻端。 给我正经一点。 莫利亚冷然道, 同时握住了下探指手的手腕, 微微用力。 大人, 你刚刚用力太大, 弄痛人家了。 黑色玛利亚称怪的声音传出, 有些发点的声音, 加之妩媚诱人的脸颊, 估计其他人听到, 怕是会被迷得神魂颠倒, 骨头都硬了。 不过莫利亚却不为所动, 对于黑色玛利亚得所作作也不奇怪, 毕竟对方本就是一个比较轻浮的女人, 轻浮还是委婉的手法, 说不好听的就是烧。 对于黑色玛利亚表现得楚楚可怜, 莫利亚并没有丝毫的同情, 她知道对方不仅烧, 并且很会伪装和演戏。 见莫利亚不为所动, 黑色玛利亚也没有再继续搔手弄姿。 他们还都是十来岁的孩子。 相信大人应该也需要 百兽海贼团的人做舌头提供有用的信息。 我自愿作为这个舌头, 虽然没有大看板们知道的多, 但除此之外, 相信你就找不出其他人了。 黑色玛利亚口中的小润和小配, 是润体以及她的弟弟配吉万。 莫利亚暗自私存, 黑色玛利亚说得也不错, 她打败了百兽海贼团自然不会立即就走了, 还会将后者挥下的财宝产业 以及无形的财宝。 比如说百兽海贼团打探到的消息全部收入囊中, 这也便需要一个地位不低的舌头。 当然, 大看板是不可能愿意吐露有用的信息的, 毕竟他们对凯多的忠心无庸置疑。 莫利亚点了点头, 如此, 现在我便不杀你, 也先不杀掉那两个家伙, 但也只是现在, 以后那就要看你表现了。 那大和少爷? 不, 是大和。 黑色玛利亚开口询问道, 她感觉大和既然作为凯多的儿子, 这次估计是凶多吉少了。 只是却见莫利亚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 她站起身来, 挑起黑色玛利亚的下巴道, 你既然说要投靠我, 那么先陪我去见一个人吧。 黑色玛利亚虽然疑惑, 但还是点了点头, 跟在了莫利亚的身后。 在引路人的带领之下, 二人来到了如同龟壳的建筑之中, 这里里三层外三层的围满的月光海贼团的人, 一进入其中, 只见月光海贼团的剩下干部都在这里了。 这里是霍斯曼用飘飘果实建造而成, 只是一进去就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不过也是隐隐地猜出了莫利亚留下她的意图。 凯多被关押在哪里? 莫利亚开口询问, 这时卡里布便凑了上去道, 老爷, 那家伙在最里面那间霍斯曼大姐头正在里面亲自看守着。 莫利亚点了点头, 这么做是完全有必要的, 毕竟凯多可是有过无数次月遇经历的家伙, 不可不防。 随即迈步而入, 但是黑色玛利亚却站着不动了。 他没想到, 对方带他来见的竟然是凯多。 多于凯多, 黑色玛利亚没有来得生起一丝恐惧, 并且心里泛起一抹异样的情绪。 莫利亚回过头去, 瞅了她一眼, 便收回视线, 自顾自地走了进去。 只是一个眼神, 黑色玛利亚只觉头皮发麻, 随即便追了上去。 如果不去, 吃早要完。 莫利亚进到最里面, 霍斯曼已经是闻着她的气味迎了出来, 正准备开口, 却看到了身后那道高挑的身影, 立即就露出凶巴巴的表情。 哪来的妖艳绝货衣服, 就不不能多穿一点。 炫耀, 她就是在炫耀自己有多大。 辛苦了, 莫利亚拍了拍对方的, 先回去休息一会吧, 剩下的交给我吧。 你身体怎么样了? 霍斯曼收回视线, 上下打量着莫利亚。 没什么大碍, 估计再过三两天就痊愈了。 莫利亚温声道, 宴会的话, 到时候回到船上一起举行, 不用着急。 我什么时候急了, 霍斯曼哼哼唧唧, 随即指着黑色玛利亚道, 她是谁? 莫利亚一本正经地解释道, 抓的舌头。 霍斯曼一头雾水, 什么是舌头? 能吃吗? 莫利亚一拍脑门, 这家伙能懂才怪, 于是解释道, 就是为了获取百兽海贼团的信息抓来的活人。 那你可真厉害呢, 什么都知道。 霍斯曼看到, 一脸看憨批的样子,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阴阳怪气道。 不是很厉害, 也就比你知道的早一点而已, 你现在也知道了, 也很厉害。 莫利亚很是谦虚道, 霍斯曼顿时背对得哑口无言, 又被这家伙装到了, 听说是抓回来为了套取信息的家伙。 霍斯曼这才算是放下心来, 打着哈欠走了, 他也确实为了看守凯多而好几天没合眼了。 莫利亚带着黑色玛利亚来到监牢之中, 里面看不到人, 只有里三层外三层缠绕的一堆链子, 这都是用海楼石制造而成的, 并且纯度极高, 为的就是对付一些危险的家伙。 刺了, 刺了, 感受到两人靠近的气息, 锁链顿时一阵晃动, 看样子里面的家伙似乎已经醒来了, 去给他把锁链拿开先。 莫利亚对着黑色玛利亚吩咐道, 我? 黑色玛利亚不敢置信地指了指自己, 待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 黑色玛利亚迟疑地一回走上前去, 心里正盘算着, 到时候是不是该临阵倒戈, 再联合凯多大人。 都是多余的, 锁链之中还有脚铐、 手铐, 甚至脖子上和腰上都有。 凯多身上衣服破烂, 此刻正处于半悬浮空中的状态。 感受到身前之人的气息, 凯多猛地睁开双眼, 怒视着黑色玛利亚道, 黑色玛利亚, 你难道要背叛我吗? 顿时一股恐怖的威压冲击而至, 黑色玛利亚顿时觉得有种强烈的窒息感与冰死感, 她额头冷汗直冒, 就算想要呼救也发不出声音。 正在此时, 一只手按在了她的肩头, 将她拉了回去。 一瞬间, 黑色玛利亚顿觉呼吸也顺畅了, 什么负面感觉在这一刻都消失了。 莫利亚就仿佛是一面墙壁, 凯多的威压根本就起不到任何作用。 黑色玛利亚看见对峙的二人, 心里想着这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表忠心的机会。 于是, 她盯着凯多道, 凯多, 我只喜欢强大的男人, 你不行, 那我只能找比你厉害的男人了。 说着黑色玛利亚趁机凑到莫利亚身侧, 依靠在后者的身上。 黑色玛利亚一凭一笑自带诱惑, 说话同样也是, 只是此刻, 凯多听到这话却是无比的愤怒。 终有一天我会从这里出去, 到时候杀的第一个人就是你这个wife。 看这两人似乎存在着什么微妙的关系。 黑色玛利亚也就高光了几秒钟, 听到凯多这话立马就不吱声了, 她还真怕凯多逃出去。 出去, 你怕不是在做梦? 莫利亚突然笑了起来。 你以为我来时找你叙旧? 我只是来娶你走你的狗命, 来祭奠我死去的同伴。 当然, 莫利亚不会简简单单地让对方死去, 而是将对方制作成尸魁。 成为尸魁之后, 其实力会大幅度下降, 不过显然现在没有考虑的余地, 只要对方活着, 必定是一个隐患。 那就来吧, 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杀的了。 凯多具备金刚不坏的体质, 曾被处以急刑几十次, 雷劈火烧还是毒青酒炮都不能伤其分厚, 因此被世人称为不死的怪物。 不过, 这完全难不倒莫利亚。 我本来想这样解决你, 不过现在改主意了。 莫利亚突然笑着道, 我要在人们的见证下处决你。 数天之后, 和治国的战争结束了。 时间没有过去多久, 此事便被传得沸沸扬扬。 不仅仅只有月光海贼团 击败百兽海贼团入驻和治国这一件事。 同样, 还有月光莫利亚被废除七五海身份的消息传出。 与此同时, 新世界某处海域, 一个长得有鼻子有脸, 还能唱歌的船只在海面上匀速航行着。 是Bitmon海贼团的女王妈妈圣哥号。 凯多的家伙, 竟然败了吗? 船舱之中, 夏洛特玲玲看着手中的报纸, 有些不愿相信。 作为曾经的伙伴, 他对于凯多的实力还是知道的。 也就比他弱上一些, 最起码他是这么认为的。 夏洛特玲玲曾经和凯多是一艘船上的伙伴, 还有着一种难言的关系。 本来前者还想着对方如果赢了, 他可以趁机索要, 摩人族奥兹。 不过这个计划, 算是泡汤了。 只是他本就是做了两手打算, 既然如此, 就只能用那种办法了。 现在我们到哪里了? 夏洛特玲玲对着身边之人问道。 长子佩罗斯佩罗伸着舌头道, 如果是按照船上卧底上次船来的位置的话, 估计还有不到半天时间就能到达月光海贼团的那艘黄金船。 夏洛特玲玲闻言似乎是不大满意, 于是夏命令道, 加快速度, 越快越好。 身边之人连忙点头乘势。 Bitmong海贼团的打算是, 趁着月光海贼团与百兽海贼团交战之际后方空虚, 从而攻占黄金之船目光, 不管对方是舒适赢, 到最后都是稳赚不赔。 赢了, 到时候以船上之人作为人质和对方交换魔人族血脉。 输了, 白捡一艘黄金打造的巨大邮轮, 划分两头, 黄金之船, 目光之城。 此刻船上之人尚且不知危险即将来临。 船上, 外人禁足的海贼团驻地。 知嘎, 一间房门被从外面推开。 维奥莱特拿着报纸走了进去, 脸上也是正面情绪居多。 他在房子里面一间一间地寻找着, 最终在厨房找到了斯卡莱特。 姐姐, 你怎么自己做饭? 这种事, 让下人做就好了。 维奥莱特抢过斯卡莱特手中的铲子,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他养尊储幽惯了, 还不会做饭。 被人做得我吃不惯, 我还是喜欢吃自己烧的菜。 斯卡莱特笑着接过铲子, 很娴熟地鼓弄了起来。 看你从进门嘴就没和尚过,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有吗? 被这么一问, 维奥莱特都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了。 半天才到, 他, 赢了? 他, 斯卡莱特瞄懂, 露出欣慰的笑容, 腾出一只手来摸了摸肚子, 流露出母性的光辉。 维奥莱特这才注意到姐姐肚子, 惊讶到, 怎么那么大了? 斯卡莱特笑了笑, 啊, 医生说, 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 那是, 轰隆隆。 维奥莱特话还没有说完, 突然耳边传来一声巨响, 随即只觉地面不停地摇晃。 发什么什么? 维奥莱特连忙扶住姐姐, 并且施展千里眼。 这么大的一艘船, 自然灾害的可能性不大, 并且船上也配备优秀的航海士, 也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唯一的可能就只有人为。 果然视线之中, 罪魁祸首连带着所在的船只映入眼帘。 船的旗帜图案是一个粉色卷发, 抹住口红的招手骷髅。 是Bitmon海贼团。 第194张日和, 轻鬼赤鬼VS大妈。 和之国, 花之都。 关于处决凯多的消息, 也在和之国内传开了。 次日处决, 晚间便有无数和之国的居民从西美、 九里、白武等地聚集而来。 百兽海贼团间接统治和之国的这些年来, 这些人们一直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如今, 百兽海贼团的众人被公开处决, 这些深受其害的人们自然不会缺席。 此刻的花之国某处, 月光海贼团的人正清点从百兽海贼团 轨岛据点的财宝电收缴来的财宝。 作为新世界的四大海贼团之一, 百兽海贼团的财宝自然不可能少。 之所以那么轻松地将各处的财宝全部一网打尽, 在这其中自然少不了黑色玛丽亚这个舌头的作用。 至于这些财宝自然不用莫丽亚亲自来竖点, 此刻她正静坐在一处房间之中。 虽然此刻并没有人看守凯多, 但是莫丽亚却并不担心。 不仅仅是有着影子带为看守, 并且八方操控的狮魁也在, 他们只见有着共享势力的轮回眼, 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 飘雪之夜, 那份激情, 相思心切, 心心念念, 再次相遇, 终于在月光之下。 房间之中, 黑色玛丽亚弹唱着三位线的声音响起, 只是她弹唱时的动作实在是难以形容, 时而如同身体之上有无数只蚂蚁在爬浑身站立, 时而又如同得到了极致的快感而面色驼红。 莫丽亚却听到兴致缺缺, 心到这什么音间音乐, 如果不是因为演奏之人, 估计这是一点优点都无。 不用继续下去了。 你难道就不会别的乐器吗? 莫丽亚拖着腮打了个哈欠, 擦拭了一下眼角的泪珠。 黑色玛丽亚文言放下三位线, 拿起身边的一坛美酒, 坐到了莫丽亚身侧。 大人, 你正是我心念之人, 这里有我珍藏的美酒, 要供饮一杯吗? 哗啦啦。 莫等莫丽亚回答, 莫丽亚端起酒碗, 喝了一口, 入口温和, 确实是好酒, 只是她并不是凯多这样的酒鬼, 可以喝, 但酒量自然不如后者。 黑色玛丽亚也是端起碗来, 浅尝一口, 随即问道, 大人似乎对声乐很失了解, 不知道喜欢什么乐器所演奏的声音。 我对音乐了解不多, 也不想深入了解。 莫丽亚没有什么表情, 不再掩饰。 你倒要一直跟着我到什么时候? 黑色玛丽亚嘴角跳了跳, 有些尴尬, 不要那么无情嘛, 我只是被大人的气质所折服, 想和大人多相处一段时间罢了。 他也不是什么蠢人, 月光莫丽亚作为一位大海贼, 心狠手辣他也是有目共睹的, 如今他的价值已经被榨干了, 知道的消息也都交代了, 随时都被会抛弃。 这样当面的话, 对方也不好直接翻脸不认人, 天知道如果他离开之后, 对方会不会派遣部下将自己处死。 毕竟他死了比活着的价值更大, 毕竟是降将, 对方肯定是心存芥蒂,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尽可能的表忠心, 让眼前的这位记住他的好。 大人, 诺, 我来喂你。 黑色玛丽亚硬着头皮夹起一块生鱼片, 在一个身前的一个小碗里沾了粘料, 正要送到莫丽亚的口中, 只是那家助生鱼片的手在半空中突然一抖, 便掉了下去。 呀! 黑色玛丽亚惊叫一声, 这顿时也就引起了莫丽亚的注意。 莫丽亚回转过头, 因为二人体型相仿, 准确来说, 黑色玛丽亚还要高尚一些。 转过头去, 映入眼帘的是雪白一片, 上面飘红。 他这才发现, 东西好巧不巧落在了二者之间。 一瞬间, 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名词, 肉加磨, 准确来说是磨加肉。 这么完事吧。 莫丽亚收回视线, 画面有些挥之不去, 他知道, 黑色玛丽亚绝对是故意为之, 以他这种实力的强者, 又怎么可能加不住一块肉? 这就算是加的, 是一百多斤的人估计后者都不会皱一下眉头。 大人, 你的武装色已经很硬了吧? 其实不用忍耐的, 黑色玛丽亚的声音传来, 紧接着她的前胸贴住身前之人的后背, 双手也揽住地对方腰放在满视肌肉的小腹, 手指在肌肉纹里之间游走。 嗨嗨。 莫丽亚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那个, 黑色玛丽亚? 莫丽亚解开身前的手, 向后退了些许, 转过头去, 与黑色玛丽亚四目相对。 大人, 我在呢。 黑色玛丽亚面带魅惑之色道。 我们还是继续刚才的话题, 来聊一聊乐器吧。 莫丽亚脸不红杏不跳道。 大人你还真是有些不解风情呢? 都什么时候了, 还能想着别的事情? 黑色玛丽亚刚开始还有点小忧怨, 但当她听莫丽亚把话说完, 立即是笑叶如花, 只听她咯咯笑道。 还是大人知道的多, 小女子还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乐器, 惊得道要尝试一下。 不多时, 其身乌乌然, 如怨如目, 如气如素, 鱼鹰鸟鸟, 不绝如履。 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 房间之外突然传来了 僵尸士兵的汇报之声。 主人, 有一个自称和之国第一花魁的家伙, 想要见主人你。 顾多。 嗨嗨。 房间之中的某人吓了一跳, 只见白皙的脖梗滚动了一下, 紧接着就传出剧烈的咳嗽之声。 莫丽亚脸不红心不跳地 摸了摸身前之人的脑袋道, 然后给她使了个眼色。 黑色玛丽亚眼泪都快下来了, 眸中充满忧怨。 你先下去吧, 我现在还有事。 莫丽亚声音温和了一些, 也不像之前那么不尽人情了。 黑色玛丽亚抹了抹嘴角, 轻轻吵了一声。 现在, 她也不怕什么了, 有着这么一层关系, 对方也不至于回头就把她杀了。 这边黑色玛丽亚刚推门出, 没过多久, 一道身穿袖有孔雀的和服, 佩戴华丽的发誓的女人便款步而入。 衣着只是次要, 重要的还是穿衣服的人本就是国色天香, 因而连带着发际和衣服也增色了不少。 莫丽亚只是抬眼, 只觉眼前一亮。 和之国第一美女果然也不是浪得虚名的, 即便是笔之黑色玛丽亚也毫不逊色。 只是这种情绪也只是持续了一瞬间, 她又不是见到女人就走不动路的家伙。 小子鼻息羞羞, 似乎在嗅着什么, 见莫丽亚投过视线, 于是连忙恭敬道, 妾身小子, 见过大人。 莫丽亚点了点头道, 你一个女人竟然敢独闯海贼团内部, 胆子不小, 并非小女子一人, 同行的还有狂死狼老大, 此刻她正在门外等候。 小子低眉顺眼地解释道, 莫丽亚也没有工夫和她多说什么, 于是直接开门见山地问, 你来做什么? 直接说吧。 没有莫丽亚的话, 小子也不敢坐下, 值得站着答道, 大人, 既然你解决了百兽海贼团的人, 难道不知道和之国现任将军黑炭大蛇和凯多的关系吗? 莫丽亚自然知道眼前的这位怀着什么心思, 她是想借着自己这把刀除掉黑炭大蛇这个仇人。 黑炭大蛇不过是凯多手下一只听话的狗而已, 暂时我也没有人选来统治这里, 如果他能给我带来好处, 我不介意继续让其做和之国的将军。 莫丽亚, 这只是说给对方听的, 黑炭大蛇这个又废物又贪的家伙, 让他心生厌恶, 莫丽亚自然不会用它, 只是在眼前之人面前自然不会直接说出来, 要将主动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 小子一听, 立马就急了, 他还真怕莫丽亚再和黑炭大蛇勾结在一起, 到时候他想要除掉这个, 害死自己父亲仇人就难了。 大人想要一条听话题一个合适的人选, 我倒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小子突然目光盯着莫丽亚道, 哦? 莫丽亚似是来了兴趣, 是谁? 说说看,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小子一本正经道, 莫丽亚瞅了瞅身前一脸凝重的女人, 突然咧嘴笑了。 你该不会说的是自己吧? 小子拍着胸脯道, 正是小女子。 看到莫丽亚没有说话, 以为对方不同意, 小子连忙解释道, 其实小子只是妾身的一名, 妾身还有一个名字, 叫做光月日和和之国上任将军, 正是妾身的祖父, 光月一族世世代代为和之国将军, 只是在这一代被黑炭大蛇用诡计夺去了。 现在她的哥哥还不知道身在何处, 现在最合适的人选也只有她了。 莫丽亚其实早就知道, 此刻听对方解释还是连连撑其道, 跟正苗红确实挺不错的。 实话告诉你, 我虽然打败了百兽海贼团, 但也不会盘踞在这里, 和之国唯一一个我看上的东西, 只有海楼石。 日和一听还默等莫丽亚说完, 顿时喜心于色道, 我答应你, 到时候海楼石你可以随便开采。 海楼石这东西对于莫丽亚来说是好东西, 但对和之国的人来说, 其实和铁矿没什么区别, 也就坚硬了些, 还不容易冶炼。 你是不是答应得太早了莫丽亚道, 虽然你其他方面都很适合, 但是却有一点是不知道的, 那就是听不听话。 如果你能说动我相信你, 那么一切都好说。 日和面带犹豫, 两久之后, 眼中闪过一丝坚定, 秀有孔雀地和浮落到了地上, 只听她道, 妾身愿意将最珍贵的东西交给你。 平日李妾身是一个轻浮的轻楼女子, 不过那都是伪装, 之所以接触那些豪生, 也不过是骗取他们的钱财。 莫丽亚一手掩面, 有些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就是亡国公主的自觉吗? 穿上衣服, 你就先勉强相信你。 不过我劝你, 最好不要生出什么不该有的心思, 不要想着摆脱我的控制。 莫丽亚道, 另外, 我不允许将来有一天和治国多出一个男性将军。 莫丽亚口中的男性将军是指的光月桃之柱, 到时候日和这个妹妹真有可能让位与她, 但听到日和耳中却是会错了意, 以为莫丽亚的意思是, 如今自己算是她的禁鸾, 不允许找别的男人。 日和之后又和莫丽亚详细交谈了一下和治国事情, 最终敲定月光海贼团掌管军事负责保卫和治国, 其他则不直接干涉。 也就在两人交谈之际, 门外又传来了通报的声音。 是和治国将军, 黑探大蛇求见。 日和文言就要躲起来, 却被莫丽亚制止了。 得到准许之后, 黑探大蛇怀着忐忑的情绪败见莫丽亚。 但当推开门之后, 入目的竟然是自己心心念念之人。 并且空气之中弥漫着一股若有若无的味道, 正处于敏感时期的黑探大蛇立即就知道了。 小子, 你想不到, 你原来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婊子。 黑探大蛇怒火中烧, 愤怒冲昏了头脑, 咬牙切齿的。 但当她的目光扫射到一旁的莫丽亚之时, 顿时如同一盆冷水泼下, 熄火了。 那个, 打扰到你们了。 那个, 黑探大蛇结结巴巴倒。 虽然心爱的女人投入他人的怀抱让她很是心痛, 但是此刻自己的小命还在对方手里, 就算不甘心又有什么用。 不, 你来的正是时候。 说吧, 莫丽亚大手一挥, 瞬间便有尸魁将其擒住, 正好见你脑袋一用。 放开我, 我可是和治国的将军啊。 黑探大蛇死命挣扎, 引来的只有冷笑, 前者还没说几句话, 嘴巴便被堵上了。 留在次日与百兽海贼团一同受刑。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已是一日。 在和治国居民万众瞩目之下, 将凯多党羽以及黑探大蛇处死。 另外也为和治国新任将军光月日和的父亲光月玉田平反。 当然, 对于日和作为新任将军, 有很多和治国的居民并不同意, 因为日和作过青楼女子, 并且和治国也没有女人当将军的先例。 不过, 这些表示不同意见的人不出意外当天就会横死家中, 一时间也没有人再敢说一个不字。 莫莉亚抽出八房, 身前浮现的高大尸馈让她很是满意。 强大的防御力正好是她缺少的。 正好可以作为六道分身。 呃, 鬼道。 之所以那么轻松地击杀凯多, 那还要多亏了罗的手术果实。 无论是多强的防御力都是屠楼。 当莫莉亚还在沉溺在喜悦之中时, 电话重传来的消息则让她瞬间变了脸色。 与此同时, 黄金之船, 目光呈。 此刻靠近港口的建筑已经有得化为废墟, 周围人发出一声声尖叫, 四处逃窜。 Big Mon海贼团的人已经登上了大船与留守的月光海贼团众人进行了战斗。 只是留守的阿布萨罗姆身着贵族战车也勉强只是三江星级别, 根本不是夏洛特·林林的对手。 因而夏洛特·林林才能在船上锁向披靡。 就连建筑都是用镀金的, 还真是奢侈啊。 夏洛特·林林笑着道, 随即他低头对着被抓在手中身上沾血的阿布萨罗姆道, 你就是船上的最高干部吗? 还真是不堪一击呢。 阿布萨罗姆怒视着夏洛特·林林, 但是什么话也不说。 哑巴啦? 说话? 夏洛特·林林手上的力气加中, 顿时阿布萨罗姆发出一道闷哼。 可就在此时, 夏洛特·林林突然紧照突生, 扔下了手中的阿布萨罗姆。 霸国啊! 下一刻, 一道强大无比的冲击波直接迸射而至, 强大的威力夹杂着破空之声, 仿佛要将空气打穿一个洞。 冲击波速度很快, 夏洛特·林林反应不及, 受此冲击直接倒飞而出。 飞出几十米外, 夏洛特·林林这才落到了地上, 稳住身形之后, 循着冲击波袭来的方向望去, 只见两位巨人正并列站在那里。 两个巨人, 一个持剑, 一个拿斧, 各自带着一个盾牌。 轻轨东立和赤轨布洛基, 第195章维国VS霸国太阳之盾。 东立与布洛基与夏洛特·林林相互对峙着。 你们是? 两久之后, 夏洛特·林林开口问道, 此刻他的心中亥然, 这两位巨人的实力远远超乎他的想象,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见到如此强大的巨人。 念及至此, 夏洛特·林林眼中闪过一抹垂弦之色, 正好他的亡国之中缺少巨人族。 如果这两位能够为其所用, 那就再好不过了。 巨兵海贼团船长, 东立! 巨兵海贼团船长, 布洛基! 两位巨人面色不善地盯着夏洛特·林林, 就像是看到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仇人一般。 巨兵海贼团? 夏洛特·林林的眼神中多了一丝迷茫, 总感觉这个名字似乎在哪里听到过。 夏洛特·林林突然陷入了回忆之中, 他想起来了, 这应该是五六十年前的事了。 当时年幼的他, 就是失手间接杀死了巨兵海贼团的原船长约鲁鲁, 因而被世界各地的巨人族仇视, 贯之以恶神的称号。 果然, 只听东立语气不善地开口道, 就是, 你杀死了约鲁鲁长老吗? 看来这事不能就这么简单地算了。 从小花园出来之后, 二人也了解了这一百年期间发生的事情, 其中最重要的自然就是巨人族长老, 前巨兵海贼团船长约鲁鲁被杀一世。 夏洛特·林林一时雨色,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约鲁鲁确实因他而死, 就算他不承认也不行。 东立和部落基之所以迎战夏洛特·林林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和后者有仇, 另一方面也是回报这段时间的款待。 当然, 这也看在侄女莉莉的面子上。 巨大的骚乱也是引来了居住在船体之下的愚人族, 此刻鱼人泰格就在船上连带着还有太阳海贼团的现任船长慎平, 同时还有和凯撒一起研究新人类的家智等人。 一时间也能应付得了Bitmon其余的干部们。 夏洛特·林林头顶的帽子飞舞而下落到了他的手中, 正是霍米兹制造而成的武器——拿破仑。 我与你们巨人族的恩怨可以以后解决, 现在我并不想和你们为敌, 让开。 夏洛特·林林盯着身前的两个就仿佛是门神式的巨人。 他并不想再次与巨人族交恶, 对方二人作为巨兵海贼团的船长相信在巨人族之中的地位也不会低。 最近他正想法设法与巨人族改善关系, 如果今日打起来之后, 估计就再也没有可能了。 东立和布洛基文言并没有一栋分喉, 依旧是挡在了夏洛特·林林的身前做出随时战斗的姿态。 看来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夏洛特·林林眼中闪过一抹失望之色, 看来今后, 万国是彻底与巨人族无缘了。 对于这两位实力不俗的巨人他也不敢大意, 刚才的那一击攻击打在其身上, 让他感受到了久违的痛楚。 夏洛特·林林握住手中的拿破仑, 顿时气势外泄而出, 发丝飞舞, 看起来有些恐怖。 威国! 翁! 翁鸣声中, 空间震荡, 空气就仿佛海水一般, 荡起一圈圈涟漪。 而在这其中, 一道巨型剑气冲击波直接斩破空间, 向着两位巨人所在方向倾袭而去。 霸国! 东力与布洛基也不敢大意, 在感受到强大冲击波泵射而来之时, 已是做足了准备, 只见二人同时将手中的武器举过头顶。 紧接着, 骤然斩落。 顿时一股强烈的能量波变是迎了上去。 东力和布洛基单论个人可能不是夏洛特·林林的对手, 但是这两位一起合作了上百年的挚友加起来的实力, 也可以和后者斑斑手腕。 噼里啪啦! 两股能量汇聚, 顿时爆裂之声响起, 随即一阵撕扯, 割裂的刺耳声音响起, 两道冲击就像是两条颜色各异的丝带相互交织, 最终在半空中枢案件爆炸开来, 顿时恐怖的气浪直接席卷周遭, 向着船上的各处而去。 一时间也分不清, 孰强孰弱, 只知道都是很强没错了。 这时, 船上留守的月光海贼团也开始疏散人群, 尽量保护这些富豪贵族们的人身财产安全, 这次Big Mom海贼团的袭击, 无疑会让目光成的名声大损, 只是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也只能尽最大, 努力做到最好, 减少船上的损失。 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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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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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山摇间, 夏洛特林林已经和两位巨人战到了一起, 拿破仑展到了两人身前的盾牌之上, 而二人的武器则落到了前者的手臂之上。 夏洛特林林的体质特殊, 比铜墙铁壁还要坚硬, 即便是炮弹都难以击穿, 如今又是凝聚了武装色霸气, 其坚硬程度比这二人的盾牌一点都不差。 东力和布洛基一攻一守, 就如同一人一样无懈可击, 让夏洛特林林找不到破绽, 后者被两人协作的进攻打得节节败退。 宙斯! 夏洛特林林一声呼唤, 顿时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白色云朵, 应声而出。 看到大妈被欺负, 白色的云朵顿时黑化, 顺及几千万伏特的高压电直接降落而下。 刺了! 刺了! 电流之声连带着危险感也是引起了两位巨人的注意。 正当雷电将要劈下之时, 布洛基直接将东力推开, 并且竖起盾牌进行格挡。 有破绽! 夏洛特林林冷笑一声, 直接攥紧拳头对着布洛基的脸颊直接轰去。 正专心应付雷电的布洛基想要躲避已经为时已晚, 脸上也是实打实地挨了一拳。 反应过来的东力盾石灰剑砍向夏洛特林林, 后者已经是横刀身前将其抵挡在身前。 布洛基也是忍着疼痛, 一抚头对着后者的面目劈去。 夏洛特林林脸色变了变, 抽身而退, 这一拳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对方皮操肉厚, 依旧还有再战之力。 震欲雷! 夏洛特林林操控着宙斯, 顿时一股水平的紫色闪电击射而出, 威力巨大。 这股狂暴的能量, 要是打到了船体之上, 估计会给其造成无法修复的伤害。 可就在这强烈的雷电将要落到两人身上的时候, 只见二人像是事先串通好了一般, 同时举起手臂上的盾牌。 顿时二人的身前仿佛升起了一道无形的墙壁, 那股感觉就像是要将一切阻隔在外。 太阳之盾! 强大的雷电攻击打到了两人的盾牌之上, 发出一道道仿佛阴损叫声般的清明。 不管那股雷电如何走窜冲击, 依旧是无法冲破身前的防御。 渐渐的, 威力与声音也小了下去, 直至消逝。 与此同时, 新世界某处一座小型岛屿正在空中急速飞掠而过。 岛屿之上, 莫利亚心里有些担忧, 尽管她留有一些后手, 但还是有些不放心。 阿布萨罗姆以及斯卡莱特她都有些担心, 天知道大妈这个疯女人会做出什么事来。 念及至此, 莫利亚心里暗暗地下定决心, 无论这次最终的结果如何, 届时一定要让贝克梦海贼团付出惨痛的代价。 莫利亚再次拨通了维奥莱特的电话, 询问情况并叮嘱着, 保护好你姐姐, 估计还有半天的时间, 尽量争取一些时间。 哦。 维奥莱特有些小情绪道, 她只听到了对方关心姐姐, 却没有提及自己, 因而有些不满。 似乎是感受到了对方的情绪波动。 莫利亚于是又补充道, 你自己也要多加小心, 注意安全。 文言, 电话那头应声也是可以明确感受的道得大了一些。 你不用担心, 现在Bikmo被两位巨人烂在了港口区, 一时半会也进不到里面。 维奥莱特利用邓邓果实查看着正在战斗的三人, 觉得战况尚可并不是太糟糕, 心里也是暗自嘀咕。 那家伙到底是从哪里招揽的这些强者? 听到维奥莱特的话, 莫利亚也算是放下了心来, 两位巨人想来就是东力和布洛基了, 就算打不过Bikmo想来拖延一些时间还是可以的。 而此刻的穆光城港口区, 东力和布洛基应付起来就显得有些吃力了, 因为这不仅要对战身前之人, 同时还要应付令人头痛的雷云宙斯与火焰化身普罗米修斯。 哄,哄, 夏洛特林林乘胜追击, 两位巨人连连后退, 他们锁过之处, 房屋建筑轰然倒塌, 也有一些人躲避不及, 被伤及无辜。 就这样, 持续了一段时间,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一道身影突然从船上的一家赌场走了出来。 一段时间, 夏洛特林林这才发现了那道特意隐藏了气息的家伙。 只见夏洛特林林突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面色凝重地看向了那人, 冥王希尔巴兹, 雷利。 你难道也想要插手此事吗? 那个才从赌场出来的身影, 正是有着海贼王的又万之称的冥王雷利。 听到夏洛特林林这么问, 雷利打了得哈哈道, 我也只是刚巧在这里堵了几局, 恰巧露过而已。 既然是碰巧出现这里, 那么就赶快离开, 到时候伤到你可不要怪我。 夏洛特林林道, 虽然我只是恰巧路过, 但是也见不得你在这里伤及无辜。 雷利笑一收敛道, 你与月光莫利亚有什么恩怨自可当面解决, 但这船上无辜的人们有什么干系? 你夏洛特林林盯着雷利, 面色不善。 这么说, 你还是要阻止我了。 对于夏洛特不善的目光, 雷利自然不会当一回事, 只见他突然不苟言笑地抽出了腰间的佩刀。 你也可以这么认为。 夏洛特林林看了看雷利, 又看了看东利和布洛基二人, 只是单单后者就让他有些头痛了, 如今又加上一个冥王雷利。 同一时刻, 巨船中间最为繁华的地带, 此处地下, 维奥莱特正搀扶着姐姐斯卡莱特顺着楼梯, 先朝着下方走去。 下方是愚人族生活的地方, 但是也有泡泡珊瑚制造出的独立空间, 一般是给海贼团的核心干部们欣赏海底的美景而创造的。 这里是水下几百米, 比之地面之上肯定安全很多。 走着走着, 斯卡莱特突然一手扶住了墙壁, 另一只手捂住了肚子。 等一下, 维奥莱特, 我肚子好痛。 维奥莱特回过头去, 只见此刻姐姐已经是满头大汗, 露出非常痛苦的表情。 顿时, 一股不好的预感油然而胜。 第196张白胡子海贼团, 果实, 世界上建筑最为奢侈的巨大游轮之上, 此刻船只靠近港口的部分已经是断壁残垣, 建筑东倒西歪。 夏洛特零零手持拿破仑, 另外两个霍米兹宙斯和普罗米修斯势力左右。 在他身前, 是两个巨人以及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 那位老人看起来拉里拉他不修蝙蝠, 但身上却散发着恐怖的气势。 雷厉出手自然不是看在谁的面子上, 只是见不得他们对战伤极无辜之人, 如果没看到也就罢了。 既然就在战场, 他也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更何况, 此事也并非他一定要参加战斗才能结束这场战争, 很有可能只有一个态度问题。 果然, 在雷厉表态要插手此事之时, 夏洛特零零的面色也是无比的凝重。 只是两个巨人就能与之抗衡, 再加上海贼王罗杰的副船长, 后者的实力他也是知道的, 毕竟也可说是同属一个时代的海贼。 雷厉, 不要以为有你加入, 我就会怕。 夏洛特零零盯着雷厉道, 随即大喝一声, 接招。 说着他挥动手中的拿破仑, 瞬间一道无比宽大的斩击静止而去。 听到这一声大喝之声, 场中的人也是以为要出现什么了不得的招数。 两位巨人已经一步踏前, 盾牌散发出虚影, 将这雷声大雨点小的攻击全部格挡下来。 嗯? 东厉和布洛基也是有些疑惑, 只觉得这攻击似乎普普通通, 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 只是他们再次抬眼之时, 只见身前的那道身影已经消失不见。 再次锁定下洛特·零零的身影之时, 只见他已经向着另一个方向攻去。 寻着那个方向望去, 只见是阿布萨罗姆正在和Big Mom海贼团的干部在进行战斗。 糟糕! 东厉和布洛基暗道不妙, 只见下一刻, 夏洛特·零零已经从背后偷袭抓住了阿布萨罗姆。 既然没法如愿, 那么就只能请你跟我们走一趟了。 夏洛特·零零算是看出来了, 阿布萨罗姆应该算是月光海贼团的一名干部。 现在, 继续拖下去莫利亚从河之国赶回来, 到时候大概率人踩两空, 不如趁机抓住对方的一名干部, 到时候也有交涉的筹码。 糟! 夏洛特·零零对着一众子女以及霍米兹们命令道。 听到Big Mom的命令, 他们先是一愣, 没有疑惑意图, 直接向着远处海贼船停靠的方向顿走。 天满大自在天神! 东厉和布洛基正想要追上去。 夏洛特·零零已经是操纵宙斯, 用雷电在沿途无差别轰炸。 与普通闪电不同的是, 这些闪电具有意识可以自动进行锁敌。 噼里啪啦, 电闪雷鸣。 漫天而下的雷电如同一道墙壁, 堵住了追击的去路。 雷利也没有追上去, 他缓缓地将佩刀收回撬中, 现在算是两个海贼团之间的矛盾。 如果放在他还能以不伤及无辜的借口出手, 现在已经是没有了出手的理由, 接下来只能交给两方人马的头目来解决了。 雷声渐渐地小了起来, 但当视线逐渐清晰的时候, Bitmon海贼团的船只已经驶离了港口, 一时间也无人敢追, 因为对方可是新世界的皇帝, 追上去也只是送死而已。 东历和布洛基叹了口气, 现在再想追上去已经没有机会了, 也只能看着海面上的海贼船慢慢消失。 船只驶离港口, Bitmon海贼团的其他人都是陆续爬上了船, 夏洛特林林手里握着阿布萨罗姆纵身一跃, 最后一个落到甲板之上, 整艘船只也是随之摇晃起来。 不需要掌舵以及操纵船帆, 船只自己便已经转过方向自动巡航。 船上的大多数东西都是霍米兹, 当然这艘船也是。 在夏洛特林林落地之后, 手下便随即用绳索将阿布萨罗姆捆绑住, 完成这一切之后便将其放在了甲板之上。 阿布萨罗姆盯着身前肥胖的中年妇女, 说实话, 她还是有一些畏惧的, 不过此刻她却没有表现出来, 环视了一下周遭之后便收回了视线, 寻思着如何逃出生天。 怎么? 你没有什么话要说的吗? 夏洛特林林盯着甲板上的阿布萨罗姆问道。 阿布萨罗姆别过头去, 无话可说, 相信用不了多久老大就会来救我, 走着瞧。 夏洛特林林文言不怒返笑。 好, 看你那么笃定的样子, 看来你似乎对那家伙来说很重要, 就是不知道, 你与我想要的奥兹在他心中哪个分量更重。 你, 阿布萨罗姆先是一愣, 紧接着也是明白了对方的意图, 对方是想拿他和奥兹进行交换。 虽然, 阿布萨罗姆也希望在莫利亚心中的分量更重, 但是, 现在他却不希望到时候后者拿奥兹交换, 因为这样无疑会影响对方的威信。 与此同时, 新世界某处海域, 一座小型飞岛之上, 莫利亚与霍斯曼并接而立, 距离很近, 就像是在海边相互依偎着看日落一般。 阿威, 看那里, 那黑乎乎的一团是什么东西? 是一只黑色的大鸟吗? 霍斯曼胳膊蹭了蹭莫利亚, 指着天边问道。 莫利亚寻着对方所指的方向, 发现什么东西都没有。 哪有什么东西? 等等。 莫利亚刚想开口, 就见远处果真出现了一团黑乎乎的东西, 那黑色的东西越来越大, 好像是在迅速地蔓延。 那是, 我好像也没见过那东西, 总之待会也要走那边, 不过过去看看。 说话间, 那东西已经染黑了天际, 也应该知道发生什么了。 快掉头! 莫利亚立即吩咐道, 霍斯曼正想要问, 强大的气流已经迎面袭来, 紧接着天空如同一口大飞锅, 仿佛是一瞬间来到了黑夜。 是暴风雨。 只是现在, 想要跑已经是来不及了。 狂风肆虐, 暴雨瞬息而至。 霍斯曼正要掉头, 莫利亚转道, 先将小岛落到海面, 创造一处躲雨的地方, 也只能等暴风雨过去了。 虽然霍斯曼使用了飘飘果实, 但是在这无比剧烈的暴风雨面前选择正面抗衡, 是非常不明智的。 到时候很大可能就是用尽了力气, 到时候在狂风巨浪之下沉没海底。 如果不惧海上的暴风雨, 金狮子也不会那么需要航海誓。 这种情况下, 霍斯曼自然也不会和莫利亚唱反调。 只是一年一动, 岛屿的正中央已经是出现了一座岩石宫殿。 只是如此还远远不够, 里面再用黄金铺设一下, 遮风挡雨的地方就算是完成了。 莫利亚正打算联系黄金之船上的人们, 那边已经是打了过来。 不需要莫利亚张口询问, 留守人员便已经将船上发生的事情, 一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当莫利亚了解到了事情的始末之后, 玄哲的心也算是放下心来。 阿布萨罗姆被他们抓走了, 不过只要大妈想要从她这里得到奥兹, 那么前者便不会有什么危险。 现在莫利亚也很担心阿布萨罗姆的安危, 但眼下的情况只能先度过这强烈的暴风雨再说。 就这样在惊涛骇浪之中, 莫利亚裹着毛皮大衣闭目养神。 旁边的狗子也算是看家护院的好手, 自然也不用到担心其他。 没游来的便让人的心灵得到了深度的放松, 渐渐地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 天晴了,雨停了。 新世界,一处海域, 一艘海贼船在海面上飘荡着, 海贼船的船帆破破烂烂, 船舰同样如此, 桅杆都已经折断, 看样子是又被重新安装了回去。 这并非战争留下的, 船上也没有炮弹爆裂留下的痕迹。 桅杆之上挂着一面海贼旗, 骷髅头格外的诡异, 看样子并不像是普通人类的头骨, 反而像是外星人。 真是晦气。 没想到这一趟不仅没捞到多少好处, 反而遭遇了这几年难得一见的暴风雨。 还好我们命大。 海贼船上的一名船员躺在甲板之上, 不住地抱怨着。 是啊, 没想到堂堂世界第一强者白胡子的领地竟然如此, 不能说贫穷, 但也和富饶沾不上便。 另一位海贼接话道, 他们本以为白胡子麾下的领地应该有许多财宝, 经过多次踩点最终找到了机会。 准备干上这一票就惊疼洗手不干了, 结果和他们想的出入很大。 船长室内, 一到沟楼的身影正拿着一个盒子, 由于房间之中没有开灯, 依然看不清楚里面放着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勾搂矮小的身影抚摸着里面的东西, 嘴里也是念念有词, me precious, 我的宝贝。 这道身影便是这艘海贼船的船长, 诸如詹姆斯, 海贼团的名字也叫做诸如海贼团。 詹姆斯现在正在纠结这东西的用处, 一时间也拿不定主意。 就在这时, 船长室外突然传来了扣门的声音。 船长, 船公刚才检查了一下船只, 他说这艘船的龙骨已经受损, 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了, 已经没有修复的可能。 詹姆斯连忙将盒子盖上, 并且上了锁, 随即发出他那尖锐刺耳的声音。 嗯, 我知道了, 我会想办法的。 说吧, 他又想起来了什么, 补充道, 将海贼旗摘下来, 你们也换上衣服, 伪装成普通的商船, 现在我们还没有摆脱危险。 正在二人交谈之际, 船上的水手突然略微调整了一下海贼船的航向, 因为在正前方突然出现了礁石滩。 礁石滩上有许多有许多巨大的礁石遮住了视线, 就当船只靠近礁石滩之时, 一艘海贼船突然从侧方缓缓地露出了身影。 这是海贼打劫来往商船的惯用手段。 嫡妻, 嫡妻, 快填装炮弹, 准备炮击。 诸如海贼团上的众人顿时就是一阵怪叫, 一个个也从刚才死了没埋的样子恢复过来。 是, 白胡子海贼团的人, 他们追上来了。 人群之中, 有人从船上的标志认出了对方的身份, 甲板上的纹声大海。 砰砰砰砰。 整艘海贼船顿时火炮轰鸣, 诸如海贼团的大多数炮弹都打空了, 一部分落到了海里, 而对面的火炮射击的准确度则是墙上不少。 三两下诸如海贼团的围杆便被爆裂开来的炮弹从根部炸断。 船舱之中, 接到消息的小矮人詹姆斯也将先是将东西藏了起来, 紧接着便走出船舱查探情况。 此刻两艘海贼船已经是挨在了一起, 两方人马也是荡着绳子冲进了对方的甲板上。 该死! 詹姆斯暗骂一声, 他发现自己的手下一个照面便被杀得丢盔弃甲, 根本没有与之抗衡的实力。 念及至此, 他便反身回到船舱之中, 准备带上东西准备找准机会弃船逃跑。 可就当他转身回到船舱之时, 一道身影却跟在了其身后。 你就是这艘船的船长吗? 你是这些年来我见过胆子最大的家伙, 竟然敢把主意打在老爹的地盘上。 一道声音从后面传出, 着实将詹姆斯吓了一跳。 那个, 叔叔, 我只是被这群海贼抓来的童工。 詹姆斯转过头去, 突然发出稚嫩的声音, 听起来确实就像是一个孩子。 嗯? 很显然, 追上来的那人也是疑惑了一下。 只是陡然间, 矮小身影的表情突然变得阴险, 并且发出坏笑。 去死吧! 吸吸吸吸吸! 碰! 只见不知不觉间, 他的腰间已经出现了一把碎发枪, 并且那碎发枪的枪口冒着烟。 这是这位侏儒的惯用伎俩, 假装小孩子, 然后趁其不备, 发动攻击。 只不过, 这一次他却小瞧了对手。 枪! 刺了! 只见对方直接抽出了腰间的佩刀, 一道直接打在了刀身之上, 黑暗中闪过一道火光, 一道金属焦鸣之声之后, 便改变了一动轨迹。 詹姆斯只见对方又抽出一把明晃晃的钢刀, 黑影一闪。 当视线再次获得聚焦的时候, 那身影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前。 正要抽出腰间的匕首, 但却为时已晚, 腹部已经传来了剧烈的痛楚。 老爹说了, 抓到你生死不论。 听到这声音, 以及那穿胸而过的钢刀, 詹姆斯突然吐出一口鲜血, 盯着身前之人道, 你是白胡子海贼团哪个番队的队长? 身前之人拔出刀来, 低声回道, 四番队。 这位手持双刀的身影, 正是白胡子海贼团四番队队长, 萨奇。 白胡子得知领德, 遭到不知名海贼攻击之后, 便派遣麾下的海贼, 分成数个小队在大海上搜寻对方的踪迹。 覆灭的诸如海贼团, 白胡子海贼团的人便将其船上的东西搬到了自己船上, 机构将前者的海贼团复制一具。 战争结束之后, 船上便再歌再舞, 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宴会。 这些有从诸如海贼团船上获取的酒水, 以及一些肉, 正好可以做点美食, 犒劳一下。 这艘船上厨艺最好的, 当属四番队队长萨奇, 因为他还有一个厨师的身份, 并且水平不低。 这些家伙, 竟然敢向老爹保护的地方动手。 胆子, 真是太大了。 自从月光莫利亚挑战凯多成功之后, 便总有一些不要命的也想要挑战老爹, 真是可笑至极。 被那家伙一搅合, 这下原本平静的大海又变得更加混乱了。 喝着酒吃着肉的, 海贼们议论纷纷, 交谈着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 阿牧, 是这样吗? 嗯嗯, 耳边突然传来一道女声。 是, 正在交谈的几人正要回话, 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怎么会有女人的声音? 难道是太过饥渴产生了幻听? 紧接着, 他们又发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 身前原本堆积如山的食物, 正在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骨架。 循着声音发出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个体型巨大的毛皮族正大快躲移, 这半天都快吃成龙猫了。 咦? 你是谁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一众海贼连连后退, 一脸的不可置信。 我呀? 我叫霍斯曼, 莉莉, 是一名海贼, 请多关照。 霍斯曼起身形了个礼, 然后又对着面前的食物炫了起来。 住嘴, 不要吃了, 那可是我们的。 一看食物就要快被解决干净了, 一群海贼立即就有些急眼了。 等等, 有人似乎想起了什么。 他, 他好像是西海的那位大海贼, 月光莫利亚的左膀右臂。 咦? 船舱之中, 萨奇听到动静将在厨房穿的衣服脱了下来, 推门而出, 看到出现的那道陌生的声音顿时就是愣了一下。 也就在同一时间, 他感觉到身侧也有一道陌生的气息, 紧接着他的脸色大变。 不要紧张, 我没有恶意, 只是贸然造访给你们添麻烦了。 我? 莫等那人解释, 萨奇已经说出了对方的名字, 月光莫利亚, 我知道的。 莫利亚愕然, 也对, 毕竟现在他也算是这个世界的顶流了。 你们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你是想要挑战老爹吗? 萨奇还没有放下戒备, 有些一脸凝重地看向莫利亚。 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挑战白胡子, 可能这个世界的强者都有这个念头, 但很显然, 莫利亚是个另类, 她并不需要挑战白胡子证明自己。 莫利亚也没有隐瞒, 于是将遭遇的事情说了出来, 毕竟这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只是盯着身前之人, 莫利亚似乎想起了什么, 但最终她也没多说什么, 毕竟这也和她没有什么关系。 知道了事情的始末之后, 萨奇总算也是放下了戒备, 不仅没有驱赶的意思, 还邀请莫利亚一起参加他们的宴会。 毕竟有脑子的都知道, 这种人物, 这种情况, 较好比交得更好。 船上的海贼们看到莫利亚的身影, 下巴也是惊掉了一地。 莫利亚将从王之财宝宝库之中, 将珍藏的美酒拿了一些出来, 打开一坛酒, 顿时酒香扑鼻。 作为厨师的萨奇也知道这是好酒, 周围的海贼也是一脸的垂涎, 刚才食物被吃得不开心在这一瞬间也烟消云散了。 莫利亚道, 这些都是从西海带来的限量版美酒, 一部分作为宴请我们的回报, 另外一部分帮我转送给白胡子。 毕竟这东西也不是只给他一个人的, 萨奇也是很干脆地收下了。 那我就先在这里替老爹谢过了, 话说, 你真的没有挑战老爹的打算, 像你这样的强者应该对世界第一的称号很热衷吗? 说着萨奇就向着怀里一阵摸索, 他是在找电话虫。 叹萨奇大有一副联系白胡子的样子, 莫利亚连忙摇了摇头。 挑战倒是没有, 世界第一什么的, 对我而言没有一点诱惑力, 不过吗? 等你回去之后帮我转告, 到时候我会亲自拜访他这位世界第一强者。 他现在还要重要的事情要做, 如果不是某个家伙, 饿得没有力气了, 莫利亚也不会在这里耽误时间。 说话间, 莫利亚走到霍斯曼身边催促道, 先吃点东西垫下肚子, 到时候回到船上自然让你吃个够, 有点出息, 别跟个饿死鬼投胎似的, 让爱犬人士看到了以为咱虐待动物。 虽然听不懂一些词汇, 但霍斯曼也感觉想来不是啥褒奖之词, 直到现在也是事态紧急, 于是也没有莫及。 意味深长地盯着萨奇看了一会, 说了句多谢款待, 哎呀你干嘛霍斯曼吃痛不满道? 莫利亚捏着耳朵滴溜着走了, 整天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 她是白胡子海贼团的人, 不要抱有不该有的幻想。 这都被你发现了, 不愧是老娘相中不过霍斯曼转道, 只要锄头挥得好, 没有墙角挖不到。 你又懂了, 看着空中半嘴而去的两人, 又看了看甲板上的几桶美酒, 海贼们面面相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宴会也差不多快结束了, 吃饱喝足, 这才开始清点诸如海贼团传上货物。 队长, 这个盒子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 但是上了锁, 萨奇身侧一名海贼, 拿着一个约莫两个手掌大的盒子, 里面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萨奇接过盒子, 在手里掂量了一下, 紧接着便抽出佩刀, 准备直接撬开。 可就在这时, 瞭望室内突然有人大声喊道, 是二番队的人, 二番队的人过来了。 正在撬盒子的萨奇顿了一下, 便拿着盒子向着船头走去, 果然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两艘船靠拢之后, 人们便聚集到了一起, 他们本就是一艘船上的海贼, 只是因为搜捕诸如海贼团分开了而已。 萨奇队长, 在海上搜寻诸如海贼团都没吃上一口热饭。 一个头发蓬松, 肥脸活牙的中年汉子凑到萨奇身前道。 他虽然不是什么队长, 但却是白胡子海贼团里资历很老的家伙, 他和萨奇关系也不错。 是蒂奇啊, 诸如海贼团已经刚刚被我们四番队剿灭了, 现在还在轻点战利品。 萨奇说着晃了晃手中的盒子, 紧接着又道, 厨房里有你爱吃的樱桃派, 不过应该凉了, 你自己去加热一下, 已经解决了吗? 真是太好了。 蒂奇到了声泻, 紧接着便要走进船舱。 可就在这时, 萨奇手上一用力, 盒子突然啪的一声打开了。 这清脆的响声也引得蒂奇头来了视线, 可就是这无意间的一瞥, 便让他再也移不开眼睛。 盒子里静静地放着一个外表成淡紫色蜗牛螺旋状的紫色果实。 很快的, 在萨奇还在惊恶之中时, 蒂奇的眼中闪过一抹贪婪与垂涎之色。 第197章 招揽大河 风暴酝酿 虽然两个人都是航海方面的白痴, 但是因为有生命卡的缘故, 并且也不是需要弯弯绕绕, 危险重重的海路。 暴风雨之后不过半天时间便已经是到达了终点。 当看到港口区的破壁残垣, 莫利亚一看一个不支声, 他必定要让Big Mom付出惨痛的代价。 万幸的是, 虽然船的一部分被损坏了, 但好在人没出太大的问题, 死伤也不是很多。 莫利亚先对东丽和布洛基等人表示了感谢, 之后便指挥着船上建筑的修复工作, 补偿受到这次战斗影响而死之人的家属, 同时通过电话虫召回和知国的部分干部, 商讨之后的事宜。 莫利亚这边才安排好了事情, 一道身影悄然而至。 姐夫! 正思考对策的莫利亚的思绪被一道呼唤拉回了现实, 那声音哀怨婉转, 前者闻之心中一荡。 莫利亚回转过头, 只见身后出现一道高条修长的身影, 这高条只是相对于普通人而言。 四下打量了一下, 发现无人注意这边, 莫利亚这才尴尬地咳嗽了一声。 维奥莱特, 那个, 这个, 这还是在外面, 正经一点。 你和我姐姐的关系,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维奥莱特脸上浮现一抹若有若无的笑, 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 外面不能叫, 等只有我, 姐姐还有你的时候, 可以叫事吧。 莫利亚直接拦住对方纤细的腰肢, 笑道, 我看你就是疲痒了, 回去再收拾你。 哦对了, 你姐姐怎么样了? 被这么一问, 维奥莱特也是想起了正事, 连忙道, 你快去陪陪姐姐吧, 顺便看一看小家伙。 莫利亚点了点头, 她还以为维奥莱特口中的小家伙, 指的是雷贝卡。 但当看到房间里面, 被放在摇篮里的两个小家伙, 她知道自己误会了。 只见特制的小竹篮中, 两个孩子, 正盖着小被子, 憨然入睡, 脸蛋白皙红润, 一个粉色的头发, 一个紫色的头发, 头上都有标志性的鸡角。 至于像谁不必多说, 只是微微触摸了下, 并没有打扰睡觉的他们。 本来心情大好的莫利亚, 直到听到斯卡莱特曲的名字, 瞬间就破大方了。 一个红鼠, 一个紫鼠。 虽然她也知道, 这名字所代表的含义。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 莫利亚都是在陪着两个小孩子。 虽然不奢求他们多么出彩, 但起码, 不能变成大河这样脑子有问题的家伙。 一想到大河, 莫利亚心里便已是下定了主意。 这个二五仔说, 实话还是可以好好利用的。 一连数天之后, 和治国的干部们也回到了船上。 会议大厅内, 坐着月光海贼团的一部分干部, 由于一些干部的体型特殊, 因而大厅内显得有些空旷。 那家伙带来了吗? 人还没有到齐的时候, 莫利亚对着拉斐特问道。 拉斐特文言又点了点头。 那家伙说他手上被牛头大猩猩安装了离开鬼斗就会爆炸的手铐, 我们尝试了一些办法。 最终让罗利用手术果实成功取下来鹅, 他和霍斯曼一见如故, 应该很快就回来了吧。 牛头大猩猩? 莫利亚忍俊不惊, 这是在形容凯多吗? 不愧是大河, 哄堂大笑的属于事。 至于为什么会和霍斯曼掺和到一起, 可能同属于犬科动物有共同语言吧。 不一会儿, 会议大厅便走传来了嘈杂的声音, 紧接着几道身影便走了进来。 没想到这里竟然也会有关东煮, 真是太好吃了。 一道不属于月光海贼团的声音传到了大厅之中, 这次是我输了, 下次再进行吃关东煮比赛, 我一定提前准备好, 三天欧布争取七天不吃饭。 关东煮这东西虽然好吃, 但比起老爹的天国, 料理还是差远了。 莉莉表示了不同的观点, 她还是比较喜欢父亲弗莱德火山料理, 又好吃又管饱。 关东煮才是这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 天国料理。 关东煮, 停停停, 你们两个真是和小孩子一样, 这是选择题吗? 这明明是一道多选题。 轰隆。 在几人进入室内之后, 看门的人便从外面将大门关上了, 瞬间大厅就变得异常的昏暗, 只是下一刻, 灯光照射而下, 顿时灯火通明, 宛若白昼。 干部们也督坐到自己的座位之上, 只有大和站在一侧, 不知道该怎么做。 其他干部眼中, 闪过一丝不解, 心想怎么把这家伙也带来了, 是新进的成员吗? 莫利亚也没想到大和会跟着过来, 但既然来了也就来了, 这次的事情也不是什么机密的事情。 你就是月光莫利亚, 打败了父亲大人的家伙吗? 大和突然走到了莫利亚身前, 开口问道。 莫利亚抬起头, 看着这个自容绝力但大大咧咧的女人, 道, 怎么, 要找我报仇吗? 不是, 不是, 大和连忙摇头笑道, 就算你不动手, 我也会终有一天会解决那个牛头大猩猩, 不过这次多谢你斩杀了大蛇扶持玉田的女儿, 成为和之国将军, 玉田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 其他干部们也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都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结果到了这家伙这里。 听到大和的话, 莫利亚总觉得有些怪异, 大和也就比日和大个两岁, 小两岁的女儿可还行。 莫利亚对着大和笑道, 既然你那么崇拜玉田, 应该知道, 他在海贼王的船上待过一段时间, 在此期间周游世界探索大海。 话音未落, 大和便咧着嘴, 笑着猛然点头。 是的, 我小的时候, 就想和玉田一样探索世界, 但父亲大人一直不允许我这么做。 点了点头, 莫利亚向其抛出了橄榄之道, 现在给你个上未来世界之王船的机会, 怎么样, 要一起去探寻这个世界吗? 一听这话, 大和顿时连连点头, 先不说其他的, 只要提到玉田, 玉田做的事情, 那就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大和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拿捏了。 不必拘束, 随便找个地方做吧, 没有什么规矩, 做哪里都可以。 莫利亚吩咐着大和落座, 人都到齐了, 言归正传。 嗨嗨, 既然人都到齐了。 那么我就替老板说一下这次的会议内容。 巴卡拉不卑不亢地将事情说了出来, 紧接着对着众人问道, 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打一架就完了, 让那个老妖婆长点记性。 霍斯曼摩拳擦掌道, 紧接着, 他就被无视了。 莫利亚对着一旁的人道, 下次在大厅的门上贴上外人与狗不得入内。 其他人都露出意味深长的笑, 某个家伙先是瞪着眼睛愣了一下, 紧接着气得想要直接咬人。 喂哈哈哈哈, 既然Big Mom抓了我们的人, 那么我们就去抓他们的人, 以此作为要挟。 巴杰斯想出了一个以牙还牙的方法。 莫利亚摇了摇头, Big Mom即便是亲生子女说打就打说杀就杀, 威胁她是非常不明智的。 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 电话从那边传来奥兹的声响, 老大, 要不将我送过去吧, 事情也是因我而起, 那么就让这件事由我平息吧。 说什么大胡话, 莫利亚想都没想, 断然拒绝道, 海贼团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 缺少谁都不行。 现在的Big Mom天窥未竭, 把奥兹送过去天知道明年开春, 会不会生个大胖小子, 说什么也不能将后者往火坑里推。 但里面聪明的人不多, 一部分可能在想散会了吃点什么, 玩点什么。 拉斐特视线扫视了几次莫利亚,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莫利亚也是感受到了这股视线, 对着拉斐特询问道, 拉斐特, 想到什么好主意了吗? 可能办法有些冒昧。 但说无妨。 见莫利亚都这么说了, 拉斐特于是继续道, 办法我想到了两个, 第一个是用运国奥兹代替奥兹钱去交换, 另外一个就是船长不是拥有变大的能力吗? 到时候可以这样先将身体涂成绿色, 然后兵分两路, 船长负责牵制住Big Mom, 我们则去营救阿布。 莫利亚点了点头, 觉得这确实算是不错的主意, 那么就选择第二种吧。 运国奥兹虽然和奥兹同属一个种族, 但体型差异过大, 有不可弥补的伤口, 并且Big Mom是使用了浑浑果实的浑浑人, 对生命与灵魂感知力极强, 想要骗过Big Mom会非常困难。 最终, 高票通过第二项决议, 准备充足之后, 月光海贼团便浩浩荡荡地奔向万国。 与此同时, 新世界一座岛屿之上。 此刻众人生前, 一个坟秋前的地面上插着两把刀, 这里聚集了数不清的海贼。 虽然是海贼, 但这种场景即便是海军来了, 也要默默离去。 当今世界第一海贼团, 白胡子海贼团。 此刻他们祭奠的是白胡子海贼团的四番队队长萨奇, 因为他在不久前遇害了, 同样还有几十名四番队的成员。 站在人群最前面的是世界第一强者, 白胡子爱德华扭盖特, 如今他的面色是无比的凝重。 老爹, 蒂奇来了。 马尔科突然凑过去, 低声对着白胡子道。 白胡子于是转过头去, 看向那道亮腔的身影, 在众人的搀扶之下, 亮亮腔腔地走到了白胡子身前。 在过程中, 周围的白胡子海贼团成员 以及麾下所属海贼团的人 都是自觉地让出一条路。 蒂奇, 我不是说过了吗? 你是特殊的, 这次不需要你来。 白胡子中气十足的声音传了出来, 如今的白胡子虽然没有巅峰时期那般, 但也没有顶上战争食病的那般厉害。 听到白胡子的声音, 蒂奇顿时没由来地产生一丝恐惧, 因为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就是他。 萨奇队长是我的至交好友, 这种场合我怎么可以缺血? 蒂奇洋装悲伤地道, 白胡子叹了口气, 不宜有他的道, 既然你这个当事人亲自来了, 就将事情亲自告诉大家吧。 蒂奇先是愣了一下, 但在众人的催促之下, 还是将已经编制好的谎言说了出来。 我和萨奇队长在追捕诸乳海贼团的途中遇上了, 在听说萨奇队长已经解决掉诸乳海贼团之后, 我便在船上吃了点东西, 同时喝了点酒。 那酒味道很不错, 看起来非常的名贵, 但由于我吃了很多的樱桃派, 所以也没有喝多少。 后来才知道, 那酒是月光莫利亚送的。 蒂奇话还没有说完, 就有四番队的人接话道, 是的, 我们亲眼所见, 当时月光莫利亚带着一个很漂亮的毛皮族女人, 在我们船上参加了宴会, 临走之时送了我们试镜试通酒, 说是从西海带过来的, 还要让我们将一部分转交老爹, 说他到时候会亲自拜访, 没想到, 将酒拿上来, 当着大家的面进行检验。 白胡子吩咐一声, 顿时便有人前去取酒。 白胡子此刻也是有些疑惑, 当然他也没有怀疑蒂奇,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么做到底是什么意图, 同样的, 他也不知道莫利亚为什么要这么做, 想要在酒水下毒毒死自己。 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并且以对方能够打败凯多的实力, 也不屑于用这种手段。 思索之际, 几人便将几桶美酒都搬了上来。 打开之后, 酒香飘远,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马尔科飞到空中, 抓住一只海鸟, 然后向着他嘴里送了一些酒水。 没过多久, 那海鸟便四肢僵硬, 一命呜呼。 马尔科脸色不是很好看到, 这酒里有毒, 并且毒性非常强。 了解了事情的始末, 并且亲眼见证了酒里有毒。 白胡子海贼团的人顿时露出一份甜鹰之色。 月光莫利亚真是妥妥的小人, 竟然在酒水里下毒。 我一定要为萨奇队长报仇。 一定要让月光海贼团付出代价。 蒂奇看到众人的反应, 顿时也放下心来。 要怪就只能怪萨奇, 那家伙又要吃掉那颗果实的打算。 这可是, 他等待了几十年的东西, 他不允许出现任何变数。 到时候他不知道, 还能不能遇到这颗果实。 至于月光莫利亚, 那么只能说声抱歉了。 只有这么做, 才是他想看到的。 一方面, 有人替他背了黑锅。 另一方面, 他不希望作为新世界两大海贼团的月光海贼团 和白胡子海贼团和睦相处。 只有这个世界越乱他, 才能有出头的机会。 尤其是在两大海贼团大战之时, 他能从中捞点好处。 不仅是其他的成员们愤怒, 白胡子同样脸色不善。 与其相信一个外人, 他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儿子们。 在这片平静的大海上, 一场风暴正在酝酿。 第198章秘密, 奇奇大妈。 Big Mom听说莫利亚同意交换还有些意外, 他也没想到随手一抓的这个家伙, 对对方来说竟然那么地重要。 让布林读取了一部分记忆才知道, 被自己抓来的这家伙, 是跟在莫利亚身边醉酒的家伙。 虽然实力不强, 但是却颇受重用, 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身处万国的Big Mom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 巨人什么的不要也罢, 到时候有了魔人族争取创造出一个魔人军团。 另一边, 月光海贼团的人才进到万国海域, 便已经被侦查船锁定。 没过多久, 早已等候多时的Big Mom海贼团的干部便靠了过来, 检查了一下, 确实是30多米的奥兹没错了, 于是便也没有阻拦什么, 乖乖放行。 他们知道妈妈已经想巨人, 想了很多年, 以至于都快魔证了, 现在月光海贼团说服奥兹加入Big Mom海贼团, 就别提前者有多高兴了, 此刻一定是满怀着期待。 与此同时, 海军本部马林泛多, 卡普直接从战国的办公室走了出来, 并没有赖在后者的办公室片吃片喝。 此刻, 他的表情无比的凝重, 俨然失去了平日的那般乐观。 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 就是从老战友战国这里得到的消息。 卡普迈着沉重的步伐, 来到了自己所属军舰的甲板之上, 对着副官伯家特道, 将船上的所有的人都召集过来, 我有事情要问。 伯家特微微点了个头, 只不过他却有些疑惑, 他感觉今天的长官有些不对劲, 有些紧张, 还有一些愤怒, 这是非常少见的。 待船上的海军都聚集在甲板上之后, 卡普抱拳站起了身来, 审视着众人, 你们之中, 是谁偷偷地向上面打了报告? 有种自己就站出来。 卡普说话是前所未有的严厉, 起码船上的人也是第一次见到卡普中将变了脸色, 敢做就不敢当了吗? 卡普突然提高声音道, 这个时间段, 也只有我们去过那个地方。 你们知道这是在做什么吗? 你们这是拿全传人的性命, 甚至周边支部的海军性命, 在开玩笑? 卡普盯着众人一字一句道, 也就在刚才, 他得到消息, 自己手下的海军有人将风车村一对母女的消息, 透露给了世界政府, 这件事的影响可以说是相当严重的。 罗杰自首之后, 世界政府就连齐位曾蒙面的姨父子都不放过, 四处寻找, 最后还是陆九用自己姓名换来了孩子的降生。 如果那人的影响到达了一定程度, 届时世界政府就算做出什么事情都不为过, 这事他是深有体会。 甲板上的海军们一个个的都面面相去, 他们大多都不知道卡普在说什么。 卡普之所以这么愤怒倒也不全, 是因为固有的缘故, 同样是不想看到这群年轻的海军们出现什么意外。 那家伙可是因为找不到凶手, 而将西海的六座岛屿从地图上抹去的恶徒。 你们觉得自己比他们更无辜吗? 卡普忧心忡忡道, 要是说那人他也是不怕的, 即便是金狮子和罗杰, 甚至白胡子, 他都不会害怕什么, 但是他担心的是不讲原则的报复。 一段时间过去, 依旧是没有人站出来承认, 卡普沉着脸, 对方似乎是世界政府安插在他身边的眼线, 负责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归根到底, 这件事情和他有着莫大的关系, 念及至此, 他便有着深深的负罪感。 现在唯一希望的, 就只能希望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 即便来了那家伙, 也被海军消灭掉。 倘若让其逃脱之后, 以其形式风格, 这个世界将会化作人间炼狱。 而他这艘军舰上的人能活下来的不多, 对方实力太过神秘, 即便是他也没有摸清楚对方的上限。 一个所有人都只认为对方只有精英中将的实力, 结果对方竟然打败了四皇凯多, 着实让人大吃一惊。 似乎在展露实力以来, 几乎从未败己, 这种家伙往往是最恐怖的。 他有一种预感, 不久的将来会爆发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 话分两头, 此刻的Big Mom驻地驻地, 由于蛋糕岛正在抢修之中, 虽然暂时在别的地方进行交易。 很快的, 月光海贼团便与Big Mom海贼团的主力部队碰面了。 Big Mom海贼团带队的自然就是夏洛特玲玲。 人带来了吗? 月光海贼团负责交接的人是发奥卡, 此刻他正和大马海贼团的人对峙着。 夏洛特玲玲走上前去, 脸上充满兴奋之色, 看到被白布蒙住套着头套的高大身影, 顿时喜笑颜开。 虽然他一直垂涎奥兹, 但说实话, 他还从来没有见到过, 也只是听说有这么个东西。 人现在还在唐某城堡里面, 让我得到了奥资, 到时候我自然也就会放人了。 夏洛特玲玲有些不悦道, 区区一个月光海贼团的小干部, 竟然在他面前表现得不卑不亢, 这让他很不爽。 念及至此, 他的气息不由外放, 意图震慑住眼前之人, 但尽管对方应付起来有些狼狈, 但还是硬撑着。 既然没有带来, 那么我也不会将人交到你手里。 发奥卡盯着夏洛特玲玲, 手中握着千鹿, 大有一言不合就要射击的架势。 小子, 你是不是太嚣张了? 这么说话, 你还不够格, 最起码也要让月光莫利亚过来。 说着, 夏洛特玲玲手臂一挥, 发奥卡眼疾手快, 顿时施展速速, 果实脱离战场。 尽管对方没有施展权力, 但这位海贼女皇帝的攻击 可并不是什么人都能接下的。 发奥卡见夏洛特如此的霸道, 顿时不由地冷笑连连, 还好是做了万全的准备。 Bit Mom海贼团不知道的是, 此刻的月光海贼团已经是兵分两路, 一队已经偷偷潜入了海贼团的注定。 妈妈妈妈, 奥兹, 现在归我了。 夏洛特玲玲咧嘴笑着, 同时命令手下将白布摘下来, 他想要见识一下这梦寐以求的魔人族。 但当对方全部暴露在身前之时, 夏洛特玲玲明显愣了一下, 因为总感觉在哪里见过。 莫利亚经过优化之后, 几乎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更何况对方并没有真的见识过奥兹。 刷! 也就在夏洛特玲玲愣神之际, 一道巨大的刀影直接落下, 携带着强大的韧风呼啸而下, 斩机霸道威猛。 红光一闪, 鲜血奔剑。 周围人甚至没反应过来, 这件事便已经发生了, 一时间人们都愣在了原地。 最终在夏洛特玲玲的惊叫声中, 他们这才反应过来。 妈妈遇袭了! 第199章模仿炮, 果实觉醒。 场中的人们都是惊骇出声, 没想到Big Mom竟然遭遇了偷袭, 并且还成功破开了其无比坚硬的防御, 成功在胸前留下了一道口子。 收到了拉斐特传来的消息之后, 莫利亚已经等待这一刻很久了。 如今施展影子集合地之后的她实力暴增, 再加上Big Mom有些得意忘形, 从而导致一击得手。 这时, 人们这才发现眼前的这位并非是什么奥兹, 而是另有其人。 这股气息, 是你, 月光莫利亚。 Big Mom也是后知后觉地认出了莫利亚, 因为这股气息她很熟悉, 她上次再查话会有过接触。 现在发现, 已经晚了。 莫利亚细血地盯着Big Mom一副随时准备动手的架势。 月光莫利亚, 你堂堂被一位大海上第四位皇帝的家伙, 竟然搞偷袭, 当真是卑鄙无比。 Big Mom海贼团的艺人开口对着莫利亚斥责道, 莫利亚闻言确是哈哈大笑。 你们竟然好意思和我提卑鄙, 你们清高, 你们了不起, 那趁着我海贼团主力远征和织国, 你们都做了些什么? Big Mom海贼团的人一时语色, 确实是他们出手在先, 有些不占力。 见说又说不过, 于是他们便只能威胁, 月光莫利亚你可要想好了。 你的人还在我们手上。 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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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遭的空间顿时月刃弥漫, 杀机骤声。 瑞丽的剑气似乎要划破虚空, 向着Big Mom海贼团周遭之人袭去。 哄! 在巨大的爆裂声中, 一群人倒飞而出, 鲜血四溅。 我最讨厌别人拿我的手下亲人来威胁我, 这么做就只有一个下场, 莫利亚神情冷漠地开口道。 那就是, 死! 莫利亚让范奥卡等人躲得远远的, 以免受到波及。 这个世界上, 像Big Mom海贼团这样的势力, 已经可以说是站在了世界的顶端。 但是他们却是选错了对手。 哄! 只听一声轰鸣, 不远处的岛屿上呈现出一道恐怖的蘑菇云。 不仅岛屿中央的城堡被瞬间消失, 方圆数十公里都能感受到那强大的冲击。 这是另一小队的目的, 已经达成了。 不可饶恕! Big Mom海贼团的人都是咬牙切齿。 Big Mom直接进入了战斗状态, 一手操控着宙斯, 另一只手握住拿破仑。 威骨! 雷电瞬间下, 直接落在了莫莉亚的身上, 但吞噬影子给予了后者强大的防御力, 如铁般的肌肤直接将雷电尽数挡下。 就在这短暂的一瞬间, Big Mom已经挥刀劈到了莫莉亚的身上, 顿时木发周围海面翻滚, 将船只推向两边。 只是, 紧接着Big Mom就是愣住了, 因为这一击仿佛就是普通人劈到了铁板上一样, 根本不能撼动眼前巨物分毫。 月牙天冲! Big Mom一抬眼, 只见头顶悬着的巨刃已经是降落而下, 巨刃周遭充斥着银白色的荧光, 不过他却是知道那是凌厉无比的剑气。 由不得他多想, Big Mom本能的已经是挥刀阁挡, 只是接触的一瞬间, 只觉泰山压顶, 脚下的普罗米修斯差点直接支撑不住落到海里。 砰砰砰砰。 一击之后, 莫莉亚便抬起斩月, 以一股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再次劈砍而下。 这一刻, Big Mom的气势仿佛也伴随着这一下接着一下给剑剑打散了, 因为他应付起来的样子着实有些狼狈。 妈妈, 既然落去了下风, 怎么可能? Big Mom海贼团的其他人都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在他们眼中, 妈妈就是无敌的存在。 劈里啪啦? 眼见的剑术方面无法和莫莉亚相提并问, Big Mom怒喝一声, 煞时间, 漫天雷霆乍响, 无数雷电自天空而下, 向着莫莉亚便轰了下来。 在这一瞬间, 都被亿万雷霆所拢, 这便是黄极强者的实力。 这股力量, 即便是莫莉亚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强大, Big Mom只是操控雷电的能力便已是媲美响雷果实, 这还只是浑浑果实的其中一项能力而已。 随着月光海贼团和Big Mom海贼团在万国的战争打响, 世界政府以及海军也在这一刻得到了消息。 他们没想到, 月光莫莉亚这才刚与百兽海贼团大战结束, 现在又和Big Mom海贼团对上了。 世界权力中心, 此刻吴老星之一的萨坦圣政在通过通讯工具下达着命令, 立即派遣CP0前往东海风车村, 千万不能让目标逃走了。 萨坦圣低沉的声音在大厅中回荡, 另外转告战国, 这段时间卡普还是不要回东海了。 在萨坦圣下达命令之时, 其他四人也没有插话, 因为这是他们讨论之后的结果。 在萨坦吩咐完事情之后, 马子圣开口道, 没想到两年之前还是名不传经传的小型海贼团 竟然一跃成为如此庞大的势力, 看来想要稳定世界的局势, 首先要拿他开刀了, 他的威胁实在太大。 在他身侧的握秋力胜点了点头, 如果这次Big Mon海贼团再败在对方之手, 那么就是我们动手的时候了, 到时候只要将其击败, 接下来再逐个收拾剩下的两股势力, 那么这个世界便没有什么势力对我们造成威胁。 那四兽狼圣却没有表现得太过乐观, 只听他道, 月光莫利亚毕竟是个海贼, 我们到时候就算使用那个方法, 话一出口,五个人就都愣住了。 这说的没毛病啊, 对方一个恶贯满盈的大海贼, 难道会为了这是兴师动众? 起码他们感觉这有点不现实。 与此同时, 万国, 莫利亚与Big Mon仍在继续, 万国海域战斗的区域电闪雷鸣, 乌云密布, 明光剑! Big Mon大喝一声, 顿时宙斯, 拿破仑, 普罗米修斯合为一体, 一把全新的武器陡然而生。 在武器形成的一瞬间, Big Mon便甩出一股威力无比巨大的冲击波, 向着莫利亚所在的空中席卷而去。 恶静, 月硬, 斩月骤然斩落, 一股强大的气势席卷四面八方, 一往无前, 扫清一切障碍。 一瞬间, 那强大的冲击波便被斩得七零八落, 消散如烟。 就只有这点实力吗? 这可不够看啊。 莫利亚直接利用优化将身体压缩到了极致, 身上一块一块的肌肉感觉随时都有可能爆裂开来。 如此程度, 莫利亚的速度已经是快到了极致, 夹只影子的瞬间呼唤, 快到就只看到一道黑色闪电从眼前飞掠而过。 只是几个瞬息间, Big Mom的身体各处已经是出现了数不清的伤口, 莫利亚的速度很快, 快到对方反应过来, 伤口已经留下了。 哄, Big Mom的头顶熊熊烈焰燃烧, 气势陡然外放, 强大的威力直接莫利亚震退, 前者缓缓抬起头来, 吩咐地盯着莫利亚。 别太得意了, 臭小鬼。 说着Big Mom直接抚摸着受伤的地方, 赐予你们生命, 复活吧, 骨头和肌肤。 果然在Big Mom化音落下的瞬间, 骨头迅速连接, 皮肤也恢复如初, 只是眨眼间便已经痊愈。 果实能力开发到这种程度了吗? 莫利亚也不由得折舌。 任母之言。 拿破仑刀刃之上顿时熊熊烈焰燃烧, Big Mom脚踏乌云咒丝, 直接向着莫利亚飞速斩去。 也就在这时, 莫利亚的另一只手抽出腰间的佩刀, 顿时八方出鞘, 上面的白色火焰升腾而起。 妖火之斩! 妖火并不是单纯的火焰, 不仅威力巨大, 并且还有治愈佩戴者的能力, 不仅如此, 它还有一个能力。 只见那刀缓缓消融, 直接融入了莫利亚的体内。 莫利亚双手握住斩月, 在刀身之上, 白色的妖火覆盖在上面。 顿时红白双色, 火焰汇聚一起, 一道道火焰斩击, 并且还不是单纯的火焰, 而是附带月人的燕月斩击。 融合了妖刀之后的莫利亚, 实力瞬间大增, 不仅是招式威力提升了数倍, 并且进攻也更加的迅猛狠辣, 因为妖刀提供的自愈之火, 根本不惧其他。 轰,轰,轰。 滔天的火焰不断地爆裂, 在这其中Bitmon不断地后退, 在莫利亚的强势攻击之下, 它渐渐地落入了下风。 这究竟是何怪物? 这未免有些太离谱了吧? Bitmon海贼团的众人也只得干瞪眼地看着, 这种程度的战斗,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插手。 他们很惊讶, 本以为不久前, 对方能够抵挡住妈妈的攻击已经是很不错了, 海上的第四皇也不过是吹捧罢了。 结果, 这没有过去太长时间, 对方竟然直接压着成名已久的Bitmon打, 这着实让人又惊又惧。 远处, 法奥卡等人正在船只的高处打量着战局。 那道身影, 一副一副当官万夫莫开之事, 只是在那一处, 顿时只觉无比心安。 这一切都是命运的眷顾, 从而遇到实力如此强大的头领。 场中, Bitmon的攻击无论是雷电还是火焰莫利亚都是一刀斩落, 如果一刀不够那便两刀, 一切攻击也就被挡在了身前。 就只有这种程度吗? 这种威力即便是凯多的龙溪和雷鸣都不如。 莫利亚实话实说道, 经过有二人的对战, 莫利亚能够明确感受到Bitmon无论在力量还是速度都要略逊于凯多。 当然, 这里说的是用尽全力的对战, 而不是试探性的过上几招。 Bitmon唯一的优点, 可能就是说招式有点花里胡哨, 凯多纯靠自身, 而前者有些依赖果实。 混蛋, 少自以为是了。 很显然, Bitmon也被莫利亚的话期的不清, 眼中燃烧着烈焰。 模仿炮! 三千里! Bitmon一声咆哮, 顿时身后仿佛出现了一个像是幽灵一样的东西, 那是灵魂的混合体张牙舞爪, 仿佛是一只厉鬼一样。 在那女鬼出现的瞬间, Bitmon将武装色霸气催动到了极致, 一声怒喝之后, 直接挥舞着手中的拿破仑向着莫利亚袭去。 他也不再顾及, 甚至不顾及莫利亚周身萦绕的无数月刃, 直接冲过去, 对准向着莫利亚的肩膀狠狠地一抓, 直接将其锁定。 嗯? Bitmon这种不要命的打法也让莫利亚有些意外, 只见下一刻, 一只黑色的物体直接从莫利亚的脚底伸出, 紧接着直接穿过前者的胸膛。 银脚枪? 是! 即便Bitmon白板的防御很高, 再加上施展了武装色霸气, 但这么近距离又是权力的一击正中靶心, 防御被破开也就在一瞬之间, 刹那间, 莫利亚的胸膛也被染红了, 鲜血似箭。 但是, Bitmon却像是达成了某种目的一样, 脸上陡然露出了残忍和凝蒸的笑容。 死吧! 你这臭小鬼! Bitmon咧嘴一笑, 随即指挥道, 烧死他三千里。 遵命! 妈妈! 那仿佛是女鬼一样的家伙, 直接浮现在了空中仿佛恶鬼扑石一般, 向着莫利亚锁在位置便冲了过去。 无论莫利亚怎么挣扎, 肩膀上的一双大手就是死死地禁锢住他, 不让他逃脱, 即便是影子互换在这一刻也无法使用。 Bitmon以自己重伤为代价, 从而牵扯住莫利亚, 不得不说这个方法确实有效。 那倒凝聚了Bitmon无数灵魂的混合物出现在了两人的上面。 下一刻, 那炙热的烈焰直接覆盖住莫利亚的全身, 将其包裹在了其中。 远处, 月光海贼团的众多纷纷色变, 即便是他们距离很远也能感受到那灼热的烘烤感。 看到这幅画面, 他们不由得心理焦急与担心焦织。 结束了吗? Bitmon海贼团的众人看到这一幕顿时欣喜万分, 看着那火焰中的身影, 期待火焰熄灭之时呈现的是被焚烧成灰的身影。 只是, 两久过后, 想象中的画面也并没有出现。 就这种程度想要打败我, 简直是痴心妄想。 莫利亚, 话音落下的同时, 头顶的乌云直接盖住了天空, 黑暗瞬间笼罩大地。 那组火焰之中, 一道身影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 只是此刻和先前简直是判若两人。 他原本紫色的头发变成了黑色, 就连衣服也发生了变色, 头发变得像火焰一样, 虽然本来也像火焰, 不过现在更加的鲜活。 一道黑色的丝带萦绕周身, 虽然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 看到眼前陌生的身影, 以及那无比强烈的气息, Bitmon直接呆立在了当场。 这是, 银银果实? 能力觉醒了。 第二百张影之领域, 虐杀。 此刻莫利亚身上的衣物已经全部化为黑色, 即便是眼睛也变成了纯黑之色, 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人, 更像是一个站起来的影子。 并且, 她的身体也发生了改变, 此刻其头部不像人类, 反而更像是鸟类, 黑乎乎的就如同乌鸦一般。 看到身上那宛如丝带, 又如黑炎的物质, 莫利亚也是嘖嘖称奇。 而周围的环境, 也是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化着, 乌云滚滚, 黑暗笼罩, 空中的日头仿佛圆月一般散发着惨白的光, 驱散不了一丁点的黑暗。 不过, 她突然感觉到了什么? 隐隐果实不是超人系恶魔果实吗? 怎么觉醒之后, 感觉更像是动物系恶魔果实? 在这个时候, 恶魔果实觉醒? 开什么玩笑? Big Mom惊恶万分, 她没想到, 对方的恶魔果实竟然现在才觉醒, 那么就是说, 对方果实能力没有觉醒, 便可以和她平分秋色, 甚至压她一头。 感受到身前的危险, Big Mom收回飘远的思绪, 指挥着三千里进行着如狂风咒语般的攻击。 莫利亚却是表现得不慌不忙, 直接她的手直接握住了对方按在她肩头的手, 随即身下突然出现了一团黑色物质, 就仿佛是沼泽一般, 两人的身影向着下方急速下陷。 放开! 不要! Big Mom慌了, 虽然她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但却感受到了危险, 一旦被其拉入其中, 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 但被莫利亚的手固定之后, 身下的影子也瞬间伸出了无数出手, 直接将Big Mom裹挟其中, 任由对方如何挣扎都是无济于事。 妈妈! 宙斯、 拿破仑以及三千里同时都是惊慌的大喊出声, 但是影子只是将Big Mom拉入其中, 却并没有将这些霍米兹也带进去。 这些家伙还没有冲过去, 前者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空中, 就连刚才的黑色入口也在这一刻消失不见, 仿佛从来没有过一般。 远处, 海面上, Big Mom海贼团的众人都是惊恶万分, 同时也是莫名的有些恐慌, 生怕Big Mom遭遇不测。 而与此同时, 宛如置身没有月光的黑夜里, Big Mom四下张望, 入目皆是黑漆漆的, 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 就连刚刚在身前的莫莉亚, 也不知道跑到了什么地方。 下一刻, Big Mom尚未反应过来, 只觉胸口位置传来火辣辣的痛楚, 她的反应也很快, 迅速地向着身前一抓, 但是本以为万无一失的抓握却扑了个空。 莫莉亚的气息充斥四周, 但是却锁定不了对方具体位置在哪。 潜伏于影, 狩猎身处阴影之人。 莫莉亚此刻就和阴影融为了一体, 可以说, 现在她就是这片天地的主宰。 果实觉醒之后, 莫莉亚获得了一些能力, 在原有能力的基础上, 又获得了操控无生命阴影的能力, 同时可以通过改变影子形态, 触发影子革命, 从而改变原有物体的形状。 同时可以复活尸体, 无需影子, 这与异鬼的能力相同, 同时可以收割死亡之人的影子, 使之无法灵魂进入黄泉。 但缺少灵魂的尸体, 即便有影子的存在, 也只会成为保留性格的傀儡而已。 拿破仑, 宙斯, 普罗米修斯。 Big Mom莫名地感受到了一丝恐惧, 因为他感觉失去了与这些家伙的联系, 不仅如此, 他感觉果实能力似乎在这里无法发动。 这个空间, 直接切断了他们之间的一切联系。 现在的Big Mom就如同没有老婆的掘墓一样, 实力自然也是大打折扣。 影压之潮? 影子空间之中, 只听莫莉亚的声音在其中回荡着, 话音未落之际, 只听滋滋嘎嘎嘎的声音充斥在耳边, 紧接着黑压压的一片如同潮水般的影压向着Big Mom所在位置, 倾袭而去。 一直指影压在靠近目标之后, 就如同离弦之剑一般, 急速而下直射而下。 感受到危险的Big Mom将手竖直垂于胸前, 极致的武装色霸气覆盖其上, 但强大的冲击还是使其连连后退。 住手! 快住手! 一边抵抗着身前的攻击, Big Mom的嘴却是没住下, 一直在那叫唤着。 莫莉亚的身影浮在她身前不远处的空中, 身后仿佛有着眼冒红光的黑色怪物。 还真是狼狈呢, Big Mom。 莫莉亚戏谑道, 只见她只是打了个响指, 紧接着身后无数触手画作历刃直刺而去。 听手, 我不打了, 傲资什么的, 我也不要了, 这次的损失我也愿意赔偿。 趁着攻击尚未到达危险范围之际, Big Mom连忙摆手, 她已经意识到了莫莉亚的强大, 再这么继续下去, 她还真有可能会输。 文言, 莫莉亚的动作也是停顿了一下, 不过也仅仅只是停顿了一下, 只听她道, 你以为只是赔偿就能消除影响吗? 那以后还有谁敢去我的地盘? 那你想怎么样? Big Mom等着莫莉亚道, 见你向上人头一用。 莫莉亚冷然道, Big Mom知道已经是没有了和谈的可能, 也没有坐以待毙, 只见她双手放于胸前猛地击打两侧, 强大的力量直接使得两侧的空间震荡, 肉眼可见地出现了一刀刀裂纹。 不要太小看人了, 那么就让你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话音未落只见Big Mom头顶的粉色头发就化成了一团火焰, 紧接着眼中也冒着金光, 双手在身前左右一抓, 紧接着那无数的影子出手就在一瞬间寸寸断裂。 嗯? 对于陡然气势大圣的Big Mom莫莉亚也是有些惊恶, 不过很快她也意识到了什么。 作为使用了银银果实的影子人, 她对于灵魂生命之类格外的敏感, 此刻莫莉亚能够明确感知到Big Mom身上的灵魂在不断地流逝, 也就是对方是在燃烧自己灵魂想要与其拼死一战。 也就在莫莉亚分析战局之时, 下一刻, 一道身影便已经来到了她的身前, 对着其脸颊就是重重的一拳。 哗啦啦! 莫莉亚就如同是泥巴一般, 被这一拳直接打散, 身影也顺势融入了无穷无尽的影子之中。 致命拥抱! 影处女! 一声令下, 紧接着影子自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紧接着就化作了树枝棺材状物。 那东西直接降落到了Big Mom的身后, 两侧的门缓缓打开, 紧接着无数的影子出手从中伸出将身前之人拉入其中。 红龙一声, 两侧的门被关上了, 紧接无数的影子尖刺直接插入其中。 莫莉亚目光也随之锁定在黑乎乎的物体之上。 她不认为就这么容易就能解决Big Mom。 果然! 莫过多久, 只听一道咔嚓咔嚓的声音, 紧接着影处女也是硬声破碎。 Big Mom的身影显露的同时, 莫莉亚直接直接瞬间来到了对方的身前, 紧接着展跃便毫不留情地展落而下。 果实觉醒之后, 莫莉亚能够感受到恢复力大大的提升, 这么长时间地对战下来, 她也没有感觉一丝疲惫。 相反的, 此刻的她精神饱满且亢奋。 由不得多想, Big Mom便已是挥拳迎了上去。 当当枪枪! 清脆的声响在空间中回响, 两人一会儿分开一会儿又碰撞到了一起。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莫莉亚的攻击突然停止了, Big Mom正欲反击, 但是莫莉亚的身影飘忽不定, 宛若虚幻, 瞬间又引入阴影当中。 看来你的能力也就止不于此了。 那么我只能说, 这一切都结束了。 说着莫莉亚便已是发八方的能力。 摸过一会儿, 漆黑的空间之中出现了好几双紫色条纹眼睛, 看起来格外的瘆人。 如今, 六道除雀人间道未获取, 畜生道不在, 其余四道已经全部到齐。 当那紫色眼睛的身影显露而出, 就连狮神中的Big Mom都是恢复了短暂的清明。 因为这里面有着两道熟悉的身影。 此刻他已经感受不到对方的气息, 也就是说, 现在的他们不过是让人驱使的傀儡罢了。 你把他们怎么样了? 看到身前的尸馈, Big Mom没有来得一阵心慌。 莫莉亚一边对着尸馈们下达着命令, 一边道, 很快你就知道了, 因为你马上就要成为其中一员了。 八方能够同时操控八具尸体, 刚好还差几个名额。 不要, 我不要。 Big Mom嘴上大叫着, 看起来不像是什么强者, 反倒像是撒泼的大妈。 动手! 莫莉亚话音落下的瞬间, 数道身影直接同时 从Big Mom的四面八方攻了过去。 莫莉亚也在下一刻加入了战团。 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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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裂之声一道接着一道, 时不时有一道斩击迸射而出, 影子空间之中也是不断震荡, 没过多久, Big Mom的身上便已经被留下了数道伤痕。 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影子空间之中, Big Mom的浑浑果实完全被克制, 无法使用果实能力, 这使得其实力大打折扣。 虽然莫莉亚也并未使用权力, 但只是几具尸魁便已经让其难以招架了。 这一战的结果早已经注定。 Big Mom虽然身体十分强悍, 但在僵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终究还是倒下了。 继百兽凯多之后, 又一位海上皇帝, Big Mom云落。 随后, 莫莉亚都没有歇息, 对付这些Big Mom剩下的其他人, 可谓是砍瓜切菜, 不费吹灰之力, Big Mom海贼团的人死得死, 跑得跑。 之后万国的岛屿, 则被月光海贼团的人平推, 根本遇不到任何阻力。 至此, 万国也不复存在, 已经是划入了月光海贼团的底盘。 一时之间, 世界也为之沸腾了。 这才过去不长时间, 这新世界的两位皇帝就接连陨落。 凭借一己之力歼灭一个四皇, 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而这不仅仅发生了一次, 四皇那可是位于大海最顶点的存在, 就这么轻易地覆灭, 就连海军都不可能做到。 数天之后, 海军本部马铃犯多, 听到属下汇报的信息, 战国只觉头痛得厉害。 没想到, 那个最近势力迅速发展的工会, 竟然背后的势力就是他, 这也难怪崛起得那么迅速。 不如不如不如。 这时桌上的电话虫突然响了起来, 战国接起电话, 只是听了几句, 面色突然无比的凝重。 你是说, 是现在吗? 现在, 将在在外执行任务的海军精英全部召回, 同时协助世界贵族们回到圣地。 电话那边传来一道有些苍老的声音。 上面的意思是, 现在就准备动手, 在得到消息之后, 他们已经派人将人质控制住了, 必须尽快将事情安排妥当, 否则夜长梦多。 战国沉默了半想, 有些不确定的道。 不过, 真的必须要让那个孩子当作诱饵吗? 先不说那家伙会不会上钩。 即便这么做, 到时候如果传出去, 我们海军以及政府就要颜面扫地了。 为了除掉那个对世界威胁巨大的家伙, 从而牵扯到一个无辜的家伙, 战国也是于心不忍。 更何况那家伙似乎与他的老战友卡普, 有着一些关系。 不, 那不是孩子。 那是一个还没有长大的恶魔, 是未来世界的祸患, 必须现在就要处决掉。 电话那头传来义愤填膺的声音, 并且我们已经得到了可靠的消息。 那家伙是极为看重情义的人, 如果消息放出去, 也绝对不会坐以待毙。 战国摇了摇头, 又点了点头, 他突然想到了海贼王罗杰尚未将士就被追捕的遗父子, 尚未将士便因为父亲而有了罪。 这个世界向来就是如此的残酷, 如果能牺牲少数人的姓名, 从而换取世界的和平, 那么也是值得的。 知道了, 我这便传讯到海军各支部, 让他们做好准备。 战国揉了揉有些发展的太阳穴, 似乎已经想到了不久之后的未来。 电话那边又蓄到了几句, 便挂断了。 战国并没有先通知各支部, 他首先让海军里面的优秀工匠加强海军本部马林泛多的防御攻势。 因为, 在不久的将来, 这里应该会爆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 第201章大新闻, 未知电话。 时间过去了几天, 阴阴阴都被雨水滋润地生机勃勃, 生机盎然。 回到了暮光之城之后, 月光海贼团将Big Mom的尸体挂于港口, 这也算是对这次事故所造成影响的最好交代。 即便是强如海上皇帝的家伙, 如果在船上搞破坏也只有生死的下场, 这也让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打消了念头, 同样也让一些人对其的安全产生了信心。 蓝色基调, 粉白瓷砖, 贴着各种图画的房间。 去, 找你妈妈去, 别来烦我。 房间中, 维奥莱特看着爬到自己, 脚前抱住他一只脚的小家伙, 没好气到。 虽然嘴上很不耐烦, 但还是将其抱起来, 捏了捏对方的脸蛋。 虽然这孩子不是他的, 但按理说也要叫他小姨。 这个世界人们并不同寻常世界, 他们也生长发育的比较快, 这只是过了一个月便已经可以爬行。 也许, 可能, 也就是说, 他会不会只是想换巧克力口味的, 一道声音悄悄地从身侧传了过来。 维奥莱特文言就是一愣, 脸上也是写满了疑惑。 什么巧克力味的? 寻着对方的目光看向胸口, 入目的是小麦瑟的肌肤, 一瞬间, 他便懂了。 维奥莱特抱着小家伙对着那人翻了个白眼, 是不是巧克力味的你自己不知道吗? 笑了笑没有说话, 咬了一勺汤, 送到了身前之人的嘴里, 多不补身子, 营养跟不上可不行。 这边话音才刚刚落下, 另一边维奥莱特便是以一种怪异的语调, 鹦鹉学舌道, 诺诺, 多不补身子哦, 嘖嘖嘖, 肉麻死了。 顿时, 场面就是无比的尴尬, 就算是莫利亚也是老脸一红。 某人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咱不理会他。 莫利亚反应过来之后, 继续刚才的动作。 斯卡莱特被妹妹这一脚合也有些不好意思了, 用手筋擦了擦嘴, 表示自己吃好了。 于是, 便从维奥莱特手中接过了小家伙。 维奥莱特起初还有些不愿给, 毕竟这相当于怀里挂了一块免死金牌, 但那免死金牌被爆走之后, 他便萌生退意。 刚迈出几步便被滴溜起来了, 来都来了, 怎么不吃过饭再走? 吃什么饭? 我吃过了, 不用了, 谢谢。 虽然没有明说, 维奥莱特已经是知道了, 此刻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能插住筷子的后舟。 数个小时之后, 月光海贼团住的顶楼, 神清气爽的莫利亚看着一群小姑娘在那里打着排球, 他们大多数都是十多岁的年纪, 而佩罗娜就是这里的孩子王。 干爹, 我也想一起玩。 雷贝卡坐在莫利亚的腿上, 脑袋靠在后者的怀里, 像一个粉雕玉琢的瓷娃一样。 莫利亚摸了摸粉色的小脑袋, 道, 我不要吗? 雷贝卡脑袋向莫利亚怀里拱了拱, 撒娇道。 都这样了, 莫利亚也只能好说歹说给他找来了一个捡球的职位。 雷贝卡喜滋滋的也加入了其中。 虽然没能一起打球, 但只是参与其中就让他很高兴了。 正当莫利亚感慨雷贝卡如此容易满足之时, 一只蝙蝠僵尸在空中盘旋片刻, 最终落到了莫利亚的身侧。 主人, 有一个很大的女人想要见你, 现在已经过了港口区, 现在正在娱乐城的大门口。 只听蝙蝠僵尸小心翼翼地向着莫利亚回报道。 莫利亚文言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不过心里却在想这个时候到底是谁要见他? 难道是莉莉? 恩斯特马克? 也只有莉莉的本体可以称之为大, 毕竟是巨人族。 用接待巨人族的Super版跑车接他过来, 我在大厅等他。 莫利亚对着蝙蝠僵尸吩咐道, 随即将放在一旁的果实一饮而尽。 莫利亚对着不远处带着墨镜晒太阳的罗宾打了个手势, 示意他有事离开一下, 待会帮忙收拾一下东西。 后者刚开始还没有注意到, 安逸的生活让他放松了戒备, 估计再过几年就要完全成长为胖嘟嘟的宅女了。 只是片刻, 罗宾的视线从玩耍的孩子们身上收了回来, 只是一眼便读懂了意思, 做了一个OK的手势。 空旷的大厅之中, 莫利亚回转过头, 她已经听到刹车的声音了, 果实觉醒之后的她无感异常的敏锐, 几百米内有的生物她都能够明确感知得到。 但那人出现在视线之中, 莫利亚才知道蝙蝠僵尸口中的家伙是谁。 是黑色玛利亚。 当然, 这地方当真是您的产业吗? 真是不可思议, 和这里一比, 和之国就仿佛还处于原始时代。 莫利亚不知可否, 对她问道, 你不再和之国待着, 跑到这里做什么? 黑色玛利亚眼神中写满忧怨。 你做了那事之后, 就这么一走了之, 切身也是心理, 甚是思念, 于是最终耐不住内心的欲望。 黑色玛利亚说着, 说着就要哼起小调, 弹起那非常硬件的三位线, 莫利亚连忙打断道, 我要听的是实话。 黑色玛利亚不愧是专业的, 浑身都是戏, 楚楚可怜, 渲然欲气的模样都不像是眼的。 见对方不吃这套, 黑色玛利亚也就不再装可怜, 直接走上前去像一条美女蛇一样, 将莫利亚连同作为包围其中。 海贼团也没了, 待在河之国实在是太无聊了。 大人, 整个娱乐城都是你的产业, 不如你包养我吧。 这样, 我也能在船上找点事, 坐。 莫等莫利亚开口, 黑色玛利亚将其抱在怀里, 手也比划了一下。 大人, 你这体型是怎么回事? 上次见到你, 也就是矮上一头, 现在怎么变成小不点了? 现在莫利亚是优化之后的体型, 但尽管如此, 也有近三米左右, 放在普通人眼里, 那也是小巨人般的存在。 但放在黑色玛利亚眼里, 那还真就是小家伙, 毕竟后者的身高足足有八米之高。 八尺大人也不过三米的身高, 而黑色玛利亚直接来了个八米, 身高足足有三层楼那么高, 即便是全盛时期的莫利亚, 也比对方要矮一米有余。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况且你这一人能吃掉八个人的口粮, 养不起你。 莫利亚半开玩笑道, 你到底行不行啊? 黑色玛利亚眉目流转, 我看某人就是银枪辣枪头, 中看不中用, 虽然说实力很强没错, 但是在某方面可能不行。 虽然知道这是激将法, 但是某人还是比较看重名誉, 这可不行说。 好好, 今天就让你看看到底行不行。 楚就交集了数个小时, 黑色玛利亚后背靠着莫利亚的胸膛, 被一只手托着下巴侧着脸, 唇半微弹, 逆哼一声。 莫利亚的手就像是普通人 拖着一个十分沉重的磨盘一般, 但胜在柔软。 就黑色玛利亚这体型, 一般人也就是旧里放了根牙签。 尽管如此, 仍有一种小马拉大车之感。 嘴唇开合之际, 黑色玛利亚长长地呼了口气, 这样都可以, 真是太厉害了, 我的小宝贝。 说着黑色玛利亚转过身来, 在身前之人的额头留下了一个水印, 风于胶躯将其揉了进去。 小宝贝? 莫利亚嘴角不由地抽搐, 一巴掌就拍了上去。 嘴唇, 说错了, 是大宝贝, 现在行了吗? 黑色玛利亚吸了一口冷气, 笑着改口道。 这黑色玛利亚不愧是风月场所的大姐头, 也就相当于青楼里的老宝。 稍话一句接着一句, 车速那叫一个快, 普通人估计此刻已经被他调教得面红耳赤。 即便是欢乐街女王思图西, 在他面前就像是一个纯情的小女人。 那个大人, 那刚才说的, 给我安排的植物是, 黑色玛利亚凑到莫利亚耳边道, 这才是她的最终目的。 我刚才, 刚才说什么了? 莫利亚一脸不明, 所以的样子。 她就是故意的, 现在完事了, 就踢上裤子不认人了。 念及此处, 黑色玛利亚大手动了动动了动, 微微促起的眉头之下, 眉眸满是称怪。 给这个家伙一点颜色瞧瞧, 不然不知道老娘以前是干什么的, 调教男人, 她可最拿手了。 莫利亚眉头紧皱, 撕了一下, 莫利亚原本迷离的目光也有几许清明。 好好, 不逗你了, 以后船上的花街柳巷都归你管行了吧。 莫利亚连忙收刀入鞘, 不给对方机会。 不过, 我丑话说在前头, 如果到时候, 你做了不该做的事, 可不要怪我不念旧情。 黑色玛利亚比了驴尔盼的金发, 知道了, 保证不会让别人说闲话。 说着, 她的声音又变得娇俏, 懦乱, 同时有些惊慌地, 用手臂还住身前之人的脖子, 像是反坐在靠背凳上一样的。 不来了, 不来了, 饶了我吧, 现在已经知道你的厉害了。 也就在此时, 房间之外传来了一阵脚步之声。 人呢? 躲哪里去了? 不会是想赖账吧? 一道声音从房间外面传了出来, 宴会还办不办了, 都过去多少天了。 枝尬, 找到你了。 原来躲在, 咦? 房门被暴力推开, 六目相互对视, 场面瞬间就尴尬了。 你们, 这是在做什么? 霍斯曼瞪着太和金狗眼, 一脸的惊恶之色。 莫利亚脸不红心不跳道, 能不能有礼貌地敲个门? 我, 我出去的时候有敲。 霍斯曼艰难地咽了口口水, 脸蛋也肉眼可见地变红, 只是视线却一转不转。 秉承着自己不尴尬尴尬的, 就是别人的原则。 莫利亚和黑色玛利亚, 直接不避人地穿起了衣服。 你先下去吧, 我这里, 还有事要出脸。 莫利亚拍了拍黑色玛利亚道, 黑色玛利亚笑意盈盈地在莫利亚和霍斯曼身上打量着, 然后他便当着后者的面突然抱住眼前的脑袋, 狠狠地吻了上去。 你, 霍斯曼瞪大了眼睛, 一时间差点忘了怎么说话。 两久之后, 黑色玛利亚意犹未尽地擦了擦裂眼红唇, 又看了看霍斯曼露出了古怪的笑容。 甚至有的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风情万种的黑色玛利亚已经走了。 这一下子, 压力直接给到了莫利亚。 那个, 女人是谁? 霍斯曼这下子都忘了此行的目的了, 总感觉在哪里见过。 那个, 我待会儿就让后厨准备宴会。 嗯, 我现在就去。 莫利亚直接施展话题转移大法。 不过, 这次却不管用啊, 霍斯曼紧追不舍地问, 别打岔, 我是问刚才那个女人是谁? 是一位优质海鲜商人。 莫利亚目光闪躲道。 嗯? 趁着霍斯曼还没有反应过来之际, 莫利亚连忙揽住对方的健安味道。 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罢了, 和你根本没法比较。 你是我情投手足的好兄弟。 我才不要继续这样。 对于莫利亚的话, 霍斯曼还很是受用的。 现在, 你用评价一下女人的标准看我, 我和刚才那个女人谁更漂亮? 嗯, 莫利亚一时语色, 其实她也分不太清楚, 毕竟容貌到达一定程度之后, 就只会觉得都很好看。 高情商的说法是博爱, 低情商则就是花心。 我拿你当兄弟, 你该不会想给我生孩子吧? 莫利亚心道,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这个时候, 大概帅狗子应该会羞愧地, 说不出话来。 我, 果然, 霍斯曼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 就当莫利亚放下心来的时候, 只听她道, 这样, 才能更好地维系我们的兄弟情谊。 主动拳一下子就没有了, 攻守之势逆转, 默然半想。 和谁学的这一套, 莫利亚突然笑了。 我才不要和你生一窝小土狗。 老娘说了多少遍了, 侍郎, 霍斯曼的声音突然小了下去, 因为搭在肩上的手, 这次放在了腰间。 布鲁布鲁布鲁, 莫利亚怀中的电话虫突然响了起来, 并不是内部人员所用的电话虫。 只是响了一下, 她便接通了电话。 之后, 莫利亚的脸色便是无比的凝重。 也就在同一时间, 世界经济新闻社出版的报纸, 席卷了整片海洋。 只见散落的报纸头条之上, 写着一个硕大的标题, 震惊。 白胡子海贼团向月光海贼团宣战。 第202, 张班克禁区, 大雄。 至于这个电话, 是斯图西打来的, 对方只是说了几句便很快地挂断了, 以至于莫利亚都没来得及询问。 对方只是说, 世界政府抓了两个人质, 说了地点, 戈亚王国的风车村。 只是这仅有的信息, 莫利亚虽然不能知道详细, 但也差不多可以猜出来了什么。 不过, 她不过也只是和马奇诺相处了一段时间, 并且十分隐秘。 仅此而已, 世界政府的人又是怎么会知道, 又怎么会抓捕对方。 等等, 莫利亚突然间意识到了什么? 两个人, 难道说, 念及至此, 莫利亚的脸色也是无比的凝重。 一边打电话给波尼斯让她派遣, 位于东海的工会成员进行打探消息, 另一边开始思考着接下来的应对之策。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又从报纸上得到了白胡子海贼团宣战的消息, 仔细地看, 其实也就是世界经济新闻社震惊不起的一个标题, 其实白胡子海贼团也并非宣战, 而是传达出了对月光海贼团的敌意, 对外界释放一个信号而已。 白胡子也自然不会轻易发动战争, 毕竟为了其中一个死去的儿子, 而葬送更多人的姓名, 这显然是划不来的。 从某方面来说也是想要一个态度, 这些家伙怎么会这样, 不就是抢了他们的饭吗? 就算临行之前我又偷摸顺走了几个鸡腿, 但这至于吗? 看到报纸上的消息, 霍斯曼扁了扁嘴巴, 我们都补偿他们东西了, 他们还想怎样? 莫利亚默然扮想, 摇了摇头, 事情应该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白胡子的了解, 对方可不像是主动找茬的人, 并且也不会因为这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动干戈。 白胡子的事先放到一边, 现在莫利亚更在意的是世界政府的动作, 更多的则是愤怒。 世界政府和海军是不是太小瞧她了, 以为她是什么软事怎么想, 怎么拿捏就怎么拿捏。 她不是罗姐, 同样也不是白胡子, 她不是在贬低这二人, 相反的, 她是在赞美这二人的品德, 但这个世界某些情况下并不需要仁慈。 伤及无辜, 这两位不会做, 但是莫利亚会只要能够达成目的, 因为她自始至终都明白自己的身份。 海贼! 她不是什么好人, 同样的, 她也没有什么包袱。 现在, 莫利亚能够想到的就只有一眼还眼, 以牙还牙。 既然世界政府抓了人质, 那么她也抓捕相应的人质也就行了。 而那人质必须对海军以及世界政府是十分的重要。 天龙人? 如今这个情况, 即便是天龙人也可能随时作为弃子, 毕竟天龙人那么多, 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 至于海军以及世界政府的高层, 先不说抓捕的难度系数, 他们甚至在某些人心目中的地位, 甚至不如天龙人。 此来想去, 莫利亚头都大了, 也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 思绪回到现实, 莫利亚也想不了那么多了, 现在要做的是应对将要来临的暴风雨, 积极地进行扩军备战。 一方面需要船舰们制造枪支火炮, 另一方面则需要科学家们制造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 科学家? 在这一瞬间, 他突然想到了科学家凯撒, 因着凯撒的缘故, 他又想到了一个人, 一个对世界政府以及海军无比重要的人。 世界第一科学家, 贝加庞克。 想到这里, 莫利亚便掏出电话虫打给了凯撒, 只是片刻之后, 电话也就接通了。 船上的某处房间之中, 两个男人以及一众阴阴厌厌喝得烂醉如泥。 布鲁布鲁布鲁, 电话虫的特有声音响了起来, 顿时在房间之中回响。 一只手翻山越岭, 在女人们的惊呼声中最终掏出了怀中的电话虫, 接通了。 喂? 哥, 哪位? 是我? 莫利亚平淡的声音传了过去。 房间之中, 那拿住电话的手一抖差点掉到地上, 那人一个机灵, 酒也是醒了大半。 这才发现手中的电话虫并不是自己的, 而是在身边人的怀里逃出来的。 阿布萨罗姆欲哭无泪, 完了, 一世英明毁于一旦。 看着此刻呼呼大睡的凯撒, 阿布萨罗姆越看越来气。 正在为您转接来电, 请稍后, 阿布萨罗姆心里暗自祈祷莫利亚, 没有听出来是他, 一边将电话重拿远。 只见他抬起一脚, 就是踢到凯撒的身上, 没好气道, 就知道睡, 赶快起来接电话, 我可被你害惨了。 阿布, 莫利亚淡淡道, 你们两个在一起吗? 待会记得让他来见我, 我有事要找他。 啊? 哦, 好的, 老大。 阿布萨罗姆忙活地答应, 既然已经被认出来了, 那么就只能坦然面对。 然后, 就陷入了沉默当中, 莫利亚不说挂, 阿布萨罗姆也不敢挂。 对了, 阿布, 你不是在床上养伤吗? 听到莫利亚这么问, 阿布萨罗姆已经是汗流加倍了, 秉承着死到有不死频道的原则, 只听她道, 都是凯撒那家伙, 我还在安心养伤, 她便天天叫我陪她花街听去, 其实我对女人什么的, 根本不感兴趣, 单纯只是不忍服了她的面子。 莫利亚没有追究, 只是道, 嗯, 你说什么我都是信的。 文言阿布萨罗姆却有着一种深深的负罪感, 只听她道, 老大, 我错了, 都是我的错, 以后, 我一定改过自新, 势必与赌毒不共戴天。 恍你是只字不提是吧? 莫利亚点点头道, 只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就行了, 另外也要注意身体。 收到! 挂断电话没多久, 凯撒便是晕头转向, 脚步虚浮地到了莫利亚的办公室, 虽然她本来就是瓦斯人, 虚浮也很正常。 修罗罗罗, 老大, 你找我。 凯撒满脸堆笑, 讨好般地凑到莫利亚身前。 这段时间, 凯撒感觉这就是她所向往的生活, 有着足够的时间与金钱研究东西, 同样还可以随时享受高质量生活。 这和海军的实验基地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那待上几年, 母猪都变得眉清目秀了。 指了指身前的沙发, 莫利亚道, 坐, 最近研究得怎么样了? 莫利亚像是随口一问, 凯撒文言面色也恢复了正常, 变得正经起来。 她知道, 现在的生活并不是平白无故得来的, 想要一直保持下去, 就只有不断地研究有用的东西。 前段时间和加制已经克隆出了巨人族, 现在已经到了培育阶段。 另外, 还有一些催眠痰, 一些心形毒气弹, smile成功概率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凯撒有条不紊, 这段时间她也没有闲着, 自然也不会发出。 莫利亚点了点头, 她对这些也不甚在意, 刚才也只是随口一问, 于是便问道, 贝加庞克你应该很了解吧。 你知道她在哪里吗? 当然, 话一出口, 凯撒突然反应过来了, 盯着莫利亚打量着, 心里盘算着什么。 莫利亚一下子就猜出了对方心中所想。 哦, 在我眼中, 远远是世界第一科学家, 我也只是想拿她作为和世界政府谈判的筹码而已。 见莫利亚并不像是欺骗她, 凯撒于是也渐渐地打消了顾虑, 眼珠子转了转, 她便如石道, 她现在正在海军的一座名叫班克禁区的研究基地, 那里有着世界政府以及海军把守着, 靠近海军的G1支部和圣地玛利乔亚, 同时岛上没有磁力, 借助指针并不能登岛, 我也是趁着他们大意, 侥幸跑出来了而已。 班克禁区也就是庞克哈萨德, 位于新世界, 是隶属于世界政府的一座岛屿, 那你还能准确找到班克禁区的所在位置吗? 莫利亚又问道, 怎么可能找一夜? 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带你们去那里吧? 我才不去那个地方, 我才刚从那个地方跑出来, 要是回去被抓起来, 到时候很有可能被关起来, 我才不要。 凯撒被称为天才, 自然也不可能太笨, 立即就猜出了莫利亚想要说的。 到时候, 我会陪你一起前去, 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莫利亚开出条件, 事成之后, 给你放十天的假, 同时会给你办理一张黑卡, 只要在娱乐城内消费, 全部免费。 听莫利亚这么一说, 凯撒顿时喜笑颜开, 羞啰啰啰。 一个月假期, 我现在就带你去。 本来以为对方会得寸进尺地开出一些条件, 结果并没有, 出奇的好打发。 最终, 在船上的其他人尚不知情的情况下, 莫利亚等人已经开始前往班克禁区。 一行人有莫利亚、 二狗、 奥兹以及凯撒。 数天之后, 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四人便已经是来到了岛屿之上, 因为是从上空直接降落而下, 即便是岛屿周围的海兽兵器也是完全派不上用场。 在登陆岛屿之前, 莫利亚直接将停靠在港口的海军军舰全部摧毁, 上面的人自然也是全部击毙, 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轰隆隆。 一阵轰鸣之后, 班克禁区直接离地而起, 渐渐地漂浮在了空中。 这么大的动静自然也引起了, 引起了岛上人们的注意。 怎么回事? 岛屿怎么飘起来了? 这难道又是博士的研究成果吗? 岛屿的另一边, 一群海军正手持枪械对准莫利亚等人。 是月光海贼团总督, 月光莫利亚。 还有凯撒博士, 他们怎么会一起出现在这里? 海军们都是满脸的惊恶, 对于莫利亚等人的凭空出现有些不敢置信。 快去联系总部, 将消息传出去, 请求支援。 一名海军瞬间反应过来, 以岛上的防守力量, 估计想要对抗莫利亚, 很难很难。 一名海军文言立即掏出电话虫, 只是不管他用尽什么办法, 电话虫都是无法拨打, 他不由得急得满头大汗, 没有信号, 似乎有什么东西, 隔绝了这里与外界的联系。 正在这时, 击到雷电从天而降, 直接将这群正准备开枪的海军们, 轰成浇湿。 之所以没有信号, 完全是由于电磁波的影响, 从而形成了信号干扰。 跟我来, 我知道进入实验室的入口, 修罗罗罗。 凯撒连忙走到前面带路, 也就在几人出现岛上之后, 他们也在同一时间被岛上的监控捕捉到了, 画面也被传到了实验室之中。 此刻看着眼前的画面, 实验室中一个身材矮小的老头, 正在紧张地额头冒汗, 怎么突然就出现了? 这让他一点准备都没有。 看到其中的那道熟悉的身影, 他感觉一定是对方起到了什么作用。 也就在他盯着监控, 监视几人之时, 画面之中, 为首那人也是抬起头了, 目光十分锐利, 如同阴损。 被发现了。 矮小身影大惊。 吼。 岛屿的另一边, 一条红色巨龙挡在了众人的必经之路上, 不断地发出吼叫。 这是被加庞克研究的人造生物, 并不是什么真的龙。 锅噪。 莫利亚拔刀, 斩, 收刀动作一气呵成, 没有一点多余的动作。 巨大的剑气斩击波, 直接将巨龙左右分为两半, 切口整整齐齐, 就连身后的箭筑也是如此。 轰隆隆。 漫天血雨倾洒而下, 巨龙应声而道, 瞬间鸣叫之声不在, 瞬间一切就都恢复平静了。 这一路上, 几乎没有人能够阻止几人, 很快几人便已经是来到了实验室外面。 出了两道身影, 一个是体型高大的小女孩, 身上戴着一个推进器。 另一个, 身材同样高大且魁梧, 有着一头黑色的羊毛卷发, 头上戴着有两个熊耳朵的帽子。 是巴索罗毛, 大熊。 第203, 张隐隐VS肉球, 贝加庞克。 此刻的熊正赤裸着上身, 身上还有着一个绷带, 以及其他叫不上名的东西。 看样子, 刚刚他在协助实验, 当然, 他就是那只小白鼠, 是实验对象。 而在他身旁的是贝加庞克五号机, 代表狂暴的阿特拉斯。 凯撒? 这些坏人都是你引过来的吗? 阿特拉斯盯着凯撒问道, 一边说着, 还一边挥舞着拳头, 有一种随时要冲过来打他的感觉。 不过凯撒也没有怂, 不然他也不可能是 远海军科学界的二号人物了。 那个是贝加庞克制造的一个分身, 对外他们也自称是贝加庞克, 不要被骗了。 凯撒和贝加庞克共事多年, 自然对后者的一些事情非常的清楚。 你,阿特拉斯怒不可了, 这家伙把什么事情都抖搂出去了。 正当阿特拉斯准备冲上前去之时, 熊却是伸出一只手将其拦了下来, 只听熊低沉的声音传了起来, 你不是他们的对手。 莫利亚盯着大熊, 似乎已经猜出了对方为什么会在这里, 不过他却是有些意外, 这似乎提前了一些时间, 难道是蝴蝶效应? 怎么? 暴君巴索罗谋凶? 你想要阻止我吗? 莫利亚横刀身前, 对于一个熊他根本不放在眼里。 熊西自如今没有说话, 只是摘下手套的动作却是说明了一切。 你想要的, 我可以给你。 莫利亚淡淡道, 至于熊想要的, 无非就是给自己的养女波尼治病。 而莫利亚手下现在有着世界最一流的医生, 使用了手术果实的罗, 病病果实的毒Q, 天才外科医生或古巴克。 另外还有一个在龟背倒过着退隐生活的超一流医生库洛卡斯。 对于莫利亚的话, 熊却是没听进去一点。 毕竟介于莫利亚的身份, 她的话能信的人不多。 更何况, 莫利亚这么说让她误以为是想要用金钱之类的东西来拉拢她。 她对这些东西也并不感兴趣。 熊耳朵, 熊掌。 霍斯曼盯着熊的脑袋以及手掌打量了半天, 得出了一个结论, 是毛皮族的熊毛皮。 不能说分析的一点不对, 只能说毫不相关。 熊耳朵是带上去, 熊掌是肉球果实富裕的。 既然是毛皮族, 那就交给我好了。 霍斯曼抱着拳头, 隐隐约约之中可以听到一声嘶吼, 身后的银白色毛发也在此刻加速生长, 气息也是在这一刻节节攀升。 莫利亚一只手按在了她的肩头, 道, 她的能力有些古怪, 为了速战速决, 这里先交给我。 霍斯曼闻言看了莫利亚一眼, 于是便又退了回来, 老老实实, 也不顶嘴。 不远处, 熊双手和时, 便出现在了半空之中。 熊掌冲击! 这熊掌是对大气施加压力, 形成大型气块, 在大气压强之下, 形成强大的冲击, 破坏力极为巨大。 只是刚开始在还是气块的时候, 一般人并不知道其中蕴含的强大能量, 直到气爆裂开来之时, 再想要躲避已经晚了, 强大的冲击的波及范围极广。 离开这里, 她本就是一个感知极其敏感的, 莫利亚只是略微提醒, 霍斯曼便已经是注意到了身前之物。 也只有凯撒这个天赋点没有夹在战斗上的家伙, 反应不过来。 她还不知道要发生什么, 便被莫利亚踢着衣领来到了空中。 凯撒只觉得脚下一轻, 正疑惑之际, 脚下突然传来巨大的爆裂之声。 哄! 熊掌气块落到地面上之后, 瞬间将地面轰出一个大坑, 坑极深, 横竖皆有几十米, 百米之内也有受到波及。 强大的气流冲天而起, 三人的衣服以及毛发都被吹得飞起。 凯撒见状不由的大汉, 这么强大的冲击, 如果打到身上估计到时候肯定会炸得开膛破肚, 血肉横飞。 想到这里, 凯撒不用莫利亚低流, 直接自己保住了后者的大腿, 并且还表演了演绎。 这家伙怎么回事? 不知道贝加庞克什么时候请来了这么个高手。 凯撒瞠目结舌, 熊到来的时候他并不在岛上, 因而并不知道对方与贝加庞克以至于世界政府的交易。 影子突刺! 莫利亚意念一动, 瞬间地面之上出现了一道宛如长枪一般的凸刺, 直接向着熊直接扎了过去。 在后者躲避之后, 那凸刺像是活过来了一样, 穷追不舍。 熊的身形倒退术步, 瞅准机会一掌拍出, 尽管莫利亚的影子可以防御绝大多数攻击, 但是在可以击退一切的肉球面前还是差了点。 毕竟肉球已经被开发到了一定概念, 即便是空气都直接能被弹飞, 莫利亚的影子自然也不能避免。 强大的冲击直接将影子拍得消散, 但是很快的, 影子又是恢复成型。 莫利亚的影子拥有和本体相同的实力, 至于熊想要拍出很长一段距离, 那是非常不现实的。 有着强大的实力, 压制着才能随意决定着所拍之物的落脚点, 否则根本不可能。 影之连却闪。 启动暗影模式之后, 莫利亚直接化作了一团未知黑色物质贴在了地面之上。 黑影仿佛在地面滑动一般, 向着熊所在的的位置急速逼近。 下一刻, 黑影之中, 数不尽的斩击便直接迸射而出, 剑气斩击波们汇集成了一面斩击火力网, 直接扑向了熊所在的位置。 熊的攻击招式虽然威力巨大, 但是它有着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体型有些大, 但是速度有些慢, 没有凯多那般身体开发到极致。 猛推熊掌压力炮。 熊弯腰呈现一副相扑的姿势, 随即双手不断地向前猛推, 随即从掌中推出一块解着一块的熊掌状的冲击波。 那冲击波看似像是吹得泡泡一般, 但当接触斩击之后, 直接威力比炮弹还要大上数倍。 哼! 熊掌冲击与剑气波相互碰撞, 爆出一道庞大的气浪, 向着班克禁区的各方席卷。 刷! 而就在那气浪的爆中, 突然一道剑气陡然破开的气浪, 直接向着熊斩了过去。 那正是暗影形态下莫莉亚却施斩的斩击。 砰! 熊弹开双手, 肉乎乎的熊掌直接挡在了身前。 刀刃斩在上面之时, 莫莉亚就只觉得像是砍到了棉花之上一般, 那感觉比这棉花还要Q弹, 直接将所施斩的力尽数化解。 还真是一个神奇的能力, 莫莉亚一瞬间又是一个连斩打在上面, 但无论力道多么大最后都会被其弹开。 不过, 那又如何? 虽然现在对肉球果实的能力也很好奇, 但它却没有工夫浪费在这上面。 蝙蝠之潮! 莫莉亚意念一动, 随即周遭的建筑阴影瞬间抽象扭曲起来, 没过多久, 那影子便化成一个接着一个的蝙蝠, 张着大口直接咬在了熊的四肢之上。 虽然熊可以用熊掌拍飞攻击, 但密集的蝙蝠群它根本无法全部清除殆尽, 总有一些漏网的家伙, 更何况这些影子蝙蝠是源源不断生成的, 根本没有个玩。 即便身上都出血了, 但是熊都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似乎它就是一个木头人, 没有自己的血肉, 麻木而没有知觉。 对于熊的遭遇, 莫莉亚也知道一些, 痛苦将它璀璨的这般沉默寡言。 而她还不得不与仇人达成交易, 以守护那个心爱的女人, 不知道和什么男人有的孩子。 惨! 只能说太惨了! 你的熊掌虽然能够阻挡攻击, 但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你也应该知道结局。 我再问你一次, 你当真还要继续拦我吗? 莫莉亚现出身影, 盯着熊道, 实话说, 我也是起了稀才的心思, 同样对你的遭遇抱有同情, 否则你现在绝对不可能站在这里。 熊有些疑惑, 她总感觉莫莉亚知道些什么, 不过摇了摇头, 这一定是错觉, 她隐藏心底的秘密, 别人又怎么可能知道? 我是不会让你靠近博士的。 熊话音尚未落下, 只听莫莉亚的声音已经从耳边传来。 那么, 我便让你看一看我们之间的差距。 这一刻, 熊提表汗毛炸力, 浑身都是预警, 似乎有什么危险将要来临。 视线索急, 莫莉亚的身影已然消失。 而刚刚, 她只觉一道黑影以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 直接飞掠而过, 说话声音仿佛贴着耳朵时传出的。 熊这一刻似乎明白了什么。 这时, 只听一声轻响, 似乎是刀龟鞘的交鸣之声, 莫莉亚的声音也从她的身后传来。 结束了, 你在这好好休息吧。 熊低下头, 看到伤口, 此刻她才感受到了身体上传出来的剧烈痛楚。 下一刻, 她的嘴角也有鲜血流出, 身形也是颓然倒在了地面之上。 阿特拉斯一看这种情况, 瞬间吓得脸色大变, 这实力, 即便她冲上去也不过是自寻死路而已。 身后的推进器启动, 她的身形迅速消失在众人视线之中。 走了。 莫莉亚对着, 还在愣神的凯撒道, 她还要等着对方带路。 凯撒现在是惊恶的无以复加, 她还是第一次近距离见到莫莉亚出手。 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家伙, 只是一击便倒地不起。 这实力, 差点惊掉了下巴。 听到莫莉亚的声音, 凯撒的思绪这才回到现实, 脸上堆着的笑容更加谄媚, 她便是, 这般欺软怕硬, 实力欲强她便会愈发恭敬。 正当三人将要离开之时, 一道有些微弱的声音从身后响起, 等等。 熊颤微微地站了起来, 虽然陷入了短暂的昏迷, 但强大的意志力将其唤醒, 现在还有人要等着她守护。 莫莉亚也是微微有些惊恶, 没想到对方竟然这么负于顽抗, 看来应该也是做好了随时赴死的准备, 可能在某一时刻, 她的心早已经死了。 想到这里, 黑影一闪, 激进留下残影, 莫莉亚下一刻已经出现在了熊的身侧, 手也是拍在了后者的肩上, 只听她压低声音道, 我知道, 你想要医治女儿的恶极, 我有办法可以供你一事, 就算不能成功, 我也不会阻止贝加庞克医治你的女儿, 各取所需, 并不冲突。 你又何必拼了命地想要阻止我? 听到莫莉亚的话, 这次熊是有些信了, 毕竟以对方的实力, 想要打败她不是男士, 根本不需要与之浪费口舌。 念及至此, 熊的敌意便渐渐消散了, 也没有了要阻拦莫莉亚的意思。 只是, 他们不知道是, 这对话却被一些人窃听到了。 莫莉亚三人在前面走着, 熊拖着受伤的身体, 远远地跟在后面。 就这样走出一段距离以后, 远处在这时出现了几道白色身影, 是世界政府所属的CP组织, 有几个戴着面具的家伙, 一个女人没有戴面具, 因为她和其他人不是一个组织。 其中最前面的是CP0组织的格尔尼卡 以及吉斯蒙达, 那女人则是CP8的阿尔法。 巴索罗蒙, 熊, 我们来一起对付这家伙。 这里的情况已经传到了政府那里, 估计用不了多久政府就会派人赶来支援。 格尔尼卡对着熊低声说道, 至于消息传出这都是她编造出来的谎言, 目的就是为了恐吓莫利亚, 让其知难而退。 熊文言没有说什么, 似乎并没有出手的打算。 巴索罗蒙, 大熊, 你要知道, 你女儿现在还在我们手里, 不听命令, 你知道后果的。 众人望去, 只见那她怀里竟然有着一个小女孩, 那小女孩此刻已经是陷入了昏迷, 在她的脸上有些像是胎记一样的东西。 熊看到那粉色头发的小女孩顿时色变, 虽然有些不情愿, 但这种情况也由不得她了。 你们这些家伙, 当真就像是阴沟里的老鼠, 竟做一些见不得光的勾当, 浑身上下无时无刻散发着恶臭, 令人作呕。 莫利亚愤怒的声音传来, 紧接着抱着孩子的格尔尼卡, 只觉手中的孩子直接开始翻转, 向上抛飞。 只是她有些奇怪, 那抱住孩子的身体怎么那么的熟悉, 怎么预看预像是自己的身体。 只是一瞬间, 格尔尼卡的脑袋直接落到了地面之上, 鲜血喷涌而出, 直接喷了旁边的女人一脸, 顿时惊恐之色弥漫开来。 格尔尼卡眼睛瞪得大大的, 似乎有着不干, 脸上有着惊恐, 她在最后似乎知道发生了什么。 波尼落到了莫利亚的手上, CP组织的几人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 等他们反应过来之后, 有的甚至吓得瘫乱在地。 要知道, 格尔尼卡是他们之中实力最强者。 刷! 见光一闪, 人头跳动, 几个世界政府的特工当场毙命, 即便是那个面容交好的美女特工也不例外。 速度之快, 甚至都没有给求饶以及咒骂的时间。 莫利亚眼神冷冽, 杀气凌然, 用孩子来威胁他人的方法, 让他有了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种人有多少他杀多少, 都该死。 波, 这血腥的一幕也被刚从实验室跑出来的矮小身影看到了, 见此对方不由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见还在实验室中的波尼被人带走了, 于是急匆匆地追了出来。 而这人正是莫利亚所寻之人。 世界第一科学家, 贝加庞克。 第204张幻兽种, 赏金飙升。 贝加庞克以及一些海军, 世界政府的人身在远处, 就看到了如此血腥的一幕。 他们甚至没有看到对方的动作, 几颗头颅便像是一个个气球一般, 跳到了空中。 格尔尼卡长官, 他们这么容易就被杀掉了。 世界政府的人这一刻直接是被吓得腿软, 尽管他们都是一些心智坚定的人, 但面对顶尖强者仍是止不住的恐惧。 恐惧甚至不足以形容他们, 准确来说应该是战力。 莫利亚将血量的刀刃收了回去, 方才速度之快, 甚至没有在刀刃上留下一滴血液。 有话好好说, 快放下波尼。 很显然, 贝加庞克很显然是误会了什么, 恐怕波尼在对方手中遭遇不测。 莫利亚暂时没有理会, 将波尼抱到了熊的身前, 递了过去。 很可爱的孩子, 不过和我家闺女比起来还是差了点。 熊依旧没有说话, 只是盯着莫利亚看了看, 虽然没说话, 但意思已经表达出来了。 不摇臂连, 你这什么眼神? 孩子随他母亲不行吗? 莫利亚气笑了, 再说他这只是长得怪, 似乎被莫利亚的话唤起了尘封的记忆, 熊的脸上浮现了痛苦之色。 他想起了已经死去的精密, 他这辈子无法抹去的痛。 莫利亚的手搭在熊的肩膀之上, 正色道, 如果我治好了你女儿的绝症, 你之后要加入我的麾下。 从此脱离革命军, 当然不只是明面上脱离。 熊沉默半想, 还没有回答, 贝加庞克已经到。 波尼是得了一种名叫清玉玲的疑难杂症, 这是很久之前就出现了一个尚未被攻克的绝症。 不仅是月光还是日光都会加重病情, 即便不接触, 自然光也会慢慢加重, 怎么可能那么容易治愈? 闻言, 莫利亚也是转过头去, 盯着不远处有些矮小的老头, 以及他身后的几道身影。 他看到有一名世界政府的家伙想要与外界取得联系, 但似乎并未成功。 等一下我再回你。 莫利亚的一台手, 刚才死去的格尔尼卡等人便已经是站了起来, 随机尸体踢着脑袋便直接向着贝加庞克所在方向冲了过去。 长官, 这群人惊恶万分, 失手分离的人怎么可能又活过来了? 他们已经死了, 现在的他们只是一个僵尸而已, 快射击! 人群之中有人反应过来了, 连忙提醒。 其他人后知后觉地进行射击, 但仍然是无济于事, 因为实力差距太过明显。 砰砰砰砰。 铁块! 在这群人子弹射出的瞬间, 格尔尼卡这些僵尸便施展了铁块, 子弹打在尸体之上就宛如射在了钢铁之上, 根本造不成任何伤害。 僵尸虽然不能拥有原生果实能力, 但是却可以拥有除果实以外的其他能力。 海军六世自然也不例外。 这群负责保护和监视贝加庞克的人没过多久便被制服, 不过莫利亚却没有立即杀掉他们。 当莫利亚施展死灵复生的能力之时, 黑眼便萦绕周身, 死气弥漫。 这是…… 贝加庞克瞪大了眼睛, 这能力他似乎在一本古籍上看到过, 脑海中储存着关于他的知言片语, 只是之后从未再有关于他的记载。 书中有关于其的记载, 路守人参,宛如星月, 常于阴影中活动, 真实能力, 无从得知。 相传, 他是名府的书写员, 书写了死亡之书, 使得死者来世, 渡过难关, 得到永生的咒语。 人人果实, 幻兽种, 图特形态。 在过去的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年间, 这颗果实从未有过觉醒, 以至于人们已经忘记了它的存在。 只是, 并不是传说中的另一颗果实, 它不是解放的战士, 也不能带来自由。 贝加庞克沉浸在脑海的回想当中, 莫利亚已经道, 贝加庞克博士, 不知道, 你有没有听说过手术果实与病病果实? 听到莫利亚的话, 贝加庞克的思绪回到现实, 暗纳住心中的惊骇, 贝加庞克想了一下道, 手术果实在几年前出现过, 但最终因为种种原因销声匿迹了, 并并果实我在恶魔果实图鉴之上看到过。 突然想到了什么, 贝加庞克盯着莫利亚道, 难道说, 那两颗恶魔果实都在你手上? 单单只是手术果实, 贝加庞克便感觉有很大几率治愈波尼, 毕竟那可是能赋予人永生的恶魔果实。 纠正一下, 不是恶魔果实, 是能力者。 莫利亚纠正道, 见贝加庞克似乎也感觉对方有可能治愈自己的女儿, 于是熊直接开口道, 我答应你, 只要你能说到做到,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即便是要我的生命。 莫利亚满意地点了点头, 看到贝加庞克有些欲言又止, 她继续道, 我这次的目的也不是要来治病救人的, 跟我走一趟吧, 贝加庞克博士, 你找我到底要做什么? 贝加庞克有些警觉地看向莫利亚, 她总觉得对方找自己不会是什么好事, 并且她从司徒西那里得到了关于对方的一些消息, 莫利亚似乎知道她的一些秘密, 也不知道她能听不听得懂, 莫利亚道, 拿你作为谈判的筹码, 乖乖跟我走就行了, 我是不会跟你走的, 我的研究成果还都在这座岛上。 贝加庞克话还没有说完, 莫利亚便道, 你该看一看现在我们在什么地方, 你大可抬头看一下天空。 闻言, 贝加庞克抬头看向天空, 只觉得天空正在离岛屿越来越近, 并且呼吸也有点不大顺畅。 这是, 既然研究成果都在这座岛上, 那么就直接将岛屿全部带走就可以了。 莫利亚贴心地道, 如果是连接着大陆家的岛屿, 自然是不可能用飘飘果实移动, 但是庞克哈萨德即便是磁力都没有, 这显然不是一个正常坐落的岛屿。 见贝加庞克还想再说什么? 莫利亚却是道, 我不是询问你的意见, 而是你今天必须要跟我走。 两久的沉默之后, 贝加庞克叹了口气, 事到如今也只能委屈求全, 之后再想办法脱身了。 数日, 世界政府通过各种办法都没找到消失的班克禁区, 好像这地方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一时间各种猜测都有, 但最终也没有得出一个结论。 大人, 已经得到了消息, 是在东海风车村的驻足的一名海军将事情报告了上去。 当时一群海军还向周围的村民打听了大人的消息, 月光海贼团麾下的一名眼线汇报着这些天来打探的结果。 一间房间之中, 莫莉亚背靠着靠背面色凝重, 神情冷然道, 查一下这些海军的全部家庭情况以及住址, 必须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 那人正应着, 这边电话便又响了起来。 莫莉亚接通之后, 听到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是司徒西, 此刻她的声音可以听出来有些焦急。 人是不是你抓的? 司徒西很有韵味的声音传了出来, 这才一上来就开始质问。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莫莉亚明知故问。 贝加庞克博士, 除了你我想不到任何人会做出这种事。 司徒西斩钉截铁地道, 对于你这出奇般的信任, 我真是不知道该不该高兴。 莫莉亚也遇到, 此时支嘎一声, 房门被从外面推开了, 一道身影看到前者正在打着电话, 于是捏手捏脚地走了进来, 尽量不发出声音。 抬眼看了一眼, 莫莉亚便又收回了视线。 司徒西一听便知道, 对方就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 于是便开始追问道, 博士现在怎么样了? 你们要拿他怎么样吗? 莫莉亚文言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反问道, 你先要回答我的问题, 他们还好吧。 一瞬间, 司徒西便知道了莫莉亚的真实意图。 你不要乱来, 他们已经被转交给了海军, 现在应该到达海军本部马林泛多, 有海军高层亲自看押, 我也没有办法接受到。 莫莉亚一听, 是现在已经交给了海军, 也算是放下了心来, 倒不是说海军有多好, 只是他们懂得权衡利弊。 不用担心, 我不会让他有事, 放心好了。 莫莉亚调侃道, 到时候博士在我手上, 你也可以随心所欲做爱做的事了。 谁要为你做事, 想得倒挺美。 司徒西催了一口, 我就暂时相信你这一次, 如果博士出现什么意外,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挂断了电话之后, 莫莉亚只觉身上一沉, 感觉身下的椅子都快要散架了。 你是不是该减肥了, 比好几头大象还要重, 我都快承受不住了。 感受到身体上传来的重量, 感觉那人坐上来的时候, 就感觉双腿像是 加了几千公斤的负重。 大人, 你真会说笑, 说着黑色玛丽亚突然在莫莉亚耳畔 用低如闻那的声音说了什么, 紧接着道, 现在两条腿还怕支撑不住切身吗? 莫莉亚揽住身前的风韵, 没有让她掉下去。 体型大就是不一样, 身体相当温柔四入。 现在我还有事, 把东西先放那里吧。 莫莉亚拍了拍黑色玛丽亚的风满, 示意她下来。 黑色玛丽亚却只是挪了挪地, 伸手将桌上的一盘东西拿了过来。 大人, 看你最近似乎有什么心事, 总是不太高兴的样子。 这里做了一些御手洗丸子, 每当切身遇到不高兴的事情是, 吃上一份心情也就变好了。 莫莉亚视线投了过去, 只见盘子之中有着用竹签创好的一个个小丸子。 上面似乎涂了一层秘质酱料, 香气扑鼻, 卖相也是相当的不错, 只是个头较大, 比四洗丸子还要大上数倍, 毕竟黑色玛丽亚体型在哪, 普通的小丸子估计也就和芝麻力那么大。 莫莉亚正想去拿一个品尝一下, 毕竟是一番心意, 但是就在这时, 黑色玛丽亚却握住了那只手刀, 不要动, 让妾身来就可以了。 嗯嗯, 莫莉亚猴姐滚动, 两酒之后才反应过来, 这样子就像是鸟类咸食而补。 两酒? 玉手洗丸子也吃完了, 莫莉亚的情绪也确实得到了改善, 不过这也不是丸子的作用, 而是体内多巴胺等等水平升高, 从而产生了兴奋。 黑色玛丽亚又站起身来, 将作为放倒, 坐在了另一侧, 继而将身侧之人枕在了自己的双腿之上。 大人, 闭上眼睛, 不要动。 黑色玛丽亚温声道, 随即她只觉像是枕在了弹性十足的枕头之上, 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萦绕鼻端。 莫莉亚也没有拒绝, 想来黑色玛丽亚也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毕竟现在对方还要靠她获得想要的东西。 渐渐的, 莫莉亚还有些期待起来了, 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结果, 直到对方将东西探入她的耳朵, 这才知道是给她采耳。 先不说黑色玛丽亚怀着什么目的, 就单论在伺候人方面, 在这艘船上都找不到对手。 一边享受着黑色玛丽亚的服饰, 莫莉亚一边思考着事情。 世界政府以及海军的人拿了人质去秘而不宣, 必定是想要准备完全再动手, 也就是现在还有一些缓冲的时间。 砰砰砰, 也不知道过了过久, 房门被人从外面敲响, 莫莉亚的思绪也回到了现实。 莫莉亚睁开眼睛, 但并没有起身的打算, 黑色玛丽亚也看出了她的想法, 于是说了一声请进。 拉斐特推开房门之后, 就看到了靠在一起的两个高大身影。 待黑色玛丽亚将耳烧缓缓收回去的时候, 莫莉亚坐起身来对着拉斐特道, 坐。 拉斐特目光在黑色玛丽亚身上上下打量了一下, 一瞬间她就明白了。 黑色玛丽亚脸上也是浮现了一抹笑意, 莫莉亚没有立即将她推开, 也是为了向外公布一下关系, 这次之后估计在船上做事便会一露绿灯。 而她之所以那么频繁地出入对方房间, 为的也就是这个。 拉斐特心里盘算着, 但却没有询问, 而是道, 船长最新的悬赏令已经公布了, 这次我们海贼团的干部们的赏金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嗯? 莫莉亚也是来了兴趣,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想来她的悬赏应该也应该换新了, 毕竟这个世界的悬赏令一定程度上和实力挂钩, 只是区区三亿的话有些没有排面。 拉斐特将悬赏令放到了桌上, 莫莉亚翻阅了一下, 第一个就是她的。 月光海贼团船长, 万影的月光莫莉亚, 悬赏金是47亿3600万贝利。 月光海贼团, 百兽之王霍斯曼, 莉莉悬赏金21亿3000万贝利。 魔鬼金属, 拉斐特悬赏金15亿1000万贝利。 魔人后裔小奥兹悬赏金13亿整。 巨大战舰圣湖安厄郎11亿6000万贝利。 音乐犯奥卡10亿。 只是超10亿者变6人, 其他干部们也几乎全部过亿。 盯着自己的悬赏看了看, 莫莉亚感觉悬赏倒是没太大问题, 当时也只有白胡子高出一些, 只是这拍照水平一般拍得不够帅。 莫莉亚将悬赏令放在桌上, 对着拉斐特道, 通知波尼斯对海军高层以及世界政府人员进行通缉。 另外对外放出消息, 一周之后, 我会只身前往白胡子海贼团驻地挑战白胡子。 第205章交锋, 莫莉亚vs白胡子。 消息如马, 一闪而过, 迅速蔓延整个世界。 这才莫过几天, 整个世界的人们都知道新世界双雄要开战了。 不过现在, 地下世界的帝王们却并不想让他们开战, 因为这根本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一旦双方开战到时候两败俱伤, 世界政府坐收鱼翁之力, 到后来收拾的就是他们。 好在并不是两方人马的大规模混战, 而是只是王对王。 估计到时候就算败了应该也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 一时间, 世界各地都在讨论着此时, 甚至有的地方开始压住, 赌最后到底谁会赢。 绝大多数人认为莫莉亚是出生牛独不怕虎, 毕竟白胡子可是公认的世界第一强者。 与此同时新世界的某处小岛, 此刻岛屿上阵在举行着宴会。 现在的红发海贼团已经基本成型, 传员们也个个都是精英。 有传闻, 红发海贼团已经半只脚踏入了皇籍海贼团, 距离新世界的海贼皇帝也只是势力太小而已。 来, 这是我从西海带来的流, 喝一桶少一桶, 今天也就看你来了, 不然平时我们都是舍不得喝。 香客思喝的面色晕红, 手里拿着一杯刚倒好卖酒递给身侧之人。 而在他身边的人带着一顶黑色礼帽, 黑色风衣, 身后背着一把十字架形态的长刀, 他便是被誉为世界最强的剑士的, 鹰眼乔拉可尔·米霍克。 我还是更喜欢红酒, 鹰眼并没有接过, 而是要了一瓶瓶装红酒, 与红发海贼团的大大咧咧相比, 鹰眼就像是鹤立鸡群, 举止优雅, 宛如绅士。 你当真不是找我打架的吗? 不然,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香客思喝的微醺, 身上也满是酒气地道。 鹰眼摇了摇头, 手里拿着高酒杯, 将红酒倒在了里面。 我才不和一个失去握剑之手的剑士切磋, 我这次来是想和你打听一个人, 听说你几年前和他在东海交过手。 说着, 鹰眼将怀中的悬赏令掏了出来, 放在香客思的身前。 香客思不以为意的目光扫射到悬赏令之上, 紧接着眼神闪过一丝错愕, 将悬赏金拿了起来, 扫射了一遍。 直接四十亿的赏金, 上升得倒是快啊。 看到我都有些心动了。 香客思打了个哈哈道, 将悬赏金放到了一边, 一副魂不在意的样子。 据说, 他也是一位实力不俗的剑侯, 相比, 你应该是领教过了。 鹰眼锐利的目光打量着香客思, 想从中发现什么。 香客思刚才还是心情不错的样子, 在陷入沉思之后, 面色也随之变得凝重起来了。 剑术精湛且独特, 是我从未见到过的剑姐, 同时还有一些古怪的能力作为配合, 和他对战可能随时都会失去性命, 就算是我, 也没能全身而退。 鹰眼看到, 香客思突然俯向了断掉的左臂, 似乎明白了什么, 原来你的手臂就是在那次对战中失去的吗? 香客思不置可否, 目光远跳道, 这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他的实力如何? 无从得知, 人们只知道凯多Big Mom这种巅峰强者接连败于棋手, 想来实力应该比几年前又要强上许多。 东海之行遭遇的莫利亚, 是他出海以来遇到的最强敌人, 即便是在他眼上留下伤疤的地棋, 也不可与其相提并论。 当初虽然看起来是他更胜一筹, 但是, 只有香客思知道对方当初根本没有下死手, 毕竟对方号称万赢, 而当初与他对战的时候根本没有完全施展。 听说他要去挑战白胡子, 你感觉他们谁会赢下比赌? 鹰眼喝着红酒, 靠在一颗很粗的树干上, 对着香客思问道, 毫无意义的战斗, 这场战斗最后根本就没有赢家。 香客思语气平淡, 如果莫利亚真的那么头脑简单地 不计后果挑战白胡子, 那么只能说他是一个莽夫, 适合单打独斗, 但不适合成为一位首领。 只要有点脑子的人就不会这么做。 鹰眼也明白了香客思的意思, 是谁赢了到最后都捞不到好处。 如果他们出事, 估计接下来世界政府就要来处理我们了。 鹰眼说话间没有一丝巨异, 他对于自己的实力还是很自信的, 只不过, 可能以后就不会像现在这般自由了。 香客思文言笑笑, 不要想那么多了, 我们来继续喝酒, 接着奏乐。 月色渐浓, 在众人都呼呼大睡的时候, 新世界某处海面之上, 一条绳子从金鱼头的大船上放了下来, 船下的海面上有着一艘小船, 一道有些肥胖的身影拽着绳子缓缓而下, 快要到达海面之时, 他便小心翼翼起来, 似乎有些惧怕海水。 待到达小船之上后, 那人便骂骂咧咧起来。 这道偷偷摸摸的身影并不是什么小偷, 而是这艘船上的一员马歇尔·蒂奇。 当然现在还没有什么黑胡子的外号。 这家伙竟然真的赶不及后果的着老白胡子, 真是愚蠢。 蒂奇现在只想骂娘, 莫莉亚这么一来, 她的处境就变得危险起来了, 思来想去, 到最后也不得不赶紧跑路。 到时候如果让对方解释清楚了, 嫌疑人就锁定到了还活着的人身上, 毕竟在这过程中并没有其他人存在, 与之有可能被揪出来, 倒不如直接就此离开, 寻找机会实现自己的计划。 小船在海面船渐渐远去, 熟睡之中的人们也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直到第二天天明, 也没有人注意倒少了个人, 蒂奇在白胡子海贼团中存在感并不是很高, 一直以来都作为二番队的普通成员, 也不喜欢表现自己, 朋友也不是很多, 因而人们也没有意识到少了这么一个人。 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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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东西敲击地面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船舱之中走出了一个高大的声音, 而那声音则是他武器接触地面发出的声音。 老爹! 那身影出现之时, 甲板上的人们便将视线投了过了, 异口同声地唤了一声。 白胡子微微点了点头, 随即走到了甲板上的某处, 将武器从云切靠在一边, 自己则是坐在了座位之上, 拿出了一坛酒, 刚一打开, 身边就传来了一道声音。 老爹, 你的身体会吃不消的, 是一番队队长马尔克。 哭啦啦啦, 如果不能品尝鸣酒, 那么还有什么意思, 人都面对死亡, 没有什么好怕的。 白胡子笑着道, 随即就将酒水开封, 直接提着酒坛喝了起来。 马尔克见老爹不听劝, 也是无可奈何。 只得道, 就破例这一次。 白胡子闻言似乎恩了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答应了。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马尔克也知道, 酒饮一上来, 戒酒又要重新开始了。 不对啦, 老爹, 那家伙似乎约定的时间就是今天。 马尔克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道, 你说那家伙什么时候会来? 在一旁的白胡子海贼团的成员接话道, 我看他根本就不会来, 估计应该是喝多了假酒放出的大话, 事后又不敢过来。 有道理, 另一个人点了点头, 老爹可是公认的世界第一强者, 这么多年来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 即便是罗杰也不行。 白胡子在一旁喝着酒, 没有接话, 看着船上的人们其乐融融的样子, 他感觉很是欣慰。 只是, 他自己确实知道, 这样子日子持续不了多久了, 他的身体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 萨奇的死也让他明白了一些事情, 随着他身体原因, 可能更加震慑不住一些人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原本晴空万里的天空突然阴暗了起来, 但却并不是什么暴风雨来临的征兆, 仅仅只是日头暗淡了一些。 闭目养神养神, 中白胡子缓缓睁开双眼, 手也是下意识地握住了丛云切, 口中喃喃自语, 有什么了不得的家伙靠近了。 老爹, 你说什么? 旁边人距离白胡子还有一段距离, 并没有听清楚对方在说什么。 白胡子没有回答, 突然面无表情地站起身来, 目光扫向远处的天空。 众人也随之望去, 只是白胡子视线所及之处, 有一群好像海鸟的东西在空中盘旋着。 既然来都来了, 为何又不愿现身? 白胡子的视线依旧是望向某处, 不怒自威。 什么? 那里有什么? 众人还有些不解, 只见那黑鸦鸦的一片黑色乌鸦突然以一种很快的速度飞掠而过, 在众人尚未察觉之际纷纷撞向了甲板之上。 黑影汇聚成形, 渐渐地从甲板上站了起来。 传上众人视线, 这才聚集过去。 只见, 一道不属于白胡子的高大身影屹立在甲板之上, 他披着黑色的披风, 表情淡然。 海上尚存的另一位海贼皇帝, 万影莫利亚。 不愧是被人成为世界第一强者的白胡子, 本以为保持了相对安全的距离, 结果还是被发现了。 莫利亚话音落下的同时, 空气仿佛凝滞致了一样。 寂静无比。 月光莫利亚, 你竟然还敢来? 你难道真的不怕死吗? 想要挑战老店, 先打败我再说。 甲板之上的白胡子海贼团成员你, 一句我一句地说着, 以至于两人的声音都被盖住了。 下一刻, 一道恐怖的气息直接覆盖住整艘船只, 船上的众人顿绝胸口发闷, 心跳有些不大正常, 一些人甚至直接扑倒在了地上。 霸气肆虐间, 场面瞬间陷入了安静, 一道接着一道身影扑倒在地, 甚至有的干部都承受不住。 月光莫利亚, 你到底做了什么? 没有被霸气震晕的人们对着莫利亚大声质问, 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了吗? 马尔科盯着莫利亚的身影道, 这股霸气对他还造不成什么影响? 现在耳边也清静了, 也该谈一谈我们的事情了。 莫利亚与白胡子相对而立, 周遭的白胡子海贼团的人们虽然对前者很是仇视, 但这时候也不好直接冲过去。 突然间, 莫利亚从王之财宝宝库之中拿出了一些珍藏的美酒, 道, 上次我托人送来的酒应该已经喝完了, 这些算是见面礼, 我这次来也并非而是挑战, 而是想消除误会, 并且有事相求。 你, 莫利亚一提及此事, 白胡子海贼团的众人顿时大怒, 如果不是他送的毒酒, 他们又怎么可能失去那么多同伴? 要不是有明智之事拦着, 估计有的人就冲过去了, 但实力间的差距也注定了结果。 哭啦啦啦, 没想到你竟然真的敢来, 那么, 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交代了呢? 白胡子发出标志性的笑声, 随着声音的落下, 一股震慑心神的气势陡然而出, 顿时将身前之人笼罩其中。 在白胡子的气势下, 莫利亚的表情却没有任何变化。 白胡子笑声收敛, 手里握着从云切, 死死地盯着莫利亚, 浑身更是隐约有霸王色霸气, 笼罩环绕, 并且已是传导到了武器之上。 感受到白胡子身上散发出的危险气息, 莫利亚面色不变, 声, 但音却是渐渐地冷了下来。 交代? 交代什么? 如果你想找理由开战的话, 那就做好最坏的打算。 白胡子看向莫利亚, 哦, 口气倒是不小, 那么就让我看看你有几分实力。 话音落下的瞬间, 白胡子左手突然握住从云切, 一股像是光团的物质将刀刃包裹其中, 随即向着莫利亚的方向直接劈砍而下。 哄, 莫利亚面色凝重, 直接抬刀格挡, 刀身以及周身仿佛有黑盐营绕, 灵力气息冲天而起。 二人的武器都打在了虚空之上, 并没有直接接触到, 瞬间大气陡然出现了一道道, 犹如镜面碎裂般的裂痕, 一股恐怖的气息陡然爆发, 向着周遭席卷。 不好, 快走。 马尔科等人见状, 直接拽起周遭, 昏死过去的同伴, 撤出了两人的身边, 到时候可能就真死过去了。 轰隆隆。 在众人的注视下, 莫利亚和白胡子之间的空隙, 好似抽象的画作一般扭曲, 同是爆发出的恐怖余波, 充斥着整艘船只。 海水不断地涌起, 不断地拍打的船只, 海贼船就像是一个年久失修的房子, 感觉随时都有可能轰然坍塌。 看似两人的较量所散发出的气息, 对周遭影响并不是很大。 其实这是二人将其引入了空中。 如果不是这样, 到时候两人交手根本没有立足点。 二人皆是一刀, 空中, 大气阵炼, 仿若天欠。 第206章电剧人, 恶魔契约。 海的另一边, 马林范多, 负责临时关押囚犯的地牢。 地牢一共四层, 墙壁全是坚硬的岩石、 砌城, 越往下通道就越窄, 牢房数量也在缩减, 最下面则是关押着最重要的囚犯。 是死刑犯的, 因而没有什么良好的排水措施, 地面潮湿不堪, 毕竟死刑犯没有人权, 早晚都是死而已, 也没人会在意这些东西。 原本关押最大恶极囚犯的地方此刻, 关押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子。 外面的海军守卫也是比往常多出数倍, 几乎被围的水泄不通, 可以看出重视程度。 卡普中将, 你不能进去, 上面下达了命令, 除非有特殊准许, 否则任何人都不准靠近。 说话的人是负责看守的一名长官, 此刻卡普到来说话也算恭敬, 毕竟对方是海军英雄, 人尽皆知的大人物。 老夫只是进去说说话, 并不会做什么其他的事情。 卡普声音低沉地道, 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这, 那海军长官表现出为难之色。 卡普却没再理会他, 直接走了进去, 周围的海军们念面相去, 但都实相地没有阻拦。 告知的义务已经尽到了, 听不听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反正两边都不能得罪, 不去都不得罪。 只要这件事不说出去, 也不会有人知道。 渐渐地, 卡普来到了最下面, 这里比上面几层面积要小伤很多, 总共只有两间牢房。 点燃墙上的火炬顿时视线宽旷了许多。 卡普先生, 你怎么来了? 看到来人之后, 一道女声随之响起。 倒也没有听出来虚弱, 毕竟虽然看守森严, 但是环境以及饮食都要比其他囚犯要好很多, 毕竟这只是钓大鱼的诱饵。 A卡普摊了口气, 有些惭愧地坐在了牢外, 沉默两久才到, 是老夫害了你们。 如果不是我带人回去, 也没有人会注意你们。 卡普话音落下之后, 里面便陷入了沉默。 过了好了一会儿, 里面才传出了声音, 这不怪你, 只能怪我自己, 是我命不好。 当初那人要带我走, 但我却拒绝了他, 要知道会。 女人捏如着嘴唇, 最终还是没有说话来。 这是怀里的小家伙, 也被说话的声音吵醒了, 睁开双眼, 此刻他还不知道将要经历什么, 大人们也没有告诉他。 这是卡普从怀中掏出一个盒子, 里面有带的一些小孩子, 喜欢吃的零食, 这也算是他能帮助的了。 如果作为人质的话, 我自己就可以了。 卡普先生, 希望你能把他带出去。 马其诺央求道, 看着不知道大人们的烦恼, 欢快地吃着零食的小家伙。 卡普五味杂陈, 两久之后才道, 不瞒你说, 我有极小概率把你放出去, 但是, 孩子几乎为零, 长长地叹了口气, 马其诺道, 既然如此, 那我也不会扔下他, 只是可惜他还那么小, 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 也没有去过游乐园,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带他去。 说着声音便哽咽起来了, 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他还只是个孩子, 什么都不懂。 卡普这时候也只能保持沉默, 他也没有什么办法, 有时候, 海军以及世界政府的做法和正义并不沾边。 声音渐渐小了下去, 马其诺突然问向卡普, 卡普先生, 你说他会来吗? 既然你问了这么话, 说明你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卡普淡淡道, 他是一个海贼, 抛弃弃子这事并不少见, 更何况这时候, 世界政府已经布下天罗地网, 一般人不回来, 就算来了也走不出去。 他说的倒是实话, 如今这情况, 就算是世界第一强者白胡子来了, 都要掉层皮, 甚至走不出去。 那如果他, 莫等他把话说完, 卡普已经知道他要问什么了, 直接道, 无论是他死了, 还是没有来, 都只会是一个结果, 不会变的。 因为这事, 有前车之鉴, 卡普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罗杰, 就算是起了他的血脉, 世界政府也不会让他存世。 似乎已经知道, 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声音也渐渐地没有了。 与此同时, 新事件, 莫比迪克号上, 两股气流渐渐小了, 显现天倩的天空, 也渐渐合拢。 传上白胡子海贼团的成员大口喘着粗气, 刚才被强大的霸气以及气场波及, 他们感觉都在死亡边缘徘徊。 竟然能和老爹平分秋色, 怪不得能打败凯多那种怪物。 不过, 如果老爹出权力的话, 他根本就不是对手。 就当众人期待白胡子接下来的攻击之时, 碰。 只听一声轻响, 白胡子直接收起了从云切, 没有继续出手的打算。 不仅是众人, 就算是莫利亚, 也是颇为意外, 只是对方都没有出手了, 那么他也不好趁人之威。 就当莫利亚想要问他整什么妖蛾子时, 白胡子却先是开口了。 好, 小鬼, 你的实力我认可了, 你有和我谈判的资格。 莫利亚一愣, 紧接着就明白了。 合着刚才只是想要给他一个下马威, 小小的试探而已。 如果实力不够, 杀了就杀了, 一聊百聊。 如果实力不俗, 那么再进行交谈。 文言, 莫利亚收起斩月, 现在他的敌人是世界政府, 这次来白胡子海贼团也只是为了了除恩怨, 消除误会。 拿酒来。 白胡子突然对着身后的人们道, 只是在其发话之后, 众人却愣在了原地, 面面相去, 没有动。 还愣着干什么? 快去船舱里拿酒来。 这次验证了耳朵, 没有欺骗他们。 于是有人便去船舱中抬了一桶酒来, 同时还拿了一些碗。 白胡子, 我这次来想要你给我一个解释, 我和你无仇无怨。 难道你想要解决掉我, 一个人称霸新事件? 盯着白胡子与后者对峙着。 他不感觉白胡子有这个打算。 喝完酒再说, 白胡子吩咐身侧之人将酒满上。 咕嘟咕嘟咕嘟。 两人都是端起碗来, 没有一点犹豫。 痛快。 白胡子发出一声称赞, 一饮而尽, 抹去了嘴角残留的酒水。 而莫利亚则没有喝得那么快, 毕竟她不是一个酒鬼, 喝了一些就有点上头。 你走吧, 不是你。 白胡子盯着莫利亚突然开口道。 莫利亚一头雾水, 莫非这白胡子老年痴呆了, 他根本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老爹, 他可是杀死了。 众人正想说什么, 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如果真是对方在酒水里下了毒, 那对方怎么没有犹豫一点, 就将酒喝下了。 这很蹊跷, 说明对方根本有可能就不知情, 否则也不会那么痛快。 把蒂七叫过来, 白胡子突然沉声道, 整个人不怒自危。 没过多久, 有一人跑过来会报道, 老爹, 蒂七不在船上, 他不知道去哪里了。 闻言, 白胡子面色变得不好看起来了, 这是他最不想看到的局面。 外部敌人他倒也不怕, 只是怕敌人在内部。 可以说, 蒂七可能不是凶手, 但应该也知道些什么。 如今早早地逃走了, 在白胡子海贼团就等于直接叛逃了。 白胡子海贼团的人议论纷纷, 莫利亚在旁边也从直言片语中 知道了事情的大概。 只是她不知道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难道是蝴蝶效应? 那颗恶魔果实提前出现了? 小子, 如果我记得不错, 你刚才是说有事情要找我帮忙是吧? 白胡子还是那般孤傲, 只是语气缓和了许多, 这件事是我们的人出了问题, 所以作为补偿, 只要不是什么难办的事情。 白胡子虽然话没有说完, 但意思已经很明确了。 莫利亚也不转弯抹脚, 直接道, 我想让你打败我, 而且让我败得很难看, 躺床上几个月下白床的那种。 嗯? 白胡子一听就蒙圈了, 这是什么的意思, 变相挑衅? 还是自己想找刺激? 见白胡子海贼团的众人都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莫利亚也觉得他们应该是误会了, 于是道, 当然只是放出消息而已, 相信这也不会对你造成什么负面影响, 相反的, 这还会让你扬名。 哭啦啦啦, 小子, 你觉得我会需要吗? 白胡子爽朗一笑, 你按照你说的做吧, 虽然不知道你小子到底要做什么? 伟大航路前半段, 爱丽亚王国, 此刻王宫城堡之中。 昏君? 昏君? 此刻宫殿之中, 一群人跪在殿内, 正中间的一人在拼命地大喊, 但是身侧的众人都像是聋了一般, 没有人在意他的叫喊。 爱德温将军, 你就安心地去吧, 你就安心地上路吧, 你那美丽的妻子, 还有刚出生的孩子, 我就暂时收下了。 殿内众人的正前方有着几道身影, 中间的则是爱丽亚王国的国王, 其他几人则身份各不相同。 我为王国流过血, 我为王国立过功, 陛下, 你怎能? 莫等那人说完, 爱丽亚国王便挥了挥手, 随即便有护卫将其拖了下去。 身后传来了国王的声音, 现在爱丽亚王国已经成为世界政府的加盟国之一, 你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这里已经不需要你了, 以后也不会有海贼敢踏足这个国家。 那人此刻是肝胆剧烈, 他知道迎接他妻子和孩子的不是侮辱, 而是虐杀。 马里尼其圣, 你看这样可以吗? 待会我就将人给你送过去。 国王对着身侧的一名身穿宇航服模样的人道, 这特殊装扮也就表明了他的身份, 世界贵族天龙人。 有趣有趣, 文言那天龙人撕舍着手中如同牛排一样的东西, 吃的是津津有味。 这明明叫马里尼其圣的天龙人年纪不小了, 脸上布满皱纹, 看起来就像是一条一条蚯蚓一般, 看起来格外恐怖。 此刻爱丽亚国王是毕恭毕敬, 因为他知道身前之人是异常残暴的家伙。 这名天龙人由于年轻时过于放纵, 导致得了一种极其严重的怪病, 再加上年龄原因, 导致他的嗜好变得极为变态。 也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听说吃啥补杀, 之后他便再成了另一个世界的汉尼巴。 你做得很好。 马里尼奇盛点了点头, 对国王露出了赞赏之色。 在马里尼奇盛身侧的特工突然低声说了几句什么, 没过多久, 前者便迈不离开。 上面又发来消息, 现在需要立即回到圣地马林泛多。 尽管他有些不情愿, 但胳膊拗不过大腿。 爱丽亚国王则是一脸的谄媚地跟着天龙人走出宫殿, 直到前方人影渐渐消失, 他才常常呼了口气, 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同时眼中闪过了一丝羡慕之色。 每一个贵族都有一个成为天龙人的心, 这样便跳出了这个世界的规则。 可以说, 整个世界的人都要为其服务。 不远处港口, 一艘天龙人的特有船只停靠在岸边, 只是船上此刻却是静悄悄的, 似乎一个人都没有。 当是线拉近之时, 就会发现此刻船上横七竖八的全都是尸体。 不愧是世界贵族天龙人, 当真是疯狂啊。 船舱之中, 一个绅士打扮的人看着身前的装置, 以及里面赤身的人们表情古怪。 里面都是一些女人, 姿色并不是多好, 此刻就像是奶牛一样。 报告拉斐特大人, 我们在船舱里还发现了一间密室, 里面关押着一些姿色交好女人, 他们似乎是那家伙的女人。 这时, 负责探查的人跑回来汇报着, 紧接着又问, 他们要如何处置? 算算这个时候, 猎物也快出现了, 暂时不要管他们, 先将那家伙抓住再说。 拉斐特旋转着手中的拐杖, 向着船舱外走去, 他站在了船的最高处, 只是角度比较刁钻, 一般人根本发现不了。 果然, 没过多久, 在众人的保护之下, 一道身影出现在了港口区。 只是, 平时养尊处优, 横行霸道惯了。 那人并不认为自己会有什么危险, 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走上了船。 迎接他的是什么? 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 在世界各地, 这种事情也在接连不断地重演, 但抓到的并非一定是天龙人。 从白胡子海贼团的船上下来, 莫利亚驾船划过蔚蓝布母。 微风轻轻拂过海面, 浪花飞舰, 海鸥海鸥在空中翱翔, 盘旋飞行。 莫利亚这边刚挂断了电话, 他打给了波尼斯, 让其转告给摩尔冈斯一个大新闻。 这个消息一旦被世界政府知道, 对方一定会想法设法阻止其传播, 到时候也由不得他们不谈判。 就当莫利亚正在下一步还怎么做的时候, 在电剧人世界回来了, 正在结算中。 收益, 剑翼, 收益, 武装色霸气, 剑纹色, 霸, 特殊收益, 次元碎片, 零加零零, 未达到合成标准。 你的影子, 在电剧人世界挂机, 并且给你带回了恶魔契约乘三。 恶魔契约, 一次性消耗物品, 由支配恶魔亲手书写下的契约。 契约双方在自愿写上自己的名字, 契约生效, 违约者将承受严重后果。 第207章谈判, 英佩尔监狱。 没有过去多长时间, 一个炸裂的消息就传遍了世界。 新世界的两位海贼皇帝决战, 最终白胡子胜出, 月光莫利亚重伤顿走。 在摩尔冈斯的报纸, 以及两大海贼团的推动之下,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大海。 这件事也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有的人此刻却是正在大骂莫利亚, 因为两人对战的时候, 他们把全部积蓄都压上了。 当然, 这个消息也传到了世界政府和海军的耳中。 此刻, 海军本部马林泛多, 战国正是满脸忧愁之色, 现在, 他是急得焦头烂额。 刚刚又有一位海军中精英前来报告, 说他的家人突然失踪了, 甚至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像是突然间人间蒸发了一样。 如果只是一个, 战国还不至于愁成这样, 这已经是一百多个了。 不仅仅是本部海军的家属, 另外, 还有尊贵无比的天龙人。 班克禁区也一时间人间蒸发了, 好像是约定好的一样, 几乎是同一时间完成的。 战国总感觉哪里出现了问题, 虽然对某人有所怀疑, 但他还不认为对方有这个能量。 当白胡子胜出, 莫利亚受重伤逃走的消息传出来之后, 世界政府第一时间便给海军下达了最新的指令。 严谨一概就是, 尽快与月光海贼团决战, 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 借此机会将对方一网打尽。 战国思考的东西要多上一些, 他总感觉这一切都太巧了, 好像背后有一只手在暗中推动。 包括这次人口失踪事件也是, 但上面世界政府的五个老人又怎么可能听他的话?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除掉这个最大的隐患了, 一刻也不想耽搁, 即便是死伤一些海军, 那也是不痛不痒。 与此同时, 莫利亚感受到身上的力道, 舒服得向后一仰, 脑中却在想着接下来的事情。 如果现在与海军开战的话, 就算是把压箱底的东西都用上恐怕该是远远不够。 兵力的话, 僵尸大军规模也不会少, 只是缺少实力极为强劲的干部。 现如今, 海军至少有着六位大将级别及以上的战力。 而反观月光海贼团这边就要少上一些。 畜生道, 恶鬼道, 阿修罗道, 天人道, 地狱道, 五个加起来似乎可以拖住两位, 狗子勉强算一个。 至于东力和部落基, 因为种种原因, 他们也愿意出手。 两位巨人加起来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实力。 而月光海贼团却就缺在超大将实力的人身上。 如果真的动起手来, 不放水的卡普可能会非常地让人头痛。 这便需要超强战力的加入。 现如今, 有这般实力的人少之又少, 皆是一些成名已久或者已经退隐的旧时代强者。 不管是找谁, 都是非常不现实的。 思来想去, 莫利亚便将目标锁定到了一个地方。 海底大监狱。 推进城! 又名英佩尔大监狱。 那里面关押的人之中便有着符合莫利亚条件的人。 如果能够借助对方的力量, 估计这场战役的成功率便会大幅度上升。 这个也带上, 这是我最爱吃的小鱼干, 还有这个用纸包好的酱牛肉, 还有这些蛋黄派。 到了集合的时间, 狗子直接背了一个比自己还要大一圈的背包, 向着地上一方, 让莫利亚用能力存储到另一个空间里。 莫利亚一手符合满头的黑线。 就是说啊, 我们这次是干嘛去了? 你这那么多东西,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去度假呢? 霍斯曼勉了扁嘴。 我不管, 现在没有存的食物, 一点都没有安全感。 自从上次饿了肚子, 现在他每次出门都要囤积一些食物, 但莉莉的迷你果实能携带的东西有限, 再多就会成为累赘了。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两道身影便消失在了原地。 现如今世界政府和海军正忙活着马林贩多的战局部署, 推进城房箱对于平日里也要松懈一些。 海鸥的足迹洒满整片大海, 只是一时间却有着两份报纸传播, 一份是政府通稿, 另一份则来自于报业大亨摩尔冈斯。 海军已抓捕海贼皇帝月光莫利亚之女, 将会在一周后与海军本部马林贩多处刑。 震惊! 世界第一科学家贝加庞克正在研究空白100年真相。 两份报纸只是看大标题便知道所属, 至于后者则是月光海贼团花费重金 从摩尔冈斯那里买的新闻头版。 海军与世界政府也没打算将具体年龄公布, 他们只是想因月光海贼团上钩, 到时候他们可能都不会公开处刑, 毕竟对方只是三岁的小孩子, 传出去世界政府脸都要丢光了。 只是消息公布之后, 月光海贼团没有什么反应, 反而是世界政府先坐不住了, 毕竟空白100年是其无论如何都要掩盖的东西。 世界权力中心, 盘古城中五位老人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他们的额头都渗出了汗水。 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 一母大人必定会大发雷霆。 没想到贝加庞克那家伙, 竟然偷偷研究那段历史, 我们就不应该让他活着。 他现在已经成为了最大的隐患, 无论如何都要解决掉他。 萨坦圣双手叠放在拐杖之上, 谋中杀鸡暗藏。 一定是十三年前的那次事件, 虽然那群家伙以及岛屿已经被毁灭了, 但是还是有东西传了出来。 马兹圣长长的胡子动了动, 随即说道, 至于贝加庞克研究空白100年的历史, 他们并不认为这是空穴来风, 存多道恐怖的东西, 很可能关于那100年的书籍都被其寄到了脑海之中。 贝加庞克突然凭空消失了, 而现在又传出了这么个消息, 毫无疑问, 这究竟是巧合, 还是有人故意为之? 那厮兽狼胜皱着眉头道, 现在要做的, 就是要找到贝加庞克的藏身之处, 尽快将其灭口, 一旦让他知道了那段历史, 后果将不堪设想。 此话一出, 其他的几人也是点了点头, 与月光海贼团开战这种事可以放到一边, 谁都不能碰。 正当吴老星正在探讨之际, 突然有人从外面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 是世界政府麾下CP组织的成员, 此刻他小心翼翼到透过生命卡指引的方向, 贝加庞克博士的位置已经确定了。 贝加庞克现在在什么地方? 吴老星文言顿时迫不及待地问道, 正好刚才他们还在为不知道贝加庞克的所在而发愁, 现在就有了消息。 我们的人根据生命卡的提示, 最终停在了, 目光之城, 只是还没有登上岛屿探查消息, 便失去了联系。 这消息也是最后的时间传回来的。 那身穿白衣, 带着面具的特工连忙回道。 只是吴老星听到这个消息, 顿时脸色变得无比的凝重。 这时候他们似乎也明白过来了。 这幕后之人正是这艘船的主人, 目光之城真是月光海贼团的驻地。 他们抓了对方的人, 对方想的不是怎么营救, 而是以牙还牙, 同样抓了对他们更重要的人。 不仅如此, 想来天龙人与海军中层家属的失踪都与他相关。 对方看来似乎与幼儿之前存在着特殊的联系, 否则对方也不会那么快就知道消息, 从而进行报复。 立即通过多种渠道联系, 务必与月光莫利亚取得联系, 用尽一切办法, 务必将贝加、庞克带回来。 布鲁布鲁布鲁。 目光之城中, 一人正双脚搭在桌子上, 悠哉地品着咖啡, 任由身前的电话虫不断地响动。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才慢慢悠悠地过去接通了电话。 默兮默兮, 我是海军本部元帅战国。 电话那头传来中气十足的声音, 正是战国的声音。 那人没有立即回答, 而是静静地听着。 月光莫利亚? 战国疑惑地来问询问。 那人沉默了片刻, 开口道。 海军本部元帅亲自联系, 这让我们月光海贼团受宠落惊。 只不过, 现在船长没有时间, 有什么事直说, 我会代为转告。 你是? 战国问了一句, 如果是什么小卡拉米, 显然不适合说。 拉斐特。 战国元帅可能没有听过我这种小人物的名字。 拉斐特一边说着, 一边咯咯笑着, 听起来让人有些很不舒服。 在拉斐特闻名西海的时候, 可能战国并不知道, 但在跟了莫利亚之后, 现在已经是赏金过十亿的高额选赏贩, 战国又怎么可能会不知? 对方可是越光海贼团的几位重要干部之一, 实力不容小觑。 西海的魔鬼警署, 早有耳闻。 战国回道, 既然如此, 那么我便直接说了。 只要你们交出扣押的人质, 那么我们愿意将人还给你们。 能被海军元帅关注, 我很荣幸。 莫利亚已经事先打了招呼, 她也知道事情的始末, 于是拉斐特淡淡回道, 既然要交换人质的话。 那么半个月后, 我们再目光成见吧。 战国突然提高了声音道, 别开玩笑了, 交换地点当然是马林贩多, 在贼窝里进行交换。 天知道你们这群无恶不作的海贼, 会不会遵守承诺。 拉斐特文言倒也不恼怒, 只是冷笑着道, 那你们海军呢? 你们做的事不能说正义, 总之是与正义毫无关系, 交换地点选做马林贩多。 那你们怎么不说, 让我们捆住双手自己, 跑退进城待着, 别做梦了。 不等战国回话, 拉斐特又道, 你以为我们船长会在乎那没见过面的女儿吗? 之所以答应交换也只是自己的名声, 既然你们不诚心交换, 那就这样算了, 你们杀你们的, 我们杀我们的。 电话另一头, 战国阴沉着脸, 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这也不奇怪, 毕竟马林贩多作为海军本部, 到时候毕竟是进去容易出去难, 并且大规模调动兵力, 也会有消息传出, 对方有所忌惮也在所难免。 去随便抓一头肥猪过来。 战国这边还在思考着什么, 就听电话那头传来一道声音, 声音不小, 似乎是故意让他听到的。 听到这话, 战国还在思考为什么要抓牲口, 但很快他就明白了。 海军元帅的电话, 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拉斐特细血的声音传了出来, 紧接着就听到哭喊的声音传来, 快来救我呀, 快派大将来, 现在, 立即, 马上, 我一刻都不想待在这个鬼地方。 战国现在是听清楚了, 这正是失踪的几名天龙人其中之一, 此刻听对方的话, 好像是受尽了各种委屈。 看来你似乎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很重要, 不然也不会这样犹犹豫豫, 占尽便宜。 贝拉斐特这一挑唆, 天龙人顿时大喊大叫, 对着战国一顿咒骂, 无法无天, 这很天龙人。 天龙人果然是被你们抓走的吗? 你们难道不怕? 战国刚想说两句威慑的话, 突然想到, 都到这步了, 对方确实也就不怕了。 至于天龙人被打会派遣大将, 那也要分对象。 现在这情况, 到最后能不能活着回来都成问题。 念及至此, 战国这才不得不服软道, 交换会继续进行, 除去这两个地方, 我们另外找一个地方进行。 世界政府下达的命令, 是无论如何也要将贝加庞克带回来。 战国本以为能一举两得, 但显然对方也不是傻子, 不会被他牵着鼻子走。 拉斐特想了想, 觉得这样已经差不多了, 于是点了点头道, 既然如此, 那么我便将这话原封不动地转告船长的。 与此同时, 推进城也就是因佩尔监狱。 空气中传来了一道声音, 走了, 快跟上那群看守, 他们要进去了。 在军舰停靠之后, 一对海军压着几名囚犯向着监狱大门走去。 另一边, 推进城的狱警们也早早地等候在那里。 大门缓缓打开, 狱警们从里面走出来, 为首的是一个身材苗条的女人, 看样子是这群狱警的长官。 海军和狱警们简单地沟通了一下, 便将囚犯进行了交接。 那气质优雅的美女长官走在前面, 对着手下的狱警们吩咐道, 先带到level 4进行消毒, 顺便盘问一些有用的信息。 狱警们尽力乘势, 带着几名囚犯走进监狱当中。 监狱里的升降梯可以从一层直接下到四层, 四层灼热地狱。 囚犯在入狱前要在此层被灼热来消毒, 署长的办公室也在这层。 喂,你有没有感觉今天的升降梯怎么那么慢? 突然一位狱警有些疑惑地对着同伴问道, 你这么一说, 我也感觉到了, 是不是电梯坏了? 另一人闻言皆话道, 轰隆隆。 正当狱警们疑惑之际, 升降梯的门一声巨响之后打开了, 顿时一股灼热感迎面袭来。 啊, 阿涕! 嗯, 也就在这时, 空气之中突然传来了一道打喷嚏的声音, 一冷一热, 冷热交替会打喷嚏这也难怪。 狱警们一脸惊异地回转过头, 齐齐盯着身后的空气。 第208章《无限地狱》, 抹除历史的海贼。 三四个狱警齐齐地向着身后看去, 如果距离较近的话, 可能还不会被发觉, 只是以为是其中一人打的喷嚏。 这个能被发现, 显然就不是了。 作为世界第一监狱, 英佩尔的狱警们也是有点实力的, 并且那么多人都听到了, 这便不可能是幻听了。 是谁在哪里? 出来! 狱警们叫唤了一声后, 他们之中便有人端起了枪。 他们也不是什么傻子, 立即便怀疑有人可能隐身潜入了监狱之中。 正当其中一人准备用通讯设备联系其他人之时, 只觉脑袋突然被一只带毛的手掌握住, 随即不受控制地向着另一个方向猛地撞了过去。 砰! 只听一声, 两颗脑袋便撞到了一起。 只是三两下, 狱警们就被解决干净了。 恰好也就在此时, 负责监视的电话虫也被黑乎乎的东西挡住了视线。 两道身影也就在此时显出了身形。 只见莫莉亚此刻正捏着狗子的鼻子, 都怪你的狗鼻子, 把我们的行踪都被你暴露了。 哼哼, 霍斯曼哼哼唧唧, 双手在莫莉亚身上乱挠, 怪我了, 刚才那种情况, 我又控制不住我集结。 嘿, 你还挺自豪的是吧? 莫莉亚就喜欢趁机撸狗, 这样对方自觉理亏也不好还手。 其实, 这是啥也不怪对方, 犬科动物的鼻子就是要敏感一些, 像是花粉, 甚至是用手捏住几分钟, 对方可能都会狂打喷嚏。 你们, 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 刚才狱警押送的几个囚犯, 看到莫莉亚与霍斯曼之后, 顿时满脸血满的惊恶, 一脸的不可置信。 莫莉亚现在已经启动了地居恶鬼缠身, 浑身上下被铠甲包裹, 因而这几个人也并没有认出莫莉亚。 再加上霍斯曼的名气并不是顶尖, 因而一时间也没有发现两人。 是毛皮族啊, 这体格, 这品项, 这毛发, 要卖的话, 最低也要一百万倍里啊。 一个囚犯在一旁不断择舌打量, 这一看就是职业并犯了, 一时间没控制住。 安慰, 你们两个快想办法, 给我们解开, 到时候人多也有个照应, 我们一起逃出去。 其中囚犯突然压低了声音, 对着莫莉亚二人小声道, 才不要, 就你们这点实力, 到时候只会拖累我们。 霍斯曼明确地表示了拒绝, 在这种监狱里面的人, 没几个好东西。 你们, 一听到莫莉亚二人不打算带他们, 这几人顿时就变了脸色, 他们没有愤怒, 而是阴侧侧地笑着, 一脸的幸灾乐祸。 你们确定不打算带我们离开? 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又不说。 霍斯曼说完就不理会他们了, 真是一群自以为是的家伙, 朴姓。 既然如此, 那就都别走了。 囚犯们见霍斯曼一脸决绝, 顿时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突然大声地喊, 快来人呐, 这里有人愿。 这升降梯距离鼠掌是很近, 如果证认由他们呼喊的话, 还真有可能出大事。 只是几人这才刚开口, 声音便戛然而止。 只见众人的心口已经被树到影子触手动穿, 长长地触手支撑住他们的尸体, 以至于他们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刚刚那波我给你零分, 知道错在那里了吗? 莫莉亚一瞬间便将几名囚犯全部解决, 拍了拍手, 将影子放到了几位狱族的身体里。 哈? 霍斯曼满脸的疑惑, 我感觉没啥问题啊, 现在不也是被你解决了吗? 刚才缺少了智慧, 任何变数都要彻底解决掉。 莫莉亚说叫着, 霍斯曼是一脸的不服气, 她也没想到这群家伙竟然会这么恶心。 典型的是, 自己过得不好, 也不允许别人好, 尽死都要拽上一个垫背的。 别冷在那里了, 赶快将尸体处理一下。 灼热地狱, 鼠掌室内, 一个体型巨大, 身后有着两个蝙蝠翅膀, 头上有着双脚宛如恶魔的男人脸上, 痛苦与畅快交织在脸上。 这人便是因佩尔大监狱的鼠掌, 麦哲伦, 毒毒果实能力者。 由于使用了毒毒果实, 这使得他全身上下都充满毒素, 即便是呼出的气也带有毒性, 到嘴边食物也会被熏得带有毒性, 进去身体之后, 毒性发作, 从而导致了拉肚子。 他方才也是听见了外面的动静, 只是人有三级, 麦哲伦虽然想要出去看看, 但是一泻千里的感觉让他完全抽不出时间。 当那种感觉消失之后, 麦哲伦提起裤子站起身来, 正好这是一名狱卒急匆匆地从外面跑了进来。 不好了, 麦哲伦署长, 外面有囚犯产生了暴乱。 嗯? 麦哲伦有些疑惑, 囚犯都被戴上了手铐脚链, 怎么可能反抗? 不过既然对方说了, 于是他便道, 带我过去看看。 有那么一瞬间, 麦哲伦总感觉身前的狱卒有些怀疑, 感觉对方身上似乎少了些什么, 眼神空洞, 就仿佛是一具行尸走肉一般。 这边, 麦哲伦才走出鼠掌室没多久, 两道身影便已经潜入其中。 之所以, 支开对方而没有正面迎敌, 那是因为时间不允许, 一旦暴露了身份, 相信不久之后便会迎来世界政府和海军的围剿。 潜入鼠掌室的目的便是, 通过位于署掌室里面的内部员工通道, 最终进入地下六楼, 无限地狱。 无限地狱关押罪犯都是过于凶恶, 而从历史中抹消的怪物海贼, 在这层的犯人都是净传说及的人物。 尽管如此, 这些家伙也没有入得了莫利亚的眼, 她的目标则是这群怪物海贼中的佼佼者。 如果走普通的通道, 那这一上一下格外的耗费时间, 但如果是通过员工通道的话, 速度便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一路畅通, 也就在莫利亚两人踏入无限地狱的瞬间, 两侧的监牢之中便有着几道血红的眼睛注视了过来。 尽管莫利亚已经是启动了恶鬼缠身的隐身模式, 但是被关押在无限地狱的囚犯都是一些传说中的怪物海贼, 能够有所察觉也并不意外。 没有理会两侧注视而来的目光, 莫利亚向着深处缓缓走去, 她要找的人显然不在这里, 因为在无限监狱之中, 怪物中的怪物往往都是单独关押。 最终, 莫利亚的脚步停在了一处监牢之前, 抬眼望去, 只见里面黑漆漆的一片, 好像就是一个空的牢房。 刺了, 刺了, 也就在这时, 似乎感觉到外面的异动, 牢房之中传来锁链晃动的声音。 第209章语之溪流, 魔鬼后裔, 因派尔大监狱监控室, 几名狱警横七竖八地躺在房间之中, 有的甚至趴在监控前的台子上, 鲜血向着机子里面渗透着, 空气中充斥着血腥味。 你们这是怎么了? 行行啊! 一个狱警捂着鼓鼓冒血的胸口, 一边惊恐地向后退着, 一边看着身前的同伴大喊。 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这些同伴会对他们痛下杀手? 仔细想想, 也实在没有什么得罪之处。 破坏监控, 杀死一切目击者, 这是主人的命令。 那几个狱警僵尸喃喃道, 说着迎着子弹直接冲了过去, 一刀落下, 一命呜呼。 这些便是莫利亚派遣破坏总监控的监视。 如果只是僵尸, 那自然不可能有生前的记忆, 找到这地方也相当地慢。 但是莫利亚却有与尸体沟通的能力。 只要被其触碰, 尸体便会恢复生前的模样, 一阵威逼利诱, 自然该交代的不该交代的都交代了。 而就当僵尸们切断监控室与内外联系的电路之后, 在室外, 一道脚步声游远极近。 是血的味道。 未见其人, 先闻其声。 在了监控室内。 来人身材高大壮硕, 嘴里叼着一根雪茄, 烟雾缭绕中, 嘴角上扬, 发出邪笑, 身着推进城的制服, 但是要比普通御警的制服要高级一些。 它便是深海大监狱推进城的看守长, 人称与之溪流。 刷! 在众多僵尸还未反应过来之际, 溪流的手符住了腰间赤色的刀柄。 赤色的刀鞘仿佛是被血水长时间浸泡了一般, 只听一声轻响, 空间随之陷入了寂静。 在空气之中留下了数道红色的斩机轨迹, 那是刀光闪烁时留下的赤色血光。 咔嚓咔嚓! 几具僵尸顿时直接被大蟹扒快, 肢体横飞, 然后齐齐落在了地上。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还是将你们解决掉最好。 溪流吐了口烟, 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筋擦拭着配刀。 雷宇! 刀的名字! 那刀只是看起来就有些不凡, 只是靠近便可感受到那凌厉的杀气, 很显然, 这是一把妖刀。 溪流也看起来对自己的刀格外的珍惜。 突然间, 擦拭刀身的溪流动作顿了一下, 脸色微不可查地变了变, 喃喃自语着。 你是说, 非常讨厌他们的血吗? 也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 溪流猛然回过头去, 却发现被他切割成数段的僵尸, 正用仅有的胳膊腿向着他这边爬过来。 很明显, 他们是要搞偷袭, 但见溪流回过头来, 他们再次趴在地上装死。 火死人? 溪流脸色大变, 突然间想是想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难道是, 有什么了不得的家伙, 浑进来了? 溪流现在怀疑, 是有人潜入了监狱之中, 否则也不会第一时间破坏监控。 但这只是他的怀疑, 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念及至此, 他便没有身后的僵尸们, 向着监狱深处走去。 能如此无声无息地潜入监狱, 对方绝对不会在上五层监狱中浪费时间, 目的地肯定是那里。 昏暗的第六层监狱, 这里是被世界政府隐藏的地方。 监控被切断之后, 这里发生的事情自然也就穿不出去了。 莫利亚与霍斯曼两人也在此刻显出了身形。 哗啦啦,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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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顿时锁链晃动声, 脚步声在此刻响了起来。 这不是一个人, 而是整个楼层的人。 那里有人?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是新人? 怎么没有预警看呀? 并且, 为什么没有被锁链铐住? 监牢里的人们顿时都是贴着牢笼打量着二人, 并且不断地询问着。 你们是从外面来的? 快放我出去, 让我做什么都行。 娜娜娜, 女女女或真价实的女人啊, 多少年了, 竟然有漂亮的漂亮的毛皮组女人。 莫利亚并没有回他们的话, 虽然这群家伙以前在海上也是赫赫有名的家伙, 但与这个世界的头部比较, 还是差上一些。 元妻吴海以及海贼皇帝, 随便拿出一个头衔都是这离久成久的人都无法企及的高度。 他们真是饿了, 竟然对着狗子你流口水, 真的是, 莫利亚对着霍斯曼调侃道, 这里还真是牛鬼蛇神什么都有, 竟然还有福瑞控。 嘿, 给你个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 什么叫饿了? 那叫老娘有魅力, 霍斯曼怒了, 呲牙瞪眼, 给你三秒考虑时间。 霍斯曼双手抱胸, 一副快来哄我的样子, 一哄就好的那种。 那我可要数了, 一, 二, 二点五准备, 二点八思考, 二点九, 最后零点一秒哦, 二点九一。 气死我了, 阿木看我不咬死你。 霍斯曼虽然说得凶, 但是真咬起来就连牙印都没留下来, 这也让人不由地想起一句谚语, 会咬人的狗不叫。 莫利亚也没有太多在意, 正要前去打开牢房的门, 一时也没正脱开某人, 于是笑着打趣道, 你这家伙, 是不是想趁机亲我?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狗子。 呸呸呸。 霍斯曼连忙松口, 臭美, 谁稀罕。 莫利亚笑而不语, 手指放在牢房锁头上, 操控着恶鬼, 缠身用黄金声成了一把钥匙, 塑形之后一扭, 锁边被打开了。 快帮我们也打开, 到时候我可以让你上船, 告诉你, 我可是征服者海雷丁, 悬赏金可是有两亿背脸。 放我出去, 我还有藏在某处的王国财宝, 到时候可以分你一半。 只是, 在莫利亚打开那间监牢之后, 顿时一种强大的气息, 席卷整个楼层, 似乎是里面的人有些不悦, 从而释放气息, 让其他人保持安静。 感知到这股气息之后, 楼层顿时也就安静了。 这气息太过强大, 不服不行。 与其在这里等死, 不如出去大干一场。 莫利亚走进监牢之中, 只见一个人, 正被挤到粗大锁链, 锁住身体, 于是他没有急着打开锁链, 而是上前道, 你意下如何? 魔鬼后四道格拉斯·巴雷特 这次寻求的高手, 正是能与海贼王罗杰副船长 雷利实力相当的道格拉斯·巴雷特 他的实力自然不必多说, 即便是罗杰海贼团的同伴都称其为怪物。 哈哈, 没想到那么多年过去了, 还有人能记得我了? 巴雷特文言睁开眼睛, 如鬼一般的眸子打亮着莫利亚。 你是谁? 为什么猛来到这里? 巴雷特有些疑惑, 能够这么不被发现来到这无限地狱, 可能眼前之人是第一个。 要知道就算越狱都无比困难, 上百年来也就金狮子一人, 更别提从外面进来。 我是谁不重要? 我这次来也只是想要借助你的力量, 做一些事。 只是莫等莫利亚把话说完, 巴雷特便已经答应下来。 好, 那我便答应你, 只要你打开锁链, 做什么都可以。 呵呵呵, 不曾想, 莫利亚听到这话却是笑了起来, 嘴上说的我可不信, 说不定心里盘算着, 只要获得自由就可以不认账了。 巴雷特闻言也是笑了, 因为他心里确实就是这么想的。 在他眼里, 若便是原罪, 他也不需要同伴, 他看不起那些弱者, 同样不相信伙伴, 只觉得他们只是累赘。 莫利亚也不可能招揽这样的家伙, 即便是野心勃勃的黑胡子见到对方都摇头, 更别说其他人, 罗杰之后便没有森驾驭得了他。 见时机成熟, 莫利亚便拿出了一张恶魔契约, 对着巴雷特笑道。 只要签了这东西, 你就自由了。 当然你需要遵守契约上的东西, 否则会死人的。 什么契约? 巴雷特疑惑地看向递过来的契约, 总感觉哪里有些古怪。 但一直待着这里暗无天日, 谁又不想出去。 于是思考了一下, 他便将契约拿了过去。 上边密密麻麻的皱纹, 是他所看不懂的, 但是却出奇地明白上面的意思。 契约达成, 严谨一概就是, 无法对月光莫利亚及骑海贼团的人出手, 同时还有三次出手的机会, 一旦契约发起人让他出手, 不得违背。 巴雷特看了一下, 觉得也还可以, 并没有出格之处, 并且他不认为一张破纸就能限制他的自由。 我没有笔。 文言, 莫利亚便递上去一支黄金笔, 补充道, 要完整地写下真名, 否则契约无法生效。 巴雷特最终还是在契约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而且没有耍花招。 就在这时, 收集了两个人民的契约, 立即化作了两道流光, 一道钻进了巴雷特的身体之中, 另外一道则是融入了莫利亚身上。 这代表着契约建立完成。 从现在开始, 契约生效。 这笔买卖还是挺划算的。 之所以没有制造一份契约者要无条件服从发起人的契约, 那是因为, 如果这样, 那必定会引起前者的抵触。 届时即便契约仪式完成也未必能够生效。 莫利亚也没有食言, 用黄金生成各种形态的钥匙, 将巴雷特身上的锁链全部打开了。 咔嚓! 咔嚓! 锁链落在了地上, 巴雷特站起身来, 活动了一下筋骨, 顿时身上啪啪作响。 当获得自由之后, 巴雷特便不想遵守那破纸上写的东西。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当时觉得没什么, 当获得自由之后, 觉得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可! 就当他生出不愿履行承诺的念头之时, 巴雷特就会感觉心脏一阵剧痛, 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抓住他的心脏, 想要随时将其捏爆。 那钻心的痛楚, 使得巴雷特也不由得额头渗出冷汗。 他对自己的身体很清楚, 很健康, 这唯一的可能就是。 那张破纸上的东西, 似乎并不是写着完的。 莫利亚并没有理会巴雷特的举动, 而是大步走到外面, 对着整座楼层的人道, 被关押在此处的犯人们。 你们难道不痛恨世界政府以及海军吗? 怎么样? 与其在这里等死, 不如出去厮杀一场, 到时候幸存下来的人, 便可以重获天日, 恢复自由之神。 嗯? 莫利亚的话顿时传入整座楼层的每一个犯人的耳中, 整个楼层在这一刻都沸腾了。 你说这是真的吗? 你真的打算放我们出去? 没有骗我们。 快放我们出去, 我愿意做你的手下。 哦。 监狱之中顿时传出了欢呼之声。 莫利亚一挥手, 顿时身后无数的蝙蝠飞掠而出, 他们口中都叼着一串钥匙。 带接近每个监狱之后, 便将钥匙扔到了地上, 里面关押着的囚犯顿时如获至宝, 赶紧争强起来。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家伙是那位曾经与百兽凯多分庭抗礼的新人海贼, 月光莫利亚。 被关押的犯人之中, 有人认出了莫利亚的身份, 不过消息有些老, 还停留在十几年前。 这也难怪, 毕竟这群家伙都不知道被关押在了这里多长时间。 莫利亚! 万岁! 莫利亚! 一传时传百, 监狱里面的囚犯都是齐声叫唤着莫利亚的名字, 不断重复地喊着。 也陆续被打开, 一道接着一道身影从打开的牢门走了出去。 渐渐地, 整个楼层人头涌动, 清一色的黑白斑马囚服。 莫利亚的眸中闪过一丝寒意, 尽管这群家伙他不会收作同伴, 但是作为射向海军与世界政府的子弹完全可以。 而在这清一色的犯人当中, 仍有一些熟悉的面孔。 比如南海的大酒桶, 巴斯克, 乔特, 以及月牙猎人, 卡特林, 蝶美, 以及天夜叉。 嗯, 这个就算了。 见一个囚犯正拿着钥匙打开一扇监牢的门, 莫利亚挥手阻止。 那监牢之中的犯人, 你礼貌吗? 第210章VS溪流, 世界破坏者。 多福朗明哥也没想到, 这辈子没享受到什么天龙人身份的特权, 进了推进城之后, 却实实在在地享受了一把。 这段时间, 他也是终日靠着特批的报纸度日, 也算是监狱里过得最滋润的。 而这段时间, 从报纸上获悉的最让他震惊的消息, 莫过于月光海贼团与百兽海贼团开战。 更令他震惊的是, 最后凯多那家伙竟然败了。 凯多的实力, 他是见识过的, 只能用怪物来形容, 一个狼牙棒可能就把他解决了。 服服服服, 那么多人都放出去了, 也不差我一个多福朗明哥的声音从监狱深处传来。 到时候, 我可以帮你对付世界政府。 我知道的, 不久, 你就要和世界政府以及海军有一场大决战。 莫利亚没有理会他, 多福朗明哥可不是那么容易收服的主, 到时候被他反捅一刀都有可能, 现在放出来必定会是一个隐患。 众犯人见莫利亚没发话, 他们也不敢自作主张地给多福朗明哥打开。 多福朗明哥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周边一个接着一个牢房被这么打开。 这里面怎么还有一个房间, 一个身着斑马囚服的犯人打开一间单独牢房, 在里面打量半天, 发现这里并没有关押什么人。 正准备离开之际, 却见里面还有一个门, 那门上有似乎有一个开关, 用未知材质打造, 看样子颇为不凡。 怀着好奇, 那人几经尝试, 最终才将那厚重的金属门打开。 轰隆隆。 只听一声巨响, 紧接着整个第六层都随之轻微震动。 紧接着那人就叫一阵寒意袭来, 里面的房间就如同冰窖一样, 刺骨的凉风自内向外飘开, 顿时让外面的人打了个寒颤。 里面有人吗? 有的话之一声, 你自己出来, 但我就不进去了。 那人叫唤了一声, 半天得不到回应, 于是迈步缓缓走了进去。 另一边, 无尽地狱入口处, 此刻十几道身影出现在了这里。 为首之人正是推进城的看守长, 与之溪流。 溪流这边才刚踏入第六层监狱, 便感觉有些不对劲, 心中紧照顿声。 先是听到了凌乱的脚步声, 随机便来到了涌动的人头。 身后预警似乎来没有反应过来, 但是依旧却已经是倒吸了口冷气。 溪流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残暴家伙, 见到这幅画面也不由得吓了一跳。 放眼望去, 第六层的监牢外面密密麻麻站满了人, 人数少说也有五六十人, 并且能被关在这里, 实力绝对不会差到哪里。 在场五六十人, 大半身上都是散发着不俗的气息, 可见全是大海上有名的强者。 尤其是中间人群簇拥之处最为恐怖, 那更都是传说中的人物。 大九筒巴斯克、 乔特、 卡特林、 蝶美、 还有魔鬼、 后裔巴雷特。 溪流也没有想到竟然把这个令人头痛的家伙也放出来了。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应该就是那个本不疏于这里的人。 新世界双簧之一的月光莫里亚。 溪流一时间就想明白了, 那操控死亡生物之人, 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人。 早知道是他, 溪流绝对不会掺和进来。 监狱里的众人见到出现而来的几道身影, 纷纷投去了目光, 他们也没有立即出手。 毕竟对方可是与之溪流, 实力非比寻常。 与之溪流吗? 莫里亚瞧见来人, 认出了对方。 溪流本想趁机逃脱, 但见一道气息已经将他锁定, 顿时只觉头皮发麻。 现在被认出来了, 想要脱身看样子不是那么容易了。 监狱的看守长大人, 我们是不是该算一算成年就账了? 虐杀被束缚住手脚的我们你觉得很爽是吧? 现在, 然后见识一下我们的手段。 一群囚犯在那摩拳擦掌, 一脸怪笑地盯着溪流, 看样子以前也没少被欺负。 见势头不对, 只听溪流先示道, 是新世界的海贼皇帝, 那个能与白胡子相提并论的月光莫里亚吗? 嗯? 什么海贼皇帝? 白胡子? 犯人们一阵惊议, 刚开始还没有将这几个身份和莫里亚联系在一起。 虽然其他人可能他们不知道, 但是白胡子的大名他们又怎么可能不知? 那可是被誉为世界最强者的男人。 顿时囚犯们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一部分人的吆喝者誓死追随莫里亚。 这种待遇, 也只有后世的巴基大神遭遇过, 但那也是其他层的海贼。 而进到第六层里面去的, 个个都是人才。 就连巴雷特都是精益地看向莫里亚, 眼中闪过一抹战意。 虽然他并不认同白胡子是世界第一, 但是对其实力还是认可的。 既然莫里亚能与其相提并论, 想来实力也非常的不简单。 对于溪流的问话, 莫里亚不知可否, 其实前者心中已经有了定论。 既然是月光莫里亚本人, 那就好办了。 溪流突然正色道, 传闻月光莫里亚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大剑猴, 那么今天就来领教一下你的月之剑。 溪流心中盘算着, 如果那么多人同时冲过去, 他今天是在劫难逃, 这些人一起伤, 估计就算是麦哲伦来了也是多一具尸体。 而如果单打独斗的话, 溪流感觉最起码他们有逃跑的机会。 莫里亚也不说话, 缓缓走上前去并未拔出腰间的斩月。 周围的犯人顿时也起哄起来, 说实话他们也想见识一下莫里亚的实力。 溪流感觉到了莫里亚的轻视, 刷的一声, 抽出腰间的雷雨腰刀, 顿时杀死弥漫, 血腥弥散。 你确定不用刀吗? 莫里亚盯着她, 手臂微微抬起, 瞬间黑影缭绕, 打你地话, 多此一举。 溪流也没有在意这些, 只觉莫里亚实在是狂妄自大。 如果这样的话, 待会只要瞅准时间, 便可以全身而退。 溪流眼神闪过一抹狠力, 一道残影,急速向着莫里亚逼近。 踏, 踏踏, 移动的速度却越来越快, 到最后就连声音彻底消失了, 只是瞬息间便到达了莫里亚的身前。 见莫里亚尚未摆开架时, 也没有拿出武器, 溪流脚步一晃, 身形颇为诡异的一闪, 一下子来到了莫里亚的身后, 随即以迅雷之势, 挥刀斩向了其后腰部位。 刷, 血光一闪, 响起破空之声。 溪流速度迅速, 角度也很刁钻, 如果反应慢上一些, 就会被眼睛欺骗, 以为对方要正面冲过来。 囚犯们中有的人实力也不差, 见此情形立即出言提醒, 以为莫里亚没反应过来。 但很快, 所有人眼底就化为惊疑。 一刀斩来, 莫里亚身形不闪不闭, 就站在那里, 指甲黑色暴涨, 瞬息间便化作半米长的影刃。 溪流也是一位剑豪, 一刀斩落, 顿绝不妙, 因为他能将人拦腰斩断的斩机 就像是斩到了液体上, 而且用不上一点力气。 暗道不妙, 溪流当即后撤。 目光锁定刚才斩机的部位, 黑色的不知名液体正缓缓愈合, 是恶魔果实的能力。 在溪流后撤之时, 莫里亚瞬间化作了一道残影, 迅速压向前者。 第六层, 楼层瞬间传出一声爆响。 下一刻, 莫里亚的影刃 直接架在了溪流的头顶。 顿时一股强烈的气息向着 无尽监狱的各处席卷而去, 就连站在不远处的囚犯们 破烂的囚服都被强劲的气息吹动。 本以为溪流速度已经够快了, 结果竟然有人比他还要快, 快到根本肉眼 都没有捕捉到对方的运动轨迹。 溪流也万万没料到 莫里亚实力如此强横, 还没有所反应, 势大力尘的斩机便已然落到了头顶, 无奈, 只得仓促横举雷雨进行格挡。 当, 一声金铁交际地脆响, 吱嘎, 吱嘎, 只是持续了一会儿, 溪流只绝虎口破裂, 刀身仿佛有万斤重, 压得他都有些喘不过气来。 越破栽窝, 无数月刃不断回旋自身, 在周身产生巨大的漩涡撞刃风, 瞬间将溪流笼罩其中。 越破栽窝本来只是一个防御剂, 但当敌人距离较近之时, 这种情况就变了。 刺啦刺啦, 切割声中, 溪流身上的制服当即被斩成布片, 周围也是是出现一片血污。 忍着身上的剧痛, 溪流心中大害, 他没想到, 莫利亚竟然没有拔刀便可释放灵力斩击。 他, 他他, 他他他他。 溪流不断后退, 并且在打量着四周以寻找机会。 正在溪流连连后退之际, 突然感受到身后出现一个高大黑影。 故多, 猴姐滚动, 溪流眸子不由地瞪大了几分, 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席卷全身。